明明家有性感娇妻 可你却仍不知足 天天会所嫩磨叶叶声歌 关键老婆还得钱让你去聊妹 甚至让你开她的法拉利去 如果泡不到就不准你回家 奉旨泡妞的生活 就这么枯燥且朴实无华 就在刚刚 你又准备去集团找老婆要钱泡妞 此时她正在召集股东开会 你突然推开房门 开口的第一句话 直接让现场众人破房 老婆给我钱 我要去泡妞 这就是苏总结婚五年的二货老公吗 可不是吗 结婚五年不仅啥也不干 天天只知道喝酒泡妞 关键苏总都快要将她宠上天了 老婆放下手里的文件 拿起手机微笑地回应道 十万够不够 不够我让财务再给你转点 够了 谢谢老婆 你看着手机收到的转账信息 对着老婆做了一个绯闻的手势 随后转身离开 等一下 开我的那辆法拉利出去 我的老公去泡妞不能丢人 老婆的这番操作直接巅峰了股东三观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到谁家老婆 支持自己老公去泡妞的 晚上早点回家 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 怎么也要庆祝一下 好吗 顿时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你们 平时的苏总可是雷厉风气 高冷地不敢靠近的呀 如今面对一个窝囊的上门坠雪 竟如此低价 看情况吧 如果忙完了就可以 说吧 你对着苏伊雪挥挥手便离开了大厅 留下她在原地发呆了好半天 然而旁边的秘书唐倩实在忍不住 苏总 您不能这么惯着夜烦 就她那窝囊的样子 这个月已经第八次找您要钱了 住嘴 唐倩还想继续说 却被苏伊雪直接打乱 我自己的老公轮不到你来插嘴 此时苏伊雪眼神中闪过一抹狠令 我现在宣布 唐倩 你被开除了 去财务那里结算工资 然后滚蛋 听闻唐倩当场愣住 为什么呀 下面股东呢也都傻眼了 唐倩仅仅抱怨了叶凡一举 竟直接被开除了 苏总 唐历术好歹也是集团的高管 就这么开除了不合适吧 公司的副总也是苏伊雪的二叔 苏明浩开口道 而苏伊雪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怎么 你也想和他一起被开除吗 顿时二叔乖乖闭嘴 在场的众人都低下了头 再也没有人敢往枪口上撞 而你从公司离开 拍着老婆那辆红色法拉利 直奔云城顶尖的天上人间会所 会所门口正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你 叶少 几天不见 你更加高大威猛 阴气逼人光彩夺目 太阳见了都黯然失色呀 那一副产销的模样 都恨不得将拍马屁三个字写在了脸上 此人也是豪门大少名为王富贵 因为经常和你混迹各大会所 一来二去就被你魅力所吸引 并深深蛰伏 天天跟在你身边 发誓要做一个合格的狗头 行了 下次换点新鲜的台词 里面安排好了吗 你打断王富贵 踏步朝大门里面走去 叶少放心 整个会所所有女的 连刷厕所的大妈我都给你叫来了 万子千红总有一款叶少会买的 如果叶少对这些不感兴趣 那种肌肉猛蛮 我也可以给你叫来 你看着王富贵那猥琐的样子 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天上人间最大的帝王包间里 一排穿着清凉的姑娘 恭敬地向你鞠了一躬 叶少好 欢迎光临 胸前那白花花的风景 还有开叉到腰的旗袍 看得你是一阵燥热 若不是因为自己练功的原因 在遇龙爵大成之前不能碰女人 老子一定要好好拯救这些青春少女 不错 都有赏 说完你将一打现金丢给王富贵 记得不要忘记把照片发给他们 让他们留意照片上的女孩 若是谁发现了女孩踪迹 重重有赏 随后你打开手机 看着手机上一个仙子般的美女有些出神 五年了 虽然你说是来泡妞 但实际是来发钱 只为找到五年前失踪的小师妹 半年前有人说在云城会所圈子里 看到过小师妹 所以你便挨着一家一家的光 见过这里所有美女后 你没有停留离开会所 然后回家在家里 你将玉龙爵修炼了九个周天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点 按照约定 苏一雪下班就回家接你 随后你们直接到了云城的皇家酒店 她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烛光晚餐 吃饭的时候 苏一雪格外活跃 一杯接一杯地给你灌酒 你倒不惧怕这点酒量 看着老婆好看的侧脸 你配合着她演戏 假装自己醉醺醺的 老婆 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礼物吗 礼物在哪里 你装得很像 说话都有些含糊了 苏一雪一看 时间差不多了 带着你就朝总统套房走去 进屋后先让你在沙发上坐下 然后她则是钻到更衣室 你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 更衣室里传来一阵稀稀锁锁的声响 当苏一雪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你瞬间血脉膨胀 呼吸都为之一致 此时的苏一雪穿着一套粉色的护士装 根本挡不住那绝美的身材 凹凸有志曲线玲珑 不断刺激着你的眼球 我就是今天送给你的礼物 老公喜欢吗 苏一雪有些扭捏妖娆地朝前走了两步 摆出了一个惹火的姿势 然后含情默默地朝你怀里依偎过来 老公五年了 我想真正做你女人 如此一个极品美女躺在你怀里 一副任君品尝的模样 哪个男人忍得住 关键这还是你合法的老婆 老婆 你这是在玩火 你的呼吸都加重了几分 抓住苏一雪乱摸的小手 苏一雪双眼迷离地开口道 来吧 让我感受你的火到底有多烫 你再也不顾所有 翻身将苏一雪压在身下 大手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夺取 刚刚穿好的套装 轻刻间被撕得粉碎 眼看两个人就要纠缠到了一起 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阵破空之声 一把飞刀贴着你的小腹击射而来 狠狠地钉在墙壁上 刀锋若是在向下两公分 你怕就要当场被阉割了 少主 不可功亏一篑 你身上还肩负着天大的责任 随后一道黑影在窗外一闪而过 你低头看自己身下的苏一雪 她已经被两颗黄豆击中了睡雪 昏睡了过去 韩卓 你要死啊 老子差点被你淹了 你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外面却没有一点回应 被韩卓这么一打乱 你也冷静了下来 想到破戒之后的后果 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死了倒无所谓 但辜负了师门的希望 那就罪过大了 整个师门兴盛 和叶家再度辉煌的关键就是你 想到这里 你长叹一口气 弯腰将苏一雪抱到床上 拉过被子轻轻给苏一雪盖上 随后端坐在房间里 开始认真运转玉龙爵 次日 苏一雪一觉醒来 感觉全身酸软 都快要散架了 看着自己不着一缕地 躺在你的臂弯里 苏一雪脸色一阵羞红 此刻她以为你昨晚生龙活虎 还想着能不能招架得住你的公事 甚至都想到了自己不行 要不要叫上闺蜜来帮忙 然而下一秒 苏一雪在床上活动了一下之后 很快发现了问题 这个死坏蛋 又没碰我 随后将你咬醒 人家都这样了 我是你老婆呀 你还要我怎样 苏一雪是谁 那可是云城第一美人 高棱总裁 冰青玉剑 在外人面前 那可是挥斥方球 雷厉风行的形象 但为了叶凡 第三下四就算了 还买了那么多套装 然后主动在叶凡面前 摆出如此惹火的姿势 这已经到了苏一雪的极限 苏一雪 已经快绷不住了 哦 那个啊 叶凡翻了个身 伸手帮苏一雪 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丝 我这几天不方便 嗯 听到叶凡的话 苏一雪直接在原地僵化 不方便 难道男人也要来大姨妈吗 苏一雪气愤地用拳头 在叶凡胸口捶了一下 这个死坏蛋 找理由也找个像样的 不是 我掐指一算 这两天扫把心当空 和我命格犯冲 不宜同房 下次 找个天时地利人和 一定不放过你 扑吃 听着叶凡的话 苏一雪不由一声 直接笑了出来 什么鬼扯理由 做个运动 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吗 但看着镜子里 自己脖子上的吻痕 苏一雪已经很开心了 昨天两人之间 出了最后一步 轻也轻了 摸也摸了 三年来 这可以第一次 这么亲密的接触 这已经很不错了 事情需要慢慢来吗 叶凡是自己老公 早晚都是自己的人 还能跑了不成 好 听你的 我们赶紧起床吧 今天爷爷安排了家宴 奶奶都盼了 你好久了 等你回去吃饭 苏一雪羞涩地起床穿衣服 一边提醒着叶凡道 叶凡虽然是入赘苏家 但也大部分女婿不一样 叶凡在苏家 除了二叔苏明浩一家人之外 苏家其他人 都将叶凡当作宝贝样宠 说是团宠一点都不为过 好 小凡来了呀 快 坐奶奶身边来 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看看你 都瘦了 一雪没弄好的 给你吃吧 叶凡和苏一雪 刚刚进苏家宅院大厅 奶奶宋梅 便招呼着叶凡 坐在自己身边 苏一雪都有些吃醋了 奶奶 哪有 看您跟叶凡亲的 我才是您的亲孙女啊 宋梅哈哈一笑 看着苏一雪 红光满面的样子 眼睛中浮现一抹亮光 一雪 你们已经 作为过来人 宋梅一眼就看出了 苏一雪不一样的地方 苏一雪脸色一红 奶奶 昨天我们庆祝三周年纪念日 喝了点酒 住在酒店里 好 好 小凡 你要加把劲啊 我们都等着爆虫酸了 爷爷苏国华 在微笑地摸着胡须 笑着打去叶凡道 叶凡看了苏一雪一眼 放心 我一定努力 争取让一雪 生一个足球队出来 苏家这种和谐的气氛 叶凡非常喜欢 这里虽然不是师门 但叶凡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却依旧能感受到师门的温暖 翠 我又不是母猪 怎么可能生那么多 苏一雪嘴里虽然娇撑着 但眼中满是幸福 爷爷和奶奶 一早晨都没几句话 但见到叶凡和苏一雪之后 脸都快笑开了花 坐在下方的二叔苏明浩 和儿子苏东两人 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哼 一个上门女婿 神气什么 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狗 丢人现眼 你说什么 苏东声音虽然很小 但爷爷苏国华 却听隐约听到了 脸色顿时一沉 苏东 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若是再嘀咕 就滚出去 苏东脸上一片尴尬 但更多的是怨恨 在叶凡没入坠苏家之前 苏东可是爷爷奶奶的新头宝 但叶凡来了 苏东就跟简来的一样 凭什么 苏东还想辩解两句 父亲苏明浩却拦住了 李家大少爷李涛前来拜访 正在这时 门口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李家大少李涛提着几大包礼物 出现在大厅门口 这是我苏家家宴 李家大少来干什么 爷爷苏国华眉头一皱 扫了众人一圈 苏明浩连忙站起来开口道 爸 李少是我邀请来的 我们苏家不是最近有资金困的吗 李少有投资的意想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 不管成功不成功 总比某些吃软饭的垃圾强 苏明浩快步上前 朝李涛伸出了手 想要和李涛握手 李少 里面请 邀请到了云城四大豪门的李家大少 苏明浩此时 感觉自己仿佛做了一件 多么伟大的事情一样 走路腰板都直了起来 啪 李涛还没迈开步伐 一个茶杯直接砸在李涛面前 李少 这是我苏家家宴 李少请回吧 第四章 我是从叶少老婆来的 开口的 正是苏家老爷子 苏国华 本来 老爷子对李涛 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因为苏明浩骂了叶凡 所以老爷子瞬间发飙了 李涛顿住脚步 对着苏明浩冷笑一声 对于苏明浩伸出来的手 根本都懒得多看一眼 你谁啊 我认识你吗 啊 苏明浩的手僵硬在空中 整个人都呆住了 李少 昨天我不是给您打电话了吗 昨天在股东会议上 讨论公司资金缺口的时候 苏明浩站出来说自己有办法 随即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少 想要请李少投资 之前李涛一直是拒绝的 但昨天 李涛却破天荒的 答应过来看看 但今天 李少人的确来了 却说根本不认识自己 我是谁 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明浩只感觉头顶满是问号 当李涛转身看向苏国华等人的时候 脸上再次恢复成一脸笑容 老爷子 您误会了 我今天来 是送叶少老婆来的 啊 不 我是来找叶少的 我可见叶少一个天大的人情了 说话的同时 李涛快步朝叶凡走过去 伸出双手和叶凡卧在一起 叶少 我们又见面了 李涛还对叶凡眨了眨眼睛 叶凡自然明白 李涛是想将这个人情送给自己 李涛的动作 让在场众人全都一愣 苏明浩 苏东 包括三叔 爷爷 奶奶等人都愣住了 叶凡居然和四大豪门的李少 如此熟悉 李少前来 是冲着叶凡来的 爷爷眼神中闪过一抹金光 想到叶凡背后师门的力量 立马想通了 叶凡和李少认识 应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这些年 苏家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多亏了叶凡背后师门力量的暗中支持 苏老爷子这一直认为 自己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将一血 嫁给了叶凡做老婆 啊 原来李少是小凡的朋友 快 快请上座 刚才老夫不是故意的 我是想砸那个镊子 李少不要见怪啊 爷爷苏国滑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下面苏明浩的脸 一片铁青 比绿罗的叶子还要绿 有这么区别对待的吗 自己的朋友就要砸出去 叶凡的朋友就上座 苏明浩很想直接离开 但他更想看看 叶凡究竟在搞什么鬼 没事没事 李涛将礼物递给老爷子之后 随即在叶凡身边坐下 苏老爷子 听说苏氏集团最近需要一笔发展资金 我们李家非常想和苏氏集团合作啊 不知道苏氏集团现在需要多少资金 非常想和苏氏集团合作 狗屁 苏明浩不由翻了个白眼 苏氏集团最近资金快要断裂的情况下 几乎将所有的银行和各大机构都求变了 所有人评估了苏氏集团的情况之后 没有一家想和苏氏集团合作 甚至有些人 直接将苏依雪的手机拉黑了 李家又不傻 怎么可能真的想和苏氏集团合作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看在叶凡的面子上 李家想救苏氏集团 叶凡到底有什么手段 能让李家屈服 李涛朝老爷子询问的时候 同时也在看叶凡 在苏依雪一脸惊恶的神色中 叶凡转头对苏依雪询问道 老婆 我们现在资金缺口有多少 三个亿够吗 李涛在旁边补充道 只要苏小姐需要 叶少开口 别说三个亿 三十个亿都是没问题的 在来之前 李峰就再三交代了李涛 要不惜一切代价 牢牢报警叶凡这条金大腿 李峰自己的病症情况 他非常清楚 连国际医院的专家都没办法 一般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治好 但叶凡用银针 就可以将李峰救活 叶凡必定是 来自那个神秘地方的人 和叶凡做朋友 李家必定可以再跨越一个巨大的台阶 而且李家那些隐藏的对手 以后想要动李家的时候 至少也要掂量掂量 啊 苏一雪一脸诧异地看着叶凡 之前苏一雪不是没有找到 李家谋求合作 只是凭借苏家的体量 根本约不到李涛这些核心高层 但现在人家李少主动上门来求着投资 这个叶凡 真是宝藏老公啊 不用那么多 三个亿足够了 苏一雪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道 好 我这就安排财务打款 合同方面 明天我们补上好了 李涛直接掏出手机 吩咐下去 两三分钟过后 苏一雪就接到了公司财务总监打来的电话 苏总 我们突然收到了李氏集团 一比三亿的款项 说是投资和您谈好了 投资我们苏氏集团的 这么快就到账了 苏一雪更加惊讶了 连合同都不用签 直接转账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是的 这笔钱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乱动 苏一雪挂断电话 对着李涛欠了欠身 李少 谢谢你雪中送炭 李涛白白手道 苏小姐客气了 叶少对我李家的帮助比较起来 完全是小意思 闲聊了几句 李涛很时序地站起来告辞道 各位 我公司还有事情要忙 那就不打扰各位 先告辞了 送走李涛 整个大厅里顿时炸锅了 叶凡好样 我就知道 我这孙女婿很厉害 老爷子苏国华 一脸微笑地看着叶凡 关于叶凡的身份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苏国华大概是知道 他也清楚 叶凡现在虽然隐藏了锋芒 但早晚有一天 叶凡会腾飞 我们一选 能嫁给小凡 那是他的福气 苏家的这些核心子弟 有感谢叶凡的 有震惊李涛气魄的 苏明浩和苏东 被冷落在一边 眼神中闪过一抹阴沉 这个叶凡 简直太可恶了 一定要想办法 将他赶出苏家 不然我们父子在苏家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爸 您还记得 省城那个云飞扬吗 就是苏一雪的那个大学同学 上次还来找过苏一雪 要不我们请他来帮忙 苏东眼珠子一转 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就这么办 家宴结束 叶凡之前勾搭的一个小妹 突然给叶凡打来了电话 叶少 我最近换工作了 您让我注意的那个人 我在新公司 似乎看到了他 要不你过来看看 嗯 小师妹有消息了 叶凡神色一领 收拾了一下 将苏一雪 那辆法拉利开着 直奔云城皇家一号会所而去 近三年以来 叶凡凡几乎是用地毯式搜索 将云城所有的厂子 都光顾了一遍 而皇家一号 是仅剩的最后几家 小方 这里长绕了 叶凡肆无忌惮地伸手 在一个迎宾小姐的大腿上抓了一把 惹得那美女一阵娇撑 哎呀 叶少 你坏死了 每次占人家便宜 又不照顾人家生意 叶凡微微一笑 伸手从口袋里 掏出几张红票子 塞到美女 这V领之中 谁说我没照顾了 你说看到了照片上那个姑娘 她现在在哪里 小方连忙反应过来 上个月 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叫楚燕的小妹 和照片上长得很像 但我不敢确定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这里有偷偷拍的照片 你要不要看看 说话的同时 小方将手机里一张偷拍的照片找出来 叶凡只是看了一眼 整个人顿时僵住了 小师妹 消息是真的 小师妹真的到了云城 还出现在这种场所 第五章 小师妹流落会所 虽然叶凡很喜欢去会所拯救那些少女 但却并不希望自己的小师妹出现在这里 曾经 小师妹是多么清纯 多么天真无邪的呀 在这种地方 叶凡只是想想 脸都绿了 告诉你们老板 我今天就要他呗 叶凡再次将几张红票子 塞给小方 小方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 叶绍放心 我就让老板给你安排 带着叶凡上楼的时候 小方满脸好奇地开口道 叶绍 照片上的美女 是叶绍的旧情人吗 叶绍对她这么执着 发动那么多姐妹找她 叶绍面色一冷 女人 知道太多秘密不好 叶绍上二楼 在包间里坐下之后 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 出现在这里的是小师妹 但另外一方面 叶凡又不希望 出现在这里的是小师妹 老板 有位客人点名 要楚燕作陪 皇家一号三楼 老板办公室里 主管正在对一个 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性 汇报着 哦 办公桌后的中年女性 抬头看了一眼主管 我没跟你们说过吗 楚燕姑娘在这里 是另有安排的 不会陪客人 你们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主管一脸苦涩地道 老板 我吩咐了 但也不知道 今天这位客人点名 要楚燕姑娘作陪 而且 这个夜少 可是云城的大金主 在云城圈子里名气不小 可不好得罪啊 中年女性还在犹豫 办公室侧面 一扇房门打开 一个穿着白衣长裙的少女 从里面走出来 云姐 没关系 我看看也没事的 若是客人安分还好说 若是不安分 你知道我手段的 白裙少女 正是皇家一号会所 最近才来小妹楚燕 云姐眉头皱了一下 最后无奈开口道 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点 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们 我安排两个保镖就在门口 看着主管带着楚燕离开办公室 许云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也不知道 我们还能顶多久 二楼帝王包间里 叶凡刚刚端起茶杯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帅哥 你好 我是001号楚燕 白裙少女推门而入 清纯的不像样子模样 展现在叶凡面前 叶凡整个人如遭雷击 哐荡 叶凡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 碎裂成了好几块 苏产 小师妹 真的是你 我找了你三年啊 师妹 叶凡平时都嬉皮笑脸的 但此时一脸心疼 眼光都红了 难得正经起来 进门的自然就是楚燕 听到叶凡的叫唤 楚燕的身体 也瞬间呆住了 若是仔细观察 少女的身体 都在微微颤抖 但只是几秒 少女瞬间将情绪调整了过来 眼神中闪过一抹茫然道 帅哥 什么小师妹 你认错人了吧 嗯 已经走到楚燕身边的叶凡 身体陡然愣住 认错人 怎么会 叶凡上下打量了楚燕一番 小师妹 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 我怎么可能认错你 对了 你小腹上还有一颗红痣了 不信你 掀起衣服给我看 说话的同时 叶凡便想将楚燕的衣服掀开 但楚燕直接连忙后退了几步 有些慌张地将衣服捂住 帅哥 请自重 我们这里只是陪喝酒做游戏 请不要动手动脚 还有 帅哥 你认错了人了 我叫楚燕 不是什么苏蝉 楚燕皱眉解释着 眼神中的神色有些躲闪 楚燕 小禅 你明明就是苏茶 那年 我们在山里采药的时候 掉落了悬崖 是你将我背回来的 脚都磨破 看到骨头了 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好 你忘了吗 还有 那年 我生病了 你半夜偷偷溜到我房间 用身体给我温暖被窝 叶凡一脸不解地 看着眼前的少女 心中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眼前就是小师妹 为什么小师妹不认识自己 小师妹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威胁你 如果有 你眨眨眼 在云城 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的 叶凡上前 抓着楚燕的手臂 对楚燕解释道 但楚燕只是摇摇头 从叶凡的手里挣扎出来 帅哥 你认错人了 我 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喊其他人来陪你吧 楚燕将叶凡手腕推开的时候 手指不经意间 在叶凡的手背上敲打了两下 然后一溜烟朝门外跑去 直到跑到走廊尽头一个休息室里 将房门反锁之后 楚燕再也忍不住 眼泪顺着脸颊哗啦啦流了下来 樊哥哥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 他们都说你死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楚燕蹲在墙角 呜呜地哭着 可是 现在周围到处都是眼线 我怎么和你相认 当年 宗门被袭击 苏蝉并没有死 也不是真的失踪 而是在杀手打算动手的时候 另外一伙人阻止了杀手的动作 然后将苏蝉带走了 杀手方面的头领 和苏蝉背后的人 似乎相熟 所以苏蝉安然无恙 只是从叶凡身边离开了 苏蝉本来打算认命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 却没想到 在云城再次遇到了师兄叶凡 叶凡在包间房间里 瞬间异性阑珊 皱眉思考着 小师妹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刚才 小师妹离开的时候 在自己手背上敲打了两下 又是什么意思 看着地上掉落的一张房卡 总经理办公室 叶凡脑袋飞速运转 眨眼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瞬间展颜一笑 原来如此吗 晚上两点 总经理办公室里见 哼 办公室里最好有床 分别三年 小师妹肯定想念自己的味道了 之前没来得及做的步骤 最好今晚就补上 让小师妹彻底离不开自己 叶凡从会所离开 回头看了一眼会所 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 虽然没和小师妹相认 但至少知道 小师妹就在这里 后面不管什么难题 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皇家一号会所 老板办公室里 之前是许云坐在老板的位置上 但此刻 坐在老板位置上的 居然是刚才在包间里 办公室里 除了许云之外 还站着一大群会所的高管 吩咐下去 今天叶凡来找过的消息 一点都不准走漏 若是谁走漏了消息 我饶不了她 楚嫣对着众人呵斥着 声音冷酷 甚至带有几分杀气 而之前柔弱的形象 判若两样 是 所以 皇家一号 真正的老板不是许云 而是楚嫣 等众人都离开之后 许云关上房门 眼神复杂地对着楚嫣道 小缠 刚才那位就是你一直念叨的师兄吧 他终于还是找到你了吗 你为什么不和他相认 第六章 这是人家初吻哦 苏缠摇摇头道 云姐 我现在的情况你非常清楚 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这个时候招惹叶凡 实在不明智啊 而且 叶凡还活着的消息一旦泄露 那么他们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杀叶凡 那样会害了师兄的 许云长叹一口气道 小缠 我可听说 这个叶少在云城各大会所 都发钱 发了好几年了 目的就为了找你 说明他对你是真心的 你就真的忍心看他这样 忍心吗 苏缠神情有一瞬间的恍惚 分别三年 每个夜晚 苏缠脑子里 何尝不是叶凡的影子 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而且还是战场上 被靠背的生死依靠 苏缠怎么可能不想叶凡 但是 光想有什么用 上京苏家的人 当年将自己从那场袭击中救了回去 但爷爷病重之后 自己再次被当做弃子 已经被大哥和二哥 逼迫到生死地步了 他们若是知道了叶凡的身份 一定会用将这个消息 告诉当年那些动手的人 他们怎么会放过师兄 自己一定不能拖累师兄 云姐 大哥派的武道高手 明天就会来云城 若是我们不交最后的这点产业 他们绝对不会手软 苏缠咬牙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了 我今晚要去一趟省城 我房间的保险柜里 有些重要的东西 今晚你就住在我房间里吧 苏缠作为皇家一号会所的真正老板 在这里是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的 好 叶凡刚刚上车 苏依雪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公 太谢谢你 有了你从李嘉拉的这笔投资 我们苏氏集团终于可以熬过去了 你是我老婆 咱们之前说什么谢 要谢 后面多学点姿势 不就行了吗 对于自己这个美娇妻 叶凡还是很满意的 入坠苏家三年了 老婆苏依雪最开始还有点身份 到后面随着逐渐相处 苏依雪对叶凡是真的宠爱 不然也不可能都愿意拿钱 让叶凡去泡妞 哎呀 你坏死了 但晚上 你又不碰人家 到底什么时候 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吗 苏氏集团里 苏依雪拿着电话 满脸羞红地朝叶凡询问着 但神色中很是期待 相处三年 叶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放浪不羁 但苏依雪却一直看不透叶凡 从爷爷那里直言片语中 苏依雪知道 叶凡是一条乾隆 早晚要腾飞的 现在苏依雪有些担心 怕叶凡腾飞了 不要自己了 所以一直想着 尽快成叶凡的女人 很快 真的很快 最多还有三天 叶凡也被苏依雪的 撩拨得心痒痒的 昨天修炼的时候 体内的气息隐约 已经化成了龙形 嗯 晚上有个商务宴会 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有几只苍蝇一直在缠着我 有你在 他们应该不会太过于放肆 好 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这些年 叶凡因为宫里禁尸的原因 一直很低调 对于那些纠缠老婆苏依雪的垃圾 没怎么理会 在外界落了一个窝囊废物的称号 现在是时候该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 和老婆挂断电话 叶凡启动车辆 打算回家继续修炼 一想到小师妹 现在极有可能被胁迫 还有师门和叶家当年的惨案 叶凡心里就躲得慌 特别是叶家 叶凡可听说 有另外一个强悍的家族 都已经公然对叶家开战了 爷爷年纪大了 太爷爷身受重伤 若是自己再不出面 都不知道 他们能否顶得住 嘎吱 车辆在刚进入一片废弃的拆迁区的时候 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 突然拦在叶凡车辆前面 大哥 快 救救我 少女看起来不到二十岁 肌肤红润 长裙里面玲珑曼妙的身材 若隐若现 特别是胸前的波涛 和腰身下的翘臀 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对男人 完全就是致命诱惑 少女一脸惊慌地从车窗口看着叶凡 而此时在少女身后 七八个壮汉拖着钢棍 砍刀 正急速朝少女这边包串来 嗯 叶凡看了一眼那七八个壮汉 身上并没有五道气息波动 也就是一般的普通人罢了 叶凡现在玉龙爵 已经修炼到了第八层 当年的实力 虽然没恢复到巅峰时期 但对付这些小混混 还是问题不大 小子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连你一起修炼 领头的刀八男 一群混混被吓得疯狂 想要逃跑 但叶凡出手如电 身影化作一道幽灵 快速在这群混混中间 来回穿梭 砰砰砰 不过几秒的功夫 那些混混 便全部躺在了地上哀吼 走 我先带你离开这里 叶凡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那些混混 心里有些感叹 实力还是没有彻底恢复啊 以往 叶凡实力在巅峰的时候 对付这些混混 一拳就足够了 现在居然用了这么长时间 若是当年残害叶家 和师门的那些仇人 找上门来了 那自己该怎么办 好 少女乖巧地跟着叶凡上车 看叶凡的眼神中充满了欣喜 车辆离开这片拆迁区 到了一片繁华的商业区之后 少女这才对叶凡道 帅哥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姐我人已经来了 你把我放在路边就行了 车辆在路边停下 少女在下车之前 突然将脖子上的项链解下来 帅哥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我母亲留给我的这根项链 就送给你吧 你是修炼之人 这根项链肯定对你有 不用吧 叶凡还在迟疑 少女把项链塞到叶凡手里的时候 突然伸手勾住叶凡的脖子 在叶凡的嘴上亲了一口 怕大 这是人家初吻 未来的夫君 你要努力哦 人家等你来娶我 你一定要尽快变强大才行啊 我能帮你的 也就这么多了 感受着唇间的芳香 叶凡有些猛逼 这什么情况 自己刚当救了个美女 美女送了自己一根项链 还说要等自己去娶她 叶凡还想说什么 但少女已经下车 转身没入人群中 已经不见了踪迹 而叶凡将项链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 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四品元气丹 叶凡眼灼灼地朝项链上看去 此时在项链下面的一个黑色吊坠中间 散发的正是一枚四品元气丹的气味 这不正是辅助自己突破的绝佳丹药吗 刚才那个极品美女 说是自己未来的老婆 是专门来给自己送丹药的 还顺带送个美女老婆 第七章 重回世界巅峰 渣渣们 颤抖吧 虽然叶凡心中有百般疑惑 但叶凡知道 现在不是调查这些疑惑的时候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开车 飞速朝家里赶去 目前 当务之急 就是尽快将功力恢复 这样 不管是解救小师妹 还是对付当年那些仇家 叶凡才有底气 在叶凡车辆离开之后 长群少女从人群之后闪身出来 浊浊地看着叶凡离开的方向 嘴里喃喃自语道 夫君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在少女身边 另外一个牛仔裤美女开口道 小姐 我们真的要将所有的宝压在她身上吗 她真的有那么厉害 少女点点头 当然 你不要忘了 她是北落师门五百年以来 第一个将御龙爵修炼到七层之上 还妖孽天才 一旦她彻底突破御龙爵第九层 那一定就是 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男人 到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有跪她脚下颤抖的份 牛仔裤美女撇撇嘴 但愿吧 小姐 你将仅有的一颗元气单送给了她 回去福伯又要说你了 白群少女却不以为然 我自己选中的夫君 一定是我家族父亲的希望 不如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 你就跟我一起嫁给她如何 哎呀 小姐 你又在逗我 君兰天下 这是叶凡和苏伊雪别墅所在的小区 叶凡回到家之后 火速将院落的大门 客厅大门全部反锁 然后进入二楼卧室 端坐在地上 一拳项链下面的吊坠击碎 在吊坠里面 一颗乳白色的丹药 出现在叶凡手里 丹药只有指头大小 但吊坠碎裂的瞬间 一股浓烈香味在房间里肆溢 只是嗅了一下 叶凡就感觉神清气爽 上面激荡的能量和古朴气息 更是让叶凡激动不已 四品丹药啊 在整个武道界 都是稀有物件 可遇而不可求的 普通的武道修炼者 有这么一颗丹药 就足够突破到宗师级别以上 而宗师之后 晋升武尊 乃至武尊晋升到武圣 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今天那个神秘的漂亮小妞 算是帮了自己一个天大的忙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直接将丹药吞服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道暖流 进入叶凡的身体 瞬间一道磅礴的力量 在叶凡全身经脉中 肆意激荡开来 感觉要将身体撑爆一板 叶凡不敢有任何大意 飞速运转玉荣诀 开始吸收丹药 带给自己的庞大能量 不断聚集能量 不断攀升 一道道流光 在叶凡体外不断流转 从最开始慢慢地 然后加速 再加速 最后越来越快 叶凡整个身体 都被卷入到一团圣光之中 此时 以叶凡所在的房间为中心 周围的天地 都开始黯然失色 本来是大晴天 瞬间开始狂风大作 上空开始风起云涌 形成一道磅礴的巨大漩涡 看起来仿佛是末日到来临一般 强大的压迫力 让周围 方圆三公里范围内的生灵 都不敢肆意动弹 与此同时 云城镇武司总部监控室里 警报声开始刺耳地响起 部长 不好了 云城突然出现巨大能量波动 在监控屏幕上 一道今天的能量波动图案 剧烈波动着 云城镇武司部长莫中 震惊地上前查看 眼神中浮现一抹凝重 按照能量波动 这至少是宗师级别以上的高手在突破呀 云城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高手了 看方向在云城西郊 我们过去看看 看来不来得见 云城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高手 我们必须要慎重 最好能交好 不然若是变了敌人的话 可就麻烦了 修炼一道 突破画镜 是很多人终身无法突破的障碍 成功者千里挑一 而画镜之后 到掌控 想要突破宗师 那又是一道鸿沟 放眼整个大厦 突破宗师级别的高手 绝对都是有头有脸的 说得出名号的大人物 得罪一个宗师高手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事情 叶凡的别墅里 随着叶凡身上的 流转运转速度越来越快 叶凡感觉丹田深处 某个沉寂许久的东西 终于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咔嚓 咔嚓 当叶凡将御龙诀 运行到了第十个周天之后 叶凡感觉到自己丹田里 像是有个蛋壳破碎了一般 一股奥妙古朴的强大力量 在叶凡体内苏醒 似乎是一头凶猛的猛兽 又似乎一道来自地狱的狂魔 哦 一声龙吟从叶凡身体里传出 叶凡周身的那些金光 在瞬间化作到了一条九爪金龙 围绕着叶凡盘旋了三圈 最后悠然没入到了叶凡体内 而别墅周围 刚才还狂风大作 天地异象 那激荡的气息 瞬间朝房间里聚拢 随着金龙消失 瞬间再次恢复到了正常 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房间里 叶凡感觉全身 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五道气静的力量 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 感知力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 此时 叶凡几乎能清晰感知到五百米之外 地下一只蚂蚁的动静 玉龙爵 第九重 突破了 叶凡的实力 在受伤之前 就是宗师巅峰 但此时 叶凡非常清楚 自己的实力 早就超越了宗师好几个层次 五尊巅峰之上是肯定的 是否已经突破了五胜 叶凡目前还不清楚 但叶凡敢肯定的是 若是此时 当年那些覆灭师门和叶家的那些仇人 再站在叶凡面前 叶凡一个人 就可以将他们彻底涂了 恭喜少主 突破了玉龙爵第九层 叶凡刚刚站起来 韩卓闪身出现在房间里 根据掌门安排 少主突破玉龙爵第九层的之后 便由少主来决定 什么时候启动天杀计划 展开全面复仇 说话的同时 韩卓将一块令牌 恭敬地递给叶凡 这块令牌 是北洛师门最高权力的象征 令牌交到叶凡手里 叶凡知道 师父也就正式将北洛师门交给了自己 当年 师门遭到袭击之后 师父便下令 让北洛师门起下 所有附庸力量全部隐藏 等待时机 天杀计划 立即启动 那些当年灭我师门的人 该付出代价了 叶凡脸上闪过一抹阴沉 另外 韩卓 马上去调查一下 叶家现在的情况如何 自己既然已经彻底恢复了实力 还超越了之前总是巅峰的实力 那么 也是该考虑回归叶家了 作为叶家三代单传 叶凡不能让叶家就此没落 大夏第一家族 必须继续辉煌 第八章 退婚 那老子就先休了他 是 韩卓闪身退下 迅速开始 向北洛师门在全球隐藏的力量 下达指令 一瞬间 全球都开始沸腾起来 欧罗巴 罗斯尔德家族 家主弗兰克 看到手机上收到的指令 激动得老泪纵横 少主终于觉醒了吗 他好了 FUCK 那些混蛋 但他压的 西非战场上 一头黑熊一样的男人 实际上是国际上 让人闻风丧胆的旋风杀神 同样因为一条指令 而抬头看向东方 帝君果然还活着 老子又有了此生追随的目标 漂亮国 某处庄园里 一个漂亮的女人 刚将一个富豪的脖子拧断 看到手机上的指令 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 该死的混蛋 赚了老娘多少眼泪 这次等老娘回来 看我不将你按在床上 让你好好补偿回来 话说 老娘已经很长时间 不知道男人的滋味了 没良心的 你给我等着 说话的同时 美女还邪魅地舔了舔性感的嘴唇 大夏 不裂颠 东莹 随着叶凡一条指令下达 全球都开始沸腾起来 天杀计划启动 所有人都知道 北洛师门没有覆灭 北洛师门当年那第一妖孽天才 没有陨落 而是再次崛起 这次 轮到那些仇人 开始颤抖了吧 云城 叶凡将卧室房间收拾了一下 开车朝着自己朝思暮想 叶家大院而去 当时 自己在师门修炼的时候 爷爷和太爷爷 还经常偷偷去山上看叶凡 现在一晃三年了 也不知道那两位老人又如何了 在云城蛰伏三年 叶凡曾经无数次 从叶家大院门口经过 但因为功力禁师 还有师父的叮嘱 怕仇家发现蛛丝马迹 叶凡硬试一次 都没踏入过 而现在 叶凡实力终于彻底恢复 并且超越了巅峰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去了 不过 为了计划顺利执行 叶凡暂时还不打算 在爷爷面前暴露实力 叶凡开车抵达叶家大院的时候 发现门口居然停了好几辆豪车 看那牌照 似乎是大厦另外一大家族 宣家的车牌 宣家和叶家 同为大厦六大豪门 之前和叶家关系 一直很友好 但自从三年 叶家遭受袭击之后 宣家就和叶家 来往越来越少 今天怎么来了 叶凡将车停下 在门口对着看门的保镖道 劳烦各位让一下 叶家大少爷叶凡 回来了 叶凡以为这些保镖 都会一脸激动地迎接自己 但让叶凡没想到的是 那些保镖一脸淡定 小子 看你有手有脚 干嘛要来行骗 告诉你 这个月 已经是第十三批 想过来假扮少爷的人 滚滚滚 不要比我们动粗 嗯 叶凡瞬间呆住了 居然还有人想要假扮自己 叶凡一想瞬间明白了 自己从一周岁 就离开家族外出修炼 二十多年没有回来了 中间爷爷和太爷爷 虽然去看过自己 但那都是绝对保密的存在 家里的那些保镖 自然不认识叶凡 而叶家现在有些没落 但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依旧是大厦的庞然大物 若是能进入叶家 至少一室无忧是没问题的 我真是叶家大少爷 叶凡想要开口 证明自己的身份 却突然发现 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不幸让我爷爷过来 我们做DNA比对 你以为叶家闲得淡疼 陪你胡闹 滚 再不过我们真就动手了 说话的同时 门口几个保镖 都开始将身上的钢棍掏出来 似乎真的打算对叶凡动手 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 自己想回家 都这么苦难吗 叶凡正在思考 是否要硬闯进去 从房间里 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头 突然现身 助手 他真的是少爷 快让他进来 少爷 您终于回来了 老爷和老太爷可想死你 快进来 今天正在讨论你的大事了 钟伯 那些保镖一脸恭敬地 对老头鞠了一躬 任由老头带着叶凡 进入叶家大院 一路朝大厅走去的时候 经过钟伯一番介绍 叶凡也知道了 眼前这个钟伯 是叶家的管家 名叫王忠 跟随爷爷多年 其实 三年前 叶凡入坠苏家的时候 叶家就已经知道了 叶凡的身份 只是怕叶凡师父这边 有另外的安排 所以也就没来打扰叶凡 但对于叶凡这几年的行为 却了解得一清二楚 少爷 您这几年的行为 老爷都知道 老爷若是脾气不好 您就多淡淡啊 麻淡 堂堂叶家弟子 居然整天泡在会所里 叶家老爷的脸 都快丢光了 能不发火吗 叶凡有些善善 跟着钟伯还没靠近大厅 就听到大厅里 传来一阵争吵声 叶老爷子 不是我宣家不讲道理 当年我们两家 的确有婚约不假 但到现在为止 叶家那孙子 死活都清楚 让我们家宇飞 就这样干耗着吗 万一 你那孙子已经死了 我们宇飞 难道还要守寡不成 不行 今天 这婚必须要退 开口的是 宣宇飞的二叔宣政国 也是宣家现任家主 多年之前 叶家和宣家关系好的 跟穿一条裤子的时候 宣家老太爷 和叶家老太爷 便给自己的重孙和重孙女 订了一门婚约 而现在 叶家遭到袭击 叶凡所在的师门 也遭受袭击 叶凡生死不明 宣家就上门来 准备退婚 放屁 谁说我孙子死了 踏码的只是 叶家老爷子叶长风 想到自己那孙子 最近几年的动作 也恨得牙齿痒痒的 三年前 的确是受伤了 但天天混在会所里 老子是女人 也愿意嫁给这样的混蛋 不过 在现在这个时候 叶家老爷子自然 不能输了气势 宣家退婚 若是叶长风就这样答应了 那叶家的脸 往哪里放 再说 现在叶家正被 其他几大势力联合围剿 若是宣家再次脱离 叶家面对的压力就要更大 不知道 叶家还能扛多久 叶老爷子 叶家当年被偷袭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这三年了 我们宣家也没有落井下石 明里暗里帮了叶家多少 您心中也都有说 今天就算我求您如何 于飞不能这么单的下去了 若是您孙子还活着 就让您 孙子来让大家见见 宣政国作为宣家的家主 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从道理 情义上 多方面分析 让叶长风无从反驳 叶长风长叹一口气 宣家这些年的帮衬 他自然知道 若不是宣家暗中支援帮衬 说不定现在叶家的情况 要更糟 我 叶长风刚想继续开口 叶凡突然大步进入大厅 朝宣政国等人看了一眼道 我 叶家第四代嫡孙 叶凡回来了 你们不是要退婚吗 我同意 但 叶凡话语顿了顿 不过这婚不是你们来退 而是我叶凡 休了他 叶凡说话的时候 手指朝宣宇飞一指 刷 现场所有目光 瞬间朝叶凡看过去 大厅里一片寂静 第九章 在世界巅峰的男人 你将来高攀不起 霸气 威武 果然有老子当年的风范 这是叶家老爷子叶长风 脑袋里浮现的第一感觉 但瞬间又有些担心起来 你妈 你小子装逼 的确是装到了 但后面怎么收场 对面可是宣家 是实力和叶家旗鼓相当的家族 你 是你 宣宇飞听到叶凡的话 首先是气愤 自己堂堂宣家千金 多少人排队要求着自己嫁给他 而叶家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蛋 居然要先休了自己 这传出去 自己的脸往哪里放 但等宣宇飞看清楚叶凡的脸之后 更加愤怒 这不是云城最近有名的会所常客叶凡吗 每次去会所 都要找十来个姑娘 据说那些姑娘出来 好多路都走不稳了 这个叶凡 有那么厉害吗 宇飞 你认识他 宣政国毕竟是家主 虽然心里也很愤怒 但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转身疑惑地朝宣宇飞道 哼 云城谁不认识他 这三年 叶大少不是在会所 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 都快要把云城的会所当家了 这样的人 我宣宇飞死也不会嫁 宣宇飞说得无比气愤 仿佛叶凡将他怎么样了一样 叶凡摸了摸鼻子 自己明明就是在拯救万千少女 这是对人类有利的好事 怎么宣宇飞就如此反感 你真的不嫁啊 以后千万别后悔哦 告诉你 隔江是你高攀不起的男人 叶凡浊浊地看着宣宇飞 似笑非笑地道 现在叶凡已经突破了御龙爵第九重 已经是站在世界巅峰的男人 说这话 真没吹牛逼 薛宇飞一阵无语 还没开口 在旁边 另外一个青年忙不迭地开口道 后悔鸡毛 你以为你是谁啊 天天泡会所的垃圾 你根本就配不上宇飞 啪 那个青年还在叨叨 叶凡二话没说 上前就是一耳光 狠狠抽在他脸上 麻蛋 老子跟你说话了吗 再避避 老子剁碎了 你喂狗信不信 叶凡丝毫没有惯着那青年 刚看那青年的眼神就不对劲 大家说话的时候 那青年眼睛 就一直在薛宇飞身上搜刮着 恨不得将薛宇飞的衣服剥开一般 麻蛋 那是老子的未婚妻 就算老子不要 岂是你能随便看的 老子是林家的人 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凭什么 那青年捂着自己扶肿的脸 跳起来呵斥的 凭老子是叶家大少 咋的 你想打我 你敢吗 叶凡将一个嚣张大少的形象 展示的淋漓尽致 将自己的脸 朝那青年面前伸展过去 哎 有种你打 谁不打谁是孙子 我 那青年看了他坐在上面 阴沉着脸 但实际内心笑开了花的 叶家老爷子 嘴里嘀咕了几句 哪里敢动手 这里是叶家 叶家老爷子 又以户短著称 若是自己真的动手了 哪怕自己是 林家的大少 怕也很难完好的 从这里走出去 行了 林少 你不要说话 宣政国开口拦住了林少 转身朝叶长风道 叶老爷子 这个叶凡 我也有所耳闻 会所的问题就先不说 但他已经是苏家的坠婿 都结婚了 还想屈与飞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可 武道高手 谁还在乎这些破规矩 你家老太爷 不也是如此 叶老爷子对叶凡的情况 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虽然叶凡入坠苏家 极有可能是叶凡师门这边的安排 但在外人面前 大家总归是会有想法的 更何况 还是宣家这样的豪门 不过宣家老爷子 也的确和叶长风说的一样 并不只有一个老婆 这让宣正国也不好回话 只好再转移话题 叶老爷子 就算如此 但眼前这个叶凡 真的是叶家的子弟吗 怎么证明啊 宣正国这一句话 让林少再次忍不住了 对啊 叶老爷子 您怎么敢肯定 眼前的这个家伙 就真的是叶家的子弟 说不定什么阿猫阿狗 都来假扮叶家子弟 您岂不是要被欺骗了 叶长风不由翻了个白眼 叶凡是不是叶家子弟 他还不清楚吗 这二十多年 都会悄悄去师门看叶凡 这不过三年没见吧 难道他们 还会认错人吗 而且 叶凡师父安排这个事的时候 也大概通知叶家老爷子配合 叶凡的身份 怎么可能弄错 不然 凭叶老爷子的脾气 还能让叶凡在这里说那么多话 麻蛋 你听不懂人话 让你不要避避 不要避避 叶凡听到林少开口 就来气 上前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上 一脚接一脚地 朝林少的裤装里踹去 噗哧 噗哧 是淡碎的声音 林少终于疼得晕死了过去 旁边薛宇飞看不下去了 伸手拦住叶凡 叶凡 你不要太过分 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说破大天来 我都不会嫁给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也没说要娶你啊 强扭的瓜虽然解渴 但我更喜欢甜的 叶凡邪媚地看了薛宇飞一眼 不得不说 薛宇飞凹凸有致的身材 的确是极品 和之前那个给自己送单药的小妞 有得一拼 希望你不要后悔 婚书拿来 叶凡左右看了一眼 看到旁边桌子上的婚书 一把拿过来 拿笔刷刷 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修 随即签上自己的名字 将婚书丢给了薛宇飞 拿好 以后我们再无瓜葛了 嗯 看着婚书上叶凡签的名字 薛宇飞瞬间有些发懵 在薛宇飞的想象中 现在叶家的情况 叶凡不应该是死缠着自己 求自己嫁给他吗 怎么叶凡就这么轻易地 就同意了 而且 关键是 叶凡看自己那眼神 似乎还有几分不屑 看不上自己 本小姐哪里差了 还入不了她的法眼 特别是看到那个修字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薛宇飞感觉自己 像是没人要的玩具一样 怎么 还不走 再不走 咱俩要不直接去洞房 叶凡看着发呆的薛宇飞 邪魅地上下打量着薛宇飞 让薛宇飞浑身有些不自在 无耻 说吧 薛宇飞对着叶长风 微微弯腰鞠躬道 叶爷爷 对不起 我先走了 目的达到 薛宇正国也告辞离开 几人离开叶家大院 在上车的时候 薛宇飞突然顿住脚步 对薛宇正国道 二叔 我们这么做真的对吗 我总感觉 今天的情况 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那个叶凡 我有点看不透 薛宇正国并不是傻子 从叶凡刚才对林少动手的情景 他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你是说 叶凡在藏桌 当年那件事 对叶凡并没造成什么影响 薛宇飞摇摇头 我也说不清楚 但刚才叶凡签字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 渐行渐远了一样 别多想了 就算叶凡回来 当年的事情对他没什么影响 但叶家 现在面对的困境 也很难度过这一集啊 宗师巅峰级别的高手上门追杀 叶家老太爷重伤未遇 叶家后代人钉凋零 谁能挡得住 希望他们能扛过去吧 薛宇正国看了一眼身后的叶家宅院 随即踏步上车 迅速离去 第十章 宗师高手盯上了叶家 叶家宅院 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老爷子叶长风左右看了一眼 连忙一把拉住叶凡 飞快朝后院里走去 你这个龟孙爷 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 你不知道 昨天一个宗师高手 已经盯上了叶家 说两天之内 要来灭我们叶家满门 你现在回来 不是送死吗 叶长风没好气地对叶凡抱怨道 去见你太爷 然后我马上安排飞机送你们出国 不然我们叶家真的绝后来啊 出国 为什么要出国 叶家不是还有太爷吗 太爷也是宗师级别的高手 还怕他们来挑衅 叶家之所以能成为 大厦六大豪门之一 正是因为叶家太爷 叶家太爷不到三十岁 就踏入宗师级别 亲手创立了天龙军 以八十万大军 镇守大厦西南五十年 自从天龙九军镇守开始 西南边境再无任何战事 唉 别提了 一个月前 你太爷被一个神秘高手打了重伤 现在实力都还没有恢复 而你姐姐在边境镇守 根本无法抽身回来 叶家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啊 听着叶长风的叙述 叶凡眉头紧锁 当年那些袭击叶家的人 再次动手了吗 连宗师级别的太爷爷 都被打成了重伤 看来对方来头不小啊 对了 你师父安排你在苏家三年 怎么现在突然让你回来了 是你的实力恢复了吗 爷爷叶长风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 对于自己这个孙子 叶长风还是很自信的 当年不到二十岁 就踏入到了宗师 若不是三年前那场大战 叶凡被人破坏了根骨 现在都是五尊级别的强者了吧 没有 叶凡回应了一句 先去看太爷爷吧 唉 这都是命 那些该死亡八蛋 都巴不得我叶家倒台 但他们又哪里知道 我叶家倒台了 他们又怎么会好过 叶凡和爷爷一起朝后院走去的时候 突然转头看着爷爷道 对了 爷爷 你知道是什么人要对付我们叶家吗 叶长风摇摇头 具体的 我们调查了这么多年 也没什么证据 但有一点老夫敢肯定 这是肯定和林家脱不了干系 林家也是大厦六大豪门之一 他们也掌握着 大厦另外一支猛虎军 镇守东南 只是威望和影响力 比叶家要弱不少罢了 不过 这么多年来 林家从来都没放弃过 和叶家争夺第一家族的位置 不需要证据 只要知道和林家有关就行 大不了 直接灭了就是 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北洛师门的力量有多恐怖 其他人不清楚 但叶凡是知道的 当年 若不是那些神秘高手突然袭击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 撼动到了北洛师门 叶长风一愣 自己这个大孙子 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就很嚣张 入坠苏家三年 似乎更嚣张了 这是被憋坏了吗 我可怜的孙子 在后院里 叶凡看到太爷爷叶乾坤的样子 本能的想要出手的 但想到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不好暴露 只好硬生生忍住了没有出手 太爷爷放心 我一定会找医生帮您治好 自己不好出手 那只能找个牛逼的医生 让他代替自己出手好了 叮咚 叶凡的手机 突然收到了韩卓发来的消息 少主 查到了 最近有个叫天葵的宗师高手 说图了叶家满门 那家伙没有宗门 经常在云城黑市出现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叶凡嘴角一翘 天葵吗 敢对我叶家动手 那就从你开刀吧 顺便也看看 本少的实力有多强大 旁边叶长风看到叶凡的样子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直跳 叶凡 走吗 走 为什么要走 爷爷 放心吧 不过就一个宗师高手 我可以轻松斩杀的 叶凡一时口快 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现在叶凡突破了御龙诀第九层 实力凌驾在五尊之上 叶凡一时间还想不出来 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或许 四大圣地的那些大佬 可与自己一战 别胡闹了 爸 叶凡不懂事 您就别倔来啊 叶长风还想劝 但叶乾坤却直接打断了叶长风 当逃兵算什么本事 不就是死吗 大佬人死掉朝天 你看看叶凡 这才是我叶家儿郎 别看老子 现在受伤了 只要他们赶来 哪怕是宗师高手 老子照样撕他一块肉下来 叶乾坤虽然是躺在床上 但说话间露出的霸气 让叶凡都不由受到了感染 这才是叶家儿郎燃烧的血脉 叶长风 见劝不动一老一小 只能无奈长叹一口气 哎 我已经朝上京那边请求了支援 还有天龙军那边 您的几个就不听到消息后 也都在朝云城这边赶 希望能扛过去吧 那个 爷爷 太爷 你们先休闲 我去处理点事情 晚点来看你们 既然知道了 是天魁想对叶家动手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他动手之前 将天魁先干掉 离开叶家宅院 叶凡便按照韩卓给的地址 朝云城黑市赶去 林家大院里 林东裤裆里缠着纱布 双腿岔开 鞋靠在椅子上 而林家高层几乎全部都在 脸色都有些凝重 林东 你的意思是说 叶家那个孽种没死 还回来了 开口的是林家的家主林华 也是天南省总督 位高权重 是啊 二叔 我亲眼所见 而且那个叶凡我们都熟悉 他是苏家的坠婿 在云城都生活了三年 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林华阴沉着脸 他这是跟我们玩等下黑 三年了 没想到叶家那孽种没死 还在我们眼皮底下生活了三年 但我一点搞不明白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回来 是啊 现在叶家明明都要覆灭了 叶凡这个时候回来 不是送死吗 林家一群人纷纷开口 七嘴八舌 发表着自己心中的想法 既然他敢回来 肯定是有什么底牌的 要知道 北洛师门当年可是五道界第一宗派 叶凡作为北洛师门的第一妖孽天才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听着大家的分析 林华点点头 大家说的都没错 不过 我们现阶段第一要务 就是让林东和宣家那丫头尽快结婚 有了宣家的支持 我们林家才能更进一步 可是 二叔 我的蛋都被叶凡那王八蛋废了 结婚了我看着那么漂亮的宣宇飞 也不能做什么呀 林东在旁边双眼都快要喷火了 那个可恶的叶凡 居然敢将自己废了 林华淡淡看了一眼林东 这都是小事 大不了过几天 让医生给你借一个太低的牙签上去 一样能用 第十一章 钓鱼执法 我家有会发光的3090 云城黑市 位于云城东郊 在一处废弃的工厂地下室里 因为背后有宗门支持 所以就算是官方 也不敢轻易动这里 这里是24小时营业的 所以 哪怕是下午三点 黑市外面的停车场里 也停满各种豪车 既然不打算这么快暴露实力 叶凡就没打算用自己的真实面目 将车停好之后 叶凡对着镜子 将自己脸随便捏了一下 于是 另外一张帅气而陌生的脸 出现了眼前 易容术 这是叶凡师门中 经典的一门术法 我这该死的容颜 怎么念都是一个字 帅 叶军天 在登记的地方 叶凡随便报了一个名字 至于宝物验证 叶凡身上的那些丹药 随便拿一颗 都足够进入的资格了 毕竟 这些年 为了叶凡尽快恢复 师门将所有的修炼资源 基本都砸在了叶凡身上 虽然四品的丹药不容易弄到 但叶凡身上 还是有好几颗的 这些丹药 对武尊级别以下的武道高手 还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的 地下室的黑市 场地很空旷 大概有一个最大的足球场 那么巨大 被划分成了不少的摊位和走廊 进入黑市的人 可以自己摆摊 也可以自由交易 只是灯光有些昏暗 看起来充满了神秘 叶凡大概扫了一眼 里面密密麻麻的人不在少数 至少有上千人 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 想要找天葵 就算叶凡有魔童辅助 但难度依旧太大 按照寒卓给的信息 这个天葵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贪婪 在这个黑市里 天葵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杀人越货 悄悄将一些有宝贝的人骗出去 然后杀掉抢夺宝贝 虽然这坏了道义上的规矩 可天葵很聪明 从来不在黑市里面闹事 黑市背后的宗门拿天葵 也没有办法 各位 看过来啊 我这里有伤好的丹药 可以辅助修炼 也可以帮大家突破 疗伤 最高三品的丹药 只换不卖啊 各位有好宝贝的 可以过来跟我话啊 叶凡将几颗丹药拿出来 故意在众人面前显摆着 按照江湖上的经验 在外面 特别是在这样的黑市里 最好是财不外露的 但叶凡却故意要这么做 就是想要引蛇出洞 将那个天葵引出来 三品丹药 这可是好东西啊 在市面上 至少要买千万一颗了吧 还真是 这香味 真浓郁 兄弟 我可提醒你啊 你不该一下 将这么多好东西拿出来的 在黑市里面还好 本会出了这个黑市 若是你东西没卖掉的话 那你就麻烦了 周围不断围过来的人 有感叹惊讶的 也有好心劝叶凡的 但叶凡只是微微一笑 抢 现在老子的实力 还有谁敢来抢本少 若是他们敢来抢本少 我一定 将他们连皮都罢了 好几个人想过来用功法武技 以及一些药材跟叶凡交换 但他们 根本不是叶凡 要找的人 叶凡自然不会鸟他们 叶凡一路走一路吆喝 在转了小半圈之后 一个穿着膛装的老头 微笑着朝叶凡走来 看到叶凡手里的丹药 老头丝毫没有掩盖 自己眼神中的贪婪 他来了 韩卓给的资料很齐全 上面有天魁的照片 正是眼前这个老头 兄弟 你这些丹药 是都打算换吗 天魁上前两步 仔细看了两眼叶凡手里的丹药 的确是三品丹药 最近天魁感觉自己修炼 遇到了瓶颈 卡在宗师级别好多年了 但实力却一直无法突破 若是一下有这些三品丹药辅助 说不定自己的实力 可以一举突破五尊也都可能 对啊 老哥 你有什么好宝贝吗 若是你有宝贝的话 我这里还有很多丹药的 你看 说话的同时 叶凡从身上再次掏出好几个盒子 里面大大小小的 全部都是丹药 这一下 叶凡手里 都已经摆放了十几个丹药盒子 这么多丹药 看得天魁眼睛都直了 今天遇到了冤大头啊 周围还有好几个老哥 一脸惋惜地看着叶凡 想要开口提醒叶凡 但天魁眼神犀利地 看了一眼周围那些人 警告的神色不言而喻 今天这会是老子的 你们谁敢跟我抢 老子跟你们拼命 太好了 我家里真还藏有非常多的宝贝 有五级功法 还有其他的一些藏宝图 以及一些珍贵药材 要不兄弟跟我出去 到家里去看看 天魁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 生怕叶凡不答应 去了我家里 兄弟看上什么宝贝 随便挑 哥哥绝对大方 天魁说话的同时 眼神灼热地上前 轻逆地一把 将叶凡的肩膀搂住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叶凡和天魁 是多年没见面的兄弟 叶凡心中冷笑一声 这个天魁 眼计都可以去拿奥斯卡影帝 估计也是这样杀人越货的事情 干得次数太多了 流程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就走 叶凡装作一脸惊喜的样子道 不过哥哥你不能骗我呀 告诉你 我也是武道高手 实力不弱的 你若骗了我 我不会客气的 叶凡故意将自己的气息 控制在掌控阶段左右 这样的实力 在俗世界里 的确不算低了 但对于宗师级别的天魁来说 却不值一提 完全可以控制 当然 快走吧 咱们快点交夜 晚上我 还有其他的事要办 天魁有些着急 答应了那个大人物的事 大人物都催错了好几次了 今晚必须要对叶家动手了 叶凡自然也能猜到 天魁说的办事 就是对叶家动手 哼 想对叶家动手 那本少就先送你上路 随着叶凡和天魁两人一起 朝出口方向走去 后面的人群 开始惋惜地感叹 唉 可惜啊 多好的一个小伙 又要吃亏了 那老混蛋这个月 已经搞了七八起了吧 也没人敢管 谁让他是宗师级别的高手了 真是丢五道高手的脸 叶凡跟着天魁 从黑市里出来 在天魁的热情邀请下 叶凡没有开自己的车 而是跟着天魁上了他的车 一路离开云城黑市 飞速离开 但天魁开车的方向 却并不是朝市区里 而是朝着云城之外的方向开去 天魁开得很快 不到十分钟 已经走了十几公里 天魁最后将车停在一处山林旁边 山林一侧是荒地 而另外一侧 则是万丈悬崖 大哥 这就到了 这不太像家的样子啊 叶凡跟着下车 其实早就知道了天魁的想法 但却故意询问道 假 呵呵 年轻人 这是给你选的目的 怎么样 这里风水不错吧 有山有水 乖乖把东西浇出来 老夫给你的痛快 天魁一脸淡定地看着叶凡 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第十二章 装逼不成反被X 轻松碾压 目的 大哥 你搞错了吧 我们不是来进行交易的吗 你不是说 你有很多宝贝 要和我交换 我这里这么多丹药 我们完全可以好好合作啊 叶凡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完全没有小白般的任何惊慌 只是天魁却没注意到这些 此时他眼里 只有叶凡手里的那些丹药 交易 做梦吧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我天魁从来都没有和别人交易的习惯 老夫看上的东西 一般就用拳头去拿 说话的同时 天魁一步步才朝叶凡走过去 小子 你也别想对我动手 我早就试探了 你不过掌控级别的实力 我一掌都拍死你了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有什么一言说出来 当然你说了 我也不会帮你去做 坏 这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但我想试试 叶凡一脸收起脸上的笑容 一脸阴沉地盯着天魁 是 是你妹啊 浪费时间 天魁已经走到距离叶凡不到两米的位置 对于叶凡做法有些不耐凡 伸手一巴掌 朝着叶凡的肩膀上拍去 打算先将叶凡打晕 将他身上的宝贝搜刮干净之后 然后扔到悬崖下面喂鹰 之前天魁都是这么干的 轰隆 强大的气劲 从天魁手掌上涌动 带着凛冽的杀气 轰击在叶凡的肩膀上 不得不说 宗室级别的实力 还是很恐怖的 强大的气场 朝着四周剧烈激荡波动 将周围的树木 都切割了一大片倒下 但一掌之后 天魁预料中的情景 却没有出现 叶凡站在原地 身体动都没动一下 连呼吸都没变 你没吃饭呀 就这么一点力钱 叶凡似笑非笑地盯着天魁 眼神中满是嘲讽 卧槽 天魁眼神中满是疑惑 这怎么回事 自己刚才你一掌是假的吗 怎么拍出去 这个家伙一点反应都没有 去死 天魁不信邪地 再次挥动拳头 一拳朝着叶凡的胸口砸去 轰隆 轰隆 这一次 天魁动用全部的实力 将空气都撕裂 发出一阵哀鸣 宗师高手全力一拳 足够将一栋楼房毁灭 眼前这个小子 看起来最多二十出头 实力再强 应该不可能达到宗师级别吧 老子就不信 一拳还砸不死他 但事实就是 天魁一拳砸出去之后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拳头 在叶凡胸前三寸的地方停下 在叶凡身体周围 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气静 像一堵墙一样 将自己的拳头死死阻挡住 任凭天魁如何全力催动功力 却丝毫不能前进分毫 钢气 你居然练出了钢气 这不可能 此时的天魁 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眼前的叶凡 哪是什么掌控境界 据说只有五尊巅峰 甚至五圣级别的实力 才能形成这样强悍的护体钢气 但叶凡明明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强悍的实力 哼 不可能 只是你没见过罢了 叶凡淡淡地看了天魁一眼 现在该轮到本少动手了 刷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一巴掌朝天魁脑袋上拍去 扑吃 叶凡的力道控制得很好 轰击在天魁的脑袋上 没有让天魁的脑袋开花 但力道却顺着天魁的身体贯穿下去 就像打装机一样 将天魁硬生生拍的半截 陷入到了泥土之中 咔嚓 咔嚓 叶凡再度出手 两拳将天魁的丹田废掉 手臂砸断 大腿砸断 天魁瘫软在地上 一脸恐惧地看着叶凡 大佬饶命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您饶我一条狗命 天魁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从刚才叶凡的动作中 天魁看出来了 叶凡的实力高出自己绝对不止一个层次 完全碾压自己 可笑的是 自己还在叶凡面前上蹿下跳 无限装逼 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叶凡没有理会天魁 而是从旁边找到一块石头 随即在天魁身边蹲下 冷冷地看着天魁道 我问你几个问题 回答得我满意 我给你一个痛快 若是不满意 错一个我敲掉你一颗牙齿 啊 大佬 为什么呀 我可以给你钱的 也可以给你很多宝贝 就算我想抢你的东西 你也可以不杀我呀 闭嘴 是老子问你还是你问我 咔嚓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直接将天魁的门牙 敲掉了一颗 疼得天魁呲咽咧嘴 但也看出来了 叶凡是个狠人 说吧 是谁让你来灭叶家的 叶凡今天来找天魁 就是为了解决叶家隐患的 而天魁就是线索 啊 你 你是叶家请来的帮手 你到底是谁 我 天魁话说了一半 陡然发现自己 好像又错了 不该问的 咔嚓 果然 又被叶凡敲掉了一颗牙齿 是你自己主动说 还是我继续敲牙齿 若是敲掉牙齿你还不说 我可以考虑 牙签插进你手指 或者老虎瞪 点天灯至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让你生不如死 听着叶凡的话 天魁知道 叶凡是真的说到做到 我说 我说 是省城的一位大佬 他让我动手的 但我们都是电话联系 我也没见过他本人 不过我大概听说 好像他也是受灵家委托 哼 灵家 又是灵家吗 现在叶凡都有所怀疑 当年袭击围攻叶家的时候 灵家是不是也直接参与了 叶凡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 但天魁并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大佬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我把我所有的财富和宝贝都给你 求你饶我一命好不好 天魁在地上蠕动着身体 一脸卑微地求着叶凡 叶凡嘴角动了动 先把你的钱转给我吧 我看看 够不够买你一条命 叶凡将卡号报给天魁 然后将天魁的手机拿出来 人脸识别转账 结果叶凡发现这家伙 居然有好几十亿的现金 除此之外 天魁还在密码箱里 存有钻石 功法 担药 天魁乖乖地将所有的宝贝都给了叶凡 密码箱密码 还有自己别墅大门的钥匙 密码都告诉了叶凡之后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 大佬 现在够了吗 可以 上路了 叶凡冷冷一笑 一脚朝着天魁的脖子上踩去 咔嚓 天魁脖子断裂 当场毕命去见了阎王 这样的人渣 叶凡怎么可能会留着 不过 天魁别墅里居然还藏有那么多宝贝 看来必须要抽空过去拿回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场 叶凡开着天魁的车迅速回城 眼看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 晚上叶凡还要陪老婆去参加宴会 叶凡要尽快回去接老婆 第十三章 我还没死 就抢我老婆 在黑市停车场 之前在黑市见过叶凡的几个老哥 看到叶凡居然从天魁的车上下来 全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叶凡 小兄弟 还活着 天魁他人了 叶凡一脸淡定的道 那个老混蛋 想抢我丹药 被我一拳打死了 打死了 周围几个人看叶凡的眼神瞬间变了 面面相去 完全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天魁的是什么实力 他们太清楚了 宗师级别的强者 居然被这个兄弟一拳打死了 这 那眼前这个兄弟 看起来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 那岂不是说明 他的实力远在天魁之上 兄弟 我叫张涛 请问兄弟叫什么名字 几个男人迅速围了过来 看叶凡的眼神 充满炙热 叶凡这次出手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关键是 这样一条金大腿 若是能抱住 那将来岂不是多了一个靠山 叶军天 叶凡冷冷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上了另外一辆车 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 在黑市停车场这边 有一辆车 你过来开走 然后处理一下 挂断电话 叶凡开车朝苏氏集团赶去 而此时 在苏氏集团楼下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 正抱着一束花 满脸春风地站在门口 似乎在等什么人 这家伙不是别人 正是从省城来的云飞扬 也是苏一雪的大学同学 追求了苏一雪四五年了 连苏一雪结婚了 都还在不断骚扰 看到苏一雪从办公楼里出来 云飞扬连忙上前 微笑地将花递到苏一雪面前道 一雪 你喜欢吗 苏一雪眉头一皱 云飞扬 你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 不要给我送这些东西 我已经结婚了 有老公了 我对你没兴趣 其实 苏一雪每次拒绝云飞扬 都很干脆 直接 但不知道为什么 云飞扬就跟牛皮糖一样 死活缠着苏一雪 就是不放手 呵呵 我知道 不就是那个窝囊的坠续吗 我可听说过 她跟你结婚之后 天天游手好闲 不上班 还天天去会所乱混 你就跟这样的垃圾在一起 一雪 你太遭见自己了 云飞扬一脸心疼地 看着苏一雪继续道 跟着我有什么不好 我云家乃是 熊霸西南的庞大家族 而且 我对你是真心的呀 一雪 我自己的老公 我自己疼 云飞扬 你再这样说我老公 别怪我不客气了 苏一雪绕过云飞扬 朝远处张望着 等着叶凡前来接自己 云飞扬了拦住苏一雪 眉梢间闪过一抹阴沉 一雪 考虑一下 一雪你也知道 你们苏氏集团的珠宝行业 原材料也是我云家提供的 我们强强联合 苏家 肯定能继续发扬光大 说话的同时 云飞扬将鲜花 硬朝苏一雪手里塞 言语中 显然也带有一些威胁了 考虑鸡毛啊 突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一把将云飞扬手里的鲜花 抢过来 狠狠砸在地面上 麻蛋 老子还没死 就来挖自己墙角 你找死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苏一雪一颗揪着的心 瞬间松了下来 老公 你来了 苏一雪微笑地上前 挽着叶凡的手臂 一脸轻腻的样子 这个家伙 都纠缠了我好长时间了 太烦人了 你就是那个垃圾坠须叶凡 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有什么可得死的 云飞扬上下打量了云飞一眼 心里也不得不承认 叶凡真的要不他帅气得多 啪 叶凡丝毫没有灌着云飞扬 羊手一巴掌 狠狠抽在云飞扬脸上 一口一个垃圾 你这样礼貌吗 你爹妈不管教你 那爸爸就来教你做人 啊 卧槽 哎呦 云飞扬嘴里一连变化了三个语气词 被扇的双眼冒惊心 身体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才勉强稳住 半边脸瞬间浮肿了起来 你居然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云飞扬作为云家大少 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 长这么大 还没有人敢对他说重话 更别说挨打 麻蛋 老子管你是谁 敢抢我老婆 我见一次打一次 叶凡之前就不是低调的主 只是因为诗门被袭击 所以折服了三年 现在功力恢复了 回归了家族 背后有北洛诗门 有叶家这个大厦低家族支持 叶凡还低调鸡毛 生死看胆 不服就敢 你 粗鼻 云飞扬捂着自己扶肿的脸 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道 就你这样的垃圾 你怎么配得上一选 天天不上班 看到我那辆进口的宝马没有 一百万 还有老子戴的款手表 三百万 你看到过吗 武力上 云飞扬不敢对叶凡动手 便想在财力上碾压叶凡 苏一雪在叶凡旁边淡淡一笑 心中不由暗自感叹 这个云飞扬 当真是自讨没趣啊 叶凡是什么人 云城四大豪门的李家大少 李涛可是亲自上门讨好叶凡 给苏氏集团可以投资 三十个亿的存在 虽然苏一雪不太清楚 叶凡真正的背景 但苏一雪知道 叶凡肯定不是一般人 老公 你若是喜欢豪车 明天我就带你去买好不好 苏一雪将如何宠老公的攻略 发挥到了极致 只要是老公需要的 都是对的 云飞扬在旁边看的脸色一片铁青 对自己爱理不理 对一个小白脸却如此宠溺 叶凡到底有什么好 轰动 叶凡还没开口 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汉马突然一个加速 直接朝着云飞扬的宝马车撞去 改装的汉马 强度可以和坦克媲美 这么一阵冲击 瞬间将云飞扬的那辆宝马状的凹陷进去 整个车都便变形了 傻逼 现在你这车还能开动 老子把信倒过来写 王富贵一脸嚣张地从车上跳下来 快步朝叶凡走过来 大哥 我早就看这傻逼玩意不顺眼了 干得漂亮 叶凡不由对王富贵比了一个大拇指 第十四章 两个农包加一起 是个更大的农包罢 第十四章 两个农包加一起 是个更大的农包罢了 啊 老子的车 卧槽 云飞扬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 几乎直接报废了 心疼地嚎叫着 朝自己的车辆冲过去 伸手在车辆表面抚摸着 你们 你们这群强盗 云飞扬看着叶凡和王富贵的样子 立马明白了 两人是一伙的 老子的车好几百万 今天不给个说法 你们别想离开这里 云飞扬冷冷对着王富贵和叶凡呵斥道 同时对后面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挥了挥手 六个黑色西装保镖飞速下车 朝着叶凡和苏伊雪围过来 要么赔钱 要么 伊雪 今晚你陪我吃一顿晚饭 这车我也可以不用要他们赔 啪 你什么档次 居然想跟嫂子吃饭 想屁吃吧 叶凡还没动手 王富贵先动手了 一巴掌将云飞扬扇飞 还不停地上前对着云飞扬 就是一顿猛踹 其他那几个保镖 还想对王富贵动手 但王富贵虽然是个胖子 但动作却格外灵活 蒲扇大的拳头 三拳两拳 便将那几个保镖撩翻在地 如此一幕 看得叶凡眼神不由金光一闪 胖子 你居然会功夫 吃钱我怎么不知道啊 王富贵一脸见笑道 大哥 我也没想到啊 你爷爷和我爷爷 居然是多年的老友 大哥居然是叶家那个神秘的大少 早知道 早知道 我应该更早来舔大哥的 王富贵一脸见笑的模样 让叶凡有些无奈 滚 晚上我要陪伊雪去参加一场宴会 这里你处理一下 好嘞 叶凡带着苏伊雪离开的时候 后面还传来王富贵嚣张的声音 你知道我大哥谁吗 大厦第一家族叶家大少 你居然敢招惹我大哥 老子直接废了你 别忘了 这里是云城 车上 苏伊雪看着后视镜李王富贵的身影 有些担忧的道 老公 这样真的好吗 云家在西南地区影响力不小 若是这样 他们要来报复怎么办 报复 叶凡现在的力量 还怕一个小小的云家报复 先不说北洛世门的力量 就只是一个叶家 虽然现在没落了 但依旧不是云家敢招惹的 放心 老婆 天塌下来 有老公顶着 不会有事的 叶凡淡淡一笑 我们先回去换衣服 然后安心去参加宴会好了 你保护了老公三年 从今天开始 换老公保护你了 叶凡一脸深情地 看着眼前的苏伊雪 对这个老婆 叶凡是真心喜欢 入坠苏家三年 苏伊雪从来没有对叶凡 甩过一个脸色 把叶凡几乎是放在手心里宠爱 苏氏集团楼下 云飞扬被王富贵 又狠狠收拾了一顿 脸都被打成了猪头 裤裆里也挨了好几脚 看着扬长而去的王富贵 和叶凡的方向 云飞扬阴沉地嘀咕着 这两个王八蛋 你们给老子等着 一想到苏伊雪 云飞扬眼神中又是一片灼热 麻蛋 苏伊雪这个臭婊子 若不是看在你母亲背后的力量 老子才不会这么 第三下司地来求你 等老子 把你弄上床了 看老子不玩死你 稍微迟疑了一下 云飞扬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林少 晚上的商务宴会 你要去吗 听说有很多美女啊 什么 你被揍了 是谁揍的 又是叶凡 靠 那个王八蛋 好像也要陪着苏伊雪去宴会 今天是你的主场 绝对不能让他好过 两个难兄难弟 接通电话 就是一阵抱怨 电话那头 不是别人 正是在叶家 被叶凡一顿收拾的灵冬 哼 这个叶凡 不是仗着有叶家吗 反正今晚叶家 就要完蛋 你居然还敢来宴会 那么 老子就让你有来无回 这场商务宴会 正是云成林家发起的 主题是 联合西南地区的商业大佬 共同打造西南地区 良好的营商环境 但其实就是商业互吹 然后给大佬相互联络 提供一个平台罢了 晚上七点 叶凡和苏伊雪 一起准时出现在 林家宴会大厅门口 刚进门 就看到了林东和云飞扬 以及其他几个大少 在门口大门口等着 哼哼 这不是叶家大少吗 叶家的人都快死光了 叶少这是准备回来 整整齐齐好一起上路 开口的是林东 在叶家被叶凡 将他男人的标志给废了 林东现在看到宣宇飞 几乎都没什么感觉了 一想到后面 二叔打算用泰迪的牙签 给自己接上 林东心里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他骂的 接上来泰迪之后 将来自己的儿子 到底是狗儿的 还是自己的 叶凡看到林东和云飞扬 两个猪头 嘴角不由一翘 怎么 之前你们挨揍还不够 以为两个农包加一起 就能大于两个农包吗 在我看来 你们两个农包加一起 也不过是更大一个农包而已 叶凡身上五道气轻微一阵波动 就让林东和云飞扬 两人身体不由一颤 不由朝后撤退了两步 现在云飞扬也知道了叶凡的身份 没想到 叶凡居然是大厦第一家族叶家的大少 这有点难搞啊 算了 林少 我们先忍一忍 等会还有计划 云飞扬阻着林东 林东这才强行将一口气压制下去 将叶凡让了进去 然后转身从身后的服务员手里 拿过两杯香槟 递给叶凡一杯 然后深呼吸一口 尽量微笑地对叶凡开口道 叶绍 之前在叶家 是我冲动啊 造成了一些误会 这杯酒 算是我给你的道歉 叶绍能喝吗 叶凡将酒杯拿过来 只是淡淡扫了一眼 心头不由冷笑一声 就你们这群垃圾 根本少玩这一套 叶凡天生魔童 可以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 而林东递给叶凡的这杯酒里 就很有问题 叶凡刚才辨别了一下 这杯香槟里 至少有五个人吐的浓潭 林东在叶家丢了面子 居然想要用这种方式找回面子 叶凡看了林东一眼 心里顿时有了想法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倩饮快速闪身过来 同时对着叶凡娇喝道 叶凡 那杯酒不能喝 叶凡抬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因为眼前的女孩不是别人 居然是找自己退婚的轩宇飞 此时的轩宇飞 一袭黑色的晚礼服 白袭的肩膀在灯光下意义生辉 苗条的身材 高贵的气质 都快要成为全场的焦点了 这个小妞 不是找自己退婚了吗 突然又提醒自己 这是几个意思 第十五章 装逼不成反被X 薛宇飞之所以提醒叶凡 自然是他之前发现了一些猫腻 在叶凡到来之前 薛宇飞就发现 林东和云飞扬 以及其他几个大少 聚集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然后端着一个杯子 悄悄朝里面自吐痰 当时薛宇飞还不知道 林东想要干什么 但当薛宇飞发现 林东要请叶凡喝酒的时候 薛宇飞终于明白了 林东这是要报复叶凡 让叶凡喝下他们浓痰的那杯酒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薛宇飞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林东想要陷害叶凡 直接就主动站了出来 想要提醒叶凡 按理说 叶凡直接休了自己 薛宇飞应该要非常恨叶凡才是 但薛宇飞发现 自己却丝毫恨不起来 反而对叶凡有些格外的好奇 甚至 薛宇飞都有些后悔 跟着二叔一起去退婚了 宇飞 你干什么呀 林东看到薛宇飞突然站出来 眼神有些慌乱 同时还有些不解 因为在宣家和林家两大家族的安排下 今晚除了正常的商务宴会之外 还有一项重大的节目 那就是 要确定林家和宣家的订婚仪式的 也就是说 从今晚之后 薛宇飞都要成为林东的未婚妻 薛宇飞就算发现了什么 也应该站在自己这边啊 我干什么 和你有关系吗 薛宇飞本来对林东也没什么好感 当时之所以同意和叶家退婚 完全只是因为 他不想自己的命运被安排罢了 大家族的婚姻 薛宇飞知道 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所以 在家族的安排下 薛宇飞才勉强同意 出席今天的宴会 本来已经平静的心情 在看到叶凡的那一刻 薛宇飞发现自己 又开始躁动了 反正这杯酒不能喝 说话的同时 薛宇飞伸手便想要从叶凡手里 将酒杯拿走 然后把里面的香槟倒掉 不过薛宇飞拿了一下 叶凡却抓着酒杯并没有松开 而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薛宇飞道 我曾经的老婆 看来你还有点意思啊 叶凡上下打量了薛宇飞一眼 如果你不那么着急退婚 或许这个瓜会很甜哦 叶凡对着薛宇飞眨了眨眼睛 凑到薛宇飞的耳边道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放心吧 我知道分寸 一股热气吹到薛宇飞的耳边 弄得薛宇飞心头一阵燥热 满脸羞红 这家伙知道 薛宇飞还在疑惑 叶凡已经开始行动了 叶凡端着酒杯上前一步 伸手勾住林东的脖子道 林少果然大气 被我踢碎了蛋蛋 还如此善解人意 愿意和本少和解 就冲这份豪情 我们必须喝一杯 叶凡的一番话 每一句都戳在林东的伤口上 但听到叶凡最后一句话 林东还是开心的 不管怎么样 只要叶凡将这杯酒喝下去 林东心里的恨 就可以减少八成 对对对 林东端着酒杯 和叶凡碰了一下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凡 只要等叶凡喝下这杯香槟 林东就会说明真相 但让林东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张嘴的瞬间 叶凡却突然端起酒杯 抬手 就将叶凡手里的那杯香槟 朝着林东的嘴里倒过来 林东的嘴巴张开得老大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叶凡还体贴地 在林东胸口拍了拍 方便那一杯香槟 全部划进林东的肚子里 林少 干了 我们之前恩怨一笔勾销了 叶凡说话的同时 将林东手里那一杯 干净的酒喝下去 还故意将酒杯翻过来 展示了一番 卧槽 过了两秒之后 林东终于反应了过来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叶凡那王八蛋 居然将有浓潭的那杯香槟 味到了自己嘴里 自己刚才喝下的 那杯香槟里面 有自己和云飞扬 以及其他几个大少吐下去的浓潭 你妈 怪不得 自己刚才喝出有香辣 蒜蓉 还有韭菜的味道 云飞扬说了 他中午才去吃了火锅 哦 林东瞬间感觉自己 整个人要炸了 我靠你大呀 我 林东都要疯了 捂着嘴巴 疯狂朝卫生间冲去 在我卫生间里 林东一阵狂吐 几乎都要将三天前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 吐到最后 都呈现是黑色的条状物了 那本来应该 是从另外一个口出来的 林东都恶心到了极点 恨不得将自己的胃都翻过来 用高压水龙头清洗一遍 叶帆 你这个王八蛋 老子跟你没玩 林东此时才反应过来 叶帆其实早就 发现了酒杯里的端倪 所有的一切顺从 都是在做铺垫 最后关键时候 应了自己一回 宴会大厅里 看着林东狼狈离开的模样 薛玉飞嘴角都不由浮现了 一抹淡淡的微笑 这个叶帆 太坏了 原来你早知道 还害我那么担心 哼 薛玉飞难得在叶帆面前 娇称一声 那模样 就像是小女朋友 在男友面前撒娇一样 叶帆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个薛玉飞 都已经和自己退婚了 该不会爱上了自己吧 我这该死的魅力 看来 要好好控制一下了啊 关键是 自己的正牌老婆苏依雪 就还在旁边 叶帆朝旁边看了一眼 苏依雪一身紫色的长裙 也同样雍容华贵 气质非凡 身材高挑 身材苗条 两人放在一起 都是那种一百分非极品美女 是全场最耀眼的存在 很难分出高下 你好 我是苏依雪 叶帆的老婆 苏依雪率先开口 优雅地朝旋雨飞 伸出了自己的手 旋雨飞听到苏依雪的介绍 不知道如何 突然感到心一阵刺痛 叶帆的老婆吗 若自己不去做 那么自己才是叶帆的老婆吧 你好 旋雨飞 是叶家也宣家订婚多年的未婚妻 旋雨飞很显然 不想在交锋中落入下风 只说了一半的真相 她的确是叶家和宣家订好的未婚妻人选 但问题是 下午的时候 你就一定退婚了呀 宣小姐 叶帆想解释两句 她不想让老婆苏依雪误会 但旋雨飞却根本不给叶帆解释的机会 苏小姐 等会我想邀请叶少陪我挑一支舞 苏小姐一定不会在意的对吧 卧槽 叶帆感受到了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道 战争 这就开始了吗 第十六章 老公 你坏死了 我当然不会介意 男人嘛 偶尔换个口味 我当然支持 反正吃亏的 也不是我老公 苏依雪面上依旧带着微笑 但言语中的挑衅 却一点也不输 叶帆心中一个卧槽 心中暗道 老婆 你要拒绝她 这个宣雨飞 明明都已经和自己退婚了 现在却突然来邀请自己跳舞 肯定是看上了自己的美色 哥哥 苏小姐还真会开玩笑 不过这个先来后到的顺序我还是懂的 那就等会见了咯 说话的同时 宣雨飞对着叶帆抛了个媚眼 随即优雅转身离开 先来后到的顺序 叶帆自然明白 再点醒苏依雪 若是论和叶帆的关系 她宣雨飞才是最先的 是宣雨飞和叶帆没成 所以苏依雪才有机会 叶帆现在好歹也是站在世界巅峰的男人 却突然发现自己 面对两个女人的时候 比面对一个武尊高手还要吃力 这怎么是我叶少的风格 哼 看来 下次这些小妞在自己面前再如此的话 那就要打屁股才行 老婆 这个宣雨飞 是家里安排的婚姻对象 但是因为我多年没回去 所以就退婚了 叶帆还想解释 但苏依雪直接仰头在叶帆的唇上亲了一口 老公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我心里只有你 对你 我可以承受所有一切 你想 连你去会所泡妞 我都能接受 又怎么会怕再多一个 说话的同时 苏依雪娇媚地在叶帆怀里扭动了一下身体 老公 今天晚上 要不天时地利人和一下 看着苏依雪那娇羞的模样 叶帆想到自己育龙诀也已经彻底突破 的确可以人和一下 好 我掐指一算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对了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新的姿势 你可以学一下 叶帆勾住苏依雪的小蛮腰 眼神中浮现一抹灼灼的神色 看着苏依雪 脸色一阵羞红 老公 你坏死了 看着老婆如此这样 叶帆也无奈长叹一口气 师妹 我还是爱你的 只是如此盛情 我实在难缺啊 叶帆也忘记了 究竟是哪位高人说的 宝贝是宝贝宝宝是宝宝 亲爱的是亲爱的 心甘是心甘 人生的真情 怎么能辜负 各位来宾 欢迎各位来参加 有我林家主持的宴会宴会 这是对我林家的重视 今天我们就一个目的 吃好喝好 玩好 等会我们还有神秘惊喜活动 各位敬请期待啊 宴会正式开始 上台主持宴会的是 林家家主林华 这个中年男子八面玲珑 一番话说的 大家都很舒服 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重视 但叶帆盯着林华 脑袋里却在想 该怎么弄死他 因为从天魁 以及爷爷等人 多方面叶帆得知的消息 就是叶家当年被袭击 都和林家脱不了干系 那么 对林家动手 就根本不需要证据 只要我知道你林家动手了 那就灭了吧 下面 我们第一个活动 自由之舞 大家可以自由邀请舞伴 随意跳舞 说是随意跳舞 但灯光开启之后 房间里的聚光灯 瞬间便射向了一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林东 刚才林东因为在厕所 呕吐了将近半个小时 此时脸色有些苍白 特别是裤装 昨天被叶帆收拾了一顿之后 现在还包扎着纱布 看起来鼓鼓囊囊的一大块 格外臃肿 但林东也知道 今天的活动 对林家和宣家都非常重要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林家第三代的精英 名叫林东 年纪轻轻 已经掌管了两家上市公司 去年盈利高达上百亿 林华在旁边还拿着话筒 介绍着林东的情况 很显然 这是在给林东造势 林家在第三代中 是打算将林东正式推出来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林东将来是要接管整个林家的 亲爱的轩宇飞小姐 我可以邀请 你来挑一支舞吗 林东优雅地朝坐在旁边 椅子上的宣宇飞 发起了邀请 这位美丽的小姐 是宣家千金宣宇飞 大厦每人榜上都赫赫有名的 想必大家都认识 宣小姐和我家林东认识多年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 让我们大家祝福他们 林华介绍的时候 大厅里的聚光灯 还朝另外一桌照了过去 在那边 宣家几个高层 居然也赫然在列 宣家家主下宣政国 还有宣家其他几个高层都在 看到聚光灯过来 宣政国还对大家挥了挥手 嗯 这意思就很值得探究了 林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介绍林东也就算了 还介绍林东和宣宇飞的关系 关键是 宣家这些高层 不光出席了今天的宴会 而且并没有反对 这岂不是说 宣家要林家联姻 同时作为大厦六的豪门的 宣家和林家 若是联合 那对整个大厦局势 都是天大的影响啊 叶家作为大厦第一家族 随着三年前那场袭击 这次怕是地位不保了吧 薛宇飞坐在座椅上 面对林东的邀请 脸上的表情飞速变化着 一直没有开口 林东着急了 薛小姐 你愿意吗 这都是今晚排练好的剧本 林东和薛宇飞一起跳舞 是一场首秀 也是为后面两人订婚做铺垫 关键时候 薛宇飞居然犹豫了 林东不由看了看叶凡所在的方向 该死的 薛宇飞该不会还因为叶凡而拒绝自己吧 我不愿意 在这么多人看着的情况下 薛宇飞居然直接拒绝了林东 而是快步朝叶凡所在的方向走去 我已经有约好人了 就是叶家大少 叶凡 薛宇飞走到叶凡身边 不由分说 直接抓起叶凡的手臂 将叶凡拉了起来 嗯 如此一幕 让现场所有人都惊待了 什么情况 这些豪门的安排套路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差不多 既然开始这么宣布的时候 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大家都以为 林家和薛家联姻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薛宇飞突然拒绝了林东的邀请不说 还将另外一个男人的手举起来 这什么意思 打脸 赤果果的打脸啊 第十七章 叶家要出一条龙啊 刷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薛宇飞身上 同时也朝林华和林东身上扫去 他们都很好奇 接下来林东和林华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林华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 手里拿着话筒 好几次想要开口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让他怎么说 明明已经安排的两个年轻人 今晚举行订婚典礼 结果女孩跟另外男人跑了 还是和林家有生死之仇的叶家狼 薛宇飞 你搞什么费劫 我们不是说好了 你怎么突然找这个垃圾 找他 林东快步朝叶凡和薛宇飞所在的地方走来 本能地想要骂叶凡 但想到叶凡嚣张的手段 乖乖地将后面的话收了回去 谁跟你说好了 一直都是你们林家说话了 我薛宇飞同意了吗 就算我二叔 也没完全同意你们林家的计划吧 哼 薛宇飞挽着叶凡的手臂 继续对林东道 再说 我和叶凡本来就有婚约在先 请你让开 不要挡着我们跳舞 叶凡淡淡一笑 本来对于薛宇飞的邀请 叶凡是不想理会的 但只要让林家不爽 叶凡就很感兴趣 宇飞说的没错 就算宇飞这个老婆我不要 那也轮不到你来舔 滚开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一脚将林东踹飞 叶凡的声音不大 但无奈此时 现场鸦雀无声 叶凡的话语 大部分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什么 宣家和叶家本来就有婚约 可不是吗 只是叶家的那个大少 据说一直在外面练舞 没有回来 现在 难道这个叶凡 就是叶家的那个大少 看样子多半是啊 当年叶家的袭击 对叶家造成了很大创伤 现在叶家大少归来 是要崛起的意思吗 不过我听说 这个叶凡 已经入坠苏家了 现在又有薛宇飞 有点意思啊 众人七嘴八舌 现场的气氛有些诡异 林华看着下面这些宾客的反应 将目光转向宣正国 想要看看宣正国的态度 但此时宣正国 却是饶有兴趣地 看着叶凡和林东的交锋 其实 在今天白天和叶家退婚的时候 发现叶家大少就隐藏在云城之后 宣正国就发现了 事情不正常 叶家本来在三年前遭受袭击 应该就要从第一家族的位置上掉下来的 但却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最近又一个宗师高手 想对叶家动手 而叶凡在这个时候 高调回归 叶凡肯定有自己的底牌 之前和宣宇飞交谈的时候 两人就在考虑 今天退婚的行动是否正确 家主 叶家那边有消息了 根据黑市那边的人传回来的消息说 那个准备对叶家动手的宗师高手 被一个叫叶军天的年轻人杀了 宗师高手被杀了 宣正国眉头跳动了两下 云城之内有哪些宗师高手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而想要不动声色地斩杀宗师高手 那实力就必须要完全凌驾在宗师之上 一个年轻人 在这个关键时候将天愧杀了 而且还姓叶 宣正国看叶凡的神情有了几分复杂 叶家这小子 若真的是你的话 那叶家怕是要出一条龙啊 我宣家这次做错了吗 希望还没错得太远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宣正国对于临华投来的目光视而不见 意思很明显了 不打算阻止宣宇飞的动作 你这丢人的事情 自然就只有林家来背了 哈哈 年轻人之间有自己的想法 很正常哈 大家都跳起来 我们等会的神秘活动 还是要继续啊 林华说话的同时 眼神不由朝宣正国这边看来 林家和宣家联姻 这是双方高层共同商量的结果 总不可能就因为跳舞这件事而取消吧 舞池里 叶凡搂着宣宇飞的小蛮腰 已经随着音乐的节奏 开始跳了起来 钱老婆 你怎么回事 今晚不是你们安排好的活动吗 怎么突然变过啊 不打算嫁给那个傻逼了 叶凡似笑非笑地看着宣宇飞 宣宇飞神色一阵暗淡 看向叶凡的眼神充满了一抹迷茫 叶凡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善变 我其实并不喜欢林东 只是不想听从家族的安排 嫁给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男人罢了 但见到你之后 我发现 发现我怎样 太帅了是不是 然后就深深爱上不能自拔 然后就想以身相许 不惜得罪林家 叶凡看着面前的宣宇飞 嘴角微微一翘 这些大家族的千金 可不光只是长得好看 他们的智商 同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宣宇飞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肯定是深思熟虑过的 而宣家高层 更是没有出面制止 这就是说明 这代表宣家高层的态度很微妙 并没有彻底战队林家 也正是因为这点 让叶凡对宣宇飞的感觉 要稍微好不少 在叶凡的怀里扭动了一下 再次打量叶凡的时候 发现叶凡其实真的很好看 天生有一双桃花眼 眼神中似乎有一道钩子 能将人的魂钩走一样 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叶凡 宣宇飞都被自己心中这一想法 吓了一大跳 怎么可能 自己是亲自去找他退婚的 而且那家伙 还写了一个大大的修字 自己跟叶凡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而且 基本也不可能在一起了 两人随着音乐跳舞的时候 宾客位置上 林华有些怒意地找到宣正国 宣兄 这怎么回事 怎么安排的事情 宣宇飞这丫头 突然变卦 这不是打我林家的脸吗 表面上是宣宇飞拒绝 但实际上 却代表了宣家的态度 宣正国作为执掌 如此庞大家族的家主 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避重就轻地开口道 林家主 有个事情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今晚打算去血洗业家的 那个宗师高手 已经被杀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林华的反应 有些超长的巨大 那个宗师高手死了 我怎么不知道 宣正国招呼了一声 也顾不得和宣正国继续说话 快速离开大厅 回到后台的房间里 拨通了一个电话 当消息了解清楚之后 林华眉头紧锁起来 叶军天 这又是哪里杀出的混蛋 叶家又侥幸逃过一劫 事情有点麻烦 宣正国这个老狐狸 哼 今天你既然来了 想下船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十八章 一龙二奉共舞 惊艳四座 大厅里 叶凡和宣宇飞正在跳舞 看到苏伊雪坐在椅子上 脸上失落的表情 叶凡心里突然有些不忍心 但此时 放开宣宇飞 似乎也不合适 想到这里 叶凡对身边的宣宇飞道 宣小姐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们来一段三人舞蹈如何 啊 不容宣宇飞反应 叶凡搂着宣宇飞 已经闪身到了苏伊雪身边 亲爱的老婆 我能邀请你一起来共舞吗 嗯 苏伊雪开始一愣 但看到叶凡那真诚的眼神 没有任何迟疑 果断答应 好 苏伊雪对叶凡的宠 是真的宠 连她泡妞 苏伊雪都主动给钱 那么跳舞又算什么 于是 众人便看到了惊艳四座的一幕 硕大的舞池中间 叶凡一人左拥右抱 将全场最亮眼的两大美女 搂在怀里 随着音乐起舞 时而如天女散花 时而如百花争春 时而如韶光绽放 惊艳 惊艳都不足以形容 所有的目光 都被叶凡和苏伊雪 薛宇飞吸引过去了 舞池中 本来还有几个人在跳舞 但此时却全都将地方让了出来 让给叶凡了薛宇飞 苏伊雪三人 因为 其他所有人 无论所舞姿多么优美 在叶凡三人面前 都日月无光 黯然失色 大家都沉浸在这种奇妙氛围内 似乎觉得 他们三人就理应如此 是浑然天成一般 在人群之外 一个熟悉的身影 快速朝大厅里走来 正是苏伊雪的堂弟苏东 看到云飞扬和林冬的时候 苏东连忙开口道 云少 可算找到你 怎么样 你将我姐拿下了没 此时云飞扬鼻青脸肿的 看着场的情况正来气 听到苏东的话 美好气的 一脚踹在苏东的屁股上 你眼瞎 苏东朝场中看去的时候 看到叶凡不光是搂着苏伊雪 居然还搂着云成第一美人宣宇飞 顿时惊讶地叫唤了出来 卧槽 牛逼啊 嗯 林冬和云飞扬 听到苏东的话 两人怒气冲冲的目光 瞬间朝苏东盯过来 吓得苏东缩了缩脖子 一脸善笑 起飞 场中 临近音乐结束了 叶凡嘴里轻贺一声 突然左右抱着苏伊雪和轩宇飞 将两人同时高高抛起 随即 叶凡双臂展开 单脚站立 一副金鸡独立的模样 而苏伊雪和轩宇飞两大美女 则是稳稳地落在叶凡左右手掌心 叶凡抓着两人的脚腕 让两人的身体在空中稳如泰山 四双凤展翅 又四摇台仙女 三人就这样形成一副无比和谐的画面 定格在音乐最后一个节拍上 好 跳得好 太棒了 我似乎都被带入到一场梦境之中 太美了 狼才女貌啊 这就是天生的一对 不对 这算是两对吗 还是怎么算 现场所有的宾客 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 纷纷开始咆哮喝彩 手掌都快要被拍红了 灵东站在人群之外 愤怒地将手里的杯子砸在地上 靠 叶凡这个畜生 怎么不去死 麻蛋 今天明明是老子的主场 而叶凡居然活成了主角 经验四座不说 薛宇飞居然还和苏依雪一起陪叶凡共舞 趁着所有的人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叶凡就这样举着两大美女 朝扫了一眼在场所有宾客道 各位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大厦第一家族叶家 第四代唯一独苗大少叶凡 现在我回来了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之前若是欺负过我叶家的 最好主动来认错 否则等我找上门 我会用推吐机将把你们家族推平 霸气 威武 叶凡的一番话 让在场众人不由都是一乐 叶家 哪个叶家 我靠 就是大厦第一家族那个叶家 叶家第四代那个神秘大少 不是说在三年前那场袭击中殒命了 现在如此高调归来 怪不得此子如何有气魄 原来是叶家大少 在场所有人 此刻都记住了叶凡的名字 而此时 站在叶凡手臂上的两大美女 早就快要从心脏里跳出来了 这个坏蛋 搞这么极致浪漫 让人家 怎么受的了 确认过眼神 那是自己心动的人 苏依雪和轩宇飞 几乎同时 朝下面的叶凡看去 随即又同时收回目光 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叶凡将两大美女放下来之后 苏依雪娇柔地 扑到叶凡的怀里 老公 你太棒了 爱死你了 旁边的轩宇飞 也没有松开叶凡的手臂 哼 她曾经 也是我老公 叶凡淡淡一笑 轩小姐 别了 就在上午 你不还气势汹汹地上门 找我退婚吗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 人家后悔了不行吗 女人都是善变的 你不知道吗 轩宇飞有些委屈地嘟着嘴巴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但叶凡没有理会轩宇飞 而是搂着苏依雪 朝自己的座位上走去 轩宇飞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 嘴角浮现一抹脚侠的弧度 哼 死坏蛋 聊了人家就想走 这辈子 我禅定你了 轩宇飞思想的变化 注定了接下来林家的活动 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只是 林华和林东还抱有幻想 以为在大师大妃问题上 轩宇飞不会不考虑林家和宣家的面子 他们还想继续推进林家和宣家的订婚典礼 想要强行将宣家和林家绑在一起 林华和宣政国确认了一下眼神 等大家情绪平静了之后 继续拿着话筒开口道 轩小姐果然是好舞姿 谢谢夜少配合表演 今晚还有属于轩小姐另外一件好事 那就是 我们林家和宣家两大家族共同决定 打算让林东和薛宇飞小姐举行订婚仪式 大家说好不好 啊 众人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下面没有一个宾客回应林华 林华在舞台上尴尬的脚趾 都快扣出三十一厅了 好 几个林家的资深舔狗明白之后 慌忙帮着喝彩 现场才开始热闹了一点 但大多数宾客都抱有迟疑的态度 刚才薛宇飞都拒绝林东跳舞了 林家还想让两人订婚 怕不是脑子有病吗 第十九章 一学姐姐 你不会介意叶凡多一个老婆吧 下面有请林东 薛宇飞小姐上台 林华根本不管是否尴尬 强行推动流程 反正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林东上来了 但薛宇飞却坐在座椅上 并没有动身的意思 宇飞 怎么了 薛宇飞身边 二叔薛正国朝薛宇飞询问道 其实薛宇飞的意思 薛正国当然清楚 但此时的情况 薛正国并不能将态度表现得太过明显 叶家虽然暂时没死 但谁也不能保证 后面叶家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再说 林家背后 可是有神秘力量支持的 薛家现在夹在中间 两边都不好得罪 二说 我不想嫁 薛宇飞一脸正色地 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不想嫁 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 薛正国说话的同时 朝叶凡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今天这局面 你和二叔都没办法破局的 如此话语 薛正国其实将意思说得很明确 他们宣家无法破局 那么现场 敢和林家刚的 那就只有叶凡了 我明白了 谢谢二说 薛宇飞脸上浮现一抹微笑 快步朝叶凡走过去 叶凡刚刚将一块芒果塞到嘴里 看到薛宇飞又走了过来 不由得有些头疼 老婆 我看烟火也没啥意思 要我们回家吧 对于叶凡来说 薛宇飞和林东订不订婚 对叶凡没啥影响 因为过两天之后 北洛师门旗下的那些人马抵达之后 叶凡是打算将林家直接推平的 但薛宇飞此时看叶凡的眼神 都充满了别样的情愫 过来找叶凡 自然是要请叶凡帮忙 叶凡 我不想嫁 你 薛宇飞还没开口 叶凡直接打断了薛宇飞 要我帮忙就算了 再帮我 怕你真的爱上我了 本来以为这样对薛宇飞之后 薛宇飞会知难而退 但没想到薛宇飞丝毫没有回避 爱上你又怎么了 我乐意不行吗 一雪姐姐 你不会介意叶凡多一个老婆吧 说话的同时 薛宇飞将求助的目光看向苏宇雪 苏宇雪自然也看出来了今天的局面 林家想要强行撮合薛宇飞和林东的订婚典礼 可薛宇飞不想嫁 又无可奈何 似乎现在破局的只有自己的老公叶凡 可是看叶凡的表情 并不打算帮薛宇飞 虽然苏宇雪想叶凡帮薛宇飞 但苏宇雪更尊重叶凡的意思 薛小姐 还可以伺候他们坐月子都行 嗨嗨 叶凡在旁边听得内心好一阵卧槽 自己这宝藏老婆也太生猛了吧 拿钱让自己出去泡妞就算了 居然还如此开放 看来自己有福了呀 见薛宇飞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叶凡正在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主席台上已经等不及的林东 看到薛宇飞又朝叶凡那边走过去 有些忍耐不住了 快不冲了过来 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道 叶凡 其他的事情 本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今天是我订婚的重要日子 你敢捣乱 我林家一定和你不死不休 叶凡翻了个白眼 心中暗道 林家参与了当年袭击叶家的行动 你不找我不死不休 我还要找你林家不死不休了 林少说笑了 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 我应该好好和你喝一杯酒庆祝你才对吗 哈哈 最好这酒有味道才行 什么酸辣口味的 火锅味道的 林少 你说是不是 其他人有些听不懂叶凡在说什么 但林东知道 叶凡是在嘲讽他之前 将自己的谈吞了进去 哦 听到叶凡再次将那件事提起 林东感觉一阵恶心 都快要呕吐了 叶凡 你不要太过分 不要以为我林家怕你 之前不怕 现在更不会怕 惹毛了我 直接让你们 林东话说了一半 没有继续往下说 林东很聪明 知道此时和叶凡纠缠 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将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端座的宣政国道 二叔 您看 我都下场来邀请雨飞了 要不您开个口 让雨飞上去 先把仪式走完 林东这是在借室 借林家事来押宣政国 借宣政国的事来押宣雨飞 又想利用现场这么多人来押宣家 让宣家顾尽面子 从而催促宣雨飞上台 但林东哪里知道 之前宣政国的态度 其实就很明朗了 怎么可能被林东引着鼻子走 林少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这个老家伙就不插手了 据说林少也是红与孩子才高手 若是连雨飞都红不好 古人说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将来林家这么大的产业 也不敢交给林少啊 对吧 不就是泡妞 怎么跟家族管理扯上关系了 林东脸色都轻了 宣政国这个老家伙 这是将自己架在火上烤啊 似乎自己若是今天 不能将宣雨飞搞定 自己就是垃圾一样 都是这个叶凡 若叶凡不在场的话 那宣雨飞岂不是早就任由 自己摆布了 想到这里 林东都打算让保镖过来 将叶凡赶出去 但林东还没出手 宣政国又开口了 不过 我倒是有个建议 吵归吵 闹归闹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若是动手动脚的话 好像还是不体面 林东都无语了 这个老东西 这是故意针对自己吧 但林东没注意到 宣政国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是盯着叶凡 叶凡刚本来不打算 管宣雨飞的事情 但看到林东那欠揍的表情 叶凡决定不让他好过 对于叶凡来说 无力值已经基本无敌 一拳将林东砸飞 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但显然 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看到宣政国看自己的眼神 还有说出的话 叶凡抬头一看 头顶那颗巨大吊灯 心中瞬间了有了主意 宣家目前不可以阻止订婚进行 光宣雨飞不答应 无法改变不了结果 但如果 咱就是说 如果林东突然被 头顶掉落的吊灯掉下来 砸晕死了过去 那订婚典礼 还举行个鸡毛 而且 林东是被吊灯砸晕死的 完全不管我的事啊 嗯 就这么办 可林东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他又要倒霉了 见从宣政国那里得不到帮助 重新将目光转到了宣雨飞身上 雨飞 这么多宾客都看着了 若是今天闹出了什么笑话 那损失的 可不光是我林家的面子 宣雨飞一脸期待地看向叶凡 但叶凡此时 却将脑袋高高扬起 似乎在盯着头顶的吊灯发呆 根本没有理会宣雨飞的意思 唉 这个死坏蛋 还是自己伤到了他 早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退婚 宣雨飞失落地看了一眼周围 虽然自己是宣家大小贤 但此时 却没有一个人能帮自己 宣雨飞都准备认命了 打算踏步跟着林东 朝主席台上走去 但他知道 自己一旦踏上这一步 后半辈子的人生就决定了 他内心是抗拒的 但又能怎么办 叶凡 此时只要你开口说一句话 我薛雨飞就一定会对你死心塌地 可叶凡还是盯着头顶的吊灯 什么都不做 这是几个意思 吊灯由我好看吗 第二十章 你与曹贼合一 薛雨飞突然没来由的 有些气愤 这个叶凡 怎么这么没良心 好歹自己也是他之前 有婚约的未婚妻啊 眼间自己有困难了 居然这么无动于衷 既然你不主动 那本小姐就主动好了 薛雨飞眼神里 突然闪过一抹决然 林家不是要面子吗 那么本小姐就偏偏不给 你们不是要订婚吗 若是本小姐上前抱着叶凡 狠狠亲一口 你们林家还好意思 继续订婚典礼 若这样还好意思 那晚上自己就脱光了 爬到叶凡床上去 这一顶绿帽子 都送到了家 还是顺风包邮 林家若是这样都能接受 那薛雨飞就真认命了 薛雨飞刚刚踏出一步 一直没动的叶凡 突然开口了 小心 下一刻 叶凡突然闪身出来 一边搂着苏伊雪 另外一边搂着薛雨飞 飞速朝侧面 闪身了两米的距离 林东看着薛雨飞表情的变化 以为薛雨飞已经妥协了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叶凡又将薛雨飞抱走了 叶凡 你他妈有病啊 明明是老子内定的老婆了 你怎么老是喜欢抱别人的老婆 你与曹贼合议 林东嘴里还在呵斥 突然脑袋 似乎遭到了火车头撞击一样 砰 一阵沉闷而又清脆的响声 林东头顶上 一颗直径快两米的巨大吊灯 不偏不倚 狠狠砸在了林东脑袋上 林东脑袋直接砸开了花 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一脸 林东身体晃动了几下 似乎才反应过来 嗯 我头好晕 我看到了好多小星星 林东嘴里嘀咕了一句 下一刻 身体摇晃了一下 直接朝地上倒了下去 静 现场一片安静 几乎一根针掉在地上 大家都能听到 这要巧合吗 林东快要带着薛宇飞上台的时候 突然被头顶的吊灯砸晕死了过去 所有宾客不由自主地抬头 朝头顶看了一眼 一些眼见的宾客 瞬间发现了不对劲 吊灯的位置垂直下来 距离林东至少还有一米的位置 按照正常情况下 吊灯就算掉下来 也砸不到林东啊 再说 这是林家大厅 所有的东西 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又一遍 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问题 吊灯的螺丝松动 这不可能的事啊 还有 叶凡是如何能够预判吊灯会掉下来 还能在关键时候 将薛宇飞和苏伊雪就走的 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现在 那些精密的宾客 再次看叶凡眼神 则是充满了惊恶 他们敢肯定 这件事 肯定是叶凡搞鬼 但证据了 证据在哪里 而且 从大家所看到的情况来看 宣家还应该好好感谢叶凡 因为如果不是叶凡 那么被砸晕过去的 就不光只是林东一人了 可以想象 如果薛宇飞那样漂亮的美女 若是被吊灯砸一下 那说不定都要毁容 这些宾客能看明白的是 林华和林家高层 自然能看明白 肯定是叶凡那个王八蛋搞鬼 但同样的问题 他们找不到证据 宣政国欣慰地看了叶凡一眼 站起来朝林华道 林家主 林东现在已经昏迷了 我看订婚典礼就取消了吧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救人啊 宣政国对林华招呼了一声 还不忘指挥林家的那些保镖行动 宣政国微笑地 从人群中朝叶凡和宣宇飞走过来 宇飞 今天宴会也基本结束了 我们回家吧 啊 好 宣宇飞都忘记了 叶凡还搂着自己 不知道为何 刚才自己被叶凡那样搂着 宣宇飞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 本来 这个怀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而现在 自己却亲手将她推走了 刚才大厅里发生的一切 宣宇飞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 自己都准备行动了 吊灯恰好吊了下来 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宣宇飞也是冰雪聪明的女孩 稍微一思考 宣宇飞就知道 还是叶凡出手帮了自己 只是帮自己的手法更高明罢了 叶凡 谢谢你 宣宇飞温柔地对叶凡道谢 有些恋恋不舍地 从叶凡的怀里离开 然后对着叶凡撬了一下鼻子 叶凡 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不会放弃的 我要将你再追回来 呃 这小妞 如此狂野的吗 自己正牌老婆还在旁边 就这么公然说 要抢别人的老公 但宣宇飞马上补充了一句 医学姐姐 你放心 我不会将她抢走 还会留一半的 嗨嗨 要不 你们干脆拿刀 将我劈成两半的了 你一半 我一半 林家的那些保镖快速上前 将晕死过去的灵冬抬走 现场的订婚典礼 连正主都晕死了过去 自然就取消了 至于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只要不是傻逼 大家都看出来了 后面林家没有机会了 今天叶凡虽然什么都没做 但却是绝对的赢家 薛宇飞高兴了 叶凡心情也不错 但林家的家主林华 此时却郁闷地要抓狂 不过是叶家的一个矛头小孩 居然将林家耍得团团转 看到叶凡还没离开 林华迟疑了一下 决定过去会议会叶凡 如果有必要 林华都决定将除掉叶凡 作为林家最高优先级的目标 叶凡 你从小流落在外 你爸妈也死走 有妈生没妈交 今天你在林家会场上做的事情 我很不高兴 如此嚣张 小心短命啊 林华开口说话就无比狠毒 林华是要故意激怒叶凡动手 只要叶凡动手 林华便有对叶凡动手的理由 林华很有自信 自己的实力 就算不能让叶凡当场毙命 至少也可以将她废了 啪 叶凡没有任何迟疑 挥手猛然一巴掌抽在林华脸上 你嘴巴怎么这么丑 刚才在厕所吃粪了 还是啃了我 七天没洗抽袜子 林华被抽得双眼冒惊心 整个人完全是猛逼的 叶凡居然打了自己耳光 本来林华就是抱着去试探 叶凡的心思而去的 结果自己被叶凡打了 还一点感觉都没有 根本没看清楚 叶凡是如何行动的 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 都练到狗身上去了吗 叶凡一巴掌 将林华抽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也将让在场所有兵客都惊呆了 霸气 威武 这年轻人果然年轻气盛 不气盛 还叫年轻人吗 叶凡看到林华的老婆 抱着一条泰迪走了过来 手上一道气静弹尸而出 恰好击打在泰迪的穴位上 混账 叶凡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居然打老人 你爹妈没教过 你要尊重长辈吗 你以为你叶家 还是三年前的叶家吗 哼 老夫警告你 你最好安分点 否则小心马上去见你爸妈 这威胁的意思 已经明显不过了 但也让叶凡肯定了一点 三年袭击叶家的人中 一定有林家 亡亡 众人都看向叶凡 等待着叶凡反应的时候 林华老婆怀里的泰迪 突然发疯一般狂叫起来 然后一个剑步 从主人怀里弹跳而出 朝着林华扑过去 然后对准林华的嘴唇 狠狠咬下 卧槽 看吧 我就说你这嘴 果然是吃饭了的 你看 你家狗都闻到了味道 第21章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叶凡故意夸张的叫声 再次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些已经走到门口的宾客 都被叶凡的话语吸引的 朝这边看来 看到林华自己养的狗 居然扑上去咬林华的嘴 都感到非常好奇和惊讶 宠物攻击自己的主人 这情况本来就不多 而且还是专门盯着林华的嘴去咬 难道和叶凡说的一样 林华真的吃饰了 这不太可能吧 畜生 找死 林华也回功夫 被太敌咬了一口 气急败坏 直接一把将太敌抓住 当场捏爆 狠狠砸在地上 但虽然林华反应快 可嘴唇 还是被太敌咬破了一寸多上的一条口子 肉也被撕掉了一块 看起来像兔唇一样 这点伤 对林华来说 的确不算什么 但关键是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被狗咬了一口 一想到 叶凡说狗是吃香的 林华自己似乎都觉得 嘴里有内味了 你妈 该死的混账 林华朝叶凡看去的时候 叶凡正一脸惋惜地看着地上 被砸死的太敌道 哎 林家主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啊 你就这么杀了他 你良心不会不安吗 林华还没开口 林华的老婆 在一旁来了一个神助攻 啊 我的儿子 你怎么就被摔死了 林华 你这个狗东西 你就这么对我儿子的 你也是他爸爸啊 不吃 如此滑稽的一幕 让在场有些宾客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谅我真的不厚道地笑了 有些主人对宠物的确非常宠爱 私地下称呼狗儿子 猫闺女 都没啥问题 但此时 在这样的场合下 林华的老婆称呼狗儿子 还说林华是他爸爸 似乎太应景了呀 众人脑海里 不由开始想起 刚才叶凡说的那句话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特别是林华的脑海里 都开始循环这句话了 该死的叶凡 今天老子不教训你一番 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林华全身杀气波动 一步步朝叶凡靠过去 便打算对叶凡动手 但突然 宣正国突然挡在前面 老林 算了 算了 都是小孩子 你说你 好歹也是林家的家主 和一个小辈计较 传出去不好听 宣正国说话的同时 伸手拉着林华的手臂 同时 宣正国手上 也有气静波动 看起来宣正国是在劝架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宣正国这是在拉偏架 是在护着叶凡 当然 现在叶凡的实力 根本不用宣正国护着 只要林华敢对叶凡动手 叶凡保证 会将林华 打得降都出来 叶凡 你给我等着 宣正国都出面了 而且 现场还有这么多人 林华自然不好直接动手 现在叶家还没倒 若是自己当着这么多人 真的将叶凡怎么样的话 叶家那两个老东西 怕真的会拖着刀 将自己砍死 宴会自然是无法继续了 叶凡和苏依雪 从林家宅院里出来 叶凡冷冷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林家大院 麻蛋 一定要找一百台推土机了 将这凡人院子给推了 叶凡 谢谢你 薛宇飞和叶凡分别的时候 再次深深看着叶凡 叶凡 我说过 我不会放弃的 从明天开始 我会尽力 将你追回来 叶凡摸了摸鼻子 宣小姐 我知道我很帅 但俗话都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你这是何苦了 叶凡 看向旁边的宣正国 关键是 作为宣家的家主 宣正国今天的态度 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宣家并不是一定要站队林家 既然如此 那有何必要闹一出退婚 薛宇飞离开 叶凡开车带着苏依雪 也离开林家宅院 但去的却不是君兰天下的住处 老公 我们这是去哪里 叶凡今天给苏依雪的震撼太多了 叶凡居然是大厦第一家族叶家的大少 而且还和宣家有婚约 关键是 叶凡如此嚣张地对林家动手 那林家若是报复起来怎么办 去叶家 我们都结婚三年了 丑媳妇总的建公婆吧 也是时候带你去见见我爷爷 和太爷了 叶凡一边开车 一边回应着苏依雪 翠 人家哪里丑了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 我都没准备什么礼物 都这么晚了 要不改天吧 苏依雪有些娇羞 但也有几分欣喜 毕竟 一个男人愿意带女孩子 去见自己的家人 那说明 他已经将你当做了 他最重要的人 礼物我已经准备了 就放在后备箱里 等会随便提上去就行 哦 听到叶凡将这些都安排好了 苏依雪稍微安定了一点 啊 林家大院 等众人都离开之后 林华跟疯了一样 在院子里疯狂咆哮 手上的五道气劲 没有任何保留 疯狂砸在院子里的阁楼 还有各种摆件上 将本来很雅致的院落 砸得稀巴烂 叶凡 你个小杂种 老子跟你没完 今天林家的脸 可是丢大发了 本来说话的薛宇飞 和林东共舞 到头来 却成了叶凡的秀场 最后的订婚典礼 也成了笑话 那个吊灯 居然诡异地掉落了下来 来人 吊灯掉下来的原因调查 清楚了没完 究竟是谁动了手脚 林华狂躁对着周围 远远站着的保镖呵斥道 家 家主 我们刚才仔细检查了 吊灯断裂的情况 断裂的地方 似乎是被什么 锋利的工具切割了 然后才掉下来的 听着手下的汇报 林华眉头皱成了麻花 被锋利的工具 切割断裂 林华敢肯定 这绝对不是偶然 但若是 叶凡动的手脚 那就说明 叶凡的实力 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境界 以气化镜 想要利用气镜当作工具 来切割东西的话 那至少到了宗师级别才行吧 想到今晚去血洗叶家的 那个宗师高手 都被干掉了 林华突然有一个 大胆的猜想 天葵那倒霉的混蛋 该不会是被叶凡杀掉的吧 但黑石那边传来的消息 非常确定 天葵是被一个 叫叶军天的人杀掉的 叶军天和叶凡 又是什么关系 林华还在思考 脑袋包成粽子的林东 在几个保镖的搀扶下 突然出现在大院里 二叔 啊 悟 你要给我报仇啊 都是叶凡搞的鬼 林东本来打算 林华还对林华一阵哭诉的 但看到二叔裂开的嘴巴 瞬间也愣住了 二叔 您的嘴 这是 之前 林华被狗咬的时候 林东已经昏迷了过去 所以并没有看到 都是叶凡那个杂种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 让泰迪咬了我一口 想到自己被叶凡当众 扇了一耳光 林东心里就更窝火 好歹林华也是 舞蹈掌控层级的实力 居然根本察觉不到 叶凡动手的动作 凭林家本身的实力 怕对付不了叶凡了 啊 这时候回来 对我们林家影响太大了 若是让坏了我们后面的计划 那后骨就更严重啊 林东气的身体都在颤抖 狠狠地用脚跺着地面 叶凡不死 我死不瞑目 林华点点头 看来只有请血一门动手了 我这就联系他们 三天之内 叶凡必须死 第二十二章 150斤体重 149斤都是凡骨 叶家大院 此时 虽然已经深夜了 但却灯火辉煌 从院楼外面开始 就布满了保镖护卫 刚停车下来的叶凡 看到眼前的景象 不由一愣 但随即马上明白了 毕竟 白天的时候 爷爷就说过 一个宗师级的高手 要来血洗叶家 都散了吧 叶凡带着苏伊雪朝大门走来的时候 对着门口的钟伯和保镖道 少爷 您怎么又回来了 老爷说了 这可不能散啊 那个宗师高手 今晚要来血洗叶家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御 钟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一脸警惕地打量着叶凡身后的情况 今天 叶家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力量 都已经调动了 你们还不知道吗 那个宗师高手 据说在云城黑市 被人杀了 叶凡淡定地开口道 因为是叶凡自己亲手 干掉天魁的 这消息自然错不了 被杀了 钟伯还在疑惑 几个保镖突然冲了过来 对着钟伯一番汇报 钟伯立马兴奋起来 那个宗师高手 真的被杀了 这要巧吗 他好了 他好了 叶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大厅里 叶家老爷子叶长风感叹道 如果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 那个叶军天啊 不行 明天我一定要找个机会 去黑市一趟 要好好感谢一番 能击杀宗师级高手 那实力至少在宗师之上 说不定都已经达到了 五尊级别 在俗世界里 能达到五尊级别的实力 已经是非常恐怖的存在了 爷爷 这个还是算了吧 人家说不定有自己的事 哪能总在黑市出现 叶凡有些心虚地劝阻着爷爷 若是爷爷真的去黑市 找那个叶军天的话 自己岂不是还要过去客串一把 若是爷爷一时高兴 还要拉着自己拜把子 称兄道弟 自己该怎么办 给自己亲爷爷喊大哥 这是闹的 那怎么行 他帮了我们 叶家这么大一个忙 我们叶家若不由所表示 就太说不过去了 叶长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那位叶先生 看到爷爷如此坚持 叶凡也很无奈 看来只能客串一把才行了 不过 爷爷的话 也给叶凡提供了一个思路 现在叶家对林家 还没有直接动手理由 但那个叶军天可以啊 麻蛋 叶凡看到林华那些人的嘴脸 心里就来气 等韩卓那边调查的信息就结果了 叶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将林家给推平了 叶家再次受到宗师级高手袭击 云城所有的豪门都避之不及 但唯独有一家却没有逃避 那便是云城王家 王家老爷子也就是王富贵的爷爷 更是亲自带人坐镇叶家 老王 你看现在没什么事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叶长风起身招呼着王家老爷子 送他离开 王家老爷子上下打量着叶凡 欣慰地点点头道 老爷 你看你这孙子 天庭饱满 满脸红光 一看就人中龙凤 将来成就肯定在你之上 我得让我家那小子 多跟你孙子混 叶长风美好气地看了叶凡一眼 跟着我这龟孙混 天天会所嫩魔 像什么样子 送走王老爷子 叶长风这才将目光 转向叶凡身边的苏伊雪道 这位就是我孙媳妇一雪姑娘吧 叶长风上下打量着苏伊雪 苏伊雪一身长裙 看起来端庄秀丽 气质出众 的确是极品美女 唉 多好的姑娘啊 一颗好白菜 被猪拱了 叶老爷子前面的话还算正常 突然的一句话 让苏伊雪都愣住了 啊 爷爷 有这样说你自己孙子的吗 夸人家姑娘 就夸人家姑娘 干嘛说自己孙子是一头猪 爷爷 我是猪 那您是猪什么 猪爷爷 哈哈 叶凡突然哈哈一阵大笑 让叶长风一阵哑然 好你个小子 看我不打你 苏伊雪看着爷俩大闹的样子 有些哭笑不得 这大厦低豪门家族里的相处方式 和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爷孙俩正在打闹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 快步从后院里走了出来 爷爷 听说那个宗师高手 突然被人杀了 这是太好了 那青年嘴里虽然说着好 但眼神中却有一抹不易察觉的阴沉 特别是看到叶长风和叶凡之前 如此温情的互动 眼神中的阴狠就更加明显 见青年出来 叶长风也懒得追叶凡了 对叶凡和苏伊雪介绍一下 叶凡 伊雪 这位是你们大哥名叫叶修 三岁的时候就被我收养了 现在帮忙管理灵氏集团的一些事物 话语顿了顿 叶长风继续道 叶凡 你要尽快努力啊 将来叶家还指望你接管 若是你还这么颓废 叶家就只能交给叶修了 听到叶长风的话 叶修眼神中凶光一闪而过 爷爷千万别这样说 我只是帮小凡打理叶家罢了 整个叶家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小凡的 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会想那么多的 你能这么想最好 不过你放心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叶长风一脸欣慰地看着叶修 甚是满意 但叶修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内心里 却对叶长风怨恨到了极点 老不死的 心里果然还是只有叶凡 都到这个时候了 叶凡明明表现得那么垃圾 窝囊 居然还想着将叶家交给叶凡 那自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 为叶凡卖命 图什么 大哥好 叶凡听到爷爷的介绍 叶凡微笑着上前 伸手和叶修握在了一起 大哥这么多年为叶家操劳 但丑话说在前面 大哥若是真的为叶家好 我自然感激 可如果大哥吃里扒外 做了什么有损叶家的事情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三年 叶凡虽然入赘苏家 但却没有停止 被当年袭击事件的调查 特别是 关于叶家被袭击的事件 毕竟叶家背后有八十万天龙军 想要翘无声息地袭击叶家 必定要内应才能做到 当时 叶凡还一直疑惑 究竟是谁 能如此精准地获取叶家内部的情报 当这个内应 但看到叶修的时候 叶凡心中瞬间明白了 若是自己的直觉没有错 那叶修必定就是那个内奸 这家伙虽然装扮的人母狗样的 但150斤体重 149斤 都是反骨 说话的同时 叶凡全身杀气没有保留 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 叶修瞬间感觉掉入到冰窖一样 浑身都打了一个冷战 眼神中则充满了疑惑 不对啊 自己下午得到的情报 叶凡不是一个天天泡会锁的垃圾吗 怎么有这么强悍的实力 嗨嗨 当年若不是爷爷收留 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怎么可能做对不起叶家的事情 叶修善善地陪笑着 但其实内心慌得一批 难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被叶凡发现了 不可能啊 第23章 老婆的亲妹妹 不会就最好 你继续帮忙管理叶家 也方便我好继续泡妞 叶凡收起自己全身的杀气 一脸邪魅地对叶修道 大哥 我听说云成新开了一家霸王会所 那里的妹子都很嫩哦 要不我明天请你去开开婚 啊 这样不合适 还是算了吧 说话的同时 叶修转头朝苏依雪看去 真不知道叶凡是怎么想的 自己老婆都还在旁边啊 公然这样说去泡妞 真的好吗 关键是 苏依雪真的和外界所说的一样 对叶凡的行为似乎丝毫不管 叶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跟弟弟客气什么 明天中午12点 咱们不见不散 叶凡看似不经意地开口 但眼神中却闪过一抹邪魅 叶凡是故意的 现在叶家嫡系大少高调归来 这就代表着叶家还没抖 还有希望 三年前那一场袭击 没弄死叶家大少 现在叶凡回来 肯定很多人是不希望叶凡活着的 叶凡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行踪 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叶修 如果叶修是他们的人 和他们一起 内应的话 那一定会通知他们 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 叶凡看着叶修一副老实的样子 叶凡心中冷笑 这家伙装得还很像 但叶凡心里也在琢磨 若是将这个叶修给弄死了 也需要尽快找一批人来代替叶修 管理整个叶家集团 毕竟 爷爷和太爷年纪都大了 叶凡自己 肯定是没什么心思 去管理家族企业的 众人一起闲聊 正在考虑要不要了一点叶修的时候 苏一雪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什么 我们的货源突然被断掉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来一趟公司 苏一雪挂断电话 满脸焦急地对叶长风和叶凡等人道 爷爷 老公 公司那边有点事 我需要过去处理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要先走一步了 叶凡关切地道 需要我去帮忙吗 苏一雪摇摇头 不用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你都陪陪爷爷吧 叶凡的确还有一些事情 要跟谢谢聊 之前都没有机会 趁着现在刚好可以仔细聊聊 那好吧 路上注意安全 苏一雪离开 叶修也识去地告辞离开 当房间里只剩下叶长风和叶凡的时候 叶凡难得正经起来 爷爷 当年叶家那晚遭到袭击 具体的情况 您知道多少 叶长风摇摇头 当时那场袭击发生得太突然了 你二叔 三叔都战死了 你父母失踪 北洛士门同样遭受袭击 传言你已经殉命 当时的情况是 叶家所有男丁 除了我和你太爷两人 全部死绝 过后 一场大雨 所有的蛛丝马迹全部消失 这些年 我一直在调查 但却基本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叶长风提到当年的事情 就一阵唏嘘 有些语重心长地看着叶凡道 我叶家人丁凋落 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来啊 爷爷不说你了 泡妞就泡妞吧 多多给叶家生载 也是可以的 听着爷爷的话 叶凡一阵无语 什么情况 听爷爷这意思 是不对自己抱什么希望了 所以让自己当种马 多生产后代 把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 爷爷很想告诉爷爷 其实现在自己无敌了 但叶凡知道 现在自己隐藏实力 才是最好的选择 若是自己表现得太强悍了 那之前对付叶家的那些仇人 怕都不敢再次毛毛头了 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 林家肯定有份 而且我怀疑 龙主应该或多或少的 也参与了当年的计划 西南边境八十万天龙军 都被打上了叶家军的标签 这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啊 如果你实力能恢复 叶自棋不倒 谁敢藐视我叶家 听着爷爷的一番分析 叶凡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放心 在我叶凡手里 叶家不会倒 和爷爷告辞 叶凡刚出门 就见到叶家旁边的马路上 清一色停了几十辆黑色的奥迪 一个穿着衬衫的中年男子 见到叶凡 立马恭敬跪下道 属下李虎 拜见教官 教官你还活着 简直太好了 原谅属下这才知道消息 叶凡看了一眼眼前的李虎 不怪你 之前是我故意隐藏身份 这些年混得不错呀 李虎 云城地下四大教父之一 八年前白手起家 逐渐形成了一股自己的力量和产业 在云城地面上 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实际上 李虎当时在境外雇佣兵战队的时候 当时就是叶凡担任教官训练的他们 所以 知道叶凡回云城的消息之后 李虎第一时间上门前来拜访 教官过奖了 属下所有的一切 都是教官赐予的 教官若是有任何需求 属下随时待命 李虎今天来 就是来表明自己忠心的 其他人不知道 但李虎却清楚 教官的实力有多恐怖 大家都说 三年前 教官在那场袭击中殒命 功力尽失 但李虎却深信 教官肯定不会就那么殒落 行吧 有需要我会找你 让兄弟们都撤了吧 叶凡淡挥挥挥手 倒没有拒绝李虎的好意 虽然叶凡手下有韩卓 以及北洛师门的力量 但有些事情 北洛师门这边 也不一定能面面俱到 李虎从中做一些补充 未尝不是好事 在叶家一耽搁 叶凡回到军兰天下别墅 都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刚进别墅大门 叶凡就听到卫生间里 哗啦啦的流水声 苏伊雪这么快就回来 开始洗白白了 嘿嘿 叶凡现在 实力已经突破了 玉龙爵第九层 终于可以碰女人了 都已经跟苏伊雪约好了 今晚要人和一下 这个小妙 果然还是懂事 老婆 我来了 叶凡快步朝卫生间房门走去 一边走 一边脱自己的衣服 和自己老婆一起喜鸳鸯欲 晚一点情调怎么了 进入洗澡间 叶凡就看到一个曼妙的身姿 在洗澡间里翘然而立 水雾之间 那美妙的洞体 虽然之前已经欣赏过了 但此情此景 又是一番滋味 叶凡一脸柔情的上前 伸手将老婆楼在怀里 朝着苏伊雪的唇上吻去 阴明 苏伊雪在叶凡怀里 发出一阵阴明 身体一僵 但却任由叶凡的大手 在身上妈撒 只是 叶凡动手动嘴的时候 有几分疑惑 怎么手感和昨天晚上的 有些不一样 似乎更加青涩 更加嫩了 卫生间里开始干柴烈火 叶凡在考虑 是否有进一步的时候 别墅外突然响起 一阵轿车发动机的声音 同时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老公 我回来了 嗯 听到这声音 叶凡全身汗毛 瞬间炸了起来 老婆苏伊雪这才回来 那自己怀里 现在热火朝天的是谁 叶凡连忙将怀里的人推开 而怀里的家人 对着叶凡狡黠一笑 嘿嘿 姐夫 现在我也是你的人咯 哥哥 苏清柔 苏伊雪一母同胞的妹妹 两姐妹虽然相差三四岁 但却长得几乎一个 母子刻出来一样 自己刚才把小姨子亲了 你妈 关键是 苏清柔一点也没反抗 第24章 来吧 叫爸爸 你 叶凡虽然平时放浪不羁 但此刻却有些发懵 自己这小姨子 是几个意思 这是我和姐夫的秘密哦 苏清柔对着叶凡邪眉一笑 裹上玉袍 快速离开卫生间 朝二楼卧室走去 此时 叶凡突然听到 外面似乎传了争吵声 连忙将衣服穿好出门 门外 居然又是云飞扬拦着苏伊雪 伊雪 你公司现在突然被断货 我感到很抱歉 但你也知道 那是商业行为 我也不能帮一个外人和家族作对啊 要不这样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马上打电话 让家族那边恢复供货 为了得到苏伊雪 云飞扬也是用尽了心思 知道苏家主营珠宝 需要大量的翡翠原始货源 而最主要的货源 就是来自云家 所以 云飞扬直接动用家族力量 终止了对苏氏集团供货 就是想以此为要挟 让苏伊雪答应 做云飞扬的女人 云飞扬 你无耻 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 为了让我就范 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苏伊雪气愤的 在地上只跺脚 但却又有些无可奈何 大夏大部分的翡翠原始来源 都来自于缅国 而云家恰好就是缅国最大供应商 松帕将军在大夏的总代理 苏家只要还想做珠宝生意 就绕不过云家 无耻吗 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 但没关系 这样的手段好用就行 知道能达到目的 我管不了什么无耻与否 云飞扬淡淡一笑 伊雪 你只有一天的考虑时间 一天之后 如果你还不答应的话 云家不光是会断货 而且还会在天南省 封杀苏氏集团 你考虑一下 你们是否抗得住 云飞扬一副吃定了苏伊雪的样子 相反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云家一定全力支持苏氏集团 成为天南省 乃至整个西南的珠宝霸主 怎么样 该怎么选 一选 你应该很清楚吧 不要跟着叶凡那个垃圾了 他除了泡妞之外 什么都不会 你是何苦了 说话的同时 云飞扬伸手过来 便想要趁机搂苏伊雪的腰身 但手刚刚伸出去 便被一把铁钳抓住 看来白天的警告没用吗 来的人自然是叶凡 伸手将云飞扬的手臂抓住之后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手上气静一阵波动 直接将云飞扬的手腕折断 咔嚓 一阵脆响之后 云飞扬手臂上 顿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啊 卧槽 我的手 下午的时候 云飞扬被叶凡扇了一巴掌 更是差点不王富贵打的爹妈 都不认识 而现在 叶凡居然直接动手 将自己一只手给打断了 他怎么敢 叶凡 你他妈疯了 敢对本少动手 你 敢惹我云家吗 云飞扬伸着手 一边后退 一边对叶凡呵斥道 来人 给我往死里揍 叶凡淡淡一笑 云家 老子大厦第一家族 叶家唯一的嫡系大哨 你一个垃圾云家 在我眼里算狗屁 来 有种你们动我一根汗毛试试 看着云飞扬 身后几个冲出来的保镖 叶凡冷冷一笑 真以为大厦第一家族叶家 是说着玩的吗 叶家现在虽然没落 但叶家老爷子 还有太爷在大厦的影响力 却依旧在 加上现在叶凡高调归来 家族看到了新的希望 很多观望的人 对叶家的态度 必然会再次发生改变 因为对于大家族来说 本身的实力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是注重对后代的培养 一个家族若是没有后代继续发展 那这个家族不管多么兴盛 总归要落寞的 这也是这三年 叶家遭受袭击之后 很多家族疏远叶家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得到的消息 叶凡已经殒命 这 云飞扬的那些保镖 瞬间全部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纷纷朝云飞扬看去 而云飞扬也想起来了 邻家宴会上 叶凡已经宣布 他叶家大少的身份 现在叶家还没倒台的情况下 云飞扬还真不敢对叶凡怎么样 叶凡 你就只会动拳头吗 我们和苏家的事情是商业行为 你就算将我打死 也改变不了现在的情况 哼 你以为叶家 还是之前的叶家吗 云飞扬虽然心中不爽 但也没有继续让手下保镖动手 叶凡 你太贪心了 明明已经有了薛宇飞 为什么还要和我抢苏伊雪 叶凡还没开口 苏伊雪却先开口了 你管得着吗 那我老公有人格魅力 人家萱小姐 自己愿意跟着我老公 关你什么事 苏伊雪对叶凡的宠 叶凡看着苏伊雪 想到自己刚才卫生间里 对苏青柔做的事情 心中有些善善 看到云飞扬的样子 叶凡冷冷一笑 不是商业行为吗 行 那就用商业行为解决好了 你云家之所以嚣张 不就是因为松帕将军 将代理权给了你云家吗 我一个电话 你云家马上就失去了代理权 叶凡说话的同时 掏出手机便准备打电话 听到叶凡的话 云飞扬都不由哈哈笑了起来 一个电话 哈哈 叶凡 你太狂妄了 叶家现在自己都要死了 你还一个电话 能调动松帕将军 人家会鸟你吗 来 打电话 马上打给我听 如果你能让松帕将军 马上拿掉云家的代理权 我喊你爸爸 云家和松帕将军合作多年了 而且 云家老爷子和松帕将军 关系非常好 双方的利益分配 云家 为了能持续拿到总代理的权限 都让利了很多 在大下 估计没有任何一家 能有这么大的利益 让给松帕将军了 云飞扬百分百相信 松帕将军绝对不会因为一个 快陨落的家族 而和云家撕破脸皮 另外一边 叶凡已经拨通了松帕将军的电话 帝君 能终于现身了 知道您没事 简直太好了 您不知道 得知您出事之后 我眼泪都流了一大桶 电话接通 松帕将军就在电话里 隆重表示了 自己对叶凡的思念 行了 打电话是通知你一个事 我老婆是云城苏氏珠宝的总裁 现在想拿你在大下的总代理权 有问题吗 哦 对了 云家有个傻逼 还想用代理权的事情来要挟我 想抢我老婆 你看着办吧 啊 云家敢抢帝君老婆 我知道 我马上中断和他们所有的合作 明天一走 不今晚 我就坐飞机来云城 明天早上 肯定准时将合同 送到苏小姐的桌子上 松帕在电话里 一脸恭敬 当年 松帕差点被人害死 关键时候 可是叶凡出面救了他 还教了他功夫 辅助他在缅国崛起 没有叶凡 就没有现在的松帕将军 叶凡有任何需求 松帕将军怎么会拒绝 叶凡电话挂断不到一分钟 云飞扬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父亲云伯天打来的 松帕将军突然宣布 和我们云家中断一切合作 说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啊 云飞扬瞬间猛逼了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凡 叶家不是没落了吗 怎么还能遥控缅国的松帕将军 真的和云家中断了合作 叶凡嘴角一翘 邪魅地看着云飞扬道 来吧 叫爸爸 第二十五章 姐 姐夫明天借我用一下 你 云飞扬一脸惊愕 看着眼前的叶凡 联想到叶凡在 邻家宴会上做的事情 叶凡连林东都敢收拾 最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还将邻家家主林华给打了 如此嚣张 难道叶凡真的有什么手段和底牌 但根据自己的调查 叶凡这三年 不就是一直在云城会所里泡妞吗 之前叶凡的确是 北洛师门的天才妖孽弟子 但当年北洛师门遭受袭击的时候 叶凡修炼的根骨 据说被破坏了 而且 肾脏也被挖去了一个 怎么现在叶凡完全跟没事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 苏医学体质特殊 老子是一定要得到的 叶凡 你给的等着 你嘚瑟不了两天了 哼 云飞扬对叶凡冷哼一声 连滚带爬地离开君兰天下别墅大院 叶凡看着云飞扬狼狈 逃窜的云飞扬 冷冷地开口道 云飞扬 事不过三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了 若是下次你胆胆还骚扰我老婆 老子一定会用推土机 将你云飞扬 说到做到 叶凡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老子都已经宣布 苏医学是我老婆了 总还有这么一些垃圾过来捣乱 若是不杀鸡警猴 没完没了了 老公 刚才联系的 这是松帕将军吗 他打算将 缅国翡翠原始代理权 给我们苏氏集团 苏医学有些不敢相信地 朝叶凡询问道 短短一天的时间 苏医学发现自己老公 似乎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已经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大厦第一家族的嫡系大少爷 苏医学从来没想过 自己那个喜欢泡妞的老公 居然有这么强悍的背景 苏氏集团 不过是云成一个三流家族 和叶家相比 完全是自己高攀了 当然 老婆 从明天开始 缅国在大厦的翡翠原始代理权 将是苏氏集团的 叶凡搂着苏医学 朝别墅里走去 苏医学在旁边 看着叶凡的侧脸 心中暗暗决定 今晚 自己一定要全力将老公伺候好 姐 姐夫 你们回来了 两人一进入房间 苏清柔穿着一身清凉的睡衣 微笑着弯腰迎接着两人 弯腰的那一瞬间 苏清柔面前的沟壑 顿时在叶凡面前一览无余 联想到刚才在浴室里的亲密接触 叶凡不由有些发愣 清柔 你怎么来了 苏医学看到苏清柔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有些诧异 今天学校放假了吗 苏清柔才刚满18岁 现在还在上大学 今天周四 按理说 苏清柔应该是在学校 我这不是想姐姐和姐夫了吗 苏清柔说话的时候 特意将姐夫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其实 从叶凡进入苏家开始 苏清柔这个小姨子 对叶凡就格外上心 那个时候 苏清柔还在高中 就经常缠着叶凡 让叶凡陪他逛街 陪他旅游 出去吃饭啥的 叶凡现在陡然想到 这个小姨子 今天肯定是故意的 是谋划了很久的 哎 大一是荆州啊 明天学校恰好有活动 上午没课 所以就过来了 苏清柔挽着苏一雪的手臂道 姐姐 说好了 今晚我要跟你一起睡 不准赶我 啊 苏清柔的这一番话 让叶凡和苏一雪 两人都愣住了 两人可是计划着 今天晚上要人和的 苏清柔突然要跟苏一雪睡 那活动还怎么继续 啊 清柔 都这么大的人 还跟你姐姐一起睡算什么事 听话 大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睡的 你姐是我老婆 晚上你和她睡 我睡哪里 叶凡义正言辞的 想要申诉自己的权利 但苏清柔只是一吐舌头道 哥哥 姐夫若是怕 可以来大家一起啊 翠 清柔 你胡说什么了 那是你姐夫 怎么能 苏一雪连忙伸手 在苏清柔脑袋上敲打了两下 但却不知道 其实刚才两人之间 已经发生了某些不可言说的事情 苏一雪有些欠然地看着叶凡 等会我给你姐夫 重新在楼下铺床 苏清柔自然也只是说说 几人洗漱完毕 在沙发上吃着水果的时候 苏清柔挽着苏一雪的手臂道 姐姐 其实我今天回来 是下午借用一下姐夫的 不借 不等苏一雪开口 叶凡直接开口拒绝 这小妮子 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这家伙 将自己借出去一个小时 若是那样 自己到底该如何是好 禽兽 还是禽兽不如 借你姐夫 你想借她去干什么 苏一雪有些好奇地 朝苏清柔询问道 明天下午的时候 学校有一场舞会 老师要求我也要参加 但需要一名舞伴 我想请姐夫陪我一起去 苏清柔一脸迷离地看着叶凡 那眼睛里 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嗯 让你姐夫去陪你跳舞 这个你姐夫倒是擅长 苏一雪不由想到了几个小时前 在临家的时候 自己和轩宇飞 同时跟叶凡共舞的情景 那可是经验四座啊 老公 明天你若是没事 要不陪清柔去一趟 苏一雪开口朝叶凡道 其实内心也有小九九 昨天叶凡都可以和轩宇飞跳舞 自己的亲妹妹为什么不可以 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算叶凡占了一点什么便宜 那也是自己一家人 总比其他的那些臭男人 占便宜要好得多 这 苏一雪都开口了 对于这个对自己一直那么好的老婆 叶凡很难拒绝 好不好吗 姐夫 你就答应吗 苏清柔上前 挽着叶凡的手臂 使劲摇晃着 宽松的睡袍 都快要从苏清柔的肩膀上滑落 苏清柔也丝毫不忌惮自己春光乍现 一脸期待 好吧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 自己在苏家这么多年 苏家两姐妹对自己 其实都和不错的 苏清柔这个小妮子 那个时候 吃根香蕉 都还要给自己带一干 和苏一雪一样 从来没有嫌弃自己 什么都不干 吃闲饭 午夜 等苏一雪 苏清柔都睡着之后 叶凡从床上爬起来 穿好衣服 悄悄离开军兰天下 朝着皇家一号会所赶去 这次 叶凡不是去泡妞 而是赴约 白天叶凡追查到那个 楚嫣姑娘的时候 虽然楚嫣没有承认自己 就是小师妹 但却在叶凡的手背上 敲打了两下 留下了总经理办公室的房卡 不是约好了 晚上两点见面吗 而与此同时 皇家一号总经理办公室里 许云也脱光了衣服 穿着一身清凉的睡衣 在床上躺下 第26章 又清错人了 皇家一号 已经基本歇业了 除了门口的保安室之外 大楼一片漆黑 大门也被锁着 如果想要进去 正常的方式就是喊保安 不过这点楼层高度 自然是难不到叶凡的 叶凡在大楼背后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脚腕在地上一蹬 直接几个跳跃 已经上了八楼总经理办公室的窗户边上 翻身进入房间 叶凡便察觉到了 床上躺着一个人 叶凡心中微微一笑 小师妹 还跟自己玩点情调吗 叶凡悄悄靠近床边 伸手一把将床上的人搂住 大手开始涌攀高峰 而嘴则是朝床上的美女亲吻过去 小师妹 白天居然还不承认 看今晚师兄不声谜主成熟犯 叶凡心中已经认定了 眼前就是小师妹苏缠 因为若不是苏缠的话 那小师妹 为什么又要让自己晚上两点来找她 还给总经理办公室的房卡 英宁 床上的美女 发出一阵轻轻的叫唤声 嘴唇也回应了一下 但听到这声音 叶凡瞬间炸毛了 这声音不是小师妹 叶凡迅速从床上弹跳开来 心中则是一阵诧异 不会吧 今天本少都两次认错人了 谁 你要干什么 床上的美女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迅速翻身起来 将床边的灯打开 此时床上的美女 不是别人 正是皇家一号名面上的老板许云 许云身上的睡裙 都被叶凡扯掉了一大半 胸前的秋鹤 在叶凡面前展现得一览无余 看到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关键自己唇上还有叶凡的口水 许云瞬间明白 刚才发生了什么 流氓 来人啊 许云瞬间尖叫起来 伸手用被子挡住自己的风光 一脸警惕地朝后面退去 美女 别叫 我不是故意的 叶凡真的不是故意的 自己来是为了见小师妹的 结果 叶凡哪里想到 床上躺着的 居然不是小师妹 见许云还在叫 叶凡没有办法 只能快步冲上去 将许云压在下面 然后捂住许云的嘴巴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来找小师妹的 小师妹给了我房卡 哪知道房间里不是她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总经理办公室房卡拿出来 在许云面前晃动了一下 此时 许云也冷静了下来 仔细看了叶凡两眼 顿时认出来了 眼前这个男人 不正是苏蝉所说的那个师兄吗 白天还来找过苏蝉 只是许云有些不明白 苏蝉竟然给叶凡留下了房卡 为什么自己又不等她 而是让自己睡在办公室里 现在好了 老娘的清白 都便宜这个叶凡了 那是人家的初吻啊 呜 许云点点头 表示自己不会叫了 叶凡松了口气 刚准备松开许云 神色突然一领 有人来了 不要作声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房间的灯关掉 然后眼睛盯着房门的方向 这么晚了 还有人来总经理办公室 若是一个人就算了 居然来了五个人 其中两个 还是五道画镜高手 黑暗中 许云被叶凡压在身下 感受着叶凡身上的男性气息 脸色一片羞红 轻声道 你弄疼我了 许云扭动了一下身体 想要避开叶凡腿脚 叶凡这才发现 自己的姿势实在不太合适 关键是 一个大男人 在面对这样一个美女之后 某些自然的反应 叶凡连忙从许云身上下来 翻身藏在床上的墙角里 将自己的气息隐藏 咔嚓 房门突然打开 几个男人迅速进入房间 周少 直接动手吗 其中一个男人 掏出了明晃晃的匕首 在床边比划着 这样会不会不好 弄死了那件人 上面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吧 怕什么 少爷都明确说了 必须要弄死他 还要将他身上的东西找到 老爷子肯定将那东西 给了这件人 领头的周少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手下 赶紧动手 免得夜长梦多 今晚若弄不死他 明天还要多费口舌 是 那个拿着匕首的男人 快不朝许云靠劲来 此时的许云躺在床上 都紧张到了极点 他完全想不到 上面的那些人 居然这么等不及 都敢直接冲进办公室里杀人了 怎么办 许云知道 苏禅的那个师兄 肯定是会功夫的 但他一个人 能是他们几个人的对手吗 杀 眼看那个杀手 都将匕首挥舞起来 许云都快要叫出声来了 叶凡这才从墙角弹射出来 一把抓住杀手的手腕 将杀手手里的匕首 轰击碎裂的同时 将杀手的手腕 直接折断 找死 叶凡冷哼一声 将杀手抡起来 宛若一根木棒一样 狠狠砸在地上 房间里的灯打开 叶凡和许云从床上下来 看着眼前领头的男子 许云惊恶的同时 更是满脸愤怒 周涛 你太过分了 你一个附庸家族 居然敢杀小姐 你不怕家族要你命吗 周涛看到床上下来的 不是苏蝉 而是许云 略微有点诧异 家族要我的命 那要看家族 现在是谁当家 老爷子昏迷 家里还不是大少爷说了算 那个贱人居然没在这里 侥幸躲过了一截 但你们以为 还能躲得了几天 周涛是聪明人 刚才叶凡将自己的保镖 一招拿下 周涛就看出来了 叶凡的实力不弱 此地不宜久留 走 周涛召唤了几个手下一声 然后对着许云道 许云 我看你还有几分姿色 我劝你最好识趣一点 若是早点爬上我的床 或许我在大少爷面前 可以保你一面 看着周涛嚣张的嘴脸 许云气的胸口一颤一颤的 但深更半夜 他一个女孩子 又能怎么办 眼看周涛便准备踏步离开 叶凡突然沉声开口道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在周涛面前冷冷地盯着周涛 那眼神就像毒蛇一样 让周涛浑身不由一将 你 你想干什么 小子 告诉你 刚才你坏我的好事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审称周家 是你惹不起的人 不知道为何 周涛看着叶凡的眼神 就有些发出 本能地想要避开 想干什么 本少想杀你 下一刻 叶凡从旁边保镖手里 抢过一把匕首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将插入了周涛的心脏上 如此一幕 直接将许云和周涛 其他几个保镖 都看得惊呆了 卧槽 这么生猛吗 一言不合 就直接杀了 第27章 吃干抹镜就想走 你 周涛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胸口的匕首 感觉到全身的生机力量 正在急速流失 看叶凡的眼神充满了哀怨 你怎么敢 杀我 你到底是谁 这和正常剧情不一样啊 正常剧情 两人之间 不是应该还要打一番嘴炮 然后放狠话 最多将周涛打一顿 然后下一次再杀吗 现在就杀了 那后面剧情还怎么发展 老子叶家大少 叶凡 苏蝉的师兄 叶凡一脚 将周涛踹翻在地上 冷冷地开口道 既然你们想杀我师妹 那我就只能先送你们上路了 你就是叶凡 这 怎么可能 根据周涛这边得到的消息 叶凡的确回归了 但却经常混迹在会所 都被女人掏空了身子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但不管周涛相信还是不相信 现在就是叶凡出手 直接将周涛杀了 周涛带来的其他那些杀手 还想从现场溜走 但叶凡身体 在原地化作一道幻影 随即 所有的杀手全部倒在地上 没有了生机力量 许云在旁边 看着叶凡的动作 都惊呆在原地 你 你把他们全部杀了 许云之前听苏蝉说过叶凡 知道这个师兄 肯定实力非同一般 但苏蝉也说过 在当时你一战中 叶凡被人破坏了根骨 实力尽失 据说肾脏都被挖走了 怎么现在所表现的实力 这么强悍 他们该死 叶凡淡淡地看了 周涛等人的尸体一眼 然后眼灼灼地盯着许云道 你又是谁 小师妹人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刚才因为周涛等人 突然出现 打断了叶凡的思维 此刻叶凡才有空想 清楚一些事情 按照小师妹给自己的房卡 还有在自己手背上 拍打的那两下 不是约自己凌晨两点来见面吗 但为什么现在出现在办公室里 却不是小师妹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我办公室 我是皇家一号会所的老板 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 许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有些美好气地回应着叶凡 不对啊 小师妹不是约好了晚上见面吗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叶凡眉头皱了一下 可是自己白天看到小师妹 无论从容貌 还是气息上 那都是小师妹啊 许小姐 正好你在这里 那你给我详细说说 你们这里那个楚燕姑娘 到底是什么来头 叶凡盯着许云 想从许云脸上 看出些什么端倪 但许云早就知道苏缠的意思 现在不敢暴露和叶凡的关系 所以表现得非常自然的道 我想起来了 白天叶绍就让人 安排楚燕姑娘陪你了吧 不好意思 可能要让叶绍失望了 那位楚燕姑娘 只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 到我们这里来 是为了给奶奶赚钱治病 听着许云的解释 叶凡心中瞬间感觉有些空荡荡的 难道真的是 自己认错了 可当时自己看到的 那明明就是小师妹啊 难道小师妹还有什么苦衷 看来 等北落师门那些高手聚气之后 自己要好好调查 一番皇家一号才行了 若真的知道 那个楚燕就是小师妹 那叶凡一定会将那些 威胁小师妹的人全部铲除 既然不是小师妹 叶凡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 转身便准备从房间离开 但许云却伸手拦住了叶凡 怎么 持敢抹镜就想走了 许云想到 刚才叶凡在床上对自己的轻薄 脸色就是一阵羞红 虽然许云是在管理这么一家 会所不假 但许云却一直都截身自后 本身还是厨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被叶凡夺了初吻 还摸了那脸 叶凡顿住脚步 转身一脸邪魅地看着许云道 怎么 许老板还想我对你负责 想到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交流了 我才会认账哦 叶凡眼灼灼地盯着许云 眼神肆无忌惮地 在许云身上游走着 不得不说 许云身材丰满 凹凸有致 特别是刚才叶凡感受到惊人弹性 的确也是极品 如果许云愿意 叶凡并不介意 看着叶凡那勾人的目光 许云感觉浑身都有些发软 你 你想干什么 告诉你 不要乱来 许云的心情很复杂 叶凡长得非常帅气 见眉心目 身材心长 脸庞轮廓分明 格外有男人味 而且接吻的时候 那动作几乎挑拨得许云心动 不要不要的 这样的男人 没有女人不喜欢 但许云也知道 叶凡可是苏缠心里的白月光 自己染指了算怎么回事 我是想说 楚燕姑娘不是你的小师妹 你愿意帮我们一个忙吗 许云突然鬼使神差地 说了这样一句话 让叶凡神色顿时一愣 如果你帮我们保住 皇家一号的话 我愿意随你的意 嗯 不是小师妹 还愿意随自己的意 叶凡歪着脑袋看着许云 这个许老板有点意思啊 叶凡脑袋飞速思考着 总感觉其中有什么 关键信息缺失了 很多信息一时间连不起来 但叶凡有一点敢肯定 皇家一号会所有问题 那个楚燕姑娘有问题 虽然今天晚上没有见到小师妹 但叶凡直觉还是确定 那个楚燕就是小师妹 既然是小师妹的会所遇到了问题 叶凡当然不会拒绝帮忙 哦 这个条件很诱人啊 说说看 现在皇家一号会所 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叶凡在原地站定 一脸正色地看着许云 还是周家 上金家族总部那边 派周家前来 是想要强行将我们手里的 皇家一号会所抢走 而且还要将楚燕身上 一件祖传的东西抢走 明天周家那边的人 就会约我们谈判 我想请你到时候帮忙坐镇 震慑一下他们 原来是这样吗 没问题 时间地点告诉我 明天一定准时到 叶凡淡淡一笑 一个小小的周家 叶凡连他们大少都敢杀 还会惧怕 他们什么谈判代表吗 第28章 挖好坑 等你们跳 嗯 许云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种格外的安宁 难道就因为他刚才亲了自己 摸了自己 许云脑袋里刚浮现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苏蝉打来的 云姐 办公室晚上没什么事吧 没 没什么事 许云心里居然有点愧疚 像是偷情突然被抓住了一样 很刺激 但又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 没事就好 办公室里的那些资料很重要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和周家谈判 电话那头 苏蝉似乎很疲惫 但同时似乎又是松了一口气 许云心里突然也冒出了一个想法 或许 苏蝉是真的约了叶凡 只是在最后关头 他自己又逃避了 说是逃避 但其实上也不是完全逃避 又让自己守在办公室 被叶凡欺负了 这算怎么回事 不过许云倒也没有继续多想 而是朝苏蝉会报道 小蝉 有个事情 我要跟你说一下 那个叶少刚才来过办公室了 啊 电话那边 许云发出了一声惊呼 一颗心都快要跳了出来 师兄果然还是明白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他走了吗 许云点点头 叶少已经走了 我没有暴露你的身份 不过明天叶凡 已经杀了周家大少周涛 而且我已经邀请叶凡 明天帮我们一起坐镇 镇场和周家谈判 啊 杀了周家的人 师兄怎么敢 他明明实力都还没恢复 哎 苏蝉语气很焦急 叶凡的情况 他非常清楚 当时被人破坏了根骨 肾脏被挖 心脏被破坏 虽然叶凡是武者 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些普通的小毛贼可以 但叶凡一旦暴露 叶凡要对付的 可是那些凶狠之人啊 这样吧 明天谈判我就不去了 你代表我全权处理好了 苏蝉怕自己再次见到叶凡 真的会忍不住 自己在叶凡面前暴露 那就意味着叶凡的身份暴露 无数人会马上对叶凡动手 只是 苏蝉不知道的是 叶凡已经在邻家宴会上 彻底暴露了自己叶家大少的身份 唯一隐藏的 就只有自己的实力 叶凡在云城混迹会所三年 当所有人知道 只是那个在会所瞎混的顽固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其实叶凡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叶凡了 他是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男人 不过 叶凡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身份 那就是妖孽天才叶君天 如果必要的时候 叶凡可以利用叶大师的身份 出面解决问题 比如明天 在帮助皇家一号会所谈判的时候 叶凡并没有打算 利用叶凡的真容出现 而打算以叶君天的容貌出现 而身份就是叶凡的 朋友 午夜 叶凡朝君兰天下别墅回家的时候 从叶家大院里 一个身影 鬼鬼祟祟地悄悄离开 然后在大街上拦了一辆车 朝着林家大院赶去 林家主 怎么回事 叶凡那个剑种 不是已经死了吗 突然回来了 叶凡一脸恼恨 在林家大院对林华道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林华的嘴上都缠上了绷带 看起来有些滑稽 而且 那个混账 搅黄了林家和宣家的订婚典礼 还敢当众打我耳光 简直岂有此理 叶凡在林家宴会上的表现 这次林家的面子 可是丢到家了 叶凡必须死 刚才我叶长风和我谈话了 那老东西的意思很明确 不管我怎么努力 叶家还是要交给叶凡的 叶凡若是不死 我就无法掌握整个叶家 而那件东西 我们永远就无法得到 叶修脸上浮现一抹阴沉 怨恨地开口 闭嘴 林华对叶修呵斥了一声 有些事情 你知道就行 不要乱说 坏了老板的好事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叶修也知道 自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林家主 现在有一个机会 叶凡约我明天去霸王会所开婚 我答应他了 明天我将他引到霸王会所 林家主安排人 在霸王会所将他弄死吧 免得夜长弄多 林华点点头 的确是个不错的机会 学一门的人 明天一早就会抵达 我会安排 到时候 你将房间开好之后 给我消息 林华一拳砸在桌子上 昨天晚上 从得知那个袭击叶家的宗师高手 被杀之后 林华的感觉就很不好 因为那个宗师高手 死得太巧合了 刚才就死叶凡回来的时候 死在林家 要和宣家联姻的时候 林华可是花费了好大的代价 才让宣家有所松动 同意和叶家退婚 答应和林家联手 昨天晚上 被叶凡这么一破坏 那后面的机会 就更渺茫了呀 哼 不管那个杀死宗师强者的叶军天 是不是叶凡 明天血一门出手 不管死活 叶凡都不会有好下场 血一门 是最近十年兴起的一个杀手组织 里面高手云立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们对于雇主的指令和要求 会严格执行 不死不休 只要血一门答应了这一次任务 那么除非血一门覆灭 否则 就算是追杀到天涯海角 血一门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追杀目标 只是 林华和叶修都不知道 这是叶凡给两人挖下的一个坑 就等着他们往里面跳 叶凡回来 就像在一颗平静的湖面 投下了一颗石子一样 引起了一连串的涟漪 关键 叶凡搞事情的行动 从来都没停过 比如周家 这次来和许云 苏缠谈判的队伍 虽然周涛作为周家大少 是跟着一起来的 但实际上 主要的负责人 还是周家总管林天 都这么半夜了 周少怎么还不回来 在周家代表团落脚处 林天披着衣服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灯火万家 皱眉对身边的助手道 林总管 我们得到的消息 周少去了会所 应该是看上了那里的姑娘 留在那边过夜了吧 周少终究还是靠不住 这次谈判 主要还是宁出面 助手顺便拍了林天一记马屁 但林天对此 似乎并不感冒 闭嘴 周少是周家将来的接班人 谁敢胆对周少不敬 别怪我不客气 只是林天不知道是 周涛此时都已经见了阎王 第29章 跪舔叶凡的松帕将军 虽然苏伊雪昨晚就知道消息 说松帕将军将亲自过来 和苏氏集团签订总代理合约 但第二天一早 接到松帕将军 亲自打来电话的时候 苏伊雪还是非常兴奋 老公 松帕将军说已经抵达云城了 要到别墅来和我们签合同 我觉得在家里还是不太合适 所以约好了去公司 我们快点走吧 叶凡还在睡回龙觉 就直接被苏伊雪 从床上搂着抱了起来 接连亲了三口 还被叶凡占尽了便宜 穿好的衣服都弄得凌乱 叶凡这才起床 开车和苏伊雪一起 朝苏氏集团公司赶去 苏氏集团办公室里 松帕将军坐在沙发上 眼神不停地朝门口方向看去 嘴里还在不停地对身边复官道 唉 我就应该亲自去别墅那边等帝君的 这样太不礼貌了 太不尊重帝君了 松帕身边的手下还没开口 在松帕旁边 恭敬战里的云伯天和云飞扬 一脸客气地道 松帕将军 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继续和我们云家合作吗 我们云家在大厦 有最完善的销售渠道 或者 我们可以再让力的 只要松帕将军 愿意继续和我们云家合作 我们云家 只要一城的利润 那一年损失至少上千亿啊 但就算是一城的利润 只要能继续和松帕将军合作 后面的好处还是添大的 大不了再从分销商身上拔毛罢了 答应 答应什么 你们怎么还滚出去 我是在说我和苏氏集团的合作 我只要一城的利润 关你什么事 松帕将军皱眉看着云伯天道 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了 本来也就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期限 不就是一个亿的违约金吗 我马上让人打给你就是 啊 云伯天听着松帕将军的话 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和苏氏集团合作 松帕将军只要一城的利润 要知道 松帕将军之前和云家合作 都要七城的利润 为什么和苏氏集团合作 只要一城的利润 似乎都要多了一样 这是有多卑微啊 还不滚 昆太 将他们都丢出去 不然 董辉帝君看到他们会很烦心 松帕将军对云伯天和云飞扬非常厌烦 直接让自己的手下推丧着 就要将云伯天和云飞扬两人扔出去 松帕将军 云伯天和云飞扬两人嘴里叫唤着 但心里却是一点也不甘心 爸 肯定是叶帆 昨天叶帆打了个电话之后 松帕将军就要和我们中断合作 云飞扬对着身边的云伯天道 闭嘴 这还要你说 云伯天都恨不得给云飞扬两巴掌 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还需要你多嘴去说 都是这个云飞扬 非要去招惹苏依雪干什么 叶帆所在的叶家 虽然没落了 但云家要招惹 也要掂量掂量才行啊 谁能想到 苏依雪的老公叶帆 居然是叶家大少 叶少 您来 这边请 云伯天和云飞扬还在郁闷 松帕将军已经快步起身 朝着门口迎接而去 原来是叶帆和苏依雪 已经踏步朝着会议室走了进来 松帕恭敬的样子 亲自给叶帆将椅子拉开 叶少 您看这样坐着舒服吗 要不我给您捏一下肩膀 说话的同时 松帕当真将袖子撸起来 恭敬的给叶帆开始揉捏肩膀 如此一幕 将云伯天和云飞扬等人看得都惊呆了 这 松帕将军是什么人 那可是缅国地区最大的武装头子啊 收下几万人马 平时都是杀人如麻的存在 号称人徒 对人动辄就是枪辩 而现在在叶帆面前 居然温顺的跟一条咬尾巴的狗一样 自己眼睛是看错了吗 虽然叶帆是叶家大少 但三年来 叶帆在云城都是泡在会所里 什么时候都能影响到缅国了 但松帕将军的那些手下 却对此一点也不差异 他们都知道 当年叶帆对松帕将军有多么重要 别说是伺候叶帆 就算叶帆要睡他老婆 松帕将军都会亲自洗干净了 送到叶帆的床上 手法精卖不少 叶帆淡淡回应了一句 眼神这才转到云飞扬和云伯天身上 哟 这不是云大少爷吗 怎么 昨天没叫爸爸 今天专门来补齐 叶帆冷冷地盯着云飞扬 眼神中满是细血 昆太 赶紧行动啊 直接丢出去 还客气什么 松帕看到叶帆的态度 瞬间急了 慌忙对着自己的手下呵斥着 生怕惹得叶帆不高兴了 昆太立马亲自动手 抓着云飞扬和云伯天等人的手脚 直接将两人抓起来 狠狠地朝走廊上砸过去 啊 身体和水泥地面狠狠在砸在一起 走廊上传来云伯天和云飞扬惨烈的叫声 叶帆 你给我等着 老子一定跟你没完 你想绕开我们云驾 在大厦做翡翠生意 没门 云飞扬一遍连滚带爬地朝大楼外面走去 嘴里还在咆哮 松帕眉头一皱 对叶帆道 帝君是否要属下动手 将他们云家灭了 叶帆轻轻摆摆手 不用 这里是大厦 你动手的话会有些麻烦 我警告过他们 若是他们胆敢再骚扰我老婆 我会将整个云家推平 话语顿了顿 叶帆对着松帕和苏伊雪道 你们开始准备签合同吧 松帕一听 连忙让手下将合同拿出来 亲自递给苏伊雪道 苏小姐 我是这么想的 能和苏氏集团合作 那是我们翡翠集团莫大荣幸 所以 我们决定 利润方面 我们只要一成 您看可以吗 说话的同时 松帕将军还一脸小心翼翼地 看着叶帆的神色变化 啊 一成 苏伊雪听到松帕将军的话 顿时惊讶地叫了出来 而松帕将军看到苏伊雪的反应 顿时被吓了一跳 苏小姐 一成是不是太多了 这样 零点五成也是可以的 能为帝君效劳 我怎么想着要利润 我该死 说话的同时 松帕对着自己脸颊 就是狠狠一巴掌 第三十章 一口气点十个姑娘 松帕将军 快住手 您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伊雪看了看坐在旁边淡定喝茶的叶帆 心中对自己这个宝藏老公 崇拜的五体投地 苏伊雪当然知道 松帕将军之所以对自己如此恭敬 当然是因为叶帆的缘故 苏伊雪可知道 就算省城的云家和松帕将军合作 松帕将军都是拿得七成的利润 苏氏集团的规模 影响力和云家比较起来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松帕将军直接送了自己六成的利润 这哪里是做生意 完全就是宋财童子啊 我是说 您给的利润太多了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 苏伊雪赶忙将话解释清楚 这才让松帕将军稍微安心一点 转头看向叶帆道 叶绍 您看这样的安排合理吗 叶帆嘴角一翘 松帕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做生意嘛 讲究大家都要一起发财 这样吧 你也不能太吃亏了 利润方面五五分就可以了 一年之内 我保证你的收益 和跟云家合作比起来 至少翻三倍之上 叶帆说得云淡风轻 但却是非常自信 之前叶帆 因为功夫没有恢复 只能遮服 就算想要帮苏家 也只能暗地里帮忙 但现在叶帆实力恢复 而且超越了巅峰 那么苏氏集团 必然也要跟着一起 水涨船高 叶帆心中有机会 叶氏家族要恢复到 第一家族巅峰 而苏氏集团 就做个第二把 多谢帝君 松帕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恭敬地对叶帆拘了一躬 叶帆点点头 具体的合同细节 你们商量吧 我去泡妞了 叶帆跟苏伊雪打个招呼 开车离开了苏氏集团 今天叶帆和叶修约好了 要去霸王会所开婚的 如果叶帆不去 叶修怎么有机会 对叶帆动手了 霸王会所大门 叶帆抵达的时候 叶修戴着帽子 还架着一副墨镜 也恰好抵达 大哥 不就是来泡个妞吗 看你装扮得 跟搞地下工作一样 至于吗 叶帆看到叶修的装扮 心里不由有些鄙夷 叶修一脸善善 梵蒂 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 出入这样的场合 还是有些不好 其实 叶修内心里 是非常想来这种地方的 只是因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生怕自己表现不好 在叶家老爷子面前 失去了形象 所以只好一直绷着 庄 就是庄 叶帆看到叶修那模样 到前台的时候 故意大声介绍道 这位 是我大哥叶修 今天一定给他安排 两个漂亮的美女哈 叶帆的话 引起周围不少人 朝这边看来 叶修更是浑身不自在 在这里办理好房间 叶帆和叶修 两人分别进入到了 各自的房间 当看到叶帆又点了 十个姑娘之后 叶修都郁闷到抓狂 你个狗东西 一次点那么多姑娘 怎么不累死你 哼 今天就是你最后的狂欢吧 进入到自己房间里之后 叶修立马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林家主 我们已经抵达霸王会所了 叶帆在308号房间 让他们开始行动吧 电话那头 正是林家家主林华 好 不过叶修 你最好马上将电话卡销毁 不要让人知道 我们联系过 还是小心为好 从那个宗师高手被杀之后 林华就越来越谨慎了 霸王会所 叶帆躺在房间的圆形沙发上 身边十个美女 分别使出浑身解数 给叶帆喂葡萄 包香浇 叶帆享受的不亦乐乎 突然 一股凛冽的杀气 从房间外面传来 叶帆嘴角一翘 终于来了吗 美女们 你们都先睡会吧 叶帆手掌一挥 一道气静涌动而出 眨眼间 便将十个美女身上的 穴位封锁住 让这些美女 直接昏死了过去 不然 有些事情 若是他们看到 或者听到了 那就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只能死了 咔嚓 房门被打开 一个戴着鸭绳帽的男子 踏步进入 手上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在灯光下闪烁着光芒 自我介绍一下 黑衣门杀手黑龙 小子 有人要买你的命 别怪我 那男子嘴里呵斥了一声 快速朝叶帆闪身冲了过来 手里的匕首 对着叶帆的心脏狠狠刺来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而且身上波动的舞蹈气息显示 这男子实力 应该达到了掌控境界 在普通俗世界里 已经算是顶尖的高手了 这男子 正是血衣门内部 排名13的手杀手黑龙 出手狠毒 动作迅速 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 黑龙的匕首捅出去了 但距离叶帆还有三寸的时候 发现自己匕首 再也不能朝前推进分喉 刀锋被骨头卡住了 黑龙再用力推了推 却发现还是无法动弹 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将刀锋夹住 淡定地看着自己 说吧 谁要买我的命 你只要说出 幕后是谁要我的命 我就饶你一命 叶帆今天到霸王会所来 本来就是钓鱼的 凭借叶帆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几个人 是叶帆的对手 嗯 黑龙是聪明人 看到叶帆如此娴熟的手段 两根手指 都能夹住自己掌控境界的全力一击 知道自己今天碰到了硬点子 当下没有任何迟疑 脚弯在地上一蹬 便想要朝门外逃窜去 黑龙动作很快 但叶帆的动作更快 黑龙刚刚起身 叶帆一拳就已经砸了出来 轰隆 黑龙被叶帆狂暴的一拳 直接砸得倒了地上 胸腔他陷下去了一大块 嘴里鲜血一出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帆 隐藏了实力 雪衣们在动手之前 都会详细调查目标的情况 叶帆的背景 他们自然调查清楚了 知道叶帆是叶家大少 但他们也知道 叶帆在三年前 被人破坏了修炼根骨 甚至还挖走了心脏 肾脏 虽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活了下 还隐藏在云城 玩了一出灯下黑 可所有的情报显示 叶帆就是一个废物 就是一个靠老婆吃软饭的 顽固大少 天天泡会锁 失去的功夫 没有一点恢复的迹象 但现在 黑龙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的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说吧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叶帆一脚踩在黑龙脸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黑龙 无可奉告 咔嚓 黑龙话还没说完 叶帆直接一脚 将黑龙的脖子踩断 既然不说背后的雇主 那就没有活的价值 只要知道 动手的是血衣门的人就够了 不就一个血衣门吗 找个时间将他们涂了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看着倒在地上的黑龙 叶帆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 叶帆之所以如此干脆地杀了黑龙 因为叶帆还有另外一个计划 叶帆将黑龙的脸翻过来 仔细看了两眼之后 然后迅速在自己脸上一阵揉捏 下一刻 叶帆的容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叶帆和黑龙不能说相 那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 将鸭蛇帽朝身上一带 估计黑龙爹妈来了都看着迷糊 第三十一章 静静地看你拙劣的表演 叶帆在黑龙身上迅速一阵翻腾 除了一个简单的联络手机之外 叶帆只找到了一个小瓶子 里面装着一些粉末 叶帆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 化石粉 叶帆刚才还在思考 该怎么处理黑龙的尸体 朝黑龙的尸体上倾倒了一点化石粉 下一刻 在化石粉的腐蚀下 黑龙的尸体瞬间化作了一团水泽 叶帆用拖把简单将房间里里处理了一下 戴上鸭蛇帽 从窗户翻了出去 朝着隔壁叶修房间里翻过去 旁边房间里 叶修宛若发狂的野兽一样 不停地折磨着两个陪他的女孩子 用狗链拴着女孩 在后面用皮鞭抽打着女孩 让他学狗叫 在地上爬行 似乎要将自己这么多年的憋屈 全部发泄一般 女孩身上都被鞭打得满是血痕 大哥 求求你 不要这样了 这两个女孩子 原本以为今天自己是棒到了大款 进来只要好好伺候大哥 就可以拿到一笔不小的小费 结果没想到 叶修居然如此变态 喜欢玩这一套 不准停下 给我继续爬 老子是花钱了的 叶修歇斯底里的挥动鞭子 准备继续抽的时候 一只有力的大手 死死抓住了叶修的手腕 你们两个出去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从窗子里进来的叶凡 只是 此时叶凡已经换成了黑龙的面孔 那两个女孩听到叶凡的话 如萌大射 慌忙爬起来 离开了房间 叶修看到是黑龙出现 脸上的怒气 似乎瞬间削减了不少 黑龙大哥 那边叶凡已经弄死了 嗯 叶凡不可知否地回应了一句 我有点好奇 你作为叶凡的大哥 为什么非要弄死他 听到叶凡已经死了 叶修似乎觉得 空气都要舒畅不少 大哥 开什么玩笑 我辛辛苦苦为叶家卖面 他们什么时候 将我当成叶家子帝国 特别是叶家那老东西 老子辛苦了这么多年 他居然还想将叶家 交给叶凡那农包 叶凡不死 我怎么掌控叶家 这样吗 你想掌控叶家 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啊 不一定要杀叶凡吗 我听说 叶凡已经入赘苏家 而且对掌控叶家 也没多少兴趣 做人真的不留一线 叶凡继续引导着叶修开口 叶修摇摇头 如果叶凡不回来 或者还只是那么 农包的话 或许叶凡可以不死 但 叶凡回来 居然在林家宴会上 搅黄了林家也宣家联姻 那么叶凡就必须要死了 叶凡不死 有些人睡不着觉 那么 这次暗杀叶凡 是林家的意思 叶凡眉头一皱 还想深挖一点有用的消息 三年前 袭击叶家 你知道有哪些家族参与了 当年袭击叶家 有林家 云城的周家 当时 就应该不能留情 应该将叶家那两个老东西 全部弄死 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事了 叶凡话说了一半 突然顿住了 一脸警惕看着叶凡道 黑龙 你只是雪一门的杀手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叶凡也发现了 自己刚才话说的太多了 有些秘密 是应该一直烂在心里 永远不要说出来的 叶凡知道 叶凡肯定还知道 一些东西 但估计光凭黑龙 应该是炸不出来了 伸手在脸上一阵揉捏 叶凡恢复成了 本来自己的真面目 叶凡 你果然是我的好大哥呀 爷爷当年收留你 你就是这么暴打爷爷的 啊 你 你不是黑龙 黑龙他 叶凡一脸震惊地看着叶凡 满脸不可思议 你实力已经恢复了 你在骗我们 叶凡瞬间想明白了 叶凡能化作黑龙的样子 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黑龙多半已经死了 叶凡冷冷一笑 你本来这么聪明 若是踏实辅助叶家 将来本少将叶家交给你 也不是不可能 叶凡背后有北洛师门 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一个小小的叶家 那不过只是叶凡的起点而已 叶凡还真的不会花太多心思 在叶家的管理上 察觉到黑龙已经死了 叶修慌乱了几秒之后 立马镇定 让本少像一条狗一样 对着你们叶家摇尾巴吗 本少做不到 说话的同时 叶修一遍朝着窗子边上退去 想要找机会逃窜 叶凡嘴角一抽 大哥 看在你对叶家兢兢业业 这么多年的份上 给你一个机会 你出面指正邻家袭击叶家 我饶你一命 之前跟黑龙说 叶凡可能还有忽悠的成分 但现在对叶修 叶凡还真有几分真心 打算留叶修一条性命 毕竟 叶修是爷爷收留长大的 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 多少也是有感情的 饶我一命 呵呵 叶凡 你还是想着 怎么顾好你自己吧 就算你实力恢复了 又如何 三年前 他们敢对叶家动手 三年后 你们叶家依旧逃不掉 话说到一半 叶修突然从身上 掏出一把沙漠之鹰 对着叶凡扣动了扳机 去死吧 碰 子弹朝叶凡射来的同时 叶修身体一番 飞速朝着窗子外面逃去 叶修知道 叶凡若是实力恢复了 这么近的距离 自己的子弹 根本威胁不到叶凡 所以 叶修刚才开枪 不过是在给自己 争取逃命的机会罢了 可是 叶修还是小看了叶凡 叶凡侧身轻松 避开叶修的子弹 身体一闪 急速朝叶修闪身而来 从后面一把 将叶修的脖子抓住 就像抓小鸡一样 将叶修提了回来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 还想走 你觉得有可能吗 叶凡昨天专门告诉叶修来 一起泡妞 就是给叶修动手的机会 叶凡在叶修面前 都暴露了实力 也就决定了 叶凡今天动手 就没有打算放过叶修的意思 你 叶修被叶凡抓住 还想催动气静 对叶凡动手 但叶凡只是一巴掌 便将叶修所有的修为 全部废除 将叶修像死狗一样 丢在地上 既然你也参与了 三年前对叶家的袭击 那么 本少会 让你生不如死 叶凡冷冷地盯着叶修 随即拨通了李虎的号码 过来 帮我关押一个人 今晚 还要策划一场好戏 叶凡没有立马杀掉叶修 而是打算将叶修交给李虎 看能否再得到一些 有用的消息 同时 叶凡还会故意将消息放出去 让人知道 叶修还活着 还会故意暴露关押地点 叶凡倒要看看 林家和周家 他们知道叶修还活着 会不会来救人 或者是来杀人灭口 第32章 跪下 从这里学狗叫爬出去 等李虎亲自带人过来 将昏死的叶修 从方面里带走之后 叶凡重新从窗子 回到自己的房间 叶凡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 尽量不暴露自己 片刻之后 当叶凡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包间里 叶凡带进去的那十个女孩子 全部衣衫凌乱 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 或者床上 依旧全部都是昏迷状态 叶凡离开之后 几个工作人员进去 看到如此的场景 顿时惊呆了 卧槽 叶家大少这么生猛吗 十个女孩都能招架住不说 还将他们都弄得晕死了过去 我天 甘拜下风 就算是旅也扛不住啊 下次若是有机会 一定好好跟叶少学习一下 黑龙失联 叶修失踪 而叶凡却完好无损地 从霸王会所出来 消息形快就传到了凌华这边 到现在还是联系不上叶修吗 黑龙也联系不上 是的 守灵家大院里 手下有些无奈的汇报道 我们的人清楚地看到 叶凡离开了霸王会所 但却没看到叶修出来 凌华有些慌乱地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完了 黑龙多半已经死了 马上联系解一门那边 让他们赶紧继续想办法 必须要尽快杀了叶凡 凌华是真的慌了 当时在凌家宴会上 叶凡突然动手扇了他一耳光 那个时候 凌华还只是怀疑 叶凡实力恢复了 但现在 血一门的黑龙出手 叶凡都活了下来 那就只能说明 叶凡的实力 至少是在黑龙之上 凌华揉了揉额头 还没缓过神来 手下再次汇报道 家主 刚才得到的最新消息 叶修没有死 而是被叶凡抓起来了 准备审讯 据说是要调查 当年叶家被袭击的事情 啊 凌华又一阵头疼 叶修的确就是 当年袭击叶家重要的内隐 虽然叶修对于 大的计划知道的不多 但叶修却清楚地知道 凌家的却出手了 若是叶修活着 只证凌家的话 那叶家必定会全力对付凌家 虽然上面 在安排对叶家继续动手 但叶家在覆灭之前 完全有能力 先将凌家灭了 快 马上发动所有力量 调查叶修 被关在什么地方 务必要在他开口之前 将他救出来 若是无法救走 那就让他开不了口 凌华说话的同时 对着手下 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凌华身边 凌东点点头 二叔 这件事 我负责吧 我的人 刚才汇报消息 说看见叶修被李虎带走了 应该很快就知道 被关押的地点了 我一定让他开不了口 嗯 离开霸王会所 叶凡的心情有些沉重 三年前 袭击叶家的事情 终于有了一些线索 但事情似乎比自己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叶凡之前 以为只是凌家一个家族动手 但现在看来 除了凌家之外 还有周家 而从叶修的言语中看 除了这两个家族之外 显然还有其他人 能同时调动力量 对北洛师门和叶家动手的势力 肯定不是普通人 但究竟是谁 同时对叶家和北洛师门动手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回到自己的车上 叶凡看了一眼手机短信 中午一点 云城大酒店八楼包间 这是许云给叶凡发的短信 昨天晚上 许云请叶凡出面震慑 现在看看时间 也差不多了 叶凡开车 迅速朝云城大酒店赶去 叶凡昨晚将周涛杀了 那完全是因为 周涛想杀小师妹 叶凡也没想到 周家居然也是 对叶家动手的一份子之一 那么周涛就死得一点也不愿 云城大酒店 八楼的包间里 许云坐在沙发的一侧 而对面坐着一个灰袍老头 正是周家的管家林天 许 情况你也知道 不是我们周家想对付你们 是苏家大少爷下了死命令 不会给你们留活路 林天一副假人假意的模样 所以 不要让老夫为难 签了吧 将云城你们所有的产业 转让给大少爷 我可以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逃命离开云城 许云有些焦急地看着林天 许云虽然不会功夫 但许云知道 周家的这个管家 实力非常厉害 据说都已经半步宗师了 周家这次派林天出面 是下定了 决定要抢夺苏禅手里 最后一点产业了 这可是苏禅母亲 留给苏禅最后一点保命的产业 若是这点东西 都被他们抢走了 那苏禅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林天 这是苏家内部的事情 我劝你 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不管大少爷和苏禅怎么闹 他们都是兄妹 你确定你最好有好下场吗 许云时不时地朝房门口看去 昨天叶凡不是答应了 要来震舍的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兄妹 许云 你自己不觉得倒消吗 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罢了 大少爷对苏禅的态度你也知道 恨不得早点弄死她才好 大少爷都给所有人放话了 谁能弄死苏禅 奖励五百万 你说苏禅还能活多久 林天一脸邪魅地看着许云 既然苏禅让你全权代理 你是签还是不签 说话的同时 林天将面签的合同 推到许云面签 你们这是硬抢 我不会签的 许云看着合同上的款项 都要气疯了 二百五十块 许云有些想不通 大少爷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 许云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 帮许云小姐一把 林天对身边几个手下呵斥了一声 几个壮汉立马上前 伸手抓住许云 准备将许云按在桌子上 强行让许云签字 周家这次来云城 本来就只是打算走一个过场罢了 当然不会正常 和许云等人进行谈判 你们 许云想要呵斥 但一个弱女子 面对这些壮汉 根本无能为力 你们这是找死 一声冷喝 突然从房门口传了 一个青年踏步进入房间 没有任何迟疑 两拳砸在许云身边 那两个高手胸口上 砰砰 两声沉闷的响声之后 那两个壮汉 立马横飞了出去 砸在墙壁上 将墙壁都砸出了一个凹槽 像是照片镶嵌在墙壁上一样 那两个壮汉 嘴里吐了两口鲜血 随即顺着墙壁 缓缓朝地上滑落下去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叶凡 只是此时 叶凡已经将容貌 改变成了黑石叶军天的模样 当叶凡将许云扶起来的时候 许云一脸疑惑 你 你是 叶凡淡淡一笑 自我介绍一下 本少叶军天 是叶凡的 朋友 今天是叶凡请我来帮忙的 说话的同时 叶凡眼神肆无忌惮地 打亮着眼前的灵天 一个半步宗师的垃圾 在这里嘚瑟 你就是叶军天 灵天听到叶军天的名字 脸上不由浮现一抹警惕 叶军天在云城黑市 将宗师高手天魁击杀 这个消息 已经在云城传开了 而且 最关键的是 灵天非常清楚 天魁之所以要袭击叶家 背后推波助澜的正是叶家 当然周家也脱不了干系 灵家和周家的力量 还在全力调查 叶军天是谁的时候 灵天完全没想到 叶军天已经站到了自己面前 看来你已经认识我 那事情就好办了 叶凡邪妹地盯着灵天道 许云和皇家一号 我保了 你 跪下 从这里学狗叫爬出去 你 放肆 灵天脸色大变 一脸凝重地盯着叶凡道 小子 都听说你杀了宗师高手天魁 但你要知道 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 你一个人再怎么能打 你难道还能打得过十个 一百个吗 你以为老夫今天赶来云城 就一点准备没有 他怕 灵天对着门口拍了一下手掌 哗啦啦 下一刻 从房门外 突然涌进来无数个壮汉 手里都端着加强版的纲母 而箭头 则是死死锁定着叶凡 小子 没尝试过万箭穿星的感觉吧 现在只要你乱动一下 我保证 你不可能站着从这里离开 灵天一脸得意地盯着叶凡 这些加强版的钢弩 是经过高人改装过的 虽然对于武尊级别之上的高手无效 但就算是宗师高手 再没练出钢器之前 对他们依旧有致命的威胁 一只还能躲开 两只 四五只都没大问题 但同时上百只钢弩射击 眼前的叶军天 不太可能挡得住吧 灵天再赌 燕双鹰赌你枪里没有子弹一样 灵天赌的是 叶凡小小年纪 实力在宗师级别 都已经妖孽逆天了 完全不可能晋升到武尊之上 第三十三章 小孩子才做选择 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灵天走上前 伸手在叶凡的脸颊上拍打了一下 第一 继续和许云一伙 那么老夫立马就下令 让你们万箭穿心 到时候 皇家一号还是我们的 第二个嘛 小伙子 你年纪轻轻 实力就如此恐怖 不如加入我们 我一定替你给上面的人引荐 给你一个让你足够满意的职位 还可以拿到非常丰厚的修炼资源 让你修炼的速度再进一步 如何 叶凡眉头一挑 从灵天的话中 叶凡听到一个关键词 上面 也就是说 周家上面是还有人的 哦 灵管家 你说的上面 是上京的苏家吗 灵天冷冷一笑 苏家 呵呵 苏家虽然厉害 但他们还不够资格指挥我周家 以及灵家这种级别的豪门 老夫说的上面 比他们要厉害百倍 怎么样 叶寿 考虑一下 见叶凡似乎有兴趣 灵天眼神中 闪过一抹兴 若是自己将这样的天才妖孽 拉拢过来的话 那上面一定会给自己 封厚的奖励 若是有足够的丹药 以及其他武器功法的辅助 自己肯定可以 一举突破宗师这道坎 叶凡目光一冷 不用考虑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嗯 那叶少是什么意思 灵天很谨慎 说话的同时 身体已经退到那一群壮汉身后 我的意思很简单 杀了你们所有人 叶凡杀气肆无忌惮地 开始翻腾 以自己为中心 朝周围激荡开来 动手 杀了他 察觉到叶凡的动作 灵天立马对着身边所有弓箭手 呵斥了一声 咻咻咻 无数的弩箭 在距离叶凡不到十米的距离 击视而出 叶凡没有任何慌张 给我破 叶凡嘴里狂喝一声 一拳带着惊天的气静 对着虚空砸出 我 强大的气静 将空气似乎都撕裂了 在空中发出一阵哀鸣 眼看那些加强版的弩箭 就要射到许云和叶凡身上了 许云眼神里闪过一抹绝望 小心 许云没想到 灵天居然做了这么多后手 提前布置了这么多弓箭手 早知道这样 自己就不应该请叶凡出手 现在叶凡的朋友都要跟着遭殃 但下一刻 在叶凡和许云面前两米的位置 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空气屏障 似乎有无穷的力量在里面波动一般 硬生生将所有弩箭挡在前面 因为强大的阻力阻挡 那些弩箭尾都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 消耗着自身的冲击力道 足足过了三秒 所有的弩箭才完全停顿下来 此时 眼前的一幕看起来有些诡异 无数的弩箭箭头 全部指向叶凡和许云 但却像是被无形的手抓住了一样 就那样悬空的房间里 无法前进 也不掉落 钢器 老天 你居然练出了钢器 你实力在五尊之上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灵天看着叶凡面前的空气屏障 惊讶的瞳孔都放大了 此时根本忘记了 应该马上跑路才对 至少要突破到五尊之上 到那个境界 对力量 气静的把控 就领悟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普通的钢弩 对五尊高手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甚至 连子弹 若是距离远了 都无法有任何伤害 哼 不可能 那是因为你没见到罢了 叶凡鼻孔里冷哼一声 手上气静一阵狂暴涌动 那些停留在空中的弩箭 瞬间原路返回 击射朝着那些弓箭手射去 噗哧 噗哧 无一例外 那些弓箭手 要么是当场毙命 要么是重伤倒地 不过几秒的功夫 那些杀气腾腾的弓箭手 已经全部趴下了 整个房间里 站得着就只剩下叶凡 许云 以及灵天 许云捂着小嘴巴 一脸惊愕地看着叶凡 叶凡的这个朋友 叶军天居然这么厉害吗 一人将那么多人 全部打得趴下不说 似乎还没有权力 这 灵天感觉双腿 都在打仗了 若这个叶军天 只是宗师境界之上的实力 灵天认为自己 还有一战的实力 但现在叶凡 所表现出了 五尊之上的威力 灵天连逃走的想法 都没有了 逃 自己宗师都没达到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 从一个五尊高手手里逃走 大佬 我 错了 扑通 没有任何迟疑 灵天对着叶凡 直接跪了下去 好汉不吃眼前亏 灵天很鸡贼 无论如何 先将眼前这一关 先度过再说 留一条狗命 总比直接死了要好得多 那皇家一号的合同 还要签吗 叶凡在沙发上坐下 淡淡地看着灵天 这个灵天心里有点祸 得要好好询问一番 不签了 不签了 灵天忙不迭地摆手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给许小姐道歉 许小姐 我错了 灵天一边道歉 还一边不停地磕头 踏马大 这合同 谁爱签谁签 反正老子绝对不会来 做这吊脑袋的事情啊 我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若回答得让我满意 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之前从叶修嘴里 没得到完全的信息 叶凡想要从灵天这里 多了解一点 大佬您问 我知道的一定全说 灵天有些喜出望外 自己还有活命的希望吗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叶凡心里 早就判定了他们的死刑 因为三年前 他们居然敢围剿叶家 造成叶凡的书败全部占亡 几乎灭门 这样的仇人 叶凡怎么可能放过 三年前 除了周家和灵家之外 还有谁参与了袭击叶家 叶凡的第一个问题 差点让灵天跳了起来 啊 大佬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灵天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凡 此时叶凡的容貌是叶军天 灵天很好奇 叶军天不过是叶凡的朋友 怎么对叶家的事情这么感兴趣 关键是关于叶家的事 过去 以及现在 大家都是回目如深啊 上面都下达了明确的指令 让大家少谈叶家的事情 况且 灵天知道的也不多 嗯 是我问你 还是你问我 叶凡有些不耐烦 上前一把抓住灵天的脖子 手上气静顺着蓝天的经脉 进入灵天体内 冲击着灵天五脏六腑 封锁灵天体内各处大穴 灵天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自己半步宗师的实力 在叶凡手里 就跟蝼蚁一样 估计叶凡只要轻轻一动手指 灵天怕就要当场殒命 武尊的实力 恐怖如斯吗 大佬饶命 我说 我说 第34章 饶你一命 我什么时候说过 三年前的那场袭击 我们周家 包括林家 也都是突然接到消息的 当时联络我们的是皇室的人 除了林家我们知道之外 其他的我也都不知道 灵天是真的恐惧 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都告诉了叶凡 虽然听起来 没什么有用的消息 但有一点 叶凡感肯定了 皇室也对叶家动手了 毕竟 叶家八十万天龙君 执任叶自齐 皇室对叶家不放心 而当时 叶凡在北洛师门学艺 如果归来 叶凡功夫高强 背后有北洛师门 叶家和北洛师门 两大力量结合起来 那权势必然会到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 皇室动手了 除了皇室 你所说的上面的人 他们又是谁 叶凡从叶修 以及灵天等人 嘴里综合得到消息 大夏皇室 似乎还不是幕后最终的人 大老 这个我是真了解的不多啊 他们非常神秘 来无影 去无踪 而且 据说他们都杀不死 我们称他们为神使 我们这些家族 都负责执行他们的命令 神使 还杀不死 呵呵 叶凡当然不相信 有什么鬼神 但所谓的神使 应该已经触碰到事情的真相了 他们这么丧心病狂地对付叶家 究竟为了什么 听灵天的意思 灵家 周家 以及那些三年前动手的家族 似乎打算再次对叶家动手 那么 叶凡现在要做的就是 在他们动手之前 先将他们灭了 大老 您看 我所知道的 全部都说了 您可不可以饶我一命 灵天一脸谄媚地看着叶凡 极希望 叶凡能放过自己 雪狗叫爬出去吧 叶凡冷冷开口道 灵天顿时如蒙大射 手脚并用 飞速朝着门外爬去 眼看要快到门口了 叶凡脚腕上 气静一阵涌动 一只弩箭 击射而出 穿透灵天的心脏 将灵天定在了地上 灵天不敢相信地 艰难转身看着叶凡道 你 大老 你不是说饶我一命吗 怎么 我说过吗 我什么时候说的 叶凡冷冷一笑 直接将灵天气的当场吐血 直接归系 房间里的许云还在发愣 叶凡伸手拍了拍 许云的肩膀道 好了 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剩下这点场面 你能搞定吗 啊 可以的 能搞定 许云应答了一声 回过神来道 谢谢大老 一年前 许云跟着苏禅 从上京一路逃避 追杀到云城 然后在云城稳住脚 并不像是表面 看起来的那么柔弱 能将皇家一号支撑下来 自然也是 有些手段的 虽然此时 叶凡是叶军天的容貌 但许云在靠近叶凡的时候 总感觉眼前这个帅哥身上 有股熟悉的气息 叶凡没有理会许云 踏步离开了云城大酒店 经过今天的事情之后 叶凡心中已经确定了 那个楚嫣姑娘 肯定就是小师妹 其实 小师妹到底承认还是不承认 已经都不重要了 当年对北洛师门和叶家的袭击 不管是为了小师妹 还是为了叶家 叶凡都会将他们所有人都斩杀 或许 到那个时候 没有了任何顾忌 小师妹总会没有任何担忧地 跟自己相见吧 叶凡开车从皇家一号会所离开 恰好路过叶氏集团大厦 叶凡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叶修已经被自己拿下了 叶氏集团如此庞大的集团 突然有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 叶修被拿下之后 谁来继续管理叶氏集团 要不 只能喊杰克他们来帮忙管理 但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 而且不是大厦人 叶凡心里始终有些介意 但到哪里找这么合适的人选了 叶凡随便找了个地方吃饭 吃完饭已经下午了 叶凡答应了苏清柔 要去学校陪他跳舞的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叶凡突然发现 自己作为叶家大少回归之后 似乎比之前要忙得多了 还是怀念之前天天泡会所的日子 叶凡开车朝云城大学赶去 总管临天被杀 省城周家那边立马得到了消息 什么 许云和苏禅那小娘皮 居然请人将临天总管杀了 临天总管可是马上要突破到宗师的高手啊 省城周家大院里 家主周明一脸震惊地看着手下传回来的消息 都快要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在周家 总管临天是仅次于周家老祖的高手 眼看周家一个家族都要出现两大宗师高手了 到那个时候 周家足够可以坐稳西南第一家族的位置 可现在这个关键时候 临天居然被杀了 根据下面传回来的消息 杀临天总管的是 那个叫叶军天的年轻人 怎么又是那个温神 周明听到手下的汇报 眉头不由紧紧皱在了一起 叶军天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他们的视线里 在云城 准备对叶家动手的宗师高手天奎 就是死在叶军天手里 现在周家总管临天又死在了叶军天手里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家主 现在大少爷也联系不上 该不会 周明咯噔一跳 其实昨晚 半夜的时候 周明心里就莫名颤抖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现在手下这么一提示 周明心里不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自己儿子周涛 只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但周明还是不相信 少踏马虎说 马上派人去找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对手下呵斥完毕 周明来回在房间里跺步 最终还是决定将情况给上京苏家汇报 虽然大少爷肯定会责罚 但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是周家所能对付的了 大少爷 云城出事了 我们周家派去在总管 被许云和苏禅的小娘皮给杀了 我儿子也没完成少爷交代的任务 请少爷责罚 周明压着心中的怒火 恭敬地对着电话那头汇报道 而此时 上京苏家 大少爷苏浩淡定地听着电话 哦 我那个妹妹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手段吗 对于周家死人的事情 苏浩丝毫不关心 情况我知道了 你们没拿回我想要的东西 看来是指望不上你们了 云城的事情 你们不要管了 配合鼓叫那边行动吧 云城的事情 我会另外安排人 如果有必要 我会亲自去一趟 挂断电话 苏浩嘴角一抽 看着窗外飘落的树叶 冷冷地道 爷爷 你想将那件东西交给苏蝉 我就偏偏不让你入夜 哼 先吊着你一口气 等我拿到那件东西之后 我一定送你安详地离开 来人 请圣帝陈少过来 有钥匙相伤 或许我要去一趟云城了 苏浩南南自语道 叶军天吗 你也信叶 本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赶快本少的好事 宗师高手奈何不了你 那么圣帝 来得五尊高手 但愿你还能扛住 第35章 美丽少傅 云城 叶凡开车抵达云城大学 将车停在停车场之后 突然看到一个漂亮的美妇 抱着一个小孩 飞速朝停车场过来 那少傅将小孩放进车里之后 慌忙启动车辆 但一个不小心 直接将车撞在了花坛上 车头都被撞扁了 开始冒烟 再也启动不了 少傅都快急哭了 打开车门 又将小女孩从车里抱出来 看到叶凡刚从车里出来 连忙过来对叶凡哀求的 你好 求求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我闺女突然发烧昏迷 环口吐白沫 能麻烦你 送我去一趟医院了吗 我 少傅急得眼泪水 都快要流了出来 姐 你先别着急 我先看看小孩 我也是医生 我可以帮忙的 叶凡安慰着少傅 伸手摸了一下小女孩的脉搏 心中顿时有了底 姐 快 你将小孩放在车上 我给她施针 少傅此时都已经急得没有了分寸 只能按照叶凡的说法去做 她叫邱婉 是云城大学的一名讲师 自己一个人带着闺女 因为要上课 又不能带着闺女 所以只能将闺女放在家里 通过监控 看着家里的小孩 她刚才下课之后 才发现 自己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在宿舍里晕倒了 所以才如此慌张 邱婉将小女孩放好之后 叶凡从身上掏出银针 飞速朝着小女孩身上 挤出大银上扎去 太一巴针 这是北落师门的绝技 可以夺命 也可以救人 叶凡针法施展的时候 更是用将自己气静 顺着针肩 堵入到小女孩体内 不过几十秒 还在轻微抽搐的女孩 已经恢复了平静 苍白的脸上也有了血色 嘴里白沫也停止了 嗨嗨 两分钟过后 小女孩轻微咳嗽了一声 已经悠悠转醒 看着少妇 翘声声开口道 妈妈 我怎么在这里 三岁的小女孩 那柔弱的声音 瞬间让秋婉破房了 一把将女孩抱在怀里 思思 你吓死妈妈了 妈妈以为刚才 都要失去你了 刚才小女孩的情况 的确太吓人了 又是抽搐 又是口吐白沫 还高烧 昏迷 小孩子这样弄不好 就没了 姐 不用担心了 思思刚才是感冒引起了高烧 然后精缺 还有一些并发症 我刚才用针灸 已经化解了 其实 叶凡没有说的是 小女孩的情况 比叶凡嘴里说的 要复杂得多 有食物中毒的倾向 而且 叶凡刚刚查看了一下 小女孩似乎还有一些 先天的疾病 若不是刚才遇到了叶凡 恰好叶凡还会太以巴针 只怕就算送到医院 这个小女孩也抢救不过来 谢谢 谢谢 今天若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秋晚将小女孩抱着 身体都有些亮腔了 一半是因为跑得太累了 另外一半 则是因为下软了 叶凡微微一笑 不用谢 我也是顺手而为 你们住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吧 顺便再帮小姑娘推拿一下 开个药方 后面再稳定一下 啊 太感谢了 就在学校那边的教职工宿舍里 这么麻烦你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秋晚虽然想拒绝 但身体实在有些扛不住了 更何况叶凡说了 还要给思思推拿一下 开个药方 秋晚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 叶凡抱着思思 和秋晚一起朝宿舍走得去世后 双方互报了姓名 叶凡也了解到 秋晚是在学校教工商管理课程 原来还在大公司上过班 婉姐 你说你之前在阿尼巴巴集团 担任过副总裁 叶凡一脸诧异地看着秋晚 那后面为什么没有继续工作了 而是来当了老师 自己不正确人才吗 这就遇到了 是啊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 比较幸运 遇到了一个老大姐 带我入行 还将我推到那么高的位置 只可惜 后面遇到了那个人渣 然后怀孕了 再回去的时候 已经没了机会 再去其他公司的时候 一听说我要带着小孩 都拒绝了 无奈之下 只能来学校教书 叶凡盯着秋晚的叙说 但从秋晚的眼里 叶凡看得出来 秋晚其实并不甘心 婉姐 如果我邀请 你去我的公司帮我做管理 你愿意吗 叶凡一本正经地对秋晚道 秋晚顿住脚步 上下打亮了叶凡一眼 你 很显然 秋晚有些怀疑叶凡 叶凡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 如此年纪轻轻 有一身医术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还有自己的集团公司 长得还那么帅 苍天也太不公平了 怎么 不相信 叶凡转头看了秋晚一眼 我真有一家公司的 我的总经理昨天生病了 现在我正发愁在那里 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员 婉姐你看 我可以允许你 带着小孩上班 其他条件一切好说 秋晚看叶凡一脸正色 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特别是叶凡说 允许她可以带着小孩 这让秋晚非常心动 现在 思思年纪还小了点 要九月份才能上幼儿园 接下来这几个月 秋晚也不能一直 将思思一个人 关在家里啊 我 我先考虑一下吧 发生了今天的事情 秋晚明显不太想 让思思一个人 在家这样待着 但秋晚还是有些忐忑 一个方面 是叶凡如此年轻 到底是不是一时兴起 另外一个 秋晚离开岗位 这么长时间了 秋晚都不太确定 自己是否还跟得上时代吗 叶凡倒也没着急 不过从秋晚的言谈之中 叶凡感觉得到 秋晚是一个 有能力的靠谱女人 这是自己需要的人才 早晚要拿下的 跟着秋晚回到家 就是简单的职工宿舍 一室一厅 房间不大 但收拾得很干净明亮 阳台上还摆放着几盆绿植 只是看了一眼 叶凡就更加确定了 眼前的婉姐 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将思思放在床上 叶凡给思思推拿了一番 思思各方面的气色 明显好多了 叶凡也在用自己的气息 温养思思的脉络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思思不会有什么大事 推拿了一番 思思直接在床上睡着了 叶凡和秋晚 从卧室里出来 轻轻将房门带上 有纸和笔吗 叶凡朝秋晚询问道 因为叶凡马上要去 陪苏清柔去参加舞会 没有时间去帮忙抓药 所以只能写下药方 让秋晚自己去抓 有的 秋晚连忙在书桌那边 找到纸和笔 在茶几对面 弯腰递给叶凡 秋晚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胸前的领口虽然不大 但这么一弯腰 胸前的沟壑 还是一览无余地 展现在叶凡面前 很白 很大 而且充满一种温润的味道 隐约还有一股清香 浸入叶凡的鼻子里 里面有香皂的气味 还有女人独特的香味 顺着叶凡的目光 秋晚也发现了自己的势态 脸色一阵羞红 嘴里更是发出一阵娇撑 慌忙伸手捂住胸前的风光 有些慌乱地转身道 叶凡 你渴了吧 我给你倒杯水 第36章 暴打前夫哥 我渴了 叶凡一愣 那不是我渴了 是你认为我渴了 叶凡大笔一挥 在纸上迅速写下一道药方 毛粮三钱 雄黄两钱 叶凡将一副药方刚写好 秋晚刚才将一杯水端了过来 递给叶凡 虽然刚才秋晚已经整理了自己的衣服 但无奈秋晚的资本的确太雄厚了 稍微一弯腰 便再次跳脱了出来 弄得秋晚又是一个大红脸 不过一想到 刚才叶凡可是救了自己女儿一命 自己让她看两眼 似乎又没什么 想到这里 秋晚虽然满脸羞涩 但却没有伸手去挡住胸前的美好 如此一副欲据还迎的态度 让整个房间的气氛都有些疑泥 再继续这样待下去 叶凡怕要出事 少妇独特的韵味 真的很致命啊 咚咚咚 恰好在这个时候 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秋晚的脸瞬间一片苍白 似乎非常紧张 看着叶凡 迟疑了好几下 最终开口道 那个叶凡 不好意思啊 你能不能躲一下 躲一下 叶凡直接猛了 自己明明啥都没干 为啥要躲一下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 带来的是我前夫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他总过来找我要钱 若是看到你在这里 说不定他还要动手 秋晚一脸绝望地对叶凡树说着 眼神中都是痛苦 看到秋晚本来如此快乐 爱生活的一个人 却被生活如此折磨 叶凡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心疼 婉姐 没事的 有我 别怕 叶凡伸手将秋晚抱在怀里 伸手在秋晚的后背上拍了两下 秋晚有一瞬间的失神 感受着叶凡温暖宽阔的怀抱 还有叶凡身上迷人的味道 秋晚感觉自己沉寂许久的心 似乎再次波动了一下 但秋晚马上回过神来了 自己在乱想什么呢 叶凡这样的年纪 自己都大叶凡六七岁了 说不定叶凡 还是云城大学的学生 都说不定 还是一个小奶狗 自己怎么能有这么邪恶的想法 秋晚分神的片刻 叶凡已经走到了房门边上 伸手就要将房门打开 不要 秋晚想要开口阻拦 但却已经来不及 叶凡已经将房门打开 房门开启的瞬间 一个浑身酒气的纹身男子 差点直接摔了进来 看到叶凡 男子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开口大骂道 好啊 秋晚 你个不要脸的婊子 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开门 原来是在家里偷偷养了小白脸 你要脸部 还不让老子睡 你装什么青春 男子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一开口就对秋晚泼脏水 啪 叶凡没有灌着男子 仰手一巴掌 抽在男子的脸上 将男子抽的一个亮枪 脑袋冬的一声撞在墙壁上 顿时又起了一个大包 卧槽 你打我 小子 你居然敢打我 男子挥舞着拳头 想对叶凡动手 但看到叶凡那犀利的眼神 又有些发怵 所以只好继续对秋晚撒泼 臭娘们 还说老子乱搞 看你也没比我好多少 女儿还在家 大白天的居然忍不住吗 秋晚一脸苍白的走到叶凡身边 慌忙对男人解释道 不是的 赵红 你听我解释 我们不是 秋晚还想继续说话 但叶凡直接打断了秋晚 什么不是 你猜的没错 我和婉姐现在就是男女朋友 你们已经离婚了 秋晚他男朋友 你管得着吗 啊 再次被叶凡搂着自己的小蛮腰 秋晚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发烫 整个身体都快要软在叶凡怀里了 叶凡的怀抱就像有魔力一样 虽然只被抱了两次 秋晚却无可自拔的迷恋上了 赵红更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咪一样 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什么 秋晚 你居然敢他男朋友 没经过我的允许 你居然敢他男朋友 赵红那模样 像是自己心爱的玩具 被抢走了一般 左右看了一眼 抄起旁边的一把椅子 便朝着叶凡砸过来 小子 居然敢抢老子的老婆 我跟你拼了 小心 不要 秋晚眼神浮现一抹惧怕 但看到叶凡要受伤 还是义无反顾的 想要上前阻挡 之前这么多年来 虽然两人离婚都好几年了 但赵红只要一喝醉 就会过来找秋晚拿钱 还动手打人 不会有事的 叶凡对着秋晚淡淡道 然后搂着秋晚朝侧面 躲开了两尺的距离 然后叶凡一个鞭腿 横扫在赵红的肚子上 碰 赵红根本没机会躲闪 整个人直接被抽飞 狠狠撞在门框上 然后跌落在地上 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 叶凡上前 一脚踩在赵红脸上 冷冷地道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记住了 从今天开始 婉姐是本少的女人 你胆胆再来骚扰她 我打断你双腿 叶凡展现的出来的实力 本来已经足够能震慑住赵红了 但眼看秋晚就这么被抢走 赵红还是不甘心 小子 我劝你最好识趣点 你知道我跟谁混的吗 我大哥是虎爷 你敢惹我 虎爷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虎爷 李虎吗 叶凡淡淡一笑 是吗 你不妨给李虎打个电话 看他敢不敢动我半根汗毛 对了 本少叫叶凡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来 打电话 叶凡从赵红身上 掏出手机递给赵红 示意赵红拨号 叶凡如此的操作 让赵红直接傻眼了 我不敢 赵红有点怂了 从叶凡的眼神中 赵红看到了浓烈的杀气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叶凡是真的杀过人啊 若是惹毛了叶凡 真的将自己杀了 那岂不是什么都完蛋了 不打 那你不打 我就打你了 叶凡脚腕上 一阵气筋运转 顿时冲击的赵红 脑袋骨头都快要炸裂了 我打 我打 赵红颤抖地将电话拨通 对着电话里面道 虎爷 我是小赵啊 赵红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狠角色 他说他叫叶凡 说您不敢动他半根汗毛 混账东西 你说谁 叶凡 是不是一个年轻人 你大爷 别说老子认识你 你准备棺材 自求多福吧 确认了叶凡的信息之后 虎爷瞬间挂断了电话 但意思很明显 赵红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赵红彻底慌张了 慌忙不停地朝叶凡求情道 大哥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来招惹秋婉了 求你 把我当一个屁放了 第三十七章 我想让大哥哥当我爸爸 赵红又不傻 从虎爷的意思里 赵红听得非常清楚 虎爷见到叶凡 怕都要下跪的份 自己居然嫌命长来招惹叶凡 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放了你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回答的 是否让我满意 叶凡一脸邪魅地看着赵红道 现在婉姐可不可以自由谈男朋友 可以可以 我绝对不再干涉 很好 那我现在和婉姐进去睡觉 你有意见吗 叶凡杀人还要珠希 不吃 赵红感觉自己心脏上 似乎被狠狠捅了一刀 没 没意见 踏马大 老子有意见有什么用 也不敢说啊 听到叶凡的话 邱婉脸色又是一片羞红 而邱婉在旁边 看着赵红的模样 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抱负快感 同时心里也有些鄙视 你不是很能耐吗 就只会打女人 见到更厉害的人就怂了 叶凡看了一眼邱婉 又看了一眼卧室的房门 那边思思还在睡觉 虽然这样的人渣 叶凡很想废了她 但看在思思的面子上 叶凡还是决定放她一马 长叹一口气道 这次 看在婉姐和思思的面子上 放你一马 半辈子在床上度过吧 叶凡松开赵红 伸手拍了拍 赵红顿时如蒙大射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想要逃离这里 叶凡身上那凛冽的杀气 给赵红的压迫感太强 让赵红几乎都不能呼吸了 而且 叶凡的眼神也太恐怖了 几乎都刺穿人的灵魂一样 但赵红快要离开房门的时候 突然被叶凡一把抓住了肩膀 等一下 说话的同时 叶凡从身上摸出一个药丸 然后直接塞到赵红的嘴里 伸手一拍 直接让赵红当场吞了下去 啊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赵红一脸惶恐地看着叶凡 直觉告诉他 叶凡给他吃的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什么 一颗毒药罢了 如果你胆敢再骚扰婉解母女 就是你毒发身亡的瞬间 叶凡是刚才突然决定的 对于赵红这样的人 不能太掉以轻心 决定还是加一道保险 给赵红身体里放一颗毒药 震慑一下 虽然实际上 叶凡给赵红喂的 只是一颗普通的解毒丸 吃了也是排毒的作用 最多有几天腹泻罢了 但叶凡知道 越是赵红这种人 他们是极度自私的 宁可信其有 也不敢冒险 大佬 赵红都快哭了 这是彻底断了自己的念想啊 本来赵还还抱着幻想 打算找机会再过来纠缠秋晚的 可现在叶凡在他体内放了一颗毒药 赵红怎么敢放肆 怎么 你还想留下来吃晚饭 我这里 这种毒药还很多的 要不你再尝一下味道 叶凡见赵红还不打算离开 立马掏出了一大堆药丸 赵红下的浑身一哆嗦 几乎是顺着楼梯滚下去的 赵红离开 秋晚一颗悬的这心 也终于放了下去 再次看叶凡的眼神 多了几分其他复杂的意思 有感激 有崇拜 还有几分安宁 虽然秋晚为母则刚 但哪一个女人 是不需要关爱的 秋晚也想要一个男人的臂弯 让自己可以享受安宁 但遇人不输 之前遇到的前夫 趁秋晚喝酒醉了 然后就将秋晚睡了 也就仅仅只有那么一次 秋晚居然怀孕了 无奈之下结婚 最后却伤透了心 叶凡 谢谢你 秋晚真诚地看着叶凡 一脸感激 今天若不是叶凡在这里 秋晚怕是又要少不了一顿打 而上次发的一点工资 多半还要被赵红搜刮去 那个工资 秋晚是留着 准备给女儿买衣服的 叶凡摆摆手 不用客气 婉姐 时间也不早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 就先走了 我之前说的是 婉姐认真考虑一下哦 我等你消息 叶凡告辞和秋晚离开 临走的时候提醒秋晚道 婉姐 记得去给四思抓药 稳固一下 后面就不会有事了 叶凡离开 秋晚将房门关上 靠在房门后 神色有些发呆 自己真的要去叶凡的公司吗 叶凡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医术那么好 还和云城地下 教父虎爷 关系不浅 妈妈 一声清脆的叫唤声 打断了秋晚的思绪 四思将卧室的房门打开 怯生生地走了出来 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然后才开口道 妈妈 爸爸坏蛋 不会再来欺负我们了 对吗 应该不会了吧 秋晚有些迟疑 刚才她是亲眼看到 叶凡出手揍了赵红 临走的时候 还给赵红喂了毒药 还有虎爷的震慑 赵红应该不敢再放肆了吧 四思 刚才你已经醒了 秋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四思刚才是看到了所有事情 秋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虽然赵红人渣 但秋晚在四思面前 从来没有刻意去说过赵红的坏话 还是在尽力维持赵红爸爸的形象 嗯 刚才我看见大哥哥保护你了 大哥哥真的很厉害 太帅了 四思脸上带着微笑 天真的继续开口道 妈妈 我不想那个坏蛋当我爸爸 能让刚才那个大哥哥 当我爸爸吗 啊 秋晚听到四思的话 心不由咯噔 猛然跳了一下 四思 别胡说 妈妈和大哥哥 才刚见一面了 怎么能 秋晚感觉像是自己什么秘密 被窥探到了一样 有些慌张的 想给四思解释 但才说了一半 又戛然而止 叶凡看起来那么年轻 会医术 还有自己的公司 而自己已经是残花败柳 怎么配得上叶凡 叶凡又怎么看得上眼 算了 四思 妈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妈妈要去大哥哥的公司工作 你愿意吗 秋晚蹲下来 将四思抱在怀里 一脸正色地朝四思询问道 愿意 当然愿意啊 这样四思就可以天天见到大哥哥了 四思开心地拍着手 一脸向往 愿意吗 秋晚长叹一口气 看着窗外 心里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不是我自己想去的 是四思同意的 嗯 就是这样 第38章 昨晚 我们睡在一起 四思 妈妈带你下去买好吃的 但你要答应妈妈 等会我们去找花院长抓药之后 一定要乖乖吃药哦 秋晚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准备带着四思 去找医学院的花院长 去抓点中药 在之前 花院长见到四思的时候 就说过 四思的身体有问题 让秋晚早点带四思来检查 只是 一方面 秋晚没有时间 而更重要的是 秋晚没有钱 但秋晚有一点敢肯定的是 花院长医术 肯定是非常厉害的 今天叶凡救了四思一命 秋晚也是想带着四思过去 让花院长看看 四思还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好的 妈妈 云城大学医学部 这是和云城医院合作的 国家级医学中心 花思淼作为这里的院长 同时还挂置云城医院的院长 本身医术 更是纵横整个西南 乃至整个大厦 被人尊称为西南药王 当秋晚将药方 拿给花思淼看的时候 花思淼只是看了一眼 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熊黄 毛梁 这不是胡闹吗 这都是剧毒之物 怎么能入药 这 秋晚有些疑惑 难道叶凡是在骗自己 可是 秋晚是亲眼看到 叶凡将自己闺女 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四思 过来爷爷给你看看 花思淼之前 就了解秋晚和思思的情况 一直都在关注着他们 所以见到四思前来 便想给四思把脉一下 看看四思的情况 是否恶化了 但花思淼将四思的脉搏抓起 感受了几秒之后 脸上顿时浮现一抹惊恶 咦 不对啊 四思身体先天血脉亏欠 居然已经好转了 有恢复的迹象 而且体内的经脉 似乎被高手调养过 秋晚 是谁给四思看过 花思淼一脸凝重地看向秋晚 从四思的脉象来看 花思淼知道 四思肯定是遇到了高人 没有其他人啊 就今天 四思晕倒了 然后有个年轻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学生 然后给四思针灸了一番 然后给我开了个药方 让我来开药 再稳固一下 秋晚将情况给花思淼说了一遍 花思淼眼神开始放光 这个药方 是那个给四思看病的年轻人开的 花思淼将药方再次拿起来 没有任何轻视的心思 从头到尾 将整个药方完整地看了一遍 而脑袋则是飞速思考着 当药方看完之后 花思淼陡然一拍大腿 妙啊 老夫怎么没想到 虽然这些药材 单独的确是剧毒之物 但综合起来 按照特定的分量 那就是最好的温养药剂啊 高 绝对是高 花思淼将药方举起来 手舞足蹈 时而还哈哈大笑 然后将四思后背的衣服 掀起来观察了一阵之后 脸上更是无比狂热 太以巴针 是太以巴针的路子 哈哈 此生居然还能见到 神冬一点上的绝学现实 老夫没有白活 花思淼狂喜的同时 一脸灼热地看着秋婉道 那个青年说没说 他叫什么名字 秋婉点点头 他叫叶凡 说他自己还有公司 邀请我去他公司 去管理 叶凡 难道是那个家伙 花思淼作为云城的豪门权贵 自然听过叶凡的名头 三年前 叶凡只是苏家坠续的时候 因为泡妞 就名声在外 后面叶凡高调归来 在临世宴会上 搅黄轩家和林家的联姻 这么重大的消息 虽然林家极力想要封锁 但却依旧在云城 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流传开来 你有他电话吗 花思淼迫切地想要和叶凡 讨论一下医术方面的东西 但突然又顿住了 算了 我自己去找他好了 叶家太爷叶乾坤 身受重伤 本来就是 请花思淼上门医治的 花思淼有些不明白 既然叶凡有这样的医术 为什么还要请自己上门 花思淼稍微平静了一下思绪 按照叶凡给的药方 给邱婉将中药抓好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药方收起 邱婉老师 这张药方 我就先保管起来了 等我见到叶凡 我会亲自获取他的同意 然后再用这张药方 哦 好 邱婉有些疑惑 不就一张药方吗 花院长感觉像是 获得了什么宝藏一样 如此慎重 但邱婉不知道的是 叶凡给的这张药方 看似只是一张药方 但实际上 却帮花思淼 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很多药材之间的调和 完全是全新的一个思路 叶凡从秋晚的住处离开 自然不知道 自己一张药方 引来了这么重大的反应 关键后面 还帮叶凡解决了一个难题 因为叶凡想着 先隐藏自己的实力 暂时不太好 直接出手帮太爷治病 华思淼找上门了之后 叶凡正好可以借 华思淼的手帮太爷治病 在物流四班 叶凡找到苏清柔的时候 苏清柔正在四处张望 看到叶凡出现在教室门口 苏清柔一直发愁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光亮 姐夫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苏清柔一脸开心地跑出来 伸手轻腻地 挽着叶凡的手臂 一脸狡黠地朝叶凡道 姐夫 怎么样 昨天的手感还不错吧 想不想再试试 说话的同时 苏清柔娇媚地 将身体朝叶凡怀里 再挤了挤 似乎想要将自己 揉进叶凡的怀里一般 想到昨天在卫生间里的 尴尬场景 叶凡就有些无语 你还说 昨天 你明知道我认错人了 为什么不说 还故意那样 叶凡想要从苏清柔怀里 将手臂抽出来 但苏清柔却紧紧抱住 丝毫没有松开的打算 姐夫 假扮一下我男朋友 那个讨厌的家伙 又要来纠缠我了 说话的同时 苏清柔朝教室门口看了一眼 那边 一个穿着运动装的青年 快步朝教室门外走来 看到苏清柔如此轻腻地 将叶凡手臂搂着 眉头顿时紧皱了一下 朝叶凡伸出手道 你好 我是清柔的男朋友中华 你这样似乎有点不好 请放开他吧 这个叫中华的男生 似乎很有自信 上来就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 你是他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昨天晚上还睡在一起 那我算是他什么人 论演戏 叶凡说第一 绝对没人敢说第二 一句昨晚睡在一起 顿时让周围那些围观的人群炸锅了 第39章 吉娃娃也敢冲老虎呲牙 叶凡上来就王炸 就连苏清柔都有些受不了 脸色不由羞红了一下 苏清柔知道自己这个姐夫 不是省油的灯 但苏清柔却不知道 叶凡居然如此狂野 中华 这是我男朋友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不喜欢你 也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过去 现在 以后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苏清柔有些恼火地 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顿时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这个中华 说起来也是云城大学校草级别的人物 长得帅 而且家里也有钱 但不知道为何 其他那么多女孩子 中华不追 偏就看上了苏清柔 不厌其烦地纠缠苏清柔 让苏清柔都烦死了 苏清柔大概都听到中华的打算 打算在今晚的音乐晚会上 跟自己求婚 所以 苏清柔才想着 让姐夫来救场 清柔 你 你怎么能这样 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 你们怎么 就睡在一起了 你们 我怎么办 中华将口袋里的戒指盒子 紧紧抓住 尽力压制着内心的狂躁 此时 中华的心情 像是玻璃一样 开始碎裂 而且发出了明显 可以听见的咔嚓声响 自己追求了苏清柔三年啊 用尽了各种办法 却连苏清柔手都没碰到过 而现在 一个突然出现的叶凡 直接和苏清柔 睡了 中华甚至感觉 自己头顶上 多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我和我女朋友睡 关你屁事 难道还要请你当观众 在旁边喊666吗 叶凡冷哼一句 没什么其他的事 请让开吧 好狗不挡到 你 你给我等着 被如此羞辱 中华气得在地上直跺脚 然后对着叶凡放了一句狠话 然后快速离开了现场 给我去查 五分钟内 我要知道那个男人所有的信息 中华从人群中离开之后 对着身边的狗腿子 呵斥道 不过两分钟 就有狗腿子上前汇报道 中少 查到了 那个家伙叫叶凡 根本不是苏清柔的什么男朋友 而是他姐夫 那家伙 天天在会所泡妞 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罢了 听到手下汇报的消息 中华突然开始心情大好 我就说嘛 苏清柔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 有了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 有本少在 云城大学 谁敢染指清柔 小白脸姐夫吗 哼 今晚音乐会 我让你丢脸丢到姥姥家去 中华一脸邪魅的 看向叶凡和苏清柔离开的方向 手腕一动 一条武功和一只毒蜘蛛 出现在中华的手掌里 苏清柔 今晚 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求我救你姐夫的命 大家都只知道 中华是云城大学的钢琴王子 老师是全国文明的钢琴大师李云 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中华还会另外一门邪术 那就是苗疆古术 中华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牛逼师傅 传授中华古术已经多年 和钢琴上的造诣相比 中华对自己的古术更满意 随意操控这些毒物商人 中华早就已经驾亲就熟了 这么多年 中华也跟着师傅 执行了不少任务 无一例外 全部成功 一想到叶凡那手臂 靠在苏清柔胸前 中华就恨不得 现在将叶凡弄死 云城大学的音乐晚会 主题是校庆预演 下午六点的时候 学校的表演大厅里 就已经坐满了人 音乐晚会正式开始时七点 舞台上已经摆放了钢琴 架子鼓 小提琴等各种乐器 距离晚会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小时 主办方给了大家充分的自由 让大家可以自由上台表演 展现自己的才华 叶凡和苏清柔 进入表演大厅的时候 中华和几个狗腿子也进来了 中少 要不我们现在动手 将那个小子丢出去 中华的那几个狗腿子 已经调查清楚了叶凡的身份 知道叶凡不过是苏家的坠绪 便胆子大了起来 当然 凭他们的实力和渠道 还不足以调查到 叶凡乃是叶家大少这个身份层面 中华看了一眼舞台上的钢琴 邪魅一笑 不着急 今天不玩死他 我跟他姓 花音落下 中华朝着舞台上走去 中华人长得 其实有几分帅气的 在学校又有钢琴小王子的称号 上台的时候 顿时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欢呼 中华从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 清了清嗓子 大家好 我是中华 趁着这个自由表演的时候 我想邀请一位同学上来表演 他居然想跟我抢苏清柔同学做女朋友 苏清柔同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不知道那个棒锤 知道钢琴有多少个健位吗 随着中华开口 几个狗腿子操作着聚光灯 打在叶凡和苏清柔身上 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 我看就不要在这里装什么鸡毛了 你敢接受我的挑战 刷 大厅里已经到场的同学 所有的目光都向苏清柔和叶凡看过去 苏清柔作为云城大学的校花 在学校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苏清柔男朋友的话题 一直都是同学中间的最热门的 大家都之外 钢琴小王子中华一直都在追求苏清柔 但苏清柔现在却和另外的男生 如此亲密地坐在一起 这是有点意思了 很显然 中华在公然挑衅苏清柔身边的这个男人 中华这个混蛋 苏清柔察觉到中华的意思 顿时明白了 中华这是想公然羞辱叶凡 姐夫不用理他 叶凡之前就不知道低调两个字怎么写 今天来是给苏清柔撑场面的 如此情景之下 叶凡若是认怂的话 那丢的不光是自己的脸了 连苏清柔的脸都要丢干净 挑战 呵呵 中华 本来 你这种垃圾 是不够资格来挑战本少的 叶凡淡淡地开口 虽然没有话筒 但红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 全清楚地传进了所有同学耳朵里 不过 为了让你死心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你的挑战 台上的乐器随便你挑 本来就是 吉娃娃居然敢冲老虎呲牙 不知道是不是梁姑娘给你的勇气 叶凡话音刚落下 在观众席另外一边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们这位叶少 可是国际钢琴大师 都要崇拜的偶像 中华 劝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第四十章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王富贵 叶凡顺着声音的目光看去 那边开口的不是别人 正是王富贵 这货 恰好将很多叶凡不好说的话 给说了出来 叶凡悄悄对王富贵 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而王富贵 则是回应了一个OK的手势 哼 叶凡 装什么装 只要你今天能完整弹奏 一曲钢琴曲 我当场跪着叫你爸爸 中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也是拼了 不过 若是你钢琴没有我的弹得好 那就请你离轻柔远一点 那不是你所能触碰的女人 好 你先开始吧 不然 等会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哼 中华也懒得跟叶凡争论 在钢琴前面坐下 食指开始迅速跳跃 一首莫扎特小夜曲 在原本的曲子上 还加了好几个变化 曲调悠扬 充满情绪感染力 整个大厅里 所有的同学都暗暗点头 为中华高超的手法表示赞叹 在舞台旁边 钢琴大师李云和几个好友 也都坐在一起 听完中华的弹奏 几个好友 纷纷朝李云投来羡慕的目光 老李亚 你收了个好苗子 将来你有一波传承了 是啊 中华同学的艺术 是最近这些年 我见到的最好的 假以时日 他在钢琴上的造诣 一定会超过老李你 对于同强的赞叹 李云心里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哪里 哪里 他还需要继续进步 不过 李云话语顿了一下 突然想起三年前 在不列颠簧公宴会上 自己所看到的 那个年轻人的表演 眼神里瞬间浮现一抹神望 要说天赋 我见过的一个年轻人 那才真的是人间绝技 那一曲天命九章 完全就不是人间的曲调 李云大师 作为大厦国内 数一数二的钢琴大师 能让他赞不绝口的曲调和天才 肯定不是寻常人物 况且 李云几个同伴 也都听过网上流传的 那个天命九章的版本 曲调优雅不说 关键是其中的韵律变化 太过于巧妙 就算让他们这些大师 照着曲谱 都不一定能完整弹奏出来 而且 在大厦 网友发了好多神奇的视频片段 那就是天命九章的韵律 似乎可以通灵 能和自然万物通灵 只要播放天命九章的曲调 那些飞鸟 走兽 情绪似乎都要安宁不少 是啊 那个曲调 简直就是人间仙乐 我若是能再听一次 此生无憾 几人在说话的时候 钟华一曲完毕 最后一个悠扬的长音 将现场的气氛拉到高潮 所有的同学都开始欢呼起来 下面还有不少女同学 对着钟华喊话道 钟华 我要给你生猴子 钟华 我爱你 虽然这还不是正式表演 现场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么好 钟华对自己的表演也很满意 装逼地对众人鞠了一躬 然后拿过话筒 朝着叶凡道 叶凡 现在该你了 姐夫 你真的行吗 看到叶凡 似乎真的打算上台去表演 苏清柔一脸担忧地朝叶凡道 和叶凡相处三年了 苏清柔虽然知道 叶凡很风趣幽默 人也不错 但苏清柔从来没看到过 叶凡弹奏钢琴啊 开什么玩笑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叶凡对着苏清柔微微一笑 脚弯在地上一点 身体流畅地从观众席上 朝着舞台上闪身而去 叶凡行走的过程中 无形中已经运用了 北洛师门的 林波威布身法 随着聚光灯的移动 在其他同学的眼中 看到叶凡的步伐无比丝滑 双手复利 就那么宛若仙人一般 就突然上了舞台 似乎在叶凡的脚下 有一道滑轨一样 刚开始 同学们还有些发懵 但很快在场的同学 都反应了过来 卧槽 你刚才看清 那个叶凡是怎么上去的没有 没有啊 我怎么感觉 叶凡那家伙 似乎很厉害样子 那步伐 你们看向不像太空步 我看向 而且还是非常高明的太空步 身体看起来没动 已经到了几十米之外 厉害 厉害 今天的晚会 越来越精彩了 叶凡上台 朝那里一站 似乎冬日里的 一轮暖洋一样 让整个大厅的气场 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刚才还喧闹无比的现场 瞬间在叶凡的气场影响下 安静下来 各位 我三年没弹琴了 有点手声 就弹一首天命九章吧 叶凡一开口 整个大厅 瞬间沸腾了 扑哧 你踏马手声 就弹天命九章 天命九章现场录制的版本 在网上流传三年 到现在 依旧是网上最火的曲调 播放量超过百亿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曲子虽然好听 通灵 但却是登天的难度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 可以将那首曲子复刻出来 一些模仿者 无论怎么努力 手指达不到那个频率 根本无法弹奏出那种感觉不说 还将整个意境破坏 结果不光是不像 天命九章的原版曲调 而且非常难听 正所谓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就你 还谈天命九章 吹牛也不打草稿吗 简直笑死我了 中华看到叶凡 如此淡定的模样 本来还有些紧张的 怕叶凡是猪吃老虎 但一听到叶凡 居然要谈天命九章 顿时松了一口气 天命九章的难度 中华自然清楚 因为中华自己 私下模仿了无数次 但却从来没有成功 那手指弹跳的速度太快了 就算中华练习了功夫 动作依旧跟不上 叶凡嘴角邪魅一笑 在钢琴上坐下 伸手随便弹了几个音符 感受了一下情剑的力道 白皙的手指情剑上跳跃 现场的摄影师 给了几个特写镜头 投影在大厅的屏幕上 帅气的侧脸 修长的身材 还有那迷人眼睛 瞬间让所有同学都是一代 姐妹 我发现我又恋爱了 我也是 我怎么突然发现 这个叶凡同学 比中华要好看多了 眼睛要更加有神 会勾人 算了吧 你们别想 那是人家苏清柔的一中人 你们没看到苏清柔眼珠子 都恨不得跳了出去吗 众人朝苏清柔看去 只见此时的苏清柔 双眼死死盯着台上的叶凡 特别是看到叶凡在情剑上 按下几个按键的时候 那帅气的动作 让苏清柔的一颗心 都快要跳出来 帅 姐夫简直太帅了 而且 苏清柔有一种感觉 姐夫弹琴的手法 一定非常高超 叶凡如此狂妄的态度 让舞台旁边观望的李云几人 很是失望 都准备离开了 可当叶凡坐下你一瞬间 李云陡然看到了叶凡的侧面 那模样 突然和脑袋里三年间看到的那个形象 开始重合起来 是他 难道真的是他 李云有些愕然 脚步在原地顿住 三年前 李云名气还没现在这么大 去参加《不猎癫皇家宴会》的时候 都只能坐在角落里 看到那个人表演天命九章的时候 李云都每完整看到 那个人的脸 叮咚 叶凡的手指终于动了 一连串的音符 瞬间在大厅里响起 第41章 一首仙月百鸟嘲讽 震慑四海 仿佛是流水从高山上滴落 顺着山间溪流 缓缓流淌 跨过山河 奔流入大海 又如惊涛骇浪 膀膊翻涌 又似九天惊雷 天地风云洞 又似林间清月 洒下一地的斑驳 时而激昂 时而婉转的音符曲调 恰似描绘了世间万物生灵 欣欣向荣的画面 众人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副 天人合一的理想国 如此空灵 洗刷心灵的曲调 深入灵魂 让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有的同学都准备去上厕所的 但抬起的脚步 却就这样停顿在空中 有的同学 本来在仰头喝水 但水流顺着脖梗流了满身 却浑然不知 而更神奇的是 随着叶凡手指下的音符 持续响起 从大厅的窗户里 居然飞进来一群喜鹊 在舞台前开始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 还有蝴蝶 萤火虫 白鸟朝放 李云看着眼前的一幕 整个人都呆住了 双眼满是炙热 就是他 就是他 原来那个天命九章的真正作者 就在我们大夏 大夏之幸啊 古人说 乐通国运 一个国家乐调的变化 从某些方面 是可以体现 一个国家的兴衰变化的 当一个国家的音乐 大多数是迷你之音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李云王的时间 也就不长了 而现在 叶凡的这一首天命九章 就是人间仙乐 是人类最顶尖的音乐 没有之一 整个大厅鸦雀无声 乐调顺着表演大厅 传出大厅之外 整个云城大学 所有人似乎都隐约听到了 有某种生命的力量在呼唤 内心瞬间 似乎充满了力量 更多的飞行 朝着表演大厅聚集 在表演大厅 之上盘旋 整个云城天空之上 天地之间的气息 似乎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以云城大学 形成了一道漩涡 云城镇武斯 莫中等人在监控仪器上 再次发现了 不正常的气息波动 不长 又是晨曦 又出现了那样的波动 我们要去追查吗 莫中白白手 不用 上次我们过去 都没找到那位大佬的踪迹 我想 那位大佬 应该是不想我们打扰到他 若是有机会 我们自然会相见 东海蓬来 一个道人手持浮沉 瞬间似乎也心有所感 看着大厦的方向 难难道 仙月祭出 人皇当心啊 天下苍生 终究还是有救了吗 南海 某处岛屿上 一个戴着尼姑帽的中年尼姑 也是到了一声阿弥陀佛 仙月现实 依林 你也该去大厦了 你还有一段 未了成员没有了结 去吧 叶凡的一曲天命九章 不觉间 已经搅动了天地风云 引起了各方震动 而云城大学 表演大厅里 叶凡沉浸在钢琴弹奏的曲调中 当时在不列颠兽王妃的邀请 叶凡也是当场即兴而坐 却没想到 却成了永恒的经典 当时 叶凡即兴将这首曲调表演出来的时候 叶凡当时就感觉自己 似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 能感知万物 能感受所有生灵一呼一吸 叶凡自己对武学方面的感悟 更是达到千倍 万倍进步的速度 而此时 叶凡再次弹奏 也有同样的感觉 叶凡一边弹奏 一边非常珍惜地 去领悟自己 在武学上的一些稚固 同时 也去感悟自己三年来 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 之前 好多问题 叶凡哪怕是恢复了实力之后 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此刻却非常迅速地就想通了 脑袋里很多东西 瞬间开始豁然开朗 叶凡自己也暗暗吃惊 一首曲子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能让自己各方面的感悟 在瞬间有所突破 虽然没有确认 但叶凡知道 经过今天这么一走 叶凡的实力 肯定再次进步了 只是 叶凡现在的实力 显然已经在武尊之上 是否超越了五胜 叶凡也没有对手 来和自己战斗验证啊 除非 有四大胜地的高手来挑战叶凡 或许还能验证一番 叶 天命九章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那种感觉 就像是漫天黄土之中 一粒落入大地的尘埃 似乎是生命的终章 象征着生命的最终落幕 但同时 又似乎是一颗落入尘埃的种子 象征着新的生命新生 围绕在舞台前的 那些飞鸟已经散去 但众人耳边 那神奇 深入灵魂的曲调 似乎还在回响 天才 妖面 不是人间英勇 这是所有人心里 同时浮现的词语 就算站在舞台侧面的中华 内心都甘败下风 自己的确没有叶凡弹得好 但在这样的场景下 中华怎么可能认输 毕竟 中华一旦认输 那可是要当场叫爸爸的呀 我弹完了 中华同学 你怎么看 叶凡从钢琴前起身 淡淡地看向中华 吊打中华 这是肯定的 但叶凡不知道的是 他自己的表演 已经不是吊打 而是降维打击 碾压的体无顽肤 就是朱星的那种 哼 叶凡 你算什么本事 不过是模仿别人 取调而已 好 他好了 叶凡 你最棒 我要给你生猴子 我突然发现 和叶凡比 中华的琴声 就是在强剪我的耳朵 叶凡还没开口 下面的那些同学 都开始沸腾起来 狂热地 对着为叶凡喝彩呼喊道 刚才那几秒的停顿 完全是因为他们 还沉浸在叶凡取调 所描绘的那个画面中罢了 现场高涨的气氛 足足持续了五分钟 好些同学都要冲上去 和叶凡合影 若不是现场 有安保人员维持秩序 今天估计 高低都要才死几个 情况你看到了 就不要嘴硬了吧 不要再招惹苏清柔了 不管我是他男朋友 还是他姐夫 你都没机会的 叶凡耸耸肩膀 最后一次劝着中华道 不过 是一个想要抢女友的 青涩少年罢了 警告一下就算了 叶凡没有打算和他们计较 但中华却并不打算买账 哼 叶凡 我不服 你这是投机取巧 有本事你让我老师也臣服 我就放手 中华还话还没落下 李云和一群国内的钢琴大师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朝舞台上冲过来 老师 您来得刚好 要不您弹一曲 一定比他弹得好 中华看到李云 还以为李云是上来 给自己撑场面的 想要拉住李云 但李云却一甩手臂 直接将中华甩到了一边 快步朝叶凡小跑过去 远远地便伸出了双手 紧紧将叶凡的手握住 大佬 终于再见到您了 三年前在不列颠皇室宴会上 看到过您的表演之后 我都惊为天人 没想到 居然再次看到您表演了 叶绍 有您是我大下之幸啊 第四十二章 叫爸爸 我等着听 嗯 看到自己伸出去的手 拉了个寂寞 中华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特别是看到李云 居然如此卑微地 讨好的跟叶凡握手 中华心里更是又惊又木 要知道 在叶凡之前 李云对自己这个弟子 那可是说捧在手心里怕话了 无比地顺从 疼爱 而现在 在这么多人的舞台上 居然冷落了中华 老师 您这是 您不会认错人了吧 中华也快步上前 提醒着李云 中华之前听李云说过 三年前 在不列颠皇室宴会上 老师遇到过一位 弹奏天命九章的神人 难道那神人 就是眼前的叶凡 怎么可能这么凑巧 闭嘴 叶凡先生那仙乐一出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这是我大下之幸啊 还不赶紧给叶凡先生道歉 李云这些人 都是精通音律的人 某些方面 已经窥探到天机了 从叶凡的音乐天赋方面 就能看出 叶凡将来一定成就非凡 更何况 当时再不列颠皇室宴会上 就是皇室王妃 亲自陪着叶凡出席 叶凡的身份能简单 可惜 自己这个傻徒弟 居然还以为 叶凡只是一个普通的坠婿 就算是坠婿 你以为大下的那些坠婿 有一个简单的 各个都是身怀绝技好吧 啊 道歉 老师 凭什么啊 中华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老师 不光是冷落了自己 还要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叶凡道歉 若是自己真的道歉了 那自己的脸 往哪里放 自己以后追求苏清柔 那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凭你当着那么多人 侮辱叶凡先生 李云对着中华呵斥了一声 同时低声在李云耳边道 中华 我这是在救你 不然 你会后悔的 李云是真心为中华好 或许道个歉 叶凡一笑而过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李云不知道的是 中华也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中华除了钢琴 小王子的身份之外 还有那个牛逼的鼓教师傅 那个鼓术师傅许诺了 等中华毕业之后 就会给中华 一个能号令整个天南的位置 自己早晚都是那么牛逼的人 为啥要给一个吃软饭的垃圾道歉 老师 我不会道歉 你 李云气得不行 冷着脸开口道 中华 我刚才听到 你和叶凡先生打赌了吧 说叶凡先生 如果能完整地弹一首曲子 你就叫叶凡先生爸爸 现在叶凡先生 不光是弹了一首完整的曲子 而且还比你的曲子好百倍 你看着办吧 要么道歉 要么 叫爸爸 叫爸爸 刚才中华和叶凡打赌的时候 是拿着话筒说话的 现场几千名同学听得清清楚楚 都是最好的见证 此时 众人都跟着一起起哄 中华整个人顿时蹦不住了 一脸怨恨地看着李云 自己这个老师 非要看自己这么当众出仇吗 中华又将目光转向叶凡 试图希望叶凡放自己一马 但刚才叶凡的确打算放过的 不过看到中华那欠揍的样子 叶凡怎么可能惯着 叶凡从旁边主持人手里 将话筒拿过来 微笑着道 看在你和清柔是同学的份上 跪下就算了 喊一声爸爸 就算了吧 这 中华被这么的同学盯着 还要当众叫叶凡爸爸 中华此时尴尬的 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 自己以后还怎么在云城大学混 自己哪里还有脸追溯轻柔 都是叶凡 你这个混蛋 坏老子好事 你给我等着 等会 老子一定放蜈蚣咬死你 还磨葬什么 李云对自己这个徒弟 越来越失望了 最近一段时间 中华花费在恋情上面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而是分心去参加一些 不必要的商业活动 现在又如此敢做不敢当 爸爸 在老师和这么多同学的压迫下 中华无奈对着叶凡叫唤了一声 哎 叶凡还没答应 现场几千男生 到时一口同声地应答了一声 随即是一阵轰然的哈哈大笑 大家并没有将这当做多大的事 只是当玩笑一乐罢了 年轻真好 但中华 却感觉要死了 整个人非常不好 怨恨地瞪了叶凡一眼 飞速朝舞台下面奔跑离开 叶凡给李云等人签了一个名 也踏不朝舞台下面走去 姐夫 你太牛了 我平时怎么没发现 你会弹琴 苏清柔一脸崇拜地看着叶凡 整个身子又靠了过来 呵呵 你不知道的东西多着了 我还会其他很多乐器的 比如吹销啊等等 有空了我教你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身子朝侧面躲闪了几分 想要避开苏清柔的波浪攻击 察觉到叶凡的动作 苏清柔娇称一声道 哎呀 姐夫 你躲什么嘛 昨天晚上 那你又不是没摸过 哼 你别想否认 叶凡嘴角抽了一下 这个小妮子 昨天肯定是故意的 现在想要以这个把柄 拿捏本少 不可能 以后不听话 那就打屁股 打一次还不听话 那就打两次 在本少面前 从来只有女人听自己话的分 叶凡从来不会惯着 只是 今晚 叶凡是来陪苏清柔参加晚会的 叶凡也就懒得跟苏清柔计较 宴会很快就正式开始 因为有了叶凡今天的表演 虽然这次活动 大家准备的节目 其实都很优秀的 只是有叶凡的表演 注意在前 后面所有的表演 都有些索然无味 轮到中华表演的时候 中华更是以身体不舒服 直接没来露面 后面唯一让大家感到兴奋的节目 就是叶凡和苏清柔 一起上台的舞台 本来苏清柔 就是准备的一首 优美的古风舞蹈 叶凡则是找来一把道具剑 配合苏清柔 来了一首剑舞 画面侠谷柔情 诗情画意 颇有霸王别姬的感觉 只是没有那份悲壮 更多的却是英雄热血 豪情万丈 将现场的气氛 再次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晚的宴会 对大部分同学来说 都是热烈的 兴奋的 精彩的 苏清柔 也是开心到了极点 自己终于甩掉了中华 那个讨厌的苍蝇 而且 姐夫在学校表现得那么棒 让苏清柔脸上格外有光 只是 当两人音乐会结束 刚刚开车来到校外 就被几辆黑色的面包车 拦住了去路 一群七八个手 拿着钢棍的壮汉 走到叶凡和苏清柔的车前 叶凡是吧 下车 我们终少有请 叶凡从来不找麻烦 但麻烦却偏偏要找上门来 第43章 离了大谱 叶凡还能被绑架了 你们想干什么 苏清柔听到 是中华玩这一出阴招 瞬间怒气冲天 但又是满脸担忧地对叶凡道 姐夫 你不要下车 中华肯定不会放过你 我马上报警 说话的同时 苏清柔就打算将手机拿出来 可苏清柔的手机刚拿出来 就被一个壮汉直接抢走了 对不起 苏小姐 我们并不想针对你 希望你不要插手这件事 你们 苏清柔一脸愤怒 想要将手机抢回来 但却根本没有机会 苏清柔还想呼叫救援的时候 叶凡却伸手拦住了苏清柔 转头看向那几个保镖道 我可以下车 但你们先让他先离开 这 几个保镖迟疑了一下 想到中华的命令 只是让他们将叶凡带走 而且还刻意交代了 不要伤害苏清柔立马点点头 好 只要你跟我们走 他可以离开 姐夫 我不走 我要跟你一起 中华不会放过你的 我跟着你一起去保护你 苏清柔倔强地想要跟叶凡一起下车 但叶凡却伸手拦住了苏清柔 你不相信姐夫吗 你跟着我一起去 反而会拖后腿 乖 赶紧回家 其实 中华不来找叶凡 叶凡也要去找中华 因为之前在礼堂大厅靠近中华的时候 叶凡就察觉到了 中华身上毒蛊的气味 古教当年霍乱天下 被帝国联合诸多力量镇压 将残余力量赶回到苗疆十万大山 明确规定了 没有帝国的允许 任何古师不得离开苗疆半部 而中华身上居然有毒蛊的气味 这是古教又打算死灰复燃吗 可是 姐夫 虽然昨晚苏清柔亲眼看到 叶凡将云飞扬那么多人打趴下了 但还是满脸担忧 放心 我很快回来 赶紧走吧 叶凡下车 看着苏清柔启动车辆 消失马路的尽头之后 跟着几个保镖 朝旁边一条阴暗的巷子里走去 而叶凡快要进入巷子的时候 一个老头匆忙从校门口追了出来 不是别人 正是医学院的院长华思淼 刚才华思淼也在表演大厅里 看到叶凡出来之后 华思淼也连忙追了出来 却没想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叶凡居然被人绑架了 简直没有王法了 叶凡可是会太以巴针的妖孽存在 而且 从叶凡的那张药方 华思淼就知道 叶凡的医术 一定是 获得了神浓一点的绝世传承 叶凡是大夏医学界的未来和希望 是无价之宝的宝藏 岂能被这些人渣混混毁了 想到这里 华思淼没有任何迟疑 快步跟上去的同时 拨通了一个电话 血炎 爷爷这里遇到了一个麻烦 有一伙人渣要绑架杀人 你马上带人过来支援一下 位置 就在云城大学旁边的三号巷子里 啊 爷爷 您要注意安全啊 不能冒险 电话那头 一个好听的女孩声音响起 还想劝阻一下华思淼 但华思淼直接挂断了电话 此时 云城巡城司总部 华雪炎迅速召集着人手 快 通知特种大队 随我一起行动 有杀人事件要发生 一定要抓紧事件 瞬间 从巡天司总部 十几辆警车呼啸出动 接到转角处 苏清柔将车开出了十米远 心里还是放心不下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万一姐夫出了什么事 那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对 马上找帮手 可是 找谁了 苏清柔还只是个学生 平时的生活圈子非常单纯 根本没接触其他的什么人 苏清柔正在焦急的同时 突然看到叶凡的手机 居然望在了座位上 连忙将叶凡的手机打开 找到上面连最多的一个人 是王富贵 这个人苏清柔知道 是经常和姐夫一起炮会所的人 也是云城的富二代 先好像在大厅里 还帮姐夫说话了 就是他 苏清柔拿着电话 拨通王富贵的号码 王富贵的声音 顿时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嘿嘿 夜少 大好时光 怎么突然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是又碰到了什么几品妹子 王富贵 我是苏清柔 不好了 姐夫被中华的人抓走了 你能想办法救他吗 苏清柔直接打断了王富贵的话 将这里的情况说了一遍 什么 夜少被抓走 在哪里 我马过来 靠 兄弟们 都别玩了 马上跟我去救人 王富贵一边急促地 朝苏清柔询问着 似乎还在招呼着身边的兄弟 之前爷爷王中 还有些反对 王富贵和叶凡天天混会所 但叶凡回归叶家之后 爷爷得知 王富贵的那个好兄弟 就是叶家大少叶凡 直接下达了命令 让王富贵天天跟着叶凡 一方面 是让王富贵跟着叶凡好好学习 而另外一方面 则是让王富贵 负责保护叶凡的安全 毕竟 外界现在知道叶凡的 对他的印象 都还只是一个混迹会所的浪荡子 以为叶凡还是废人一个 功夫并没有恢复 就在云城大学旁边三号巷子 你们要快点啊 好 我们马上就过来 王富贵此时 就在云城大学对面的KTV里 和一帮兄弟在玩耍 听到苏清柔的电话 没有任何迟疑 立马招呼着众人道 所有人 我大哥被人绑架了 有种的马上跟我去救人 从今往后 你们就是 我王富贵的亲兄弟 叶凡可不能出什么事 爷爷再三交代 要王富贵对叶凡寸步不离 若是叶凡出了什么事 那爷爷怕是要将自己的皮疤了 走 王富贵身边十几个兄弟 也没有含糊 纷纷捞起桌子上的酒瓶 还有椅子 踹开房门 火速朝着三号巷子冲过去 张少 你们家的工地 不就在那附近吗 快 让你们的工人将推土机开过来 谁他们敢动我大哥 老子今天将他撵平 另外一边 苏清柔刚和王富贵挂断电话 叶凡手机上 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叶少 您让我们做的事情 已经安排好了 开口的 正是云城四大教父之一的李虎 你也是叶凡的朋友吗 你能来救姐夫吗 姐夫被中华的人抓走了 苏清柔将情况再次说了一遍 电话那边 李虎没有任何迟疑 什么 苏小姐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通知云城所有兄弟们 马上朝云城大学旁边的三号巷子集合 拯救叶少 李虎一声令下 李虎旗下所有的兄弟 都开始行动起来 寻天丝化血盐 王富贵和自己的一群兄弟 还有李虎的人马 所有的人瞬间开始行动 整个云城似乎都开始沸腾起来 那些不明所以的人 看到各大厂子里 李虎的人都拖着家伙开始行动 心里都有些疑惑 云城这是又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叶凡也没想到 自己去见一下中华 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第44章 姐夫 我来救你了 这份情太重 第44章姐夫 我来救你了 这份情太重 3号巷子里 叶凡跟着几个保镖 朝前走了几十米 里面的灯光越来越昏暗 这里面的巷子 虽然有七八米宽 但却是个死胡同 在胡同的尽头 中华和一个中年男子 坐在两把椅子上 看到叶凡被押送过来 中华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 叶凡 你不是很牛逼吗 来啊 现在牛逼一个给我看 麻蛋 居然敢跟本少强女朋友 还让老子当着那么多人喊爸爸 靠 叶凡朝地上按下去 可是 那四个保镖抓住叶凡的肩膀 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却丝毫不能撼动叶凡分毫 叶凡依旧稳如泰山地站在原地 眼灼灼地盯着中华道 中少 不就是轻柔拿我做挡箭牌 拒绝了做你女朋友而已 不至于弄这么大的阵势吧 怎么不至于 麻蛋 若不是你 今天老子就拿下苏轻柔了 中华看着叶凡那淡定的样子 就更来气 居然还谈天命九章来打老子的脸 看你还怎么谈 跟我斗 你还不够格 中华的家里虽然也有点钱 在云城也算一号人物 只是他们的层面显然不够 他们所能调查到情报 也就只是到叶凡是苏家坠续而已 叶凡乃是叶家大少 这一层身份 中华的家里还调查不到 所以 中华才敢这么嚣张 他自认背后有鼓叫撑腰 一个叶凡 算个鸡毛 自己不还是轻松拿捏 看到自己的几个手下弄了老半天 还没将叶凡暗岛跪下 中华有些气愤地站起来呵斥道 你们几个蠢货 耳聋了吗 老子让你们将他按下去跪着 你们没吃饭啊 叶凡身边的四个保镖 眼里此时都充满了无奈 还有惶恐 钟哨 我们 我们都已经用尽了全力啊 可 领头的保镖脸都战红了 大口大口地喘气 同时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他们四个可都是兜两百斤的壮汉 居然无法将叶凡暗倒 说明叶凡怕 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饭桶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不知道用钢棍锁砸啊 他是你们爹吗 钟华对着保镖怒骂着 而钟华身边 那个中年男子眼皮跳动了一下 提醒着钟华道 钟哨 要不赶紧动手吧 直接将他杀了 免得夜长梦多 就这么杀了他 太便宜他了 这个混蛋 让老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脸 今天我一定要玩死他 钟华的眼里闪过一抹阴力 一想到叶凡对自己心灵造成的创伤 就恨不得将叶凡生吃了 看到自己那几个蠢货手下 钟华都等不及了 从旁边保镖手里 抢过一把战刀 拖着战刀朝叶凡走过去 叶凡眼睛冷冷盯着钟华 当才钟华和中年男子的对话 叶凡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今天钟华将自己绑来 似乎不光是因为苏清柔这件事情啊 而是要自己的命 在叶凡身边 几个保镖手里的钢棍 战刀 也都举了起来 准备朝叶凡身上招呼 叶凡浑身杀气一阵激荡 正在考虑是否要动手的时候 巷子里突然响起一阵 发动机咆哮的声音 同时 还有一个女孩子娇和的声音 姐夫 别怕 我来救你了 只见一辆蓝色宝马 SUV呼啸着从巷子口冲过来 不是别人 正是苏清柔 这小妮子 居然没走 还杀回来 要救自己 叶凡转头看着呼啸而来车辆 心中不由浮现了一抹温柔 这个小姨子 对自己还真不错啊 叶凡知道 作为一个女孩子 明知道前面是危险的火坑 还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是需要多大的勇气的 这小姨子 该不会真的爱上了自己吧 一想到昨天晚上那惊人的手感 叶凡心里涌现出一种别样的情绪 要不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叶凡脑袋里思绪转动的瞬息 苏清柔将油门踩到底 不要命地朝叶凡这边冲了过来 巷子里 中华几个来不及躲闪的保镖 直接被撞飞了 而叶凡身边 中华和那几个准备动手的保镖 也都被吓得慌忙朝侧面躲闪而去 苏清柔 你踏马彪命了 中华看到下车的是苏清柔 气得直跳脚 对着苏清柔大声呵斥到 而苏清柔根本没有理会中华 而是直接扑到叶凡怀里 紧紧将叶凡抱住 姐夫 你没事吧 姐夫 我放不下你 姐夫 我喜欢你 苏清柔扑在叶凡怀里 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从最开始 强行鼓起勇气开车来营救 到后面 看到叶凡没事 心里松了一口气 到此刻 紧紧将叶凡抱住之后 心里那种浓烈的安宁 不舍 和心弦颤抖的狂烈 都恨不得将叶凡揉碎 到自家胸腔里一样 苏清柔的情感 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 心中压抑多年的情感 再也不受控制的全面爆发 如绝地的洪水一样 肆意泛滥 苏清柔紧紧将叶凡搂住 仰头朝叶凡的唇上吻去 都说患难见真情 此刻 苏清柔彻底明白了 苏清柔就想把此刻 当作人生最后一天过 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看着怀里家人脸颊上的泪珠 叶凡无奈长叹一口气 他心里知道 昨天晚上 如果说还有点阴差阳错 半推半就的话 那么现在 应该是彻底的真情流露吧 这样的一份情感 太重 而且也太难得 叶凡不忍拒绝 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所以 这一吻 叶凡没有病 而是同样柔情的回应 至于渣 就让别人去说吧 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 都静止了一样 空气中 弥漫的是一股浓烈的甜味 若不是周围 还有那么多拿着战刀 刚棍的保镖 大家都以为 这是才拍爱情片了 看着眼前 如此撒狗粮的一幕 中华眼圈红了 快被气哭了 你们一群傻逼 你们都是吃翔长大的腰 都还愣着干什么 要等人家把孩子都生出来吗 啊 气死我了 第四十五章 我就想杀个人 能不能不要打断我 中华此时 感觉内心跟被针扎一样 难受的都恨不得 将自己胸膛撕开 把心脏拿出来 用钢丝球揉搓 之前在教学楼那边的时候 叶凡说 昨晚他和苏清柔睡在一起 中华还觉得 那是气话 但现在 两人当场抱在一起 还如此亲密的亲吻 这是赤果果的挑衅 在自己伤口上撒盐 捅刀子啊 快 给我冲上去啊 那些保镖被中华提醒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拖着战刀 朝叶凡和苏清柔冲过去 中华还显保镖的速度不够快 伸脚在其中一个保镖屁股上 踹了一脚 而此时 另外一边 那个中年男子 接了一个电话 什么 周涛也可能是叶凡杀的 我知道了 一定不让他好死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周涛的二叔 也是周家家主周明的亲弟弟周红 这次前来云城 一方面是调查周涛的动向 另外一方面 则是配合中华斩杀叶凡 而就在刚才 周红得到消息 周涛极有可能也死在叶凡手里 周红顿势坐不住了 钟哨 等会 不要一下弄死叶凡了 我还有事情要问他 若是周涛是死在叶凡手里 那叶凡现在的实力 怕是和外界有所不一样啊 这件事 就必须要慎重对待了 中间有些细节 一定要调查清楚 叶凡和苏清柔抱在一起 感受着周围攻击而来保镖 脚下步伐巧妙运转了几下 轻松避开了几个保镖的攻击 从远处看 叶凡就像是在搂着苏清柔跳舞一样 不过周红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钟哨 有些不对 叶凡不可能运气那么好 我怀疑他会功夫 是故意再细耍我们 让大家一起上 赶紧制服他 钟哨还没开口 巷子口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老者呵斥声 钟哨 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敢搞绑架 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来者正式急速赶来的医学院院长 华思淼 看到华思淼前来 钟哨眉头不由皱了一下 华思淼作为西南药王 在整个西南 乃至大厦的威望 是非常高的 钟哨可以真的杀了叶凡 这些消息叶凡就只是苏家的坠序而已 但钟哗却不敢轻易动华思淼了 若是他动了华思淼 不光是华思淼的家里人会找钟哗的麻烦 甚至钟哗的上级都可能会惩罚钟哗 因为好些人都受过华思淼的恩惠 当然 若是钟哗知道了叶凡真实身份 哪怕钟哗背后有鼓叫撑腰 估计钟哗也不敢轻易对叶凡动手 华思淼一句话呵斥完毕 这才看到场地正中间的叶凡 搂着苏清柔还在亲吻 绑架的场面啊 钟哗这么好心组了个局 邀请叶凡和苏清柔来跳舞 华院长 您德高望重 我不能得罪您 但今天的事 我劝您还是不要管得好 钟哗对华思淼还算客气 来人送华院长回家 两个保镖立马上前 想要架着华思淼 老夫是云城人民医院院长 连上京大阁老都找我治过病 我看你们谁敢动老夫 华思淼一声呵斥 顿时让那几个保镖愣在原地 不敢随意动弹 将目光转向钟哗 虽然这些保镖大多没见过华思淼 但却听过华思淼的名头 华思淼本身虽然不会功夫 但背后的人脉力量太恐怖了 若是惹毛了华思淼 那后果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你们怕什么 又不是让你们打华院长 只是送华院长回家 钟哗有些没好气地 对手下呵斥了一声 马上行动 出事我负责 有了钟哗这句话 那两个保镖这才继续行动 左右架着华思淼 便想将华思淼从巷子里架出去 华思淼虽然身体还不错 但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不是两个壮汉的对手 被两个保镖架着 眼看就要被带走 华思淼还在吼叫 钟哗 你不能这样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紧 保护我大哥 兄弟们冲啊 架着华思淼的两个保镖 刚刚走了两步 就发现从巷子口又冲进来一批人 领头的正是王富贵 而跟随王富贵一起来的 还有两台推土机 突突着呼啸 朝向子里冲进来 看到如此场景 那两个保镖吓尿了 慌忙将话思淼丢下 朝侧面躲闪而去 今天怎么这么多虎玩意 苏清柔开车 直接撞了过来 后面居然 直接有推土机开来了 后面是不是还有大炮也要开进来 钟华也是郁闷到顶了 老子不就是抓个叶凡吗 你们至于这样 还有完没完 老子本来 只想弄死一个叶凡 你们都这么想死是吧 还有谁 想死他马的就一起来 钟华双眼一片赤红 心里已经开始狂躁了 老子就只是想杀个叶凡 从最开始苏清柔来捣乱 到话思淼来捣乱 现在王富贵又带着这么多人前来 到底要到哪样 还有老子 钟华 你敢动叶少一根汗毛试试 我让你整个钟家陪葬 巷子口 又是一道红亮声音响起 李虎带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快速涌进来 李虎带来的人 至少是钟华的人马的五倍之上 而且 李虎后面的人 还在源源不断冲进来 钟华的那些手下 瞬间有些耸包了 缩小包围圈 朝钟华靠近过去 叶少 教官 李虎和王富贵 话思淼几人都聚集到叶凡身边 在死胡同里 和钟华的手下对峙着 叶凡看着眼前一幕 长叹一口气 辛苦大家了 叶凡看了一眼怀里的苏清柔 知道这些人 应该就是这小妮子通知的 其实上 不管钟华有多少人 叶凡都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 但毕竟 苏清柔也是一番好意 哼 虎爷 你也要为叶凡撑腰吗 很好 人都来齐了吧 那就一起上路吧 你们黄泉路上 也好有个伴 钟华面对李虎压倒性人数的压迫 丝毫没有慌乱 叶凡 你以为人数多 就一定能打得赢吗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本少的威力 说话的同时 钟华嘴里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 而下一刻 从钟华黑袍里面 无数黑色的虫子 便爬满了钟华的手臂 看起来像是密密麻麻的密封 围绕着蜂巢一样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了估计都要头皮发麻 嗜血骨 叶凡一眼就看出来 那是骨教十大禁骨之一的嗜血骨 第46章 儿子 你让跌下跪 这不孝顺啊 当年被大厦和骨教都联合禁止了 现在钟华居然可以控制 十大禁骨之一的嗜血骨 叶凡的脸色也开始凝重起来 看来骨教的确已经开始死灰复燃了 而且问题还很严重了呀 钟华手臂一挥 那一团黑色虫裙 冲向旁边一只游荡的野狗 吃吃 这让人头皮发麻的声响之后 一条野狗瞬间从众人面前消失 只留下一地的狗毛 空气中还留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死 在场的李虎 王富贵 华思苗等人看到 眼前这一幕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大哥 你和小嫂子先走 我来断后 王富贵二话没说 上前一步 挡在叶凡前面 挥动手里的啤酒瓶 示意叶凡和苏清柔先走 李虎也带着几个嫡系兄弟 上前一步 挡在叶凡前面 教官 这些毒蛊太诡异了 瞬间就可以将一条野狗吞噬 那若是附着到人体身上 人哪有存活的可能 算我老头子一个 华思苗也上前了一步 叶少 记得一定要将大夏医术发扬光大 看着这几个人 在面对如此生死危机的情况下 居然都还能上前为自己断后 叶凡心里不免有几分感动 脑袋里又想起了三年前 师门遭到袭击的时候 师门的那些师兄弟 还有师叔 师伯 也都是这样用血肉之躯 互为自己逃走 让自己狗活了这么多年 那些可恶的偷袭者 本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 哈哈 想走吗 今天一个都别想走 你们不是讲兄弟义气吗 那就一起整整齐齐上路 老子说的 耶稣也改变不了 中华一脸得意地看着众人 控制着 那一群凶猛的蛊虫 朝叶凡等人席卷而来 在众人面前不到三尺的距离 突然让那些蛊虫停下 中华一副胜利者姿态 看着叶凡道 叶凡 现在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跪下给我道歉 喊我一声爸爸 我可以放了你的那些同伴 怎么样 教官 别管我们 你赶紧走 就算你跪了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等叶凡开口 李虎便焦急地开口 催促着叶凡 苏清柔则是依偎在叶凡的怀里 很满足得道 姐夫 只要跟你在一起 死我也不怕 叶凡淡淡一笑 对苏清柔 李虎 王富贵等人道 都这么悲伤干什么 谁说的我们要死 今天我们一个都不用死 放心吧 叶凡随即转头看向中华道 中华 你不孝顺 自古以来 哪有儿子让殿下跪的 你搞忘了 在礼堂的时候 你还亲口叫了我爸爸 现在你这么做 是杀父啊 叶凡一句话 瞬间让中华炸毛了 叶凡 你这是找死 中华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的面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居然被迫给叶凡叫爸爸 简直就是人生奇耻大辱 随着中华一声令下 毒蛊虫裙呼啸着 朝叶凡扑过来 中华脸上浮现一抹猙獰 去死吧 叶凡 等你死了 你老婆苏伊雪 我一定会好好疼爱 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李虎和王富贵 华思苗等人都是 一脸凝重地盯着那些扑过来毒蛊 王富贵甚至将衣服都脱了下来 打算挥舞着拦截那些毒蛊 小畜生们 冲着你王爷爷来吧 没用了 十大禁蛊之一的嗜血蛊 你们谁能挡得住 中华得意地狂笑着 但话说到一半 中华突然顿住了 因为中华发现 那些毒蛊 在靠近叶凡不到一尺的位置之后 居然全都一动不动了 而且 不光是不动 居然都开始瑟瑟发抖 似乎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下一刻 所有的毒蛊 居然都不受中华的控制 全部坠落到地上 然后匍匐在地上 似乎在朝拜什么一样 从叶凡手上 一个金光的甲虫浮现 对着地上的那些毒蛊 扇动了一下翅膀 嘴里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 瞬间 全都发疯地朝反方向飞过来 几个避让不及的保镖壮汉 瞬间被嗜血骨吞噬 化作了一片枯骨 那些蛊虫 继续朝中华的那些保镖冲去 眨眼间的功夫 中华带来那些保镖 就全部消失干净 还站着的 就剩下中华和周虹 中 中少 怎么回事 你的毒蛊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不受你控制了 周虹脸色一片苍白 看着眼前的情景 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我 再怎么知道 中华一边后退 一边回应了周虹一句 目光陡然看到 叶凡手里的那个金色甲虫 瞬间想到了 师父说过的一个东西 古皇 你 你身上怎么有古皇 中华瞳孔一阵放大 满眼全是震惊 师父说过 古教有一个圣物 叫做万古顶 那是天下所有 古虫根源和祖宗 而万古顶最厉害地方 就在于里面 豢养着一只古皇 谁若是能得到万古顶 那就能控制古皇 从而可以号令所有的毒蛊 无论你控制 多么凶狠歹毒的毒蛊 都要听从万古顶里古皇的命令 现在古皇在叶凡手里 那说明 万古顶必然就在叶凡手里 要知道 现任的古教教主 用尽了所有的人脉力量 都没有获得万古顶 在古教里的地位 一直都名不正言不顺 因为万古顶都只传历代教主 如果自己得到了万古顶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就可以掌控整个古教 想到这些 中华眼里居然还浮现了一抹贪婪 丝毫不知道 叶凡已经给他判了死刑 呼呼 中华 本来没打算杀你 但你修炼十恶级的劲 还妄图用劲骨杀人 那就留你不得了 叶凡控制着那些嗜血骨 疯狂朝着中华扑过去 不 不要 叶少 饶命 我给你跪下了 中华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给叶凡跪下 叶少 我错了 我狗眼看人帝 我再跟你抢肃青柔了 我一定离他远远的 我有眼不识泰山 如果你不解气 可以将我眼珠子挖掉都可以 中华跪在地上 不停地给叶凡磕头 什么节操 底线 那东西可以吃吗 还是能救命 此时的中华 根本都顾不得那么多 第47章 耕徒子 再看挖掉你眼睛 不是我要杀你 是周家 是他来让我杀你的 我只是奉命行事 中华将所有的锅 都推给了旁边的周红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叶凡冷冷一笑 他当然看得出来 中华不过是被利用的 一颗棋子罢了 真正知道一些内幕的 应该就是旁边的周红 不等中华话说话 叶凡大手一挥 那些毒骨将中华全部包裹 吃吃 顷刻间 中华全身血肉 已经被那些毒骨吞噬干净 只留下一堆枯骨 在中华毛发衣服里 一小块半透明的东西掉落下来 居然没被那些毒骨吞噬 叶凡好奇地将那东西捡起来 有点类似佛骨设理 但又不是 不过叶凡拿在手里 能清晰地感受到 里面一股古朴的能量在波动 隐约和自己 还有某种感应 但此时显然不是研究的时候 叶凡将东西收起来 中华死了 刚才还无比喧闹巷子 瞬间一片安宁 站在原地严阵一带的李虎 王富贵 华思苗等人 都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这 王富贵等人 刚才看到中华那恐怖的手段 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结果 居然突然来了一个反转 叶凡绝处逢生 身上居然有骨黄 将中华一群人全反杀 大哥牛逼 我就说嘛 我大哥鹦鹉逼人 高大威猛 剑车爆胎 阎王剑了都舍不得收 怎么可能就这么挂了 王富贵反应过来之后 丝毫没吝啬自己的彩虹屁 就是一顿吹 关于叶凡的事情 爷爷全部告诉了王富贵 王富贵此时也明白了 叶凡好歹也是 北落师门的妖孽天才 只是功夫还没恢复 其他的手段 却并没丢失啊 就单说这一招蛊虫控制术 那些人想要弄死叶凡 就没那么容易吧 天才啊 华思苗在一旁也一脸惊叹 自古一古不分家 叶凡居然还会 古教神秘的古术 太厉害了 若是自己那孙女 叶凡将中华解决之后 控制着蛊虫在周虹身边涌动 淡淡地看着周虹道 周家的人 周涛是我杀的 你还有什么说的 周虹本身也会一点功夫的 但现场中华那么多人都死了 叶凡身边还有这么多帮手 周虹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果然是你 不是 我是说杀得好 周涛该杀 叶少饶命啊 今天杀叶少 完全是中华的意思 跟我无关啊 我只是跟着过来看热闹的 到这个时候 周虹还不说实话 叶凡冷冷一笑 控制各着蛊虫上前 瞬间将周虹的一条腿丝咬掉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是谁想要杀我 啊 是苏家 是上京苏家大少苏浩 你保了皇家一号 苏浩让我们来杀你的 若是古教的人杀不了你 他们还会请圣地的人来杀你 饶命啊 我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周虹疼地躺在地上打滚 嘴里不断哀嚎着 叶凡鼻孔冷哼一声 上京苏家吗 自己不去找他们 他们还主动找上自己了 那就来吧 为了小师妹 叶凡早晚也要将苏家铲平 扑吃 剩下的蛊虫冲上去 瞬间将周虹撕咬干净 周家是当年进攻叶家的主力之一 叶凡怎么可能放过 这里现场被那些毒蛊吞噬得干干净净的 除了空气中血腥味 还有巷子里两把中华和周虹坐过的椅子之外 现场什么都没留下 众人若不是亲眼所见 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原来骨骄的手段那么可怕吗 一群虫子 就可以杀人无形 现场刚刚被清理干净 巷子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化血炎带着一群特警 快速冲了进来 所有人都不准动 这里是谁在制造绑架 领头的化血炎 虽然穿着一身制服 但那规模颇大勾壑 还是快要从衬衣里跳了出来 白皙的肌肤 小蛮腰堪堪一卧 关键下面还是短裙黑丝 如此一身打扮 对男人实在有太大的魅惑了 叶凡的眼神自然而然地 落在化血炎身上 顺着胸 朝下面的黑丝长腿看去 那眼神 让化血炎感觉有针在自己身上扎一样 登徒子 看什么看 问你们化了 谁在这里搞绑架 光天化日之下 还有没有王法了 叶凡还没开口 化四秒连忙站出来道 血炎 你来了 刚才就是这位夜少被绑架了 不过凶手已经 刚才已经被我们打跑了 他 是他被绑架了 我怎么更像是他绑架别人了 化血炎皱眉上下看了叶凡一眼 这家伙怎么看 都不像是擅长 虽然长得帅 但却是皮坏皮坏的 那双眼睛 一点也不老实 老实盯着人家胸看 你还看 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叶凡从化四秒的表情动作看出来 这个美女 应该是化院长搬来救兵 美女 明明是你的风景 自己挑到我眼睛里来 这不能怪我啊 要不 咱们把你胸前美好风景给切了 你 化血炎被叶凡一句话对得哑口无言 气愤地在地上直跺脚 血炎 不得无理 这位夜兽 买是当时神医 医术逆天 快给神医道歉 化四秒沉着脸 呵斥着化血炎 顿时让化血炎一脸不可思议 道歉 爷爷 您没被他威胁吧 如果您被他威胁了 您就眨眨眼睛 我带了这么多人 咱们不怕他的 化血炎一本正经地看着化四秒道 化四秒翻了个白眼 心中暗道 你带这么多人 有个屁用 叶凡的手段 只要将那虫子释放出来 再来十倍的人马 照样是位虫子 威胁个屁啊 化四秒伸手在孙女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你啊 赶紧带着你的人撤吧 你母亲的病 还要指望夜少 这个世界上 估计只有夜少才能治好 啊 这一次 化血炎神色有些凝重了 看爷爷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自己母亲卧病多年 爷爷都无法治好母亲 眼前这个经常混迹会所的家伙 能治好母亲 撤 虽然化血炎对叶凡的医术 还是有所怀疑 但也没做过多的纠缠 招呼了手下一声 一群人迅速撤离了现场 化血炎离开之后 化四秒这才恭敬对夜凡一句公道 夜少 刚才孙女冒犯 老夫带她给你道个歉啊 话语顿了顿 化四秒深深看了夜凡一眼 没想到啊 夜少藏得这么深啊 第四十八章 夜少 你把我们都骗了 夜凡淡然一笑 化院长也以为我只是混迹会所的浪荡子吧 毕竟 之前夜凡入坠苏家的时候 不是在会所 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 外界所了解的形象 夜凡就是一个十足的纹固 之前的确有所误解 今天老夫来 本来是 想要请教夜少 那张药方的 说话的同时 化四秒将夜凡给秋晚开的那一张药方拿出来 夜少这一张药方太精妙了 但其中有三味药的搭配 老夫实在有些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知道夜少能否赐教一二 本来 化四秒就是前来救自己的 之前 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更是没有离开 而且还冲在前面 夜凡对化四秒印象不错 化院长 和您交流医术完全没问题 这张药方我 甚至可以送给您 还会传授您一些医术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啊 真的吗 化四秒都惊呆了 夜少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老朽只要能办到 该不推辞 夜凡有如此逆天的手段 只要能得到夜凡的指点 那就天赐机缘啊 别说一个要求 就算一百个要求 化四秒都会答应啊 很简单 替我的功夫 以及古术保密 然后代替我去给我太爷治病 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他治好 就这 化四秒还以为 夜凡会提出 多么不合理的要求 原来就只有这么一点要求 夜凡点点头 就这 您肯定知道 三年前夜家遭受袭击 我现在虽然实力恢复 但我 还要继续隐藏 要等所有的仇家出现 才会出手 而那些见到我真正实力的人 都已经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夜凡扫了一眼旁边的李虎 王富贵 还有周围王富贵的兄弟 李虎手下 全身杀气肆意释放 让众人呼吸都不由一几 你们也一样 嘴巴多言一点 化四秒并不笨 夜凡是什么意思 化四秒瞬间明白了 老朽明白 一定保密 同时心中感叹 夜家出了一条龙 当年那些对夜家 落井下石的人 怕是要遭殃了 这个药方里面的关键 就是量的把握 还有相生相克的道理 夜凡没有任何迟疑 将药方里的核心秘密 给化四秒讲清楚 同时 当面直接传授了化四秒 他以八针中的三针 这三针治疗我太爷足够了 如果你天赋足够好 等过段时间 我可以再传授你后面呢 师父在上 请受徒弟一拜 化四秒看出夜凡 传授自己的事 神农秘典中 绝学太乙八针之后 不顾夜凡反对 直接跪地拜师 夜凡虽然年轻 但绝对担得起这一拜 对于化四秒的行为 夜凡倒也没有特别去阻止 在外人面前 你还是叫我夜少就行了 夜凡算是接纳了化四秒 这个徒弟 毕竟 有化四秒这个身份在这里 夜凡后面很多事情处理起来 就容易得多 不远处的王富贵 那些兄弟 看到化四秒 居然当众给夜凡下跪拜师 一个个都惊呆了 这 自己眼睛没看错吧 云城人民医院的院长 西南地区的要王 居然给夜凡下跪拜师 但一想到夜凡刚才 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 又觉得 一切都是正常 化四秒千恩万谢地离开 李虎这才找到机会 上前悄悄对夜凡道 夜少 刚刚手下的兄弟汇报 已经有好几个人 鬼鬼祟祟地 在我们关押夜修的地方 周围打探 应该是有人想对夜修动手了 夜凡淡淡一笑 这么快就着急动手了吗 看来 夜修身上真的有干货呀 将你布置在门口周围的兄弟都撤走 口袋拉大一点 我们马上过去 若是那里保卫的人太多了 他们就没机会动手了 夜凡现在要做的就是 布置一张大网 等对手自投罗网 然后一网打进 好 众人离开之后 两条巷子之外 一个黑衣青年 收起望远镜 拿起对讲机会报道 部长 你可不知道 刚才我看了一出超级精彩的大戏 我想 引起能量波动的那个超级高手 我已经找到了 就是夜家大少夜凡 他隐藏得好身啊 这名青年 正是郑武斯的成员 今天巡逻到这边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夜凡和中华对抗的一幕 张扬 这件事属于最高机密 你记住了 今天你所看到的 除了你我知道之外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明白吗 否则你会有灭门之灾 啊 是 部长 云城郑武斯总部 部长莫中结束通话之后 脸上浮现一抹异样的光彩 叶家大少夜凡吗 果然是高啊 我就说叶家 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倒下 看来 明天我得要找机会 亲自跟我们去拜访一番了 钟家别竖脸 中华母亲的床上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卖力地在一个女人身上耕耘着 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中华的母亲谢芳 而旁边地上 一个卷缩着的男人 睡得跟死猪一样 正是中华的父亲 而那个面具男人 则是中华的古教师父 名叫龙忠 是古教的三长老 最近几年 一直在云城活动 阿龙 这样还是不好 那个死鬼还睡在旁边 你就这样 有什么不好 儿子都不是他的 哼 若不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好暴露 还要他帮忙掩护 他早就没命了 哼 上个月 你给了他几次 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隔音 哎呀 人家也是没办法嘛 毕竟我们是表面上夫妻 我若是不同意 怕他怀疑 哥哥 你轻点 所以 中华所谓的父亲 其实根本不是父亲 而是一个类似五大郎存在 两人在床上一阵翻云覆雨之后 刚刚躺下歇息 龙忠突然感觉心头一痛 不好 中华出事了 不吃 下一刻 龙忠居然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中华到死都不知道 他其实并不是父亲中一鸣的儿子 而是他古教师父龙忠 和母亲偷情的私生子而已 龙忠之所以那么用心教导中华古术 自然是因为他是自己儿子的缘故 而且 为辅助中华快速成长 龙忠 将自己的本命骨都复刻了一份放在中华身上 一旦中华有什么危险 龙忠便能立马感应到 可就在刚才 龙忠发现自己的本命骨复刻的那一份 直接毕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女人询问的声音都在颤抖 中华死了 有人杀了中华 龙忠脸色一片阴沉 心疼儿子是一个方面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他放在儿子中华身上的那块不死骨 那可是比性命还要贵重的东西 现在已经探明的功能 不死骨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武道气息 辅助修炼速度提升千百倍 而且据说不死骨 还有让人永生的作用 是无价之宝 是谁 是谁杀了中华 龙忠迅速穿好衣服 对谢方招呼了一声 迅速闪身离开房间 我出去一趟 中华身上那个东西 是龙忠拼命抢来 他可以没有儿子 没有女人 但一定不能没有那个东西 所以 龙忠要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究竟是谁杀了中华 要把不死骨抢回来 第49章 杀人灭口 还是来送人头 云城西郊的一个仓库里 这是李虎关押夜休所在地方 这里之前是物流公司的集中地 后面城市改造 这里大部分公司都已经搬走了 留下一些仓库 还有一些公司还在使用 不过晚上人就少了 不过今天 夜色之下 十几辆车悄悄在仓库外围停下 一群穿着黑色T恤的壮汉 纷纷从车上下来 而走在前面领头的 不是别人 正是林东 阿杨 得到的消息 就是这里吗 林东转身 朝身边一个年纪不大小年轻询问道 这个年轻人 是二叔林华的亲儿子林阳 不过虽然林阳虽然已经二十岁了 但智商上却有点问题 似乎一直就停留在十来岁的样子 所以 这也是林华将家主接班人 定成林东的原因之一 林华没有选择呀 他倒是想要定自己的儿子是接班人 但自己亲儿子有点智障 怎么能管理林氏集团 是的 刚才是他告诉我的 林阳说话的时候 指了指身边一个队长模样的人 大哥 这里是躲猫猫的好地方啊 本辉大哥陪我一起躲猫猫好不好 林东一阵无语 今天老子是来杀人 躲个鸡猫的猫猫 早知道就不应该带这个智障来 你们的消息对不对啊 这里鸟不拉屎的地方 林虎能将夜休关在这种地方吗 放心吧 林绍 我们的兄弟亲眼看到夜休白天 在这里露面了 错不了的 就在前面八号仓库 里面到底有没有 我们将门砸开一看就知道了 林阳身边 那个保镖队长一脸肯定地开口道 林东这次行动 都从林家调集了上百保镖高手 就是怕出现什么意外 哐当 当林东和手下将仓库大门砸开之后 里面灯光亮起 三个正在斗地主的混混 立马跳起来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这三人 正是李虎安排在这里的 看压的手下 老实点 李虎的那三个手下 刚刚站起来 就直接被林东的人按着 重新坐了下去 砰砰 下一刻 几人直接被敲晕 灯光打开 林东很快就发现了 被绑在墙角的夜休 此时的夜休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脸上全是血痕 身上的衣服 也已经破烂不堪 林东看到了夜休 夜休也看到了林东 顿时两眼放光 林绍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 我真的 要被他们折磨死了 林东嘴角一翘 将手里的探照灯 朝夜休身上照了一眼 对于夜休的遭遇 林东一点都不感兴趣 叶凡感兴趣的是 夜休究竟暴露了多少当年的信息 当年的秘密 你说了多少 林东上前 并没着急给夜休松绑 而是眼灼灼地盯着林东 朝林东询问道 我什么都没说啊 林绍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不然他们 也不会一直这样绑着我啊 夜休一脸激动 林绍 你快给我松绑 带我离开这里 夜凡那个混蛋来过这里 我怕 夜休是知道夜凡手段的 连黑龙都被夜凡干掉了 而且夜凡还可以 改变自己的容貌 甚至 夜休都有些怀疑 眼前的林东 是不是都是夜凡假扮的 从而来对自己用苦肉计 听到说夜凡来过这里 林东浑身也不由一阵哆嗦 踏骂的 你怕 老子更怕 自己裤装里那玩意 就是被夜凡一脚踢眉的 而自己脑袋开花 也是拜夜凡所赐 林家颜面扫地 一切都是夜凡干的好事 但现在林家 却不敢直接对夜凡动手 只能寄希望血一门人 尽快进行下一次行动了 既然什么都没说 那我也就放心了 林东邪魅一笑 伸手从旁边保镖身上抽出战刀 瞬间架在夜休的脖子上 脖子上的寒光气息 瞬间让夜休猛逼了 林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你怎么想杀我 我和你二叔都商量好了 后面我还要掌控夜家 为林家效劳的呀 哼 为什么杀你 因为有些事情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夜休 你知道的太多了 而且还在夜凡面前暴露了 那么对不起 你只能死 林东没有任何迟疑 挥动手里的战刀 便准备将夜休的脖子割断 不 不要啊 林少 你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你们不能这么过河拆桥 但无论夜休如何求救 林东没有丝毫手软的意思 夜休都能感受到 刀锋都已经刺穿了脖子肌腹 夜休绝望了 自己当年为了掌权夜家 林家 周家联合 当内应 将夜家所有的人员部署 都泄露给了林家和周家 最后才导致夜家当年几乎灭门 如果自己当时不那么鬼迷心窍 早点将自己所知道袭击告诉老爷子 是不是夜家就不会输得那么惨 而那样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掌权夜家 夜休都有些后悔了 但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要 扑吃 眼看林东的战刀都要割断夜休的喉咙了 一颗石子突然袭击而来 击中林东的手臂 直接将林东的一条手臂击穿 骨头硬生锻炼 战刀掉落在地上 而林东的手臂也瞬间锻炼 啊 卧槽 谁踏马对老子动手 林东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臂 嘴里大声咆哮着 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人选 叶凡 肯定是叶凡 这么大晚上的 叶凡居然还在这里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叶凡是故意在这里等自己 而抓住夜休 还故意对外放出消息 一切都是诱饵 围点打圆 目的就是再等 看谁来救夜休 或者谁来杀叶休 那么 谁肯定就和当时袭击夜家脱不了干系 叶凡能做这样的布置 林东自然提前就想到过 所以这次来 林东也做了完全布置了 带了一百多个保镖 防的就是叶凡设置圈套 不然就只是 简单抓个夜休 或者杀人灭口 哪里需要这么大的证实 作为林家内定的接班人 林东其实一点都不笨 只是运气不太好 遇到叶凡罢了 林少 这么晚了 我们又见面了 叶凡微笑着 从二楼的门背后走下来 林东仔细打探了一番 叶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 叶凡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狂 以为自己一个人 可以干得过本少 带来的这么的保镖高手吗 等会就让你跪着求饶吧 第五十章 大哥 我错了 我只是想当您的一条狗 叶凡和林东招呼了一声 随即转身 看向叶修道 叶修 现在你看到了吧 你死鸭子嘴硬 还在为林家开拓 他们却直接想你死 你甘心吗 值得吗 你就真的甘心 你自己一个人被折磨 而那些你曾经的盟友 却出卖你 想要杀了你灭口 将所有的脏水 都推到你身上 叶凡一句接一句的话语 钻进叶修的耳朵里 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 本来 李虎用各种手段 折磨了叶修一整天了 叶修都还能坚持住 因为他始终坚信 林家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找到自己的 一定会救自己的 因为叶修知道 当年袭击叶家的那么多秘密 若是叶修一旦将这些秘密 泄露给了叶凡 那就是铁的证据 叶家对林家动手 就理所当然了 不甘心 叶修双眼赤红地盯着林东道 林东 你们都不得好死 这是你们逼我的 我给你们卖命 你居然出卖我 还想杀我灭口 那就不怪我了 叶修 只要你杀了林东 我什么都告诉你 叶修此时宛若疯狂了 和叶修比起来 此时叶修更想林东死 林东此时也镇定了下来 杀了我 叶修 你在做梦吧 今天来 我就是做了万全准备的 我这里有一百多个保镖 叶修就算是神仙 也打过这么人吧 就算累 也要将他累死 林东一边说话 确定楼上没有其他人之后 林东就更加嚣张了 只有叶修一个人 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这是杀叶修的绝好机会 叶修 跪下给我道歉 求饶 求我原谅 或许我可以看在 宣语飞的面子上 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今晚我让你生不如死 林东一挥手 林东身后的那些保镖高手 全部掏出身上的武器 战刀 钢棍 齐刷刷地朝叶修围过来 对于这些保镖的围困 叶修一点也不担忧 现在叶修的实力 早就已经超越了武尊之上 别说这么一点普通的打手 就算再来一倍 五倍 叶凡也没看在眼里 一群蝼蚁 和两群蝼蚁 有什么区别 不过还是蝼蚁罢了 人类想要踩死一只蚂蚁 和一百只蚂蚁 能费多大劲 林少 我腿硬 跪不下去 不如你教一下我怎么跪 叶凡似笑非笑地看着林东 忘了 你的蛋上次被我踢碎了 现在跪下去 应该也很疼吧 要不还是算了 叶凡 你找死 我X你祖宗提到自己的蛋蛋 林东就恨不得生吃叶凡的肉 一个男人的象征 居然被叶凡这样给毁了 那是自己下半生的幸福所在 都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不惜一切代价 给我杀了他 你们谁砍他一刀 本少给一千万 林东彻底疯了 对着手下疯狂下达着命令 你们一定不要将他打死了 至少要留一口气 老子要玩死他 林东脸上一片猙獰 叶家不是很狂吗 今晚两个姓叶的 全部落到我手里 那本少就断送你们叶家的未来 三年前他们没做到的事 老子今天来完成 对了 你们谁能阉割了叶凡的蛋蛋 我奖励他一个亿 麻蛋 让老子做不成男人 老子也一定让你体会一下那种痛苦 但让林东好奇的是 他命令下达了之后 身边所有的手下 居然全都愣在原地 一个都没有动弹 你们耳朵聋了 让你们动手 一群傻逼 杀人不会啊 林东快要气死了 这些都是林家训练的御用高手啊 自己是林家下一任接班人 他们怎么不听自己的调令 叶凡冷冷看着林东 嘴角一抽 朝林东后面挪了挪嘴 林少 你不妨转身看看你身后 林东有些猛逼 自己身后 自己身后怎么了 林东有些好奇地 转头朝自己身后一看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颗心也沉入到了谷底 这 虎爷 此时 林东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云城地下教父李虎 带着黑压压的一大片高手出现 他们的实力 明显比林东带来的这一批实力更强 而他们所有人手里都是一把钢弩 一把匕首 各自锁定着面前的一个林家保镖 箭头 匕首都对准他们的心脏 林家保镖 哪里敢动一根汗毛 林东一脸震惊 自己除了带来的这一百多个保镖之外 自己不是在外围 还布置了几十个警戒放哨的手下吗 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来人啊 你们都是死猪吗 李虎带着这么多人都闯进来了 外面的那些人一点都没察觉 林东 你当真以为我李虎是吃素的 既然敢将叶修关押在这里 就没有一点手段 李虎一挥手 外面另外一群手下 将林东布置警戒的那一批人 全部抓了进来 林东绝望了 彻底绝望了 林东此刻也明白了 叶凡这就是布置了一个陷阱 看谁往里面跳 叶绍 我错了 求你放我一马 我只是想当您的一条狗 想当叶绍清理门户罢了 真的 扑痴 林东居然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节操 对着叶凡直接跪下 叶修在旁边看得一阵无语 叶凡 别听他胡说 就是林东 当年负责 和我联络的就是林东 林家就是直接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动 而且 我知道 他们袭击叶家 是想找叶家的一样东西 可惜的是 到现在他们还没找到 叶修知道自己 反正已经跑不掉 索性开始破罐子破摔 如此可将林东都快气炸了 叶修 你找死 见东西 那是袭击叶家的最大的秘密 叶修就这么暴露了 这中间牵涉到的 可不光只是林家 背后还有其他那么多复杂的力量 若是他们知道 是林家这边泄露消息的 林家 会有好果子吃 林东气愤地从地上爬起来 冲上去 用一只手掐着叶修的脖子 凶横地道 叶修 老子掐死你 第五十一章 狗咬狗一嘴毛 这个秘密在叶凡面前暴露了 林家背后的那些人 怎么可能会放过林家 叶修手脚被绳索捆绑着 喉咙被掐着 脸瞬间涨得通红 叶凡淡淡一笑 手上一道气静冲击而出 将叶修手脚上的绳索解开 叶修终于自由了 立马开始反驳 一拳砸在林东的脸颊上 将林东砸得一个亮枪 手上自然就松开了 林东 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个天天有手好闲的垃圾 什么档次 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 呸 叶修想到 林东刚才居然想要杀了自己 就更来气 冲上去对着林东裤装里 又是狠狠地脊脚 就伤了 刚才又被叶凡打断了手臂 只剩下一只手 怎么可能是叶修的对手 叶修 你给我等着 只要老子今天从这里出去 本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你不过就是 我林家的一条狗罢了 居然还敢对我乱叫 我跟你拼了 林东此时早就忽略了叶凡 冲上去和叶修扭打在一起 手脚并用 抓着叶修的头发 甚至还有牙齿 将叶修身上的肉撕掉了一块 疼得叶修呲牙咧嘴 林东 这是你逼我的 叶修脸上浮现一抹阴痕 从地上捡起林东掉落的战刀 对着林东的胸膛 扑斥刺穿下去 扑斥 扑斥 接连就刀下去 林东胸膛上 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窟窿 鲜血涓涓直冒 而林东抓着叶修头发的手 逐渐松开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修 你 你居然敢杀我 扑 林阳 你快跑 回去告诉二叔 给我报仇 林东看着自己胸前的窟窿 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命了 便想着通知自己那个智障弟弟 让他回去报信 但林阳看到眼前的场景 却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 而是也捡起一把战刀 大哥 我来帮你了 扑斥 叶修看到林阳冲过来 没有任何迟疑 挥一刀将林阳也一道斩杀 不 林东完全没想到 根本没等叶凡动手 叶修居然就出手 将自己和弟弟林阳都给弄死了 林家就刺绝后了呀 此时的叶修 也从刚才的疯狂中反应了过来 慌忙将手里的战刀丢掉 一脸畏惧地看着林东道 林少 不 我不是故意的 我 叶修知道 林家本身和叶家 就是六大豪门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 关键是 叶修想要完全掌控叶家 必须要得到林家的支持才行啊 而现在 自己杀了林家的仅有的两个大少 林东和林阳 林家若是知道后 自己哪里还要活路 更何况 自己现在还在叶凡手里 就算叶凡不杀自己 那林家也不会放过自己啊 啪啪啪 叶凡淡淡地看着两人狗咬狗 看到林东和林阳抽出了几下 彻底没有动静之后 叶凡这才上前道 叶修 果然还是有点血性的 杀了林东 也算为 叶家做了一点贡献 叶凡似笑非笑地看着叶修 叶修却一脸苦涩 都快要哭出来了 叶凡 我 话说了一半 叶修后面的话停住了 叶修其实并不笨 他知道 今天这种情况 无论自己是在叶凡手里 还是在林东手里 都没有活命的可能了 虽然叶凡也很讨厌 但相对来说 自己为林家卖命 林东居然还想杀自己灭口 那么 就算自己死 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我说 我知道的都说 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 叶修脑袋里 也不由想起了 当初叶家老爷子 将自己从一群人贩子手里 解救出来的情景 那个时候 叶修心里只有感激 当时叶修的诉求非常卑微 只要能有自由 有一口饭吃就行 不挨饿就可以了 后面叶家老爷子送叶修上学 然后将叶家的生意 交给叶修打理 叶修俨然成了叶家的代言人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享受荣华富贵 但叶修却越来越贪心 背叛叶家 导致叶家的惨案 当年袭击叶家的人 我知道的有林家 周家 还有皇室的人 但皇室的人 我没见过他的容貌 除了上面之外 还有赵家也有人 有纸笔吗 叶修亮腔地站在叶凡面前 此时脸上反而没有多少颓然 反而是一种示然 等离虎等人将纸笔拿来之后 叶修认真地思考 在纸上写下了一份名单 这上面 是我知道袭击叶家的名单 而且 我还有视频资料可以验证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查 叶修将纸交给叶凡之后 继续开口道 林家他们袭击叶家 是在找一样东西 据说可以改变家族命运 关系到一个巨大的秘密 具体是什么 我只听到了直言片语 好像叫什么不死骨 林东可能都不知道 只有林家家家主林华知道 将自己所知道的说完了 叶修长叹一口气 叶凡看着叶修的如此模样 淡淡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说吧 你还有什么医院 说出来 我看心情可以帮你处理 没有 叶修摇摇头 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 对了 我在云城南郊38号 养了一个女孩子 一直想得到她 可她死活不同意 我就一直暗中 派人囚禁着她 你若是有空 去放了她吧 还囚禁着一个女孩子 叶凡嘴角一翘 还以为叶修真的不喜欢女人了 好 听见叶凡应答了一声 下一刻 叶修拿着地上的战刀 对着自己心脏 狠狠扎了进去 叶修知道自己 没有任何活路 还不如自己了断 刚才的情况 都录像清楚了 叶凡转头朝李虎道 林东和林阳是叶修杀 而叶修是自杀的 李虎点点头 都录制好了 用叶修当作诱饵 叶凡本来以为 能钓一条大鱼的 结果林东自己 却送上门来 不过也不错 弄死林东 还得到了叶修的那份名单 这次行动 也算有不小的收获 特别是看到名单上 还有赵家 叶凡的脸色一片阴沉 哼 赵家 也参与了当年的计划吗 本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等我找上门 那就是你们的死期 叶凡嘴里嘀咕的时候 房顶上突然传来 一阵轻微的咔嚓声 谁 叶凡神色一凝 居然还有人在房顶偷听 第52章 我就是要给他戴一顶帽子 要知道 现在叶凡的实力 可都已经超过了五尊级别 对方隐藏得可够深啊 呼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脚腕在地上一蹬 身体继续朝二楼窜去 脚腕在墙壁的钢架上借力 整个身体直接将仓库的房顶穿透 冲上屋顶 如此灵活变态的身法 将李虎和一群小弟 看得都惊呆了 你们这次都看到了吧 教官的实力深不可测 不是你们所能仰望的 将现场都处理干净 李虎还不忘在自己小弟面前显摆一番 至于叶凡要追击的对手 李虎根本没有插手 因为李虎非常清楚 那样的高手 根本就不是李虎所能触摸的层次 叶凡冲上屋顶之后 强大的感知力在漆黑的夜色中释放 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个勾楼的身影 快速朝远处逃窜而去 咻 叶凡手上一块铁皮 呼啸朝着逃走的那人攻击而去 噗痴 嗯 一声清脆的响声之后 叶凡清楚地听到了一个闷哼 那块铁皮肯定是伤到了来人 叶凡刚才清楚地察觉到了 对方的实力其实不算多高 最多也就只是宗师不到武尊的级别 但对方的身法却有一些奇特之处 而且擅长隐藏气息 所以刚才叶凡一时间没有发现 这个按照窥探者的踪迹 叶凡脚下步伐没有停顿 快速在房顶上跳跃 朝着逃窜那人追击而去 不过等叶凡冲过去之后 才发现 在仓库尽头下面 居然是一条火车轨道 一辆火车恰好呼啸而过 而地上除了一滩血迹之外 没有其他的踪迹 跑得到挺快 叶凡冷哼一声 蓝蓝自语道 不过 刚才的铁皮上 本少已经布置了寻味骨 只要你出现在本少三公里范围内 就一定可以发现你 希望你最好标示敌人 否则 你会死得很惨 仓库的事情后续 有李虎处理 叶凡自然不用操心 开车朝着云城南郊38号赶去 叶修现在都已经死了 自然不能继续耽误 那个女孩了 云城南郊38号 是一处幽静独立的院子 叶凡靠近的时候 叶凡冷冷道 滚 本少叶凡 叶修已经死了 你们还要给他卖命吗 见几人有所迟疑 叶凡将之前录制的视频 在几人面前晃动了一下 那几个保镖 脸色顿时大变 叶少 告辞 今天我们从来没见过 说吧 几人如火烧屁股一样 飞速离开 叶凡嘴角一抽 推开房门 朝院落里走去 才刚刚进门 一个茶杯就朝叶凡砸了过来 叶修 本小姐说过了 我就算跟一条狗 也不可能做你女人 滚 这小娘们有点烈啊 叶凡手上一道气静涌动 轻松将扔过来的那个茶杯接住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 你自由了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不受叶修的折磨了 你可以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叶凡踏入客厅左右扫了一眼 就看见一个穿着卡其色 小短裤的少女 正怒气冲冲地盯着房门口 看到来的不是叶修 而是叶凡之后 少女明显一愣 你不是叶修 叶修人呢 死了 在女孩面前 叶凡没有任何保留 直接将情况说明 外面的人我也解决了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自由活动 根据叶修说 在大学时候 是学校的校花 从那个时候 叶修就盯上了人家 因为背靠叶家的权势 叶修轻松将女孩 所有的追求者全部清除 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变相地圈养女孩 死了 女孩有些不相信地 朝门外看了一眼 的确看不到 那几个保镖的身影 要知道 之前女孩周围 那几个保镖 都是24小时出现的 就算女孩 要出门买点什么东西 她们都要随时跟着 女孩脸上的表情 终于松了一口气 五年了呀 从上大学 开始到现在 都五年的时间了 自己终于重获了自由吗 但只是一刹那 女孩脸上的表情 再次紧张起来 不 肯定是叶修 搞的什么苦肉计 故意来耍我的 叶修不就是 想得到本小姐吗 我就偏不让你得逞 叶凡也懒得跟女孩解释 转身便打算离开 眼看叶凡打算离开大厅 女孩突然开口 叫住了叶凡 等一下 嗯 叶凡有些疑惑 刚刚转身 女孩便扑了上来 一把将叶凡的脖子 搂住 红唇对着叶凡的嘴 吻了上去 美女 你这是干什么 叶凡只是感受了一下 女孩惊人的弹性 立马避开了 虽然叶凡的确喜欢泡妞 但却不是随便什么妞都泡 女孩却不依不饶 你说 一个女孩子头怀送抱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还能干什么 叶修不就是想得到我吗 哼 本小姐就偏偏要把第一次给另外一个男人 放心 我还是干净的 走 话音落下 不等叶凡反驳 女孩直接勾住叶凡的脖子 将叶凡朝旁边的卧室引导而去 死 女孩在房间里 将自己全身衣服 吞去 里面绝美的身材一览无余 凹凸有致 又是一个极品啊 叶凡昨天晚上 本来就打算和苏伊雪亲热的 结果被小姨子打断 此刻 面对如此极品的女孩放肆的魅惑 叶凡心里 已经燃起了一团火 美女 你这是在玩火 哼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来吧 我就是要给叶修戴一顶绿帽子 女孩说话的同时 直接将叶凡扑倒在床上 女孩哪里知道 其实叶修是真的已经死了 感受着怀里的温柔 叶凡也懒得顾及其他 大手一把将衣服扯掉 房间里瞬间荡漾起一股疑疑 响起一阵少而不移的阴鸣声 嗯 寒冰玉体 当叶凡和江月然 到最后一步亲近的时候 突然发现 江月然居然是传说中 千年难得一见的特殊体质 寒冰玉体 叶凡心头突然大震 同时内心也是一阵狂喜 这可是叶凡和师父 踏破铁鞋寻找的体质啊 因为寒冰玉体 可以完美中和叶凡体内累积的火毒 是可以救叶凡的性命的 北落师门的玉龙爵 几乎可以说是 修炼一道最逆天的功法 配合叶凡九阳龙脉来修炼 可以达到逆天改命的效果 但玉龙爵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 随着修炼实力的提升 九阳龙脉的副作用 也就会逐渐放大 会在叶凡体内 形成狂烈的九种火毒 这些毒素 若是不加以遏制 最后会将叶凡毒死 活活烧死 纵然叶凡的师父也是天才 但也只找到了一种奇特的解毒方法 那就是 找到天下九种特殊体质的女孩 辅助叶凡中和毒素 化为己用 叶凡完全没想到 自己一直在辛苦寻找的体质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女人 自己若是不收 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第五十三章 惊恐的召架 决定带女儿上门道歉 窗外的月光 似乎都有些害羞 看到眼前的情景 悄悄地躲在云层之后 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 叶凡和少女 才慵懒地躺在床上 床单上 一朵烟红清晰可见 江月然脖子上 一朵蓝色的诡异图案浮现 正是寒冰玉体的标志 此时 叶凡已经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火毒 其中一种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叶凡胸前 隐约的一幅 太极八卦图案中 九道龙文中的遗道 已经被点亮 代表已经解读了 我叫叶凡 从今天起 你是我女人 如果你要我负责的话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叶凡说话的同时 拿起女孩子的手机 拨通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叶凡虽然可以 喜欢不同的女孩子 但既然做了自己的女人 叶凡对她们还是很好的 哦 我叫江月然 江月然四躺在叶凡的怀里 扭动了一下身体 突然似乎想起了一个问题 啊 你叫叶凡 你是 叶修的那个弟弟 叶修一直把叶凡 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 在江月然面前 自然经常提起 而且 叶凡在云城的名头 大多数人都知道 天天混迹会所 不是在会所 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 是的 怎么 现在你后悔了吧 刚才我就提醒过你 叶凡起身将衣服整理好 打算离开这里 明天还要去购买一套房子 当然不是给自己买的 而是给邱婉买的 今晚叶修与命 叶氏集团迫切需要一个人来帮忙管理 而邱婉 就是最好的人选 而让邱婉来叶氏集团上班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住所问题 叶凡打算先给邱婉 将房子买好了 再通知邱婉 后悔 为什么要后悔 江月然不光是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 反而很是兴奋的样子 那我们刚才算不算是 嫂子和小叔子偷摸着 好刺激啊 也将叶凡给整不会了 哥哥 太好了 哼 叶修不是想得到本小姐吗 我将身体给小叔子 就是不给他 气死他 小叔子 我们拍个合照 我一定要气死他 说话的同时 江月然也丝毫不顾忌 自己身体曝光在叶凡面前 搂着叶凡的脖子 拍了两张照片 这才放叶凡离开 叶凡离开之后 江月然立马将那几张亲密照片 发到叶修的手机上 叶修 现在 我已经是小叔子的人了 你永远也得不到我 你就死心吧 而且江月然突然感觉自己有点饿了 想要起床吃点东西 但刚刚一动身才发现 自己全身都要散架了 这个叶凡 战斗力也太强 叶凡在离开院子之后 拨通了李虎的电话 江月然已经是我的人 让兄弟们平时多照顾点 另外 给我查一查这个江月然的资料 江月然被叶修囚禁这么长时间 突然恢复自由了 叶凡还是有些担心 江月然出什么事 既然成为了自己的女人 叶凡自然要有所安排照顾 是 教官 叶凡回家的时候 小姨子苏清柔 老婆苏伊雪都还没睡 明显在客厅里等着叶凡 姐夫 你终于回来了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李虎找叶凡 本来就是 有事要处理的 虽然知道叶凡不简单 但还是很担忧 说话的同时 苏清柔又朝叶凡的怀里跳过来 本来在旁边准备拥抱叶凡的苏伊雪 只好信信作罢 叶凡嘴角一翘 左手将苏清柔 推到左边怀里 右手一把将苏伊雪 也搂在了怀里 想抱就抱嘛 我是你老公 抱一下自己老公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呀 苏伊雪虽然已经和叶凡 有过亲密的接触 但此时 关键是 还有苏清柔也在旁边 苏伊雪还是怪不好意的 享受叶凡怀抱的同时 悄悄观察着苏清柔的神色 看到苏清柔 反而是一脸淡然 似乎还欣喜的样子 苏伊雪有些诧异 现在的小孩子 都这么淡定了吗 自己两姐妹 都在叶凡怀里 苏清柔居然一点都没感觉 苏清柔和叶凡已经有过亲密接触 而今天晚上 苏清柔舍命去救叶凡的时候 两人之间的情感又上升到了 因为有苏清柔在这里 晚上叶凡自然又只能一个人入睡 不过想到江月然千年难遇的寒冰玉体 心中又是一阵玩耳 这就是缘分吗 一直困扰叶凡的九阳龙脉 叶凡一直在发愁其中的解决方法 结果叶修眷养的一个女孩 反而成了叶凡的救命人 叶修做了那么多坏事 这也算是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吧 云成 赵家大怨礼 老家老祖赵长风浑身是血的亮腔进入大厅 将还没睡的赵家家主赵天龙吓了一大跳 老祖 您 您这是怎么了 赵长风虚弱地坐在椅子上 伸手一把将肩上的铁皮扯下来 冷哼一声 用衣服简单将伤口包扎了一下 这才开口道 快 通知赵家所有核心成员前来开会 我有重要事情宣布 啊 是 赵天龙看到老祖如此情况 知道肯定发生了大事 没有任何迟疑 开始迅速通知所有赵家弟子 能到场的马上到场 不能到场的则是召开电话会议 二十分钟后 所有赵家弟子都聚集齐了 老祖赵长风这才神色一正 一脸凝重地开口道 我今天要宣布的是 从即刻起 我们赵家要向叶家投降 明天 我将亲自带领赵家部分代表 登门去给叶家道歉 啊 老祖 您怎么突然做这个决定 当年 我们不是还一起动手对付过叶家吗 是啊 叶家现在明明都已经要垮台了 叶凡被袭击 三年来只是个废物 还能翻起多大浪花 众人一片哗然 对于老祖决定 完全你能理解 闭嘴 你们都被叶凡欺骗了 叶凡的实力 只怕都已经突破了五尊级别之上 前两天 袭击叶家的宗师高手 突然被斩杀 还有周家宗师高手总管 也死在云城 我怀疑都是叶凡亲自动手 今晚我本来是去打探消息的 我现在身受重伤 而动手的就是叶凡 死 老祖前面说的话 众人本来还有所怀疑的 而赵长风最后一句话 让在场众人 全部都倒吸一口凉气 老祖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的 那可是宗师巅峰的强者 也是赵家立足的根本 连老祖居然都不是叶凡的对手 那叶凡的实力 有多恐怖 而且 听说周家总管 还有周家家主的儿子 都在云城死了 这一切都是叶凡的手笔 叶家真的出了一条龙啊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决定了 明天我和老祖 带着玲珑 亲自去叶家 登门道歉 希望能得到叶家的原谅 赵天龙作为赵家家主 直接拍板定音 不过 在下面 一个嘟着嘴大胸萝莉美女 嘴里嘀咕道 爹爹 你们道歉就去道歉 我去跟着干什么呀 这个美女不是别人 正是赵家第三代 钟摆千宠爱 及一身的赵玲珑 虽然看起来身材娇小 但资本却非常雄厚 正是那句X萝莉 玲珑 不得胡闹 这次行动 关系到整个赵家的命运 当年我们被迫 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这次一定不能再错了 无认叶家 提出任何无理的条件 我们都要坚决执行 你也不准任性 否则 就是我们赵家灭门之日 以后 所有赵家弟子 见到叶家任何人 都要恭敬无比 任打任骂 明白吗 明白 老祖一身是血 连包扎都来不及 就这么风急火辽地 召集大家开会 赵家所有核心弟子 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唉 希望这次还来得及吧 云城要变天了 第54章 伤口上撒盐 林华快气炸了 林家 林华昨晚是一夜没有睡 因为他的亲儿子林阳 还有下一任接班人林东 昨天晚上去找夜修踪迹之后 一夜都没有回来 同时消失的 还有林东带走的那批林家保镖 那可是上百人啊 居然在云城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一群饭桶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吗 林华气得将茶桌上的东西 全部扫到了地下 林家第三代中 嫡系出来的 就只有林东和林阳两人 若是两人出了什么事 那整个林家未来 就相当于绝后了 家 家主 还是之前的消息 林少说 要出去找夜修的踪迹 林二少要跟着一起去 然后带着家里的保镖离开之后 就不知去向了 手下人一脸郁闷地 在旁边汇报道 其实心里在不停地咒骂 在他们看来 林东其实和之前的夜凡 没多少区别 经常就是泡在夜店 带着那么多人消失 多半是在某个夜店里躲着 只不过是假借着 出去抓夜修的名头 让自己去泡妞 光明正大把了 其实 这种可能 林华不是没想过 但一想到夜修 是被夜凡抓走的 而林东和林阳 又是去找夜修而去的 林华一颗心 就逐渐在朝下沉 如果是夜凡布置好了埋伏 等林东和林阳 朝口袋里钻 凭林东和林阳的智商 怎么可能是 夜凡那个孽障的对手 林华越想 心里越是发慌 早知道是这样 昨天自己就不应该答应林东 让他去找夜修的踪迹 家主 外面有人来拜访 林华还在郁闷 门口一个保镖 声音颤抖地汇报着 不见 今天天王老子 来了也不见 林华此时正烦着了 谁也不打算见 她 是夜凡 而且 已经进来了 保镖声音有些无奈 他们不是不想拦着夜凡 关键是 夜凡带着王富贵 两人三拳两拳 就将门口七八个保镖放倒 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林家主 怎么回事 大清早的 火气这么大 看你那嘴巴 应该也不能吃火锅啊 夜凡和王富贵 两人踏步进来 夜凡邪媚地盯着林华 故意指着林华的嘴巴道 昨天当着那么多人 林华老婆养得太敌 撕咬了林华的嘴巴 那是所有人都看到的 夜凡当时说 林华是吃香了 林华都快气疯了 你 痛处再次被戳倒 林华都恨不得生吃了夜凡 大哥 可能不是火锅的问题 他嘴不是吃过香吗 我听专家说 人体排泄物 的确容易上火 可能他觉得味道不错 昨晚又趁热吃了几口了 有道理 富贵 我咋发现 你变聪明了 那自然是因为 大哥光芒万丈 跟在大哥身边 深受大哥熏陶的缘故 滚 两人一唱一和 根本都不在乎 当事人林华的感受 他妈的 自己吃一次香还不够 现在又被你们 按到厕所里再吃一次 老子是有病吗 夜凡 你到底想干什么 再这样胡闹 别怪我不客气了 林华压着心中的怒火 耐着性子 朝夜凡询问道 这个夜凡 太嚣张了 大白天的 闯进自己家里来 想干什么 难道想叫林家门吗 呵呵 林家主别生气 我来就是向林家主 打听一下 林少两兄弟的消息 我已经一天没见到他们了 怪想他们的 想找他们喝酒 可以打他们电话又不接 所以过来问问 喝酒 你个糟 砸碎 老子信你个鬼 你想喝林东喝酒 喝鸡毛啊 林东和林阳 昨晚明明去找夜修了 然后就没有了下落 而夜凡现在出现在林家 来找他们喝酒 事情怎么可能这要巧合 故意的 夜凡绝对是故意的 林华几乎有八成把握 林东和林阳 应该已经落入到了夜凡手里 夜凡现在 就是过来炫耀的 夜凡 你太过分了 你最好老实交代 你到底把林东和林阳 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否则 今天你别想踏出这个门 林华脸色一动 林家大院里 保镖的脚步声 顿时开始哗啦啦的响起 团团将会客大厅围住 夜凡一脸淡定的道 林家主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自己家的人不见了 怎么就怪是 我把他们抓起来了 这不就是说 你家老婆突然怀孕了 你还怪隔壁老王 没这个道理啊 不如 你说说 昨晚林东他们去 干什么去了 我帮你分析分析 我 林华自然不能说 林东他们去找夜修去了 如果承认林东他们 是去找夜修了 那岂不是就承认了 当年和夜修勾结袭击夜家的 就是林家 一边 自己的儿子和林家接班人 被下落不明 另外一方面 明明知道是夜凡搞的鬼 但自己 却没有丝毫的理由 和证据指证夜凡 而且也不能暴露 林东和林阳的目的 至少嘴上绝对不能承认 林家此时就完全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宝宝心里苦啊 真的踏马的苦死了 夜凡 林东和林阳他们现在要睡觉 不想和你喝酒 现在 请你立马出去 林华感觉自己要炸了 喝酒吗 我劝林家主 最好还是去看看 一不小心喝死了 那林家主怕就绝后了 王富贵不愧是夜凡的好跟班 完美知道了夜凡的想法 一具补刀 差点让林华原地自然 滚 夜凡淡淡一笑 带着王富贵离开林家大院 现在夜凡的实力 如果忽略林家老祖的话 夜凡完全可以轻松将林家灭门 但夜凡再没弄清楚 林家老祖实力之前 夜凡不会轻易动手 这些豪门家族 能传承那么多年 自然是有底蕴的 再说 林家当年联合其他那么多力量 袭击夜家 差点造成夜家覆灭 夜凡怎能如此轻松地 就放过林家 要一点点 杀人诛心 夜凡 夜家来客人了 说是要给我夜家道歉 点名要见你 你现在方便回来一趟吗 夜凡刚离开林家大院 爷爷夜长风的电话打了过来 道歉 谁 夜凡有些疑惑 难道自己上次 在林家宴会上的 威慑起了作用 真的有脑残家族 主动上门来道歉 承认自己的错误 云城隐士豪门 赵家老祖 还有赵家家主赵天龙 以及最小的闺女赵玲珑 第55章 被夜凡欺负过的幽怨少女 啊 天杀的 岂有此理 简直太嚣张了 夜凡和王富贵离开林家之后 林华再也忍不住 抡起房间里的椅子 将大厅里的电视 茶几 以及新装上去的吊灯 全部砸得粉碎 王八蛋 混账 小畜生 当年怎么就让你跑了 大爷的 当年就应该将你弄死 不留祸话 林华砸累了 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 夜凡在林东和林阳失踪的这个时候 上门来找他们喝酒 鬼也知道 喝酒不是目的 就是赤果果的炫耀 嘚 林华几乎百分百肯定 林东和林阳已经死在夜凡手里 但让林华最恼恨的是 明知道是这样的事实 林华却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还不敢公然承认 不能给夜凡动手的把柄啊 林华知道 现在的夜凡 就等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可以对林家全面开战 之前 林华还怂恿宣家和夜凡退婚 然后联合宣家一起对付夜凡 结果 宣家和林家的订婚典礼 不夜凡搅黄了不说 宣家似乎和夜凡走得更近 现在林东基本可以断定 已经与命了 林家 也没有人选了呀 一切都是夜凡 林华此时 根本不想让夜凡再多活一秒 来人 给我电话 我要亲自联系血衣门 让他们马上动手追杀夜凡 林华拿着手机拨通了电话 满脸怒气地 将这边的情况 跟血衣门叙说了一番 但电话那头 一个清脆的女孩 声音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我血衣门 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做事 林家主耐心等待就是了 最好不要总反本座 不然小心我那天 直接将你林家顺便灭了 电话那头女孩的话 瞬间让林华哑口无言 血衣门作为隐藏在暗处的毒蛇 杀手能力 是大厦公认最强的 和大厦那些豪门 权贵 以及隐藏的那些超级家族 暗中都有来往 血衣门还掌握着一些豪门的黑料 若是血衣门想要灭林家 现在的林家 可能还真抗不住 和血衣门那边挂断电话之后 林华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 踏马的 都欺负老子是吧 你们给老子等着 等下次神使前来的时候 老子一定要请求恩赐一项超级能力 让你们全都后悔今日的行为 西南 某处大山深处 一座庭院里 一个漂亮精巧的少女 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淡淡地对身边的助手道 云城那边什么情况 门主 我们得到消息 黑龙已经死了 而且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 根本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旁边的助手恭敬地回复道 门主 那个叶凡 似乎不简单啊 少女冷哼一声 淡淡地道 若是他那么容易被杀死 那也不是叶凡了 别说是黑龙 就是十个你亲自出手 都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啊 助手一阵惊叹 您明知道 黑龙不是他的对手 还派黑龙前去 而且 听您的语气 似乎和叶凡很熟 少女睁着卡兹兰大眼睛 看了一眼窗外的绿色 心中暗暗道 岂止是很熟 是简直要太熟悉 从八岁的时候 自己就跟着那个死混蛋 天天伺候他穿衣 吃饭 冬天还要给他暖床 可叶凡那混蛋 居然还要扯自己的辫子 整骨自己 悄悄系上自己的鞋带 让自己摔跤 长大了 更是还要扯自己后背照照的袋子 谈自己 外界只知道 血一门的门主 是一个绝美少女 却不知道 三年之前 血一门的门主 楚又威 居然是北洛师门叶凡的贴身侍女 而且 是吃睡同住在一起 十年的贴身侍女 直到三年前 北洛师门 遭遇了那一场变故之后 师门解散 叶凡和师父溃逃 而楚又威趁乱 终于逃离了叶凡的魔掌 混蛋 你最好不要死得太快 本小姐还没好好找你算这笔账 来人 传我命令 让牲口 铁牛 悬影三人 一起去执行暗杀叶凡的任务 楚又威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 对手下下达了命令 是 门主 他们三个都是宗师级别的杀手 您觉得 这次他们有几分胜算 他们去 依旧是送人头 啊 这 门主 助手瞳孔一阵放大 还想多说什么 楚又威狠狠瞪了他一眼 有些事 心里明白就行了 助手离开院落之后 瞬间想明白了门主的安排 牲口 铁牛 悬影 包括之前的黑龙 那可都是长老会的嫡系人马 门主这是在借刀杀人 叶凡和王富贵回到叶家大院的时候 赵长风和赵天龙 赵玲龙早就已经大厅里等着 见到叶凡 赵长风和赵天龙带着赵家的几个代表 立马起身 恭敬对叶凡鞠躬道 拜见叶少 进入大厅的王富贵 根本没把自己当作外人 直接找了个地方坐下 拿着果盘里的葡萄 朝嘴里塞了几颗 还不忘和叶家老爷子道 老叶 你家葡萄不错 叶长风对于王富贵 也是一阵无语 这个家伙 是因为和自己孙子待久了 所以静默者黑吗 一点都懂得 胆怯两个字怎么写 叶凡上下打量了赵家众人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赵长风身上 特别是赵长风肩膀上 还缠着绷带 心里的疑惑瞬间想通了 原来是你 叶凡微微一笑 在叶长风身边坐下 对旁边的太爷叶乾坤 使了个眼色 示意两人安心 赵家虽然不是六大豪门之一 但也是影视的超级家族 若是要拼命的时候 和林家也是一个层面的 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上门来道歉 叶家可谓是如临大敌 神经全都紧绷了起来 怕有诈 毕竟 现在叶家面对的情况有些复杂 叶家和林家随时都可能开战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可能是压倒对方的一根稻草 赵家若是真心来道歉 投诚那还好说 若是是诈详了 赵长风在叶凡面前 没有任何隐瞒 什么都瞒不过叶少 没错 昨晚就是我 请叶少原谅我的鲁莽 说话的同时 赵长风恭敬对着叶凡一鞠躬 当年袭击叶家的时候 赵家的却参与了 但老头子在这里用性命担保 我们赵家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叶家直接动手过 我们唯一参与的 就是在皇室的威压下 我们提供了32辆车 辅助皇家转移了一批高手 老头代表赵家 向叶少认错 恳请叶少给赵家一个机会 赵长风丝毫没有隐瞒当时的事情 将当年的真相说清楚之后 一脸虔诚地看着叶凡 见叶凡似乎不为所动 赵长风做出了另外一个 让人震惊的举动 扑通 下一刻 赵长风居然对着叶凡直接跪下了 请叶少给赵家一个机会 第五十六章 你家闺女我看上了 在我身边当贴身侍女吧 死 赵长风如此的举动 让在场众人全都惊呆了 老祖 赵天龙想要开口阻拦 赵长风一个眼神 赵天龙瞬间乖乖闭嘴了 扑通 扑通 不光是赵长风 赵天龙 以及赵家跟着一起来的 其他几个后辈 除了赵玲珑之外 所有人都对叶凡跪下了 一个个像是犯错了小孩子一样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要知道 赵长风下跪的 不是叶家 而是叶凡啊 在叶家叶乾坤和叶老爷子眼里 叶凡三年前捡回来一条命后 功力全尸 完全就是一个废人 后面更是天天混迹会所 被大家所遗忘的一个浪荡子 赵长风居然给叶凡下跪 凭什么 赵家老祖 要不先起来说话 叶长风站起来 劝阻着赵天龙等人 但赵家老祖等人 却根本一动不动 而是目光诚恳地看着叶凡 叶少 这是我赵氏集团所有的账本 请叶少过目 全赵家甘愿将整个赵氏集团的资产 全部奉献出来 这 叶长风和叶乾坤 都有些搞不懂了 叶凡难道还隐藏了什么手段 能让赵家主动臣服 众人目光都转向叶凡的时候 叶凡则是目光细血地看向赵玲珑 你们赵家所有人都跪了 你为什么不跪 赵玲珑一脸愤怒地盯着叶凡道 凭什么 本小姐又没做错什么 再说 当时赵家给他们提供车队 又不是我们愿意的 有皇室的命令 谁敢不遵从 要跪你们跪 反正本小姐不跪 玲珑 不得放肆 赵天龙连忙出声呵斥着赵玲珑 还不快跪下 你想害死赵家吗 赵家老祖全身也一股杀气释放 朝赵玲珑看去 赵玲珑不怕自己的父亲赵天龙 但却有点惧怕赵家老祖 就在赵玲珑内心有些动摇的时候 叶凡突然开口了 看来你们赵家的诚意还不够啊 想要我放过赵家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啊 叶凡态度突然的转变 让赵家老祖众人一脸欣喜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叶少请说 无论什么条件 我们赵家都答应 赵家老祖 昨天在仓库那边 看到了叶凡的手段 而且也见识到了叶凡的实力 馆中窥豹 只为建筑 赵家老祖 从叶凡隐藏了身手这一点 已经推测出了 三年前 林家主导的针对叶家的袭击 虽然让叶家几乎灭亡 而且 针对北洛师门的袭击 叶家崛起是必然的了 而且 北洛师门和叶家遮覆这么多年 疯狂反扑的威力 必定是非常恐怖的 能得到叶凡的谅解 让赵家避免被覆灭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叶凡目光邪魅地朝赵玲珑看去 淡淡地开口道 我身边还缺少一个贴身使唤的侍女 让赵玲珑跟在我身边 一年之内 若是伺候地让我满意了 赵家过往的罪责 我可以不追究 啊 不行 赵玲珑听到叶凡居然点名要他做侍女 顿时一脸抗拒地开口拒绝 不过赵家老祖和赵天龙等人 却是脸色一洗 满口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从现在开始 玲珑就任由叶绍使唤 我一定叮嘱他将叶绍伺候好 特别是赵天龙 听说叶凡要赵玲珑做贴身侍女之后 不光是没有半点忧伤 反而有几分兴奋 赵天龙非常清楚 叶凡将来那一定是画龙的超级牛逼人物 跟叶凡身边 哪怕只是一个侍女 将来能获得的好处 自然是不可限量 这样的机会 别人求都求不来 而现在居然落到赵玲珑身上 这对于赵家来说 完全就不是惩罚 而是奖赏啊 爹爹 你们 我不答应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走了 赵玲珑愤愤一跺脚 便想要离开叶家大院 赵玲珑 这是由不得你 如果你胆胆在胡闹 老夫直接杀了你父母 给叶绍谢罪 赵天龙还没开口 赵家老祖全身杀气凛然 对着赵玲珑一声抱贺 瞬间让赵玲珑 不敢再抬脚半步 赵家老祖 是真的敢动手啊 你们 赵玲珑知道 这件事 怕是自己已经改变不了 自己的决定 和整个赵家的命运 绑在一起 如果赵玲珑不答应的话 整个赵家的人 口水 估计都要淹死自己 请问 叶凡大少在吗 现场一度僵持的时候 门口突然响起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一个魁梧的中间男子 踏步进入大厅 中年大汉理着光头 下面长着落腮胡子 看起来有几分喜感 莫中部长 你怎么突然想着 来我叶家了 叶家老爷子叶长风 看到来人 眉头不由一挑 有些疑惑地 将目光看向叶凡 三年前 叶家遭受袭击之后 郑武斯对叶家的态度 也是很微妙的 本来 之前和叶家关系 还不错的郑武斯 三年都和叶家走动很少 今天却来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郑武斯云成分部的部长莫中 叶凡之前修炼的时候 云成郑武斯 好几次都察觉到了能量波动 只是之前没有确定具体的人选 直到昨天晚上 郑武斯巡查的人员 亲自看到叶凡的手段 这才确定 那个高人就是叶凡 所以 莫中一大早就过来拜见叶凡 叶老爷子 听闻叶家大少回来了 所以我专门过来拜访一下 莫中看到跪在地上的 赵家老祖等人 一脸诧异地道 这 这什么情况 郑武斯大佬突然到来 让赵家老祖等人 也有些惊恶 但赵家老祖 只是和莫中交换了一个眼神 各自心里瞬间明白了 两人应该再是察觉到了 叶凡隐藏的实力 所以算是提前来搞好关系 赵玲珑 你可愿意当本少侍女 叶凡饶有兴趣地盯着赵玲珑 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 哇 赵玲珑很想怒对叶凡的 但看到 老祖那杀人的眼神 立马怂了 我愿意 愿意还不站到我身边来 叶凡对着赵玲邪媚一笑 叹得赵玲珑心里一阵厌恶 果然是登徒子 哼 就知道盯着人家胸看 都起来吧 这件事先就这样了 叶凡一句话 让赵天龙等人起来 赵家老祖众人知道 赵家等人暂时算是安全了 旁边的莫中上前两步 将手里的礼盒递给叶凡 叶绍 这是我们郑武司的一点心意 祝贺叶绍霸气归来 请叶绍一定收下 叶凡将礼盒拿在手里 感受了一下礼盒里的气息 居然感受到了一股四品丹药的气息 眼神有些疑惑地朝莫中看了一眼 莫中点点头 给了叶凡一个肯定的眼神 叶绍 老莫只是想和叶绍交朋友 叶凡心中一阵玩耳 郑武司这个莫中 还很有诚意吗 要知道 四品丹药 在五道意图中 是非常珍惜的 上次 叶凡就是因为那个神秘少女 送了一颗四品丹药 才这么快突破玉荣爵第九层 这样的几品丹药 就算北洛师门巅峰时期 也不过就三颗的样子 好 礼物我收下了 叶凡将礼盒收下 莫中也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次上次交代的任务 总算没有失败 众人还没落座 门外突然响起叶家保镖的呼救声 不好了 外面突然来了好多云家的保镖 要砸我叶家的大门 第五十七章 我信你个鬼 腿都被你呼有瘸了 嗯 叶凡眉头一皱 云家脑子进水了吗 自己不过是帮苏伊雪 拿到了松帕将军的翡翠代理权 云家居然还直接找到叶家来出气 这个脑残玩意 是真的不知道叶家的抵御 纵然叶家当年被袭击 但别忘了 叶家在西南边境 还有八十万天龙居 这也是所有人 现在不敢随便动叶家的缘故 放肆 还有没有王法了 叶少 外面的事情交给本座 我很快处理好 叶少 这件事 赵家马上去处理 莫中和赵家老祖两人 几乎是同时对叶凡怡借身 随即起身 急速朝门外冲去 好不容易有表现的机会了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此时 在叶家大院门外 以云飞扬带着一群壮汉堵在大门口 身边有一个熟人 正是苏伊雪的堂弟苏东 看着叶家大院 苏东还有些担忧 云少 你这样带人直接对叶家大院动手 真的合适吗 叶家虽然没落了 可不是好惹的 苏东本来是打算搭桥 让云飞扬前来将苏伊雪抢走 这样 苏东和父亲苏明浩才有机会掌管苏家 就败下阵来 被虐得体无完肤 怕什么 林家家主说了 叶家已经快完蛋了 血一门和传说中的圣地 都要对叶家动手 再说 现在叶家就剩下叶凡那个垃圾 他能翻起什么浪花来 你就说 整个云城 还有谁敢出面帮叶家 其实云飞扬说的没错 放在一个星期前 叶家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这样 叶家在三年前就已经元气大伤 几天前 叶家老太爷 更是被一个神秘高手重伤 还有一个宗师高手 扬言要血洗叶家 叶家眼看就要彻底覆灭了 就连宣家都想着跟叶家退婚 这个时候 的确是没人敢和叶家走得太近 不过 那是三天前的事 自从那个宗师高手被斩杀开始 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 走 今天我又不打算真的把叶家怎么样 只是要狠狠教训叶凡一番 让他知道 得罪我云少的后果 云飞扬招呼着苏东 便打算让手下全部冲进去 但两人还没行动 门口 赵家老祖 赵天龙 以及郑武斯的莫忠已经拖着战刀冲了出来 云飞扬手下保镖 冲在前面的几个 直接被莫忠和赵家老祖两拳砸飞 混账 郑武斯在此 和叶少商量要事 谁敢放肆 来人 给我杀 随着莫忠一声呵斥 从叶家大院附近的花坛背后 一群制服人员迅速冲了出来 拖着手里的战刀 疯狂对云飞扬的那群手下动手 郑武斯乃是大厦非常重要的一个武道机构 专门负责解决普通警察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 他们基本都是武道高手 自然不是云飞扬那些手下所能抗衡的 不到十秒 云飞扬的手下 就已经倒下了一大半 旁边的赵家老祖急了 莫忠不整 你慢点啊 给老夫留几个人头 说吧 赵家老祖也不顾自己身上还有伤 迅速冲进人群 一拳一大片 也放倒了十几个云飞扬的手下 在不远处 云飞扬刚刚将一条腿 从车里伸出去 看到如此情况 立马吓得将腿缩了回来 卧槽 什么情况 这么倒霉的吗 郑武斯居然都来人了 他们来干什么 郑武斯和叶家 有什么事可以商量 云飞扬皱眉思考了几秒 陡然恍然大悟道 对了 郑武斯前来 肯定是想着如何接管叶家 一定是这样 云飞扬都不由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机智如我 叶家果然要完蛋了 想到这里 云飞扬心里松了一口气 想要下车去和莫忠他们解释一番 扑痴 突然一把战刀击射过来 直接将云飞扬所在的车门刺穿 刀锋贴着云飞扬的脸颊而过 在云飞扬的脸颊上 都留下了一道口子 任何人 胆敢再前进一步 就跟那辆车一样 莫忠一句话 已经控制了全场 而云飞扬此时都被吓破了胆 我的个乖乖 都这么暴躁吗 走 快走 马上快开车走 云飞扬一刻也不敢停留 急忙催促着司机 开车飞速离开了现场 马蛋 直接对叶凡动手不行 那老子对苏一雪的公司动手总可以吧 在离开叶家宅院一段距离之后 云飞扬嘴里怨恨地嘀咕着 你们不是抢了我们翡翠生意吗 那老子就砸了你 所有的柜胎 而且 老子还要绑了苏一雪 生米煮成熟饭 看你叶凡能叫我怎么样 想到这里 云飞扬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 啊不 马上给我召集人手 越多越好 另外 通知云家合作的那些渠道商 让他们马上集合去苏氏集团 必要货款 叶家大院 大厅里 看到赵天龙和莫中等人冲了出去 大厅里 终于只剩下叶凡和叶乾坤 叶长风几人了 早就忍不住的叶长风 急忙抓住叶凡的手臂道 小凡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赵家那老东西 怎么可能突然上门来道歉 还有几年不走动的郑武司 怎么也突然上门来拜访你 叶凡邪妹一笑 哈哈 可能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吧 至于赵家 那天在临家宴会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叶凡已经回来 叶家未来还有希望 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叶家的人 主动来道歉 否则我就用推土机 把他们家推平 他们应该是被吓到了 嗨嗨 在旁边悠然吃葡萄的王富贵 听到叶凡的话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我信你个鬼 若不是亲眼见到叶凡的手段 王富贵估计都要被叶凡忽悠了 昨天叶凡去惩罚夜休的时候 王富贵也去了现场 虽然没看到叶凡动手 但叶凡当时从一楼冲破屋顶 那迅捷的动作 哪里像是一个废人 虽然当时王富贵 没看到叶凡动手的现场 但今天看到赵家老祖身上的伤 王富贵已经猜到了大概 叶少昨天应该是将赵家老祖打怕了 不然赵家这样的豪门大家 怎么可能如此轻松的 就上门投降 呸 你少给扯犊子 你个憋孙 你是连自己爷爷都骗啊 还有你的那个朋友 叶军天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叶乾坤在座在上手 饶有兴趣地盯着叶凡 叶乾坤实力毕竟要高强太多 对叶凡身上还气息有所感知 总觉得叶凡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但叶乾坤却依旧看不透叶凡 叶凡看着爷爷 嘴角一抽 心里暗暗道 不是我想骗爷爷你啊 我想骗的是叶家的那些仇人 现在浮出水面的 只有林家 周家 赵家 以及皇室 但实际上 背后还有更多的人 叶凡必须要等他们全部暴露之后 再让他们全都付出代价 长风 叶凡 叶大少爷在吗 老夫专门来拜访叶少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顺便来给老太爷看看病 叶凡还没开口 门口再次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是别人 正是西南药王华思淼 听到华思淼的声音 叶长风直接愣住了 又是来找叶凡的 叶凡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连华思淼都折服了 第58章 碰瓷我女人 给你二百万 让我撞死你 叶长风和华思淼是老朋友了 见华思淼进来 连忙想要上前去打招呼 老华 你 但让叶长风郁闷的是 华思淼居然直接无视了叶长风 一把将华思淼推开 我们等会再聊 随即 华思淼快步走到叶凡面前 恭敬嵌身道 叶少 昨天你说的几个问题 我回去思考了一晚 简直收获太大了 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药引方面 看着华思淼 一脸恭敬和叶凡讨论的样子 叶长风站在大厅里 瞬间凌乱了 这什么情况 这还是自己那个废物孙子吗 不过两天的时间 自己那个天天混迹会所的废物孙子 居然被华思淼如此尊敬 被莫中上门拜访 让赵家老祖亲自登门道歉 叶爷爷 以后这种情况 您要多适应适应 王富贵在旁边伸手拍了拍叶长风的肩膀 一本正经的道 我大哥的牛皮 您才看到冰山一角 某一天 公主来给大哥提鞋 您都不要觉得惊讶 公主来提鞋吗 叶长风一时都恍惚了 这才是三年前 自己那个意气风发的孙子吗 思考了几秒 叶长风陡然才想到 刚才王富贵居然伸手拍打自己的肩膀 你小子 跟叶凡学坏了 不过 看到王富贵和叶凡 如此穿同一条裤子 叶长风还是很欣慰的 毕竟 叶长风和王富贵的爷爷 当年也是这样 叶少 外面闹事的人 我们都拿下了 这是领头的两个头目 赵家老祖和莫中两人 各自提着一个男子进入大厅 将两人丢在地上 叶少 饶命啊 是云飞扬 是云飞扬 让我们来教训叶少的 求叶少饶命 两个男子刚才已经见识到 赵家老祖和莫中等人的威力 直接在大厅里跪下 不等叶凡发问 就直接将自己所知道的 全部说了出来 叶凡听完 鼻孔冷哼一声 又是云飞扬 这个混蛋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在苏氏集团分开的时候 叶凡就说过 若是云飞扬 再来找自己和苏依雪的麻烦 叶凡一定用推土机 将云家大院推平 那么 现在 是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富贵 在省城给我安排一百辆推土机 我随时可能要调用 叶凡朝身边的王富贵 吩咐了一声 小凡 你要推那么多推土机干什么 叶长风有些疑惑地 看了叶凡一眼 叶凡没有回应叶长风 而是反问道 爷爷 我们叶家现在全是应该还可以吧 我若是捅出什么篓子 您兜得住吗 一句话 顿时将叶长风的气击了起来 废话 老叶家虽然落寞 还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招惹的 大孙子 你尽管去捅 捅破了天 有老子给你兜着 好 叶凡点点头 那邪魅的笑容 突然让叶长风有点发慌 这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 叶凡赶紧朝门口走去 打算开溜 看见门口的莫中和赵家老祖 开口道 你们都散了吧 见赵玲珑 似乎也打算跟着一起离开 叶凡邪魅一笑 玲珑姑娘 你就别走了吧 你别忘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24小时贴身的侍女 跟我走吧 赵玲珑嘟着嘴巴 一时间还没适应自己的身份 一脸郁闷 我先回家去拿点换洗衣服不行吗 不用 玲珑 你放心 你所有的换洗衣服 我安排人直接给你送过来 赵天龙在旁边一具神捕刀 让赵玲珑郁闷的都快要抓狂了 爹爹 赵玲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赵天龙轻生的了 就这么着急把自己送出去吗 叶凡开车带着赵玲珑离开叶家大院 赵玲珑坐在车上 浑身不自在 我们这是要去哪 去买车 你不是有车 还买什么车 再说 你买车带着我干什么 赵玲珑有些郁闷 自己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变了 可怜自己的花裙裙 以后只能收藏起来了 从周围人嘴里 赵玲珑早就了解到 叶凡可是一个超级花心大萝卜 而且还那么色 自己在他面前怎么敢穿裙子 叶凡嘴角一抽 没有理会赵玲珑 他买车 当然是给邱婉买的 至于带赵玲珑 自然是要赵玲珑帮忙给钱啊 赵家不是要表达自己的诚意吗 自己用他们的钱买几辆车 买几套房 他们应该不敢 有什么意见吧 叶凡开车经过云城南郊38号附近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孩身影 正在和一个躺在地上的猥琐的中年男子 理论着什么 旁边则是一辆翻倒在地上的电瓶车 那熟悉的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昨晚成为叶凡女人的江月然 美女 今天你撞了我 没有五千块 你别想离开这里 你看你 又没戴头盔 交紧来了 你也是吃亏 快点给钱吧 可是 大哥 刚刚我明明好好开着车 是你自己故意冲出来碰我的车的 我为什么要给钱啊 江月然之前被叶修圈养着 根本都很少出来露面 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不知道如何处理 一句话说完 都已经脸红到脖子了 你这样说 就不讲道理了 刚才这里这么多人看着 明明你是骑车的时候看手机 才撞到我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至少要一万块 不然就报警抓你 让你去坐牢 猥琐男子说话的同时 朝旁边路人求证 旁边有四五个男女也在围观 听到男人的话 纷纷点头作证 就是 姑娘 看你也不是故意的 要不赶紧给钱吧 你看这里 也没摄像头 大家都是不清楚 给点钱就完事了 哎呦 我的腰 我的背哦 撞死人了 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同时 那猥琐男子躺在地上 不停地哀嚎 江月然一下急了 你们 你们这是碰瓷 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啊 这些人显然是一伙的 怎么可能帮江月然说话 江月然被夜修圈养这么多年 也没出去工作 身上钱本来就不多 此世纪的额头都冒汗了 你要多少钱 我给了 江月然正在着急的时候 身边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响起 一只有力的大手 将江月然的小蛮腰搂住 江月然转头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叶凡 是你 江月然满脸欣喜 想到昨天晚上和叶凡的亲密行为 心里又有几分羞涩 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事的 叶凡伸手拍了拍江月然的后背 然后看向躺在地上的猥琐男子 这样的碰瓷行为 叶凡见得多了 叶凡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躺在地上的男子 本来都打算主动减价了 因为他看出来了 江月然的确没多少钱 但看到叶凡 居然开着一辆黑色的宝马七夕出现 眼前顿时一辆 这是一只大肥羊啊 五万 今天必须要给五万 不然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听着男子片刻之间居然再次改口 江月然顿时急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 刚刚还说五千 后面变成了一万 现在又要五万 你们太过分了 姑娘 这算什么过分 我突然又觉得我脑袋有点疼 脊椎也不舒服 要不我们去医院 将所有遗弃都是一遍 躺在地上的那猥琐男子 一副吃定了江月然的样子 江月然哪里是他的对手 不过叶凡倒是不慌不忙地开口道 五万 太少了 这伤情 至少要赔两百万才对吗 啊 叶凡一句话 把地上的男子 还有围观的那几人 以及跟着下车的赵玲珑 都整猛了 叶凡脑子没病吧 人家要五万 你给两百万 第五十九章 比个叶 说五万块买电瓶车 是你完全自愿的 帅哥 你 你给太多了 不用那么多的 要是你觉得五万有点多 你给三万也行 躺在地上的那男子 看到叶凡如此淡定 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主动给叶凡降价 因为他有一种直觉 这个叶凡不好惹 叶凡淡定地 将马路河的电瓶车 搬开 然后冷静地开口道 不 必须要给两百万 我记得 上个月 隔壁将凝视撞死了一个人 赔了一百六十万 国家规定的最高赔付额 就是二百万 我们就按最高赔付额来好了 说话同时 叶凡上车启动车辆 一脚油门 将车朝躺在地上的男子撞过来 你准备好啊 想好以什么样的姿势死 比较好看一点 卧槽 此时旁边围观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叶凡为什么非要给两百万 原来是打算撞死这个男子 妈呀 眼看叶凡车辆就要撞击到自己了 躺在地上的男子 背下直接从地上弹射了起步 转身就朝前面奔跑着 叶凡嘴角一翘 脚下油门踩了一下 在后面吆喝道 再跑快点 加油 快 不然就撞上了呀 呜呜呜 叶凡将发动机油门踩得震天响 那生意 刺激的男子魂都快要掉了 他只是想要求财 却不想卖命啊 就这么死了话 那太不值得了 别说两百万 就算是给他两千万 他也不愿意干啊 很不凑巧 前面就是一条狭长的地下通道 而且还是单行道 猥琐男想要朝旁边躲闪 都没有可能 听着后面呼啸而至的叫车 猥琐男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狂奔 大哥 我错了 三万块我也不要了 求你不要追了 叶凡开着车 前面追了两百米 猥琐男子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走路都在颤抖了 一边拖着身体奔跑 一边回头朝叶凡哀求着 那怎么行 都说好了 要给两百万 快 继续加油 还有五十公分就撞上了 告诉你 我脚伤可没轻重 一脚油门下去 若是撞不死 还要再不撞一下 轮胎要从你脸上碾压过去 那你就遭罪了 叶凡踩着油门 让车头在猥琐男子 屁股上撞了一下 啊 顿时吓得猥琐男子尖叫起来 再次咬牙加速 朝前面狂奔去 又接着跑了一百多米 猥琐男子实在坚持不住了 大哥 我真的错了 我 我不行了 不光是三万块我不要了 而且我给你三万 不 我给你五万 大哥 求你放我一马 我真的错了 猥琐男子跑得眼眶通红 鼻涕眼泪汗水 一把往下直流 实在再也跑不动了 此时猥琐男子 感觉自己要死了一样 干脆不跑了 直接摊坐在叶凡车辆前面 然后对着叶凡车辆跪了下来 不停地对着叶凡磕头 同时 从怀里掏出五达红票子 嘎吱 叶凡将车辆 在距离男子三十公分的时候停下 下车从男子手里 接过五达红票子 冷笑一声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都是有手有脚的人 何必做这样丧良心的勾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猥琐男子 惊天魂 都要被吓丢了 从业这么多年 这是他第一次失手 差点把命都丢了 行了 别说我在抢劫你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女朋友那电瓶车 就五万块卖给你好了 说话同时 不等那男子反驳 拽着往回走去 什么 一个电瓶车要五万块 五万块买一个破电瓶车 自己疯了吗 刚才猥琐男子 已经记下了叶凡的车牌 还在想着 如何报警说 叶凡抢劫 倒打叶凡一把 结果 叶凡却说自己五万块 是买电瓶车的钱 顿时让男子傻眼了 怎么 你有意见 你看我女朋友那电瓶车冬冷下热 还可以喂饱蚊虫 天气干燥的时候 还可以免费吃灰 配置多优秀啊 要我看 五万块都还少了 要不再加点 叶凡话逻辑狗屁不通 但猥琐男子却清楚 叶凡这就是赤果果的威胁 自己若是不答应 叶凡怕真的会将自己塞到车子下面压死 不用 不用 五万块挺好 我对那辆粉色的电瓶车非常满意 简直就是 我心中的梦中情车 回到刚才出事的地点之后 猥琐男子连忙上前 骑着那辆粉色电瓶车 就想逃离现场 鬼知道 自己若是留下来 叶凡还会不会再敲诈自己更多 江月然看到那猥琐男子 刚才吃别的样子 心里的气已经消了一大半 但看到男子居然想要将自己的电瓶车 骑走 顿时呵斥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抢我的车吗 男子一脸苦涩地道 美女 你的电瓶车 我五万块已经买下来了 钱已经给了你男朋友 五万块买自己电瓶车 江月然一脸惊恶地看着叶凡 自己这个电瓶车 是他在二手市场上花五百块买来的 转手就卖了五万 旁边的叶凡拿着手机 将猥琐男子刚才的话语 清楚地录制了下来 比个耶 你确定你是心甘情愿购买这辆电瓶车的 扑吃 自怨个鸡毛啊 猥琐男子 虽然心里一百二十都不愿意 但却不敢忤逆叶凡的意思 我是真的心甘情愿购买这辆电瓶车的 绝不返回 爷 在叶凡点头之后 猥琐男子顿时像火烧屁股一样 疯狂离开了现场 叶凡 谢谢你 看到那猥琐男子离开之后 江月然心里也常常舒坦了一口气 虽然电瓶车没有了 但也解决了一个麻烦 叶凡将五达红票子 塞到江月然怀里 收好 啊 这是给我的 江月然拿着钱 满脸诧异 这不是给你 还是给谁的 买的是你的电瓶车 钱当然归你了 叶凡对着江月然邪魅一笑 随即再次伸手搂住江月然的小蛮腰 将江月然带上后排座 对旁边的赵玲龙道 你来开车 去奔驰4S店 虽然昨晚和叶凡 已经有那么亲密的接触 但此时被叶凡这么搂着 江月然还是觉得 心脏砰砰乱跳 叶凡 快让我下去 你要带我去4S店干什么 我还要去面试了 当然是带你去买车啊 我刚把你的车卖了 总要赔你一辆吧 叶凡看着怀里的家人 心中也是一阵欢喜 这个江月然 可是自己的宝啊 帮自己解决九阳龙 卖中的一种火毒 是自己的女人 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男人必须对自己女人好 不然 不然怎么能俘获女人的芳心 泡更多的妞 第六十章 你泡妞 凭啥我买单 渣男 可 刚才你不是把卖车的钱 已经给了我吗 江月然一时间 有些跟不上叶凡的思维 你弄错了 刚才那钱是那个男人给你的 不是我给你的 所以我要再赔你一辆才行 哦 江月然的CPU 感觉要冒烟了 总感觉叶凡说的话 哪里有问题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哪里不对 对了 你刚才说你要去面试 是去面试什么工作 叶凡突然想起 江月然说自己要去面试 连忙开口询问道 叶修现在已经挂了 那么叶氏集团 必然要来一波大清洗 总经理的人选 叶凡已经有了 那就是云城大学的邱婉 但其他关键岗位上 可还差不少人啊 比如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杨涛 根据韩卓调查的情报 就是林家和叶修联合 棋子这么重要的职位 自然要交给信的过的人 我要去面试一个财务助理 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就是财务这块 之前还去一家公司实习过半年 都是那个叶修 非把我囚禁在这么一个地方 害我这么多年 现在 我决定大胆走出来 要自己独立自主生活 看他能将我怎么样 说话的同时 江月然还回头朝后看了两眼 不过让江月然好奇的是 之前只要自己一离开院子 就会有人跟踪着自己 可今天自己都出门了这么长时间了 后面没有任何动静 昨天 江月然给叶修发去了 和叶凡的亲密照片 叶修那边也没任何反应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送了他一顶绿帽子 叶修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吗 江月然当然不知道 叶修已经永远不可能回他了 哎呀 快在前面的公交站放我下来 不然我面试要迟到了 江月然一看手机时间 有些着急的想要起身 叶凡听完江月然的话语 脸上的笑容都快溢出来了 这妖巧合吗 自己恰好需要一个管理财务的人 江月然恰好就是 当真是想睡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啊 不用去面试了 来帮助你男人吧 做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 年薪两百万 奖金另算 叶凡一把将江月然抱住 大手自然也没有客气 弄得江月然嘴里一阵阴鸣 你坏死了 前面还有人了 前面的赵玲珑牙齿都快咬碎了 心里暗道 你们两个够了呀 你们还知道 前面有人啊 本小姐狗粮都快吃饱了 别闹 我真的要去面试了 这是江月然第一次参加工作面试 还是非常重要的 叶凡也松开了江月然 一脸正色的道 我没开玩笑 叶氏集团的财务总监辞职了 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你是我女人 我最放心 有什么不会的 可以快速地学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江月然一阵无语 这个叶凡这么霸道吗 不过 后面任由江月然怎么说 叶凡就是不放江月然离开 奔驰4S店 不等江月然反驳 叶凡直接给江月然 买了一辆GLS 看着那一百多万的价格 江月然一脸善善 叶凡 我不用要这么贵的车的 看着那漂亮的宝石兰 江月然说是不喜欢 那是假的 但叶凡这也对自己太好了呀 不过就是昨天那么亲密了一下 叶凡送自己百万的车 眼睛都不眨一下 和之前叶修把自己囚禁起来相比 叶凡简直就把江月然宠在手心里宠 而叶修则是一毛不拔 简直太垃圾了 而江月然不知道的是 这还只是开始 等会 叶凡还要送江月然房 为啥不要 做我的女人 怎么能太寒沉 快 签字 叶凡抓着江月然的手 便要一起在合同上签字 被周围好几个销售看着 江月然满脸羞红 我 还是我自己来吧 渣男 赵玲珑在旁边 对叶凡的行为非常不屑 嘴里嘀咕了一声 合同签订好了 销售一脸微笑地看着叶凡道 先生 购车总价146.8万 您请这边刷卡 但叶凡却坐在原地 丝毫没有动弹的意思 让他过去刷卡 叶凡伸手朝赵玲珑一指 如此的动作 让销售有些发猛 江月然也有些发猛 而更猛的是赵玲珑 叶凡 你不要太过分 你自己泡妞 凭啥让我买单 江月然也有些尴尬 叶凡 这样不太好吧 叶凡对江月然道 放心 没事 他们赵家欠我钱 他会给的 随即 叶凡对江月然道 凭什么 你是我贴身侍女 这是你父亲 太爷承诺的 你说为什么 若是惹得我心情不好 你知道后果的 当年赵家 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为 不付出点代价 就想让叶凡原谅 哪有那么轻松 你 赵玲珑知道 叶凡这是死死 将自己拿捏了 为了赵家整体的死活 赵玲珑不得不服软 我没钱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赵玲珑倒是要看看 叶凡究竟打算怎么办 但没想 赵玲珑话语刚落下 一个穿着西装中年男子 快步走到赵玲珑身边 恭敬的地上一张黑卡道 小姐 这是老爷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说您跟在叶少身边 就应该将叶少伺候好 这张卡没有额度限制 您拿着用 若是不够 赵家随时掉寄资金 看着手里烫金黑卡 赵玲珑郁闷的 都快要抓狂了 赵家的人都这么贱吗 不就是一个叶凡 你们就这么怕他 若不是忌惮老祖 赵玲珑真的想聊挑子 直接不干了 哼 赵玲珑气愤的一跺脚 就打算跟着销售去刷卡 旁边的叶凡 突然一拍脑袋 开口道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款式 我还要一辆闪耀黑色的 记得一起刷卡啊 赵玲珑郁闷的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 当真是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一点不心疼啊 两辆车加起来 都快三百万了 赵玲珑从收银处过来的时候 脸都黑了 但叶凡却再次带着两人 在叶氏集团对面的寿楼部处 直接再次购买了两套金装大平层 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 总共又花费了一千多万 如此败家 气得赵玲珑真的想跳楼 但却又无可奈何 两套房 其中一套自然是给江月然的 而另外一套 则是给邱婉准备的 行了 赵玲珑 你不用跟着我了 你开车帮月然搬家去 记得要对我的女人客气一点 不然回来我收拾你 说完 叶凡开车朝着云城大学赶去 叶凡打算给邱婉一个惊喜 第61章 猥琐难想欺负少妇邱婉 云城大学 金管学院 主任办公室里 主任梁大勇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办公桌后面 眼睛则是贪婪地 盯着面前邱婉的胸口 邱老师 最近同学们反应 你上课的状态可不怎么好 经常拿着手机看 这让我很难做呀 梁大勇一脸色迷迷的样子 看得邱婉很是不自在 伸手将领口整理了一下 对不起 梁主任 我不是故意的 你也知道 我闺女最近总是生病 我只是担心我闺女 邱婉很看不起这个梁大勇 但无奈对方是自己的领头上司 邱婉的工资 奖金都要梁大勇签字才能发放 你的情况 我很同情 不过 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矩 按照你这样的表现 你这个月三千块的奖金 我不好签字啊 梁大勇扯了扯自己脖子上的领口 对着邱婉邪媚一笑道 邱婉老师 你帮我倒杯水吧 我突然渴了 好 虽然邱婉很厌恶梁大勇这样的做派 但现在母女两生活 三千块对她来说很重要的 无奈之下 也只能起身拿着杯子 去给梁大勇接水 扭透了的翘臀 曲线优美 梁大勇都快流口水了 若是这样的女人 能抱在怀里狠狠蹂躏 那该多爽啊 等邱婉将水杯端给梁大勇的时候 弯腰的那一刹那 胸前的沟壳一闪而过 梁大勇眼睛都快直了 极品 绝对是极品啊 不行 这样的女人一定要搞到手 在邱婉准备起身的时候 梁大勇突然一把抓住邱婉的手道 邱婉老师 你做我女人吧 只要你愿意跟我 你的奖金 工作翻倍 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而且 我还可以额外给你两万块的零用钱 这样 你们母女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 还不好 梁大勇说话的同时 便想要伸手去抱邱婉 邱婉被吓了一大跳 连忙将手抽出来 梁主任 请你不要这样 我不是随便的女人 邱婉还在极力忍耐内心的情绪 毕竟 邱婉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 昨天虽然冲动想要答应叶凡的 但思来想去 还是不敢迈出那一步 不过 邱婉的忍让 却让梁大勇得到了鼓励 以为自己还有机会 邱婉 我真的好喜欢你 两万不够 那三万好不好 三万不够 五万行不行 此时的梁大勇 双眼满是贪婪 再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 从办公桌后面起身 张开双臂 再次想要将邱婉搂到怀里 邱婉眉头一皱 慌忙朝门口跑去 梁主任 你再这样 我喊人了 可是 让邱婉没想到的是 房门居然被梁大勇反锁了 梁大勇一脸猥琐地 朝邱婉扑过来 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 喊吧 没用的 中午大家都休息 我已经打招呼了 让他们不要打扰我 快点来吧 我的邱婉 快点抓紧时间 我们就在沙发上 一定很刺激 梁大勇抓住了邱婉的手臂 将邱婉甩到了沙发上 然后就开始 解自己的皮带 邱婉好几次 想要爬起来 却又被梁大勇推了回去 来人啊 救命 邱婉委屈的泪水 从脸颊滑落 自己上辈子 是遭了什么罪 苍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 之前被前夫强行结婚 有了小孩 生活遭罪 后面好不容易离婚了 前夫却总是来骚扰自己 昨天叶凡出现 好不容易将前夫的事情解决了 今天自己又要 被一个老男人欺负 邱婉 你放心 乖乖跟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乖 就满足我一次 我保证后面一定把你宠上天 来吧 我的小宝贝 梁大勇已经将自己的衣服 扯掉了大半 把邱婉的手按住 像禽兽一样 朝邱婉身上趴来 臭嘴恶心地准备 朝邱婉的脖子上吻去 邱婉绝望地闭上眼睛 都准备认命了 此时 叶凡已经从同学口中得知 邱婉被教导主任梁大勇 叫到了办公室 所以打算过来看看 刚在门口 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门口 一脸惋惜地 朝房间里面张望 唉 梁肥猪又在欺负邱婉老师 可怜啊 是啊 那个梁肥猪太可恶了 办公室的老师 几乎都没逃过他的魔爪吧 乃光只是老师 据说好些女生 都被梁大勇欺负过 有些人也想上去告状 可后面都没有音讯 据说校长是他什么亲戚 唉 这样的畜生 不配当老师 老天怎么不收了他 叶凡听着众人的话语 眉头一皱 沉声道 邱婉老师在里面 是啊 梁大勇这个时候 将邱婉老师叫过去 肯定没什么好事 几个同学回应了叶凡一句 转头一看 顿时就认出叶凡来了 那谁 那不是谈天命九章的 那个叶凡同学吗 叶凡点点头 没有理会他们 抬不上前 便准备伸手去敲门 但一个同学 连忙伸手 将叶凡的手腕拉住 叶凡同学 你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 叶凡一愣 当然是就邱婉老师啊 难道还能眼睁睁地 看着邱婉老师 被那畜生欺负 唉 叶凡同学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我们斗不过梁大勇的 不光在云城教育寺有关系 而且据说 还认识外面的社会人 你坏了他的好事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把你开除 那都是轻的 是啊 叶凡同学 我们都是好心提醒你 梁大勇那人也是练过的 弄不好 你还要被揍一段 周围同学还在劝叶凡 叶凡已经听到了 里面秋晚绝望的求救声 冷哼一声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今天这事 我管定了 话音落下 叶凡气静运转 猛然一脚朝房门上提去 碰 房门被粗暴的踹开 梁大勇眼看自己有要吃到肉了 却突然感觉自己脖子 被一把铁钳抓住 再也无法前进分喉 踏马的 谁啊 老子不是都说了 中午不要来打扰我 碰 梁大勇嘴里还在咆哮 整个身体已经被抡起来 狠狠砸在地面上 顺着地面 直接滑到门口在 伴随着一阵咔嚓声响 不知道梁大勇身上的骨头 断裂了多少根 啊 我的屁股 我的腰 哎呦 门口那些围观的同学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被砸在地上的梁大勇 全都傻眼了 特别是看到梁大勇嘴角吐血 一副狼狈的样子 心里更是暗暗喝彩 打得好 但随即 所有同学看叶凡的眼神 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个叶凡同学 原来功夫还真要牛逼 但立马 又有些同学有些担忧了 现在社会 可不光是能打就行了 梁大勇背后有那么多权势 叶凡同学 就算救了邱婉老师一时 又怎么救他一世 邱婉本来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以为自己难逃魔爪了 打算认命了 但等待了几秒之后 发现自己手臂被松开了 而且房间里 还响起了梁大勇的惨叫 邱婉有些疑惑地睁开眼睛 立马就看到了站在面前的叶凡 此时的叶凡 宛若天神下凡 身影是那么高大 威猛 叶凡就像一道光 突然照耀进入邱婉的生命里 让邱婉的世界 突然又亮了起来 他在叶凡怀里 乌叶哭出了声 谢谢你 叶凡 太谢谢你了 若不是你 我 第62章 你以为你多清纯 不也勾搭了小白脸吗 若不是叶凡 今天自己就真的毁了 叶凡搂着秋婉娇弱的身躯 感受着秋婉的委屈 也是一阵心疼 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 着实太不容易了 看来 自己要帮忙想办法呀 反正爷爷和太爷 现在也在家里闲着 要不自己 将丝丝带回去 让爷爷和太爷帮忙照顾 就是不知道 爷爷和太爷知道了 会不会打死我 这个事 还是后面再说 没事了 婉姐 没事了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叶凡伸手帮秋婉 把凌乱的衣服 裙摆整理了一下 他还没欺负到你吧 感受着叶凡手指 划过肌肤的颤抖 秋婉忙不迭地解释道 没有 没有 我衣服都没让他碰到 秋婉似乎有些着急 忐忑地给叶凡解释道 其实 秋婉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着急地 给叶凡解释 是怕叶凡觉得自己不清白了 可是 自己已经都生过小孩了 叶凡如此帅气 年少多金的帅哥 怎么可能看得上自己 只是自己自作多情罢了 那就好 叶凡和秋婉 两人拥抱在一起 如此浓情的模样 完全无视 躺在地上梁大勇 梁大勇挣扎了好几下 忍着身上的剧痛 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阴沉地 盯着叶凡和秋婉道 哼 秋婉 你个臭婊子 还以为 你有多清纯 都开始勾搭自己的学生了吗 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啪 梁大勇一句话还没说完 叶凡直接一巴掌 扇在梁大勇脸上 你嘴巴太臭了 梁大勇瞬间感觉脑袋 似乎被火车头撞击了一般 双眼惊心直冒 身体亮呛了几下 差点再次摔倒 伸手抓住了一把椅子 才勉强稳住身体 一脸猙獰地盯着叶凡道 你是那个学院 哪个班的 居然敢打我 小心我一句话开除你 这就是这些官僚的作风 初老师不想着解决问题 还想着打压 此刻的梁大勇 根本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婉姐 你想报仇不 叶凡回到秋婉身边 一脸灼灼地看着秋婉 可是我 秋婉还在犹豫 虽然叶凡刚才 已经拯救了自己 但若是 自己动手打了梁大勇 那自己 就彻底不能在学校里待下去了 婉姐 放心 我今天来 就是正式邀请你 去我公司上班的 这里工作 你本来就干得不顺心 还有这样的垃圾在 何必留恋 叶凡真诚地看着秋婉 然后将一把奔驰GLS的钥匙 塞到秋婉手里 这是我给你配的轿车 就在下面 叶凡朝窗外楼下 那辆崭新的GLS 给秋婉指了指 闪耀的黑色 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秋婉一时间都惊呆了 这是 送给我的 当然 这是机动车登记证书 你看上面的信息 有没有错误 叶凡作为叶家大少 想得到一个人的信息 还是很容易的 昨天晚上 就让王富贵调查了秋婉的信息 之前买车登记的时候 用的就是秋婉的信息 秋婉拿着登记证书 看到上面自己的名字 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叶凡 你这 礼物也太贵重了 我都还没答应去你的公司 你会答应的 等会还会有惊喜 秋婉深深看了叶凡一眼 心里对叶凡那种莫名其妙的感情 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 不是说叶凡送了他一辆车的缘故 而是跟叶凡相处的时候 叶凡身上 那股让人安宁的气息 好 秋婉硬答了一声 转身走到梁大勇面前 猛然一脚朝着梁大勇裤裆里踢去 噗哧 噗哧 两声清脆的响声 是淡碎的声音 啊 梁大勇疼得都快晕死了过去 身体都蜷缩成一个大瞎了 你们这个狗男女 你给我等着 我大哥是云城大学的校长 老子今天一定要你们好看 我已经打电话了 我大哥马上就过来 叶凡淡淡一笑 云城大学的校长 真的还会袒护这样的垃圾吗 那叶凡不介意帮云城大学整顿一下风气 门口的女群同学还没离开 听到梁大勇的话 不由有些着急地再次提醒叶凡道 叶凡同学 你赶紧先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些学生都是温室的花朵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坏心思 在他们心里 校长 以及梁大勇认识的那些混混 就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 他们来了 叶凡肯定要吃亏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叶凡比他们想象的要厉害 厉害得多 大厦第一家族 叶家嫡系大少 北洛师门唯一少门主 虽然沉寂了三年 但三年之后 随着叶凡育龙爵突破第九层 叶凡几乎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而且 背后无可撼动的庞大力量 这就是叶凡嚣张的资本 走 不着急 他的事情都还没解决 我干嘛要走 哗啦啦 叶凡话音刚落下 办公室门口 便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云城大学的校长赵德昌 带着一群保安 还有好几个学院的院长 急匆匆地冲进办公室 到学生赶打老师 岂有此理 那群同学看到校长亲自带人过来 脸色都不由一阵苍白 完了 叶凡这次怕要吃亏 唉 这个世界 又要少一个主持正义的斗士啊 听着外面吵闹的声音 邱婉也有些紧张 叶凡 要不你先走吧 不然等会有 怕有麻烦 邱婉也是见过世面的 他知道 叶凡既然会那样的绝世医术 连华院长都佩服 叶凡肯定不是普通人 只是邱婉不太确定 叶凡能否应对校长的怒火 若是叶凡 因为自己而在云城大学 遭受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邱婉就太过意不去了 走 这个时候 你们想走 做梦 谁也不准走 今天打人了 事情不说清楚 休想离开这里 身体都亮呛的 快要倒下梁大勇 听说叶凡和邱婉想要离开 忍着全身剧痛 冲到房门口 张开手臂 想要伸手拦住邱婉和叶凡 叶凡淡淡一笑 不会有事的 叶凡是谁 大厦六大豪门叶家的 唯一嫡系大少 背后有八十万天龙军 捅破了天 爷爷也能帮忙兜长 其实 根本不用爷爷兜 叶凡自己就完全可以兜住 叶少 是你 首先出现在门口的 正是老熟人 华思淼 看到叶凡和邱婉 以及梁大勇在房间里 华思淼立马开口道 校长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要知道 华思淼已经拜了叶凡为师父 在云城大学的地界上 就算叶凡做错了什么 华思淼也会不惜一切代价 护住叶凡 误会 误会个鸡毛 没看到我肋骨 都被打断了七根 手臂被砸断了一只 还有我的蛋 哎哟 校长 您可一定要对我做主啊 一定不能放过这两个家伙 第六十三章 你对我这么好 土姐姐什么 梁大勇对着校长赵德昌 一阵哭诉之后 看着校长带来的几十个保安 瞬间有了底气 恶狠狠地盯着叶凡和邱婉道 你们不是很嚣张吗 你们给我等着 老子一定要把你开除 还要送你进橘子坐牢 等你在橘子里的时候 老子完不死他 哼 小人得志 看着梁大勇那副嘴脸 旁边的话思秒一阵无语 这个梁大勇是真虎啊 就平他 还想将叶凡送到橘子里去 开什么玩笑 现场的声音逐渐变弱 众人都将目光转向赵德昌 都想看看 赵德昌怎么处理这件事 叶凡也没有开口 等待着赵德昌的态度 大哥 你还愣着干什么啊 赶紧让人抓他嘛 这中间根本就没有误会 梁大勇见赵德昌还没有行动 不由开口催促着 赵德昌同情地看了梁大勇一眼 随即开口道 的确没有误会 啪 没有任何迟疑 赵德昌一巴掌扇在梁大勇脸上 瞬间将梁大勇扇的双眼冒金星 身体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 猛然一头撞在墙壁上 都肿起了一个大包 啊 梁大勇被赵德昌一个耳光 直接打猛了 大哥 你 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叶凡和邱婉打自己就算了 梁大勇以为自己最大的靠山赵德昌 居然也揍自己 闭嘴 谁是你大哥 我跟你很熟吗 赵德昌冷冷地看了梁大勇一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些年做了什么事 我老婆的父亲 不过是和你父亲从一个村子里出来的罢了 你就到处说我是大哥 扯虎皮干净坏事 我一直没收拾你 你还不知收敛 这次居然敢招惹夜少 找死 来人 将梁大勇押送到派出所去 小张 去我办公室 将梁大勇犯罪的材料 一并送到公安局去 是 赵德昌身后 一个秘书小伙 还有几个保安顿时上前 将梁大勇像死猪一样抓起来 准备朝外面拖走 做完这些 赵德昌这才恭敬地 对夜凡和邱婉一句公道 夜少 邱婉老师 对不起 赵德昌雷厉风行的动作 让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发猛 特别是跟着赵德昌一起来的 其他那些院长 全都面面相去 来之前 校长不还说 要严惩打人的凶手吗 怎么到了现场 态度却是180度转弯 直接要将梁大勇送进去 夜凡也似笑非笑地看着赵德昌 赵校长 你似乎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赵德昌如此卑微的态度 有些不合常理 赵德昌上前两步 靠近夜凡之后 这才低声开口道 夜少 我是赵家的人 老祖说了 见到夜少 无论对错 都要无条件服从夜少 今天的事 给夜少和邱婉老师造成了困扰 请夜少原谅 赵德昌一脸虔诚恭敬的态度 让办公室里的人都搞不懂 而夜凡则是嘴角一抽 这个赵家老祖倒是会做人 今天这事 处理的夜凡 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行吧 那就这样吧 夜凡刚要开口 跟赵德昌说 邱婉辞职的事情 房门口 梁大勇却突然从两个保安手里挣脱出来 校长 你要救我啊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你要救我 一定要将他开除 梁大勇还抱住赵德昌的脚 祈求赵德昌救他 但赵德昌身体朝侧面躲开 一脸怜悯地看着梁大勇 若是你不得罪夜少 那么还可以多蹦他几天 可现在 只能提前行动了 梁大勇被无情拖走 而赵德昌收集的那些材料 足够让梁大勇后半辈子 在橘子里度过 华思淼 以及之前为夜凡担忧的那群同学 全都松了一口气 看夜凡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拜 他们完全没想到 夜凡居然还有这样的能量 能让校长瞬间转变态度 那中华还想跟夜凡抢苏轻柔 怎么可能抢得赢 提到中华 那些同学突然发现 中华好像有两天没来学校了 难道是被夜凡伤到了内心 都散了吧 赵德昌挥挥手 将手下院长和同学驱走 而夜凡也开口道 赵校长 邱安老师要办理一个辞职手续 你帮忙搞定一下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赵德昌甚至都没问原因 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 夜凡带着邱婉 在办公室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叮嘱同事 帮忙看一下还睡午觉的思思 夜凡带着邱婉上车 婉姐 带你去一个地方 邱婉脸色一红 好 看着认真开车的夜凡 邱婉心里居然有了几分害羞 心中对夜凡带自己出来的目的 开始胡乱猜测起来 昨天夜凡又是帮自己救女儿 又是赶跑前夫 然后今天还送自己这么贵的豪车 还给自己年薪三百万的工作 凭什么 邱婉思来想去 自己好像除了一副皮囊 还有几分姿色之外 其他也没有什么地方 值得夜凡如此伤心啊 自我心里建设了一番之后 邱婉已经决定了 夜凡若是带自己去酒店 邱婉是会答应的 反正自己内心对夜凡也很有好感 只要夜凡看得上自己 邱婉心甘情愿 到了 邱婉胡思乱想的功夫 夜凡已经将车停在夜市集团对面的 富贵人家小区门口 啊 是在这里吗 这里好像不是酒店啊 邱婉有些惊讶的四处看了一眼 这是一个才修好的新小区 配套和设施都是云城一流 之前邱婉从这里过的时候 都远远地看了好几次 梦想就是在这里有一套房 但邱婉知道 这是一个居民小区 根本不可能有酒店 夜凡带自己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酒店 夜凡疑惑了几秒 看到邱婉的样子 瞬间就明白了 这个少妇 脑袋里居然想到那方面去了 夜凡上下打亮了邱婉一眼 凹凸有致的身材 像熟透了水蜜桃一样 若是邱婉乐意 夜凡当然不会拒绝 不过邱婉这样的极品女人 夜凡可不光是想得到哭婉的身体 夜凡故意没说破 被夜凡这样盯着 邱婉感觉浑身都有些燥热 夜凡的眼神里面有钩子 都要将人的魂魄勾走 夜凡带着邱婉到三栋18楼一号 将房门打开 明亮贵气的宽阔客厅 出现在邱婉面前 宽阔的阳台上 还有瑜伽练习区 窗外就是辽阔将近 怎么样 婉姐 喜欢吗 夜凡说话的同时 身上将身上的房产红本 拿出来递给邱婉 房本翻开 上面又是邱婉的名字 啊 夜凡 这也是送给我的 邱婉激动得瞧脸通红 这么多年 邱婉遇到任何事情 都是自己一个人扛 突然有一个男人开始关心自己 疼爱自己 邱婉感动得一塌糊涂 都有些害怕 这是一场梦 第六十四章 我擦 被逆推了 我没做梦吧 邱婉兴奋地跑到阳台上 摸了摸那些健身器材 又到三个卧室逛了一圈 发现床上 甚至连被套床单之类的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 当然是夜凡 让王富贵提前准备好的 谢谢你 夜凡 重新回到客厅的邱婉 双眼迷离地看着夜凡 一把搂住夜凡的脖子 直接将夜凡推倒在沙发上 性感的红唇 则是朝夜凡嘴上吻去 不怕少妇婉暧昧 就怕少妇三十岁 现在的邱婉 完全就是熟透了的水蜜桃 轻轻一掐 都要挤出水来 抱在怀里 都柔弱无骨 唇上传来的惊人触感 让夜凡都快把持不住了 两久 当邱婉衣衫都吞掉了一半之后 夜凡却突然抓住了邱婉的手 等一下 婉姐 邱婉从夜凡的怀里抬头 妩媚地看着夜凡 怎么了 你 是嫌弃姐姐 夜凡摇摇头 不是 婉姐如此性感温婉 知性 还有才学 我怎么会嫌弃 邱婉眼神中有些失望 从夜凡的怀里挣扎出来 但看夜凡的眼神 充满了另外一种情愫 这个夜凡 居然忍住了 没有趁人之危 这不由 反而让邱婉心里 对夜凡有多了几分好感 刚才邱婉虽然已经做好的 把身子给夜凡的准备 但邱婉心里 更多的是对夜凡的感激 感谢夜凡救了思思 感谢夜凡驱赶了前夫 感谢夜凡 今天救了自己 夜凡拒绝了自己 这让邱婉心里 反而多了一种 征服欲 虽然知道 夜凡这样优秀 又年轻帅气的男人 终究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 但邱婉还是想征服 将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 邱婉一脸魅惑地看着夜凡 目光中带有挑逗 是你不行 那邪魅一笑的风情 看得夜凡心头都不由一颤 这个婉姐 果然是极品少佛 一平一笑 举手投足之间 每一个动作 都足可以挑拨的男人 心头火热 妾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婉姐真的想验证吗 以后有的是机会 夜凡继续开口道 我只是觉得 这样对婉姐太不尊重了 而且 婉姐若是因为感激而对我这样 我会觉得很没意思 哦 邱婉眉头跳动了一下 灼灼地看着夜凡 那你想怎么样 夜凡眼看火候 已经差不多了 起身哈哈一笑道 婉姐 今天就这样 其他的事情后面再说吧 收拾一下 我带你去公司看看 邱婉一愣 这个小坏蛋 突然就转移话题了 不过看着夜凡帅气的背影 邱婉被齿轻咬红唇 眉烧眨动了两下 心里已经暗暗决定了 小男人 姐姐已经有些爱上你了 哼 以后总有机会拿下你 在这一刻 邱婉对夜凡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最开始的感激 到后面感动 到后面半推半就 再到此刻 对夜凡已经有些着迷了 这样的男人 哪怕不能拥有永久 就只是短暂的韶华 你才算是心中爱情的样子 好 邱婉在房间里 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 将头发重新盘了一下 再次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邱婉已经恢复成了一个性感而高冷 英姿洒爽的职业女强人 和刚才五妹的少妇 又是两个模样 夜凡看得不由暗暗扎舌 果然是极品女人 状态都是百变的 夜市集团大楼 就在富贵人家小区对面 夜凡将房子买在这里 就是方便邱婉和江月然上下班 今天夜市集团总部大楼格外热闹 因为作为总经理的夜休 已经消失了两天 在财务总监杨涛 还是副总经理江河等人的倡议下 今天决定召开一次董事大会 选出新的总经理 继续领导整个夜市集团 硕大的会议室里 几百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坐在下面 主席台上江河和杨涛对视了一眼 清了清嗓子之后开口道 各位 夜休总经理已经失联了两天了 集团现在没有一个化石人 总归不行 所以我们决定 今天选出一个新的代理总经理 代替夜休总经理 领导大家工作 如果夜休总经理回来 就继续由他领导大家 夜休回不回来 其实江河和杨涛都非常清楚 因为江河和杨涛 都是夜休和林家联合运作提拔上来的 两人都是林家埋伏在夜家的案子 准备在关键时候给夜市集团致命一击的 江河和杨涛已经从林华那里知晓 夜休九成已经挂了 所以江河和杨涛今天倡议的会议 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夺权 夺取夜市集团的控制权 现在林家和夜家的明争暗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 两大家族之间 早晚有一场世纪大战 从武力 经济 人脉方方面面 都是有生死之斗 而夜夜市集团的控制权 就是经济这一环决斗的关键因素 林家想然只掌控夜市集团 江河话音一落 下面的股东顿时开口反驳 江总 今天的章程不对吧 我们既然召开董事大会 为什么夜家老爷子没有出现 而且 现在夜家真正的嫡系大少夜凡少爷 已经回来了 就算夜休失踪 召开董事大会 也应该是夜凡才对啊 就是 这样的大事 居然不通知夜家老爷子 似乎不太合适 的确 夜凡少爷 才是夜家的正根 虽然夜休把控夜市集团这么多年 但毕竟夜家集团 是老爷子夜长风 一手打造出来的 集团还有很多元老 那是无条件站在夜家这边的 这些强烈反对的人 都占了所有人数的一小半了 还有一些中间派 若是继续任由这些人闹下去 那今天江河和杨涛的计划 多半是要失败 各位 安静一下 老爷子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三年前那场变故之后 身体一直都不好 公司的事务 老爷子一直就很少插手 之前夜休在的时候 召开董事大会 老爷子不也没来吗 江河一声呵斥 让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至于夜凡 我想大家对夜凡事迹 应该有所耳闻吧 这三年来 不是在会所 就是在去会所的路上 一个生活在女人肚皮上的废物少爷 你们还能指望 他能领导夜市集团 你们是想让夜市集团 葬送在他手里吗 那可是夜家老爷子的心血啊 江河能担任副总经理 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两个问题分开阐述 对夜老爷子进行藏 对夜凡进行打压 一藏一打压 下面喧闹的众人 声音很快弱了下去 云城的圈子就这么大 夜凡在云城的表现 大家稍微一打听就知道 夜凡经常在会所泡妞 胸无大志 三年前那场变故 让夜家元气大伤 而夜凡也被捶成了废人 估计现在就是想享受生活吧 旁边的杨涛 也趁机开口道 我提议 由江河先生担任夜市集团的总经理职位 代理行使夜休总经理所有的职权 管辖夜市集团所有大小事务 我们所有人对江河先生负责 而江河先生对夜老爷子一个人负责 好 我觉得没问题 江河先生过去五年里 夜绩大家也都看得到 是的 夜休先生还在公司的时候 就是把江河先生当接班人来培养的 赞同 我相信 在江河先生的带领下 夜市集团一定可以发展得更好 下面不少人都开始纷纷开口复合 这些都是夜休之前培养的嫡系 和江河 杨涛都是穿同一条裤子 江河上位 他们自然也有天大的好处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夺权大戏 江河和杨涛 还有采购部的经理许超等人 打算在没有一个夜家核心成员在场的情况下 悄悄将夜市集团控制在自己手里 若是夜帆不来 那么明天 夜市集团可能就不信夜了 第六十五章 他的眼神会杀人 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 我们大家就一起投票表决吧 杨涛很及时地站起来 招呼着大家开始投票 这样 大家支持江河先生担任代理总经理的 请举手 话音落下 杨涛第一个举起了手 随后 江河和杨涛 许超等人的嫡系支持者 也都纷纷举手表示赞成 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 之前一些中立派 有一部分也都举起了手 因为夜家老爷子年纪大了 三年前的重创 让夜老爷子这几年 根本没管夜市集团的事务 而夜凡又是那样 众人都看不到希望 虽然很多人知道 江河和杨涛心思不单纯 但只要集团能正常运转下去 还能赚钱 就行了 几分钟后 现场几百董事会成员里 赞成的人居然勉强超过了一半 将人数清点完毕后的杨涛 一脸兴奋 参会总人数215人 支持江河的投票数108票 所以 我宣布江河先生 眼看杨涛都要宣布江河的任命 会议室里 那几个还在坚持拥护夜家的元老 也都无奈长叹了一口气 现在夜家的情况 杨涛和江河等人 把控夜市集团 已经成了大势所趋啊 今天这个会议一旦决定 任命下来之后 只怕夜家那些嫡系支持者的日子 就更不好过了 而江河的那些嫡系支持者 则都已经准备好了欢呼 夜市集团 虽然三年前遭受了重创 但规模依旧在万亿级别 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块蚊子肉 就已经足够下面这些人吃一辈子了 江河和杨涛完全掌权之后 那后面他们这些支持者的好处 怎么少的了 碰 就在杨涛快要宣布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一脚粗暴地踹开 叶凡带着秋婉 踏步进入会议室 眼神犀利地扫了众人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江河和杨涛身上 夜市集团召开董事会议 你们居然避开了夜家核心成员 你们怕失望了 夜市集团姓什么吧 刷 叶凡突然出现 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是意外 特别是江河和杨涛 许超几人 为了今天的会议顺利召开 他们可是 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 今天整个夜市集团 只准出 不准进 大门口都安排了 从林家借来的舞蹈高手看守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夜家老爷子 或者太爷 夜凡几个夜家的核心成员闯进来 而且 在会议失事大门之外 还额外安排了八个保镖警戒 这个夜凡 就这么轻松地闯进来了 夜少 你怎么有空来公司了 我们正在商谈重要的事情 还是请夜少先离开吧 公司的事情 你为我们就行了 你最好不要管 杨涛还想摆出自己的老资格 劝夜凡离开 毕竟 在他们眼里 夜凡被打击之后 就只是一个天天混会所的垃圾 能有什么手段 他们认为 拿捏夜凡 那完全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 可是 他们从林家获得的情报 根本就是不完整的 林华根本没告诉他们 夜凡的真实情况 此时的夜凡 完全不是混迹会所的废物 而是杀法果断 智谋超群的天之骄子 闭嘴 请你回答 我的问题 集团是姓夜 还是姓杨 或者是姓江 夜凡没有理会杨涛话语 而是眼灼灼地盯着杨涛 同时全身的杀气肆意释放 强大杀气在会议大厅里激荡 整个房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好几度 虽然还是炎炎夏日 但此刻众人却感觉像是掉入了冰窖一样 浑身都不由一颤 众人仿佛不认识夜凡一样 这个夜凡少爷 似乎和传闻中的不一样 那犀利的眼神 宛若刺刀一般 真的会杀人啊 支持夜家的人事部部长黄元 眼睛不由一亮 难道夜少只是在藏桌 若是这样 那么夜市集团就真的有救了 杨涛 江河 许超几人和夜凡对视了几秒 杀气的眼神给震慑住了 夜少说笑了 夜市集团当然姓夜 我们只不过是帮忙管理夜市集团罢了 哼 知道自己身份就好 目前为止 本少还活着 集团就还姓夜 有任何胆敢凌驾在我夜家人之上的行为 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夜凡冷冷地瞪了杨涛一眼 随即目光转向下面还举着手的众人道 你们还把手举着干什么 本少现在宣布 这次投票作废 总经理的人选不需要你们来选 哼 夜凡的话 让现场中人再次一片哗然 夜凡直接宣布投票作废 这意思很明显了 不打算让江河上位 但江河和杨涛等人筹划这么久 他们会答应吗 冲突这就开始了 下面那些中立派 本来投票江河的意愿就不是太强 此时有了夜凡的话语 瞬间忙不迭地将手臂收了回去 生怕被夜凡盯上了 夜凡虽然只是开口了一句话 但众人发现了 这个夜凡似乎不好惹 夜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虽然是夜家大少爷 但你这么粗暴的 干涉我们董事会投票 怕是不合适吧 杨涛看到 有好多人都将手放下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旁边的江河 一直故作深沉 但此刻也坐不住了 夜少 我们尊重 你是夜家嫡系大少爷 但公司管理的事务 你从来没参与过 也没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甚至也没有任何股份 敢问 夜少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 对我们的董事会 指手画脚 这已经是宣战了 江河毕竟比杨涛要老辣一些 出口就直接打夜凡的根本 你的确是夜家子弟 但你没有担任职务 你没有资格来参与董事大会 你就不要在这里避避了 同时 江河这番话 也是对下面那些股东成员的敲打 别以为有夜凡来撑腰 你们就做墙头草 告诉你们 一个废物少爷 我还是可以轻松拿捏的 夜凡眉头一皱 还没开口 下面公司元老黄元站了起来 江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夜少乃是夜老爷子唯一的亲孙子 夜老爷子手里所有的股份 都是夜凡的 夜凡是夜市集团将来唯一的继承人 他凭什么没有资格 对 就是 夜少是夜市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他没资格坐在这里了 还有谁有资格坐在这里 以黄元为首 好几个老家伙 都站起来声援夜凡 江河淡淡一笑 朝身边的许超使了个眼色 采购部许超 立马站起来道 黄部长 你的话不就是答案吗 那是将来 是未来 现在夜老爷子不是还没将股份转让给夜凡吗 那么夜凡就没有任何资格坐在这里 许超的话音落下 江河脸色一沉 对着门口呵斥道 来人 请夜少出去休息 我们继续讨论代理总经理的事情 江河的意图很明显了 今天代理总经理的位置不拿到 江河事不罢休 黄元等人都急了 杨涛这些人太狂妄了 夜凡亲自前来都无法震慑他们了吗 这是公然要造反啊 其实 这正是夜凡想看到的 他们若是不动手 夜凡还找不到对付他们的理由 虽然夜凡已经让韩卓和王富贵做了后手 但若是主动对付杨涛 江河等人的话 难免会让下面的人寒心 第66章 本少喜欢女人没错 但不代表我是垃圾 江总经理 本来我想给你们一个体面的机会 你们非要撕破脸皮吗 夜凡坐在一张椅子上 对于冲过来的保镖 丝毫不在乎 而是浊浊地盯着江河和杨涛等人 江河被夜凡这么一盯 心里不由咯噔一颤 他妈的 这个夜凡怎么感觉很难缠的样子 但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江河知道 若是今天拿不下这个代理总经理的位置 那么自己的下场绝对会很惨 所以一咬牙道 夜少 得罪了 我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夜市集团好 夜少 请 江河的话还没落下 会议室门口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混账东西 这就是你所谓的为夜市集团好 我堂堂夜市集团 夜家人自己都做不了主了 还算什么夜市集团 要不叫江市集团好了 一个瘦弱的老头踏步进入 满脸红光 不是别人 正是匆忙赶来的夜长风 夜市集团乃是夜长风一手创办的 在夜市集团内部 就是最强的灵魂存在 类似一支军队军魂 夜长风在夜市集团的威望是非常高的 夜老 您身体原来没事啊 太好了 夜老好 夜长风的到来 整个会议大厅里 一大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 恭敬客气地迎接着夜长风 而江河和杨涛 许超等人都是一脸发懵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安排在外面的那些保镖 都是事想长大的腰 怎么让夜凡溜了进来不说 连夜家老爷子都冲了进来 江河等人在夜老爷子面前 还是不敢放肆 夜老爷子 我们真的是为夜市集团好啊 夜少一句话 就要否定我们董事会的决议 这 他又没有任何股份 的确没有资格 没有股份吗 拿笔和文件来 夜长风对身边的助手呵斥了一声 然后夜长风拿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刷刷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将文件高高举起 老夫已经将我名下45%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我亲孙子叶凡 从即刻起 他将代替我 行事董事长所有的一切权限 现在 他有资格了吗 夜长风将文件在众人面前晃动了一圈 然后一脸恼怒地 转头盯着江河和杨涛等人 夜市集团交给夜修管理了三年 夜长风平时没怎么理会 但并不代表着 他对集团一无所知 很早就有人告诉夜长风 说江河 杨涛几人和林家 有着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夜长风早就想收拾他们 一方面年纪大了 没那个心力尽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隐忍 今天得到夜凡的消息 说要整顿夜市集团 夜长风立马赶了过来 这 江河和杨涛等人傻眼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 夜长风居然如此果断 当场就将自己几千上万亿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夜凡了 打了江河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情况逐渐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了 夜家爷孙两人一起上阵 江河和杨涛等人都有些快照加不住了 江总 快想办法呀 不然 我们今天就完蛋了 杨涛在江河身边 一脸焦急地提醒着 江河也知道 夜凡拿到了股权 那所有的行为就名正言顺了 凭夜凡刚才表现出来的手段 怕是比夜修还有狠 一定不能让夜凡拿到股权 夜老爷子 您怕是忘了吧 按照公司章程 您就算想要转让股权 首先要知晓董事会 然后至少也要三天的公事期 如果集团所有人没有意义 转让协议才会生效吧 而在公事期内 您若转让的这部分股权 由董事会代为管理 大家说我说的没错吧 江河的话 瞬间让现场一片哗然 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因为从公司的章程上来讲 的确有这么一条规定 更何况 老爷子还是进行个 这么巨额的股权转让 那就更需要公事了 夜长风背弃的脸色一片铁青 江河 你们 你们这群白眼狼 这是打算和老夫作对吗 江河起身 对着夜长风微微欠身道 不敢 夜老爷子 既然您打算将权力交出去 从现在开始的公事期内 您也就无权干涉公司的任何事情 你 你们 夜长风起身体一颤一颤的 但却无可奈何 而江河这边的嫡系手下 则都是给江河竖起了大拇指 江河实在是高啊 利用公司章程上的规定 居然反将了夜家老爷子一军 现在的结果就是 公事期内 夜老爷子手里的股权 由董事会代为管理 而夜老爷子 就失去了对公司的一票否决权 而实际被转让的夜凡 三天之内没有拿到股权 也就没有权力来插手公司的管理 三天的权力真空 足够江河和杨涛等人来做很多事情了 三天之后 就算夜凡接手公司 那一切也已经晚了 请 江河一脸得意地 对几个保镖挥挥手 便想要将夜凡和夜长风清理出去 夜长风气得直跳脚 脾气已经上来了 来人 老子就不信 要知道 夜长风乃是军人出身 虽然现在在家里 但身边的护卫队长冷风 依旧是五道高手 今天这口气 老爷子打算强行使用武力 但夜凡却伸手拦住了夜长风 爷爷 这件事交给我吧 我会处理好的 花音落下 夜凡转头看向江河 再次开口道 江总 最后问你一次 你非要跟我夜家撕破脸皮吗 关于江河什么底细 夜凡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 本来想让他们体面离开 但他们却想着 要将夜市集团拿下 让人寒心 自觉已经胜券在握的江河 再也不掩盖自己猙獰的面容 怎么 夜少不服气 还想翻起什么风浪 一个被抛弃的家族 一个混迹会所的废物少爷 你还能怎么样 夜凡冷笑一声 是吗 本少喜欢女人没错 但并不代表着 本少就是垃圾 带进来吧 夜凡对门口呵斥了一声 王富贵带着一对中年夫妇 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一起出现在回忆大厅里 看到这三个人出现 江河的脸色瞬间大变 你 夜凡 你 来人 是谁 将他们放进来的 马上将他们轰出去 快 江河显得格外暴躁 对着门口的保安呵斥着 但王富贵反手一巴掌 将两个靠近的保安抽飞之后 剩下的几个保安 一脸忌惮地看着王富贵 不敢有任何行动 第67章 轻松拿捏 逆风翻盘 江河身边的杨涛 有些不明所以 江总 不就是三个农民一样的老家伙吗 他们来根本影响不了什么大局啊 江总您怕什么 当务之急 是将夜家老爷子和夜凡弄出去才是 我们好继续进行选举 但江河却坐立不安 心已经乱了 看到那几个保安不动弹 急得直跳 你们都聋了吗 让你们将他们带出去 听不见啊 甚至 看到那几保安不打算动手 江河都拖着椅子 打算自己 将那一对夫妇 和另外那个老头赶出去 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发懵 这什么情况 刚才还无比嚣张的江河 为什么此刻 见到了那一对夫妇 还有那个老头之后 居然就如此慌张 嚣张的气焰 瞬间消失了大半 叶凡淡淡一笑 闪身挡在江河过去的道路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江河道 江总 你激动什么 他们可有很多话 想慢慢跟大家说啊 看到他们手里的东西没有 我还帮他们找到了 当年的监控录像 没想到 江总隐藏得这么深啊 江河之所以看到 这对夫妇这么紧张 是因为 江河在五年前杀人了 而所杀的人 正是那对夫妇的女儿 以及另外那个头发 花白老头的儿子 原因也很简单 江河当时 看上了那对夫妇的闺女 在烧烤摊上 想强行将女孩带走 女孩的男朋友极力阻止 江河拖着酒瓶 当场就将男人打死了 后面还将女孩 带到酒店里玷污 然后伪装成女孩 跳楼的假象 当时 江河利用自己的人脉 和影响力 强行将这件事 平息了下来 却没想到 叶凡居然将这件事 翻了出来 江河知道 这件事一番翻出来 那么自己后半辈子 必然就要 在里面采缝刃机了 叶凡 你想干什么 江河低声 对着叶凡吼叫着 脸色一片猙獰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江河只怕将叶凡 已经杀死了千百遍 叶凡淡淡一笑 我想干什么 难道江总不知道吗 叶凡 依旧是一副 不紧不慢的状态 但江河 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叶凡 你非要毁了我才甘心吗 江河有点泄气 他真的很想掐死叶凡 但现场这里这么多人 而且 叶凡的那个兄弟 王富贵还会攻赴 外面的保安迟迟没有进来 怕是多半已经被解决了 江河知道 自己今天的安排 他是已经功亏一篑了 自己若是不认怂 怕是过不了这一关 呵呵 是否毁了你 那要看江总你的表现了 叶凡冷冷地盯着江河 虽然没说话 但不说话的那种压迫 让江河呼吸都快要不畅快了 你 叶凡想要什么 江河当然清楚 今天大家全力以赴 所争取的 就是叶氏集团的控制权 表面上看 是江河 杨涛 许超等人和叶凡的争夺 但实际上 是灵氏集团 遥控在和叶凡争夺 江河的确非常渴望权力 希望做到总经理那个位置上 还有林家给他许诺的 其他众多好处 但这一些 都要有命享用 才有意义啊 当年杀人事件 虽然江河动用 所有力量摆平了 但江河知道 只要那一对男女的父母还活着 始终就是炸弹 而现在炸弹来了 只要一些证据提交上去 江河必定完蛋 江河没有任何选择 深深看了叶凡一眼 叶凡 算你狠 你赢了我 但你赢不了我们所有人呢 话音落下 江河转身看了杨涛等人一眼 随即对下面几百股东 和董事会成员道 各位 我江河 因为身体原因 从今天开始 辞去副总经理的职位 此后也不再参与代理 总经理职位的精选 轰隆 江河的一句话 瞬间像一枚炸弹扔在大厅里 引起所有人都一片哗然 江总 你要辞职 您疯了吗 杨涛几乎是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杨涛和江河 许超可是将林家在夜市集团内部安排的铁三角啊 现在江河辞职了 铁三角损失了最重要的一角 那后面还玩个屁 江河靠近杨涛道 你以为我愿意 叶凡手里有我的把柄 我若是不退 你们都要跟着我一起遭殃 后面的事 就拜托你们了 一定不要让叶凡翻身 这个小子 太可怕了 他根本不是传闻中的那么不堪 叶长风站在大厅里 看了看叶凡 又看了看江河 眉头时而紧皱 时而舒展 虽然叶长风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叶长风知道 今天的局面 叶凡肯定提前布局了 现在看来 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应该在叶凡的掌控之中 这个小子 还让老子这么担心 叶长风不由又想到赵家老祖 还有郑武司的人都上门拜访 道歉 这个小子 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不过叶长风也不打算追问了 反正总是好事就行 我代表叶氏集团 接受你的辞职 叶凡对身边的邱婉道 婉姐 拿辞职申请来 另外还有我准备好的那份文件 叶凡将辞职信拿出来 让江河签完字 然后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递给江河 江总 你手里那7%的股份 顺便转让给我吧 你 不要太过分 江河都快要气疯了 叶凡将自己逼走不说 连自己手里的股份都不放过 关键是 江河手里的那些股份 并不全是江河个人的 很多都是江河帮临氏集团带持有的 若是全部转让给叶凡了 那临氏集团不要生吃了自己 要知道 哪怕只是7%的股份 至少也是价值几百亿的资产 江总 钱重要 还是命重要 我想你 应该很清楚 你看我手里的号码 叶凡说话的同时 将手机 举到江河面前 在叶凡的手机屏幕上 显示着1103的数字 我给你三秒思考时间 否则我手一抖 就按下去了 三 叶凡此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我签 叶凡才刚数了一个数 江河便服软了 我签 虽然签了转让协议 江河在灵氏那边的日子 肯定也不好过 但不管如何 至少要先过眼前这一关再说 等股权转让协议签后 叶凡热情地 勾着江河的脖子道 走 江总 我送你出去 被叶凡这么勾肩搭背 江河心中 有种浓烈不详的感觉 果然 一出会议室大门 江河就看到好几个制服人员 拿着手铐等着自己 你 赢我 江河嘴里刚想大声咆哮 叶凡直接一巴掌 拍在江河的脖梗后面 将江河打得晕死了过去 华警官 办谢了 叶凡将人交给对面的制服成员 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华四秒的孙女 华雪妍 哼 你欠我一个人情 华雪妍看了一眼 如瘫软如死狗的江河 心中也不由暗叹一声道 谁跟叶凡做对手 真的是倒了血眉啊 第六十八掌 她是我女人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好 叶凡应答了一声 重新回到会议大厅 此时会议大厅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叶凡 等待着叶凡下一步动作 叶凡走到主席台上 淡定地看着下面所有人道 现在 我宣布 叶氏集团总经理 由邱婉担任 他将全权行驶 对叶氏集团的前面掌控 只对我负责 你们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叶凡眼神犀利地扫视了众人眼 叶凡刚刚才收拾完江河 这个时候 谁敢来出眉头 就算杨涛和许超 心里百般不爽 但此刻也不敢往枪口上撞啊 我支持叶少的决定 黄元第一个开口 随即叶家的那些嫡系支持者 分别表态 然后是中立派 也开始表示支持 反正 不管江河辞职与否 总经理的位置 都轮不到他们身上 所以 谁担任总经理的职位 对他们来说 都一样 最后的投票结果 除了杨涛和许超 等一批死忠之外 现场两百多人 基本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同意了叶凡的决议 邱婉的位置确定了 叶凡再次将目光转向杨涛 看得杨涛心里不由一颤 一种不好的感觉 瞬间浮上了心头 但杨涛将自己过去 所有的经历都梳理了一边 似乎并没有什么黑料留下 就算有些事情 但基本 也都处理得干干净净啊 另外 我还有最后一个事情 本少决定开除杨涛先生 由江月然接替 叶凡对门口招了招手 江月然有几分青涩地 朝大厅里走来 众人再次一片哗然 杨涛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叶少 你这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开除我 叶凡淡淡道 我开除你 还需要理由吗 如果非要说理由 你和江河一起 想要夺取叶氏集团大权 这就是理由 我不服 叶少 你这是公报私仇 杨涛很聪明 还知道博取大家的同情 你这样将公司的元老赶出公司 会让大家寒心 叶凡嘴角一抽 你会服气的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手机拿出来 打开一段视频 放在杨涛面前 杨总仔细看看 上面是不是你 杨总 上次那八千万的款项 就麻烦您提前几天画给我们 这里两百万 杨总就拿去喝茶好了 杨总 去年合作的那批款项 您可以帮忙做点手脚 这张卡里有三百万 是我们孝敬明的 叶凡接连播放了几个视频 拍摄画面不是常规的角度 但却能清晰地看到杨涛容貌 对话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杨总 你说 商业受贿 数额巨大 应该会去采缝任机多少年了 叶凡将手机收起来的时候 杨涛已经着急得满头大汗了 现在杨涛也终于知道 刚才江河为什么那么激动 最后无条件在叶凡面前服软了 不用说 叶凡手里 肯定也有江河致命的把柄 叶绍 我服 我服了 杨涛此时在看叶凡的表情 完全就是惶恐 恐惧 谁踏马说 叶凡只是一个顽固浪荡子 叶凡连那么隐秘的事情 都能调查清楚 可笑的是 江河和杨涛等人 居然还想夺叶氏集团的大权 做梦吧 杨涛已经服软 叶凡将目光邪魅地转向许超道 许部长 我要开除杨总 你觉得怎么样 是支持我 还是反对 叶凡根本没有给许超其他选择 必须是支持还是反对 叶凡这是将许超逼到火上口 如果支持 那就是背叛队友 会被所有人看不起 但若是反对 许超并不笨 从刚才江河和杨涛的反应中 许超已经看出来了 杨涛和江河 肯定有什么致命把柄 被叶凡拿捏住了 而作为采购部的部长 许超的把柄就更多了 拿回扣什么的 那完全就是家常便饭 叶凡要拿捏自己 简直不要太容易 思考了几秒 许超站起来 恭敬朝叶凡一嵌身道 支持叶绍的决定 应该开除杨总 死道友 不死平道 许超非常明白 今天大势已去 不管如何 先保住自己再说 但杨涛来说 那完全就是杀人诛心啊 你 杨涛看到许超的表现 脸色一片阴沉 这个时候 许超居然将自己卖了 但这样的情况 自己今天不认怂 也没办法了 但杨涛还想继续补救一下 叶绍 你要开除我 我认 但就算你要开除我 也不能找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来担任财务总监吧 集团可是几千亿的资金规模 你这样是对集团不负责 不如 我给你推荐副总监唐强 唐强是杨涛有手提拔上去的人 也和临时接触过 若是唐强担任了财务总监 虽然杨涛走了 但公司集团里 还有唐强和许超相互掩护 至少还有翻盘的机会 可杨涛却忽略了 江月然和叶凡的关系 叶凡上前两步 伸手一把将江月然的小蛮腰 搂住 淡淡地道 不用你们推荐任何人 月然是我女人 公司财务交给她 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 你们谁若是 胆敢阻扰她的工作 那么江和就是下场 对待完结也是一样 我说的够明白了吗 叶凡在后面补充了一句 让在场众人都有些善善 邱婉也是 也是什么意思 也是你女人 还是说也要配合邱婉的工作 不过现在的情况 邱婉和叶凡到底是什么关系 已经不重要了 江和被带走 杨涛被开除 公司总经理 以及财务两大块 以及重新回到了 叶凡的掌控之中 而人事这一块 本来就在黄元这些 支持叶家的元老掌握之中 剩下的那些中层 以及虾米 后面有的是时间慢慢收拾 还剩一个关键岗位 许超所的采购部 叶凡嘴角一翘 行动已经开始了 不出三天 许超必然自己 主动辞职滚蛋 至于叶修和江和 杨涛之前勾结的那些小团体 我暂时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给你们一个毁过自新的机会 若是日后胆敢还为非作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等杨涛签订了辞职申请 离开了会议大厅之后 叶凡才示意王富贵 将优盘插到电脑上 把江和当时杀人的一些画面 播放出来 我想 大家应该好奇我 为什么要那么对江和 以及杨涛了 各位自己看吧 随着江和和杨涛的一些 犯罪画面播放出来 现场鼓动一片唏嘘 这才明白其中的真相 真该死啊 是啊 居然那么残忍 就这么放过他 简直太轻了 那个杨涛也是 公司开那么高的年薪 居然还贪那么多 众人唏嘘的同时 都感觉只是将杨涛等人开除 惩罚都太轻了 公司就交给你们两人了 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时找我 叶凡真诚地看着江月然和邱婉 江月然已经和叶凡 有过亲密接触了道 还好 反而是邱婉 脸色一阵羞红 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旁边 叶长风看着叶凡 雷厉风行的手段 心中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个叶凡 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只是叶长风心里有点疑问 等叶凡交代完毕之后 将叶凡拉到一边道 小凡 你实话告诉我 叶修人哪里去了 第69章 带血的狗头 虽然叶修只是叶长风收养的 但那个时候 叶凡不在身边 叶长风在叶修身上 还是注入了不少心血的 本来 叶凡打算将真相告诉叶长风的 但看到叶长风那眼神 叶凡还是有些不忍心 大哥说他感觉自己实力不够 要出国进修一段时间 所以公司暂时交给我打理 叶凡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目的也只是让叶长风宽心 用不了多久 等叶凡和林家全面开战了之后 所有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 叶修的身份自然就会暴露 这样吗 叶长风眉头挑动了一下 其实如此精明的叶长风 已经将事情猜到了大半 但叶凡没有戳破 叶长风自然也就不点破 叶凡如此大肆地清理叶氏集团 肯定是叶修和林氏之间有所勾结 叶凡做事 一般不会乱来 既然动手了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只是 一想到自己养了十八年的叶修 居然养了一个白眼狼 叶长风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叶凡 我饿了 带我去吃饭 旁边跟着江月然一起过来的赵玲珑 满脸忧怨对叶凡开口道 这个死叶凡 自己一个官到处潇洒 居然让自己给江月然搬东西 简直太可恶了 好 那就一起吃饭 老王 一起去 叶凡招呼了王富贵一声 本来打算叫上爷爷 但叶长风却很识趣 你们年轻人去吧 我先回家了 集团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 叶长风的一块心病也算落下了 后面 就只等叶凡再成长一点之后 将整个天龙君交到叶凡手里 等叶凡彻底掌控了天龙君 然后在多生几个仔之后 任何人想要动叶家 就要掂量掂量了 叶凡和赵玲珑 王富贵离开野市集团大门口的时候 在野市集团附近的一条巷子里 一个穿着黑色衬衣 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 杀我儿子 还抢我宝贝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中华的师父 和私生的父亲龙忠 古教的三长老 从昨晚中华本命股死亡开始 龙忠就一直在调查 中华究竟是被谁杀了 而今天上午 龙忠终于查到了 就是叶凡杀了中华 还从中华身上 拿走了那件无价之宝的东西 龙忠追了叶凡一路 终于在叶市集团这里 追到了叶凡 一直在等机会杀叶凡报仇 关键是要将那件东西抢回来 什么 我们策划那么好的计划 居然失败了 江河那个饭桶干什么吃的 林家大院 林华听到手下汇报了 关于叶市集团的情况之后 气得直接跳了起来 林家想和宣家联姻 被叶凡破坏 林东和林阳更是殒命 林华便将所有的希望 放在对叶市集团的控制上 这么多年 林氏在叶市集团内部 通过这种关系手段 拉拢了一大批中层 高层 若叶修不出事 一个月之内 但叶修被抓 林华第一时间 就是让江河上位 甚至将林家 在叶市集团里 所有的案子都暴露了出来 可就是这样 江河还是失败了 杨涛了 他们怎么样 只要财务总监在我们手里 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林华有些不死心 开口询问道 家主 刚刚得到消息 杨涛被叶凡直接开除了 而且 江河所有的股份 也都转让给了叶凡 一个接着一个糟心的消息 让林华都快疯了 啊 叶凡 你怎么不去死 江河手里那些价值上千亿的股份 都是林家用真金白银买来的 你是上天派来的克星吗 啊 血一门的人怎么搞的 怎么还没来人 林华很想给血一门的门主 打电话催促 但想到上次 血一门门主的威胁话语 林华又耸包了 血一门那边说了 他们的人已经出发了 很快就会抵达云城 林华收敛了一下暴躁的情绪 开口命令道 马上让杨涛和许超过来见我 一群废物 我们必须要所有反击 不然太窝囊了 老三 让你联系了漂亮国的拉斐特股神 他是否同时帮我们对付业家 林华气得直跳脚 现在想要从内部掌控业家的计划 已经失败了 那么就只能从股市上狙击业家 所以 林家打算 请漂亮国拉斐特股神出手 大哥 拉斐特大佬已经答应了 明天就坐飞机前来 最晚后天就能抵达云城 很好 到那个时候 就是业家灭亡的时候 对了 你去联系一下赵家 现在宣家的态度不明朗 我们一定要多拉一些支援一起动手 是 大哥 夜市集团地下车库里 许超也准备开车出去找林华 恰好接到林华的电话 连忙应答道 我马上来 挂断电话 许超坐进自己的车里 还没启动车辆 突然感觉头顶有些湿漉漉的 有液体滴到了许超的脸颊上 许超以为是什么水滴 但摸了一把之后 还在连续滴落 许超将车辆启动了 再次摸了一把 然后放在眼前一看 顿时傻眼了 血 抬头朝头顶上一看 立马吓得一声尖叫 啊 卧槽 在许超头部上方的车顶上 一把匕首 将一个血淋淋的狗头 插在车顶棚上 那狗头的皮被撕扯开来 两颗眼珠子也被挖空了 黑洞洞的 鲜血顺着眼眶低落 特别是地下车库里 有几颗灯坏掉了 一闪一闪的 灯光忽明忽暗 而被扒皮的血淋淋狗头 在灯光下 看起来 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一样 开车门想要逃走 但却因为太害怕了 双腿都软了 只能在地上爬 爬行了十几米之后 许超恰好遇到了 同样接到电话的杨涛 从电梯里出来 看到许超如此的模样 杨涛瞬间一愣 许总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 是趴在地上 觉得凉快些吗 虽然杨涛知道 之前许超出卖自己 那是最优的方案 也是保存实力的最好方法 但亲口听到同伴出卖自己 杨涛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快 救我 许超伸手朝杨涛发出求救 当杨涛看到许超手上的鲜血之后 脸色也开始凝重起来 连忙伸手将许超从地上扶起来 许总 出什么事了 现在 江河和自己 都被叶凡赶出了叶氏集团 许超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现在杨涛还是不希望许超出什么事的 带血的狗头 在我车里 妈呀 太可怕了 或许是见到熟人 许超的情绪此时好了不少 将事情给杨涛说了一遍 带血的狗头 肯定有人恶作剧 重新回到许超车辆跟前 车辆还处于启动状态 驾驶室的车门也还打开着 杨涛上前朝驾驶室里看了一眼 满脸疑惑 许总 没有啊 里面不是正常的很吗 没有什么狗头啊 你出自己吓自己吧 没有 我刚明明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狗头 就悬在我头顶 怎么可能没有 许超本来不敢靠近的 但听到杨涛说没有 也有些诧异 连忙上前打开车门 朝驾驶室头顶一看 顿时傻眼了 嗯 刚才不是还在吗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许超进入车里之后 也没看到头顶捧上的狗头 按理说 匕首插在车顶上 应该至少有孔洞之类的 但现在许超仔细检查了一番 车顶上没有任何孔洞的痕迹 完全正常啊 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 可是我手上明明都有血啊 杨涛也在旁边点头道 对 我刚才也看到了 可是 当两人再次朝许超手上看去的时候 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刚才还满手鲜血的许超 此时手上一片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血迹 卧槽 这一次 不光是许超 就连杨涛都震惊了 大白天的 我们撞见了鬼吗 第七十章 许超背下崩溃了 不 不是的 许超神情都有些恍惚了 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 怎么突然又消失了 啊 地下车库里 突然发出一阵乌液的诡异响声 许超和杨涛两人 再也蹦不住了 连滚带爬地嚎叫着 离开地下车库 朝着电梯口跑去 妈呀 太可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电梯一楼出来 许超和杨涛两人 重新见到了阳光之后 才感觉似乎重新获得了新生一样 这样吧 林家主那边 我今天就不去了 我去医院精神科看看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你帮我给林家主转达一下 许超真的被吓坏了 因为刚才的情况 实在太诡异了 他不是没想过 这是叶凡搞鬼 但就算是叶凡搞鬼 也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里 将自己车上的狗头和血迹 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 自己手上消失的血迹怎么说 许超没有去医院 决定先回家去休息一下 打了个车回家 打开房门 许超换好鞋 刚松了一口气 哐 从门口之上 一个狗头再次掉落下来 不偏不倚 恰好砸在许超脸上 见得许超满脸都是鲜血 等许超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之后 吓得身体 直接一屁股朝地上跌坐下去 许超被吓的声音都嘶哑了 又是一个狗头 如果只是一个狗头也就算了 关键是 许超看得清清楚楚 这颗狗头 就夜市集团地下车库里那颗狗头 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 自己刚刚在路上 没有任何耽搁 直接从公司就回家了 而自己回家 居然见到同样一颗狗头 这怎么可能 狗头难道还会自己走路不成 鬼 鬼 许超心里终于彻底崩溃了 嘴里狂吐白色泡沫 脑袋一歪 直接晕死了过去 裤裆里还流出了一滩黄色的液体 可怜的许超 被吓尿了 林云死之前 许超最后一个念头是 自己是得罪了什么高人吗 可思来想去 自己最近所得罪的 只有叶凡啊 叶凡到底有什么手段 能控制狗头起飞 死叶凡 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 云城西郊 一个破旧的巷子里 叶凡将车停路边 然后带着赵玲珑和王富贵 朝着一家烧鸡店走去 赵玲珑一脸嫌弃地开口道 赵小姐 这家鸡很好吃的 他们老板娘很会做鸡的 把毛拔得特别干净 听着王富贵介绍 叶凡怎么总感觉怪怪的 根本不容赵玲珑反驳 叶凡直接在小店门口 站了一张桌子 老板 要五只烧鸡 我们三个人 为什么是五只 赵玲珑虽然嘴里在嫌弃 这是路边摊 但很快就被店里的香味吸引了 听到叶凡只点了五只烧鸡之后 顿时又你乐意了 这个账你都不会算啊 我和大哥两个一人两只 而你是女孩子 能吃完一只就不错了 王富贵还是很心善 仔细给赵玲珑解释着 赵玲珑发了个白眼 哼 小看谁了 五只我一个人都能吃完 叶凡和王富贵两人 以为赵玲珑在说气话 都没怎么在意 烧鸡很快上来 三人直接开动 赵玲珑最开始 还只是试探地尝试了一小块 但发现这里的鸡肉外酥里嫩 居然如此香甜诺口 入嘴即化 而且还有香味弥漫在嘴里 赵玲珑虽然去米其林餐厅 无数次了 却从来没吃到 这么好吃动鸡肉 赵玲珑一边吃 还一边舔手指头 妥妥的一枚吃货形象 叶凡看得直摇头 慢慢地夹起一块鸡肉 掺和着配菜一起慢慢吃 哗啦啦 突然 巷子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一群拖着钢棍的纹身壮汉 汹涌地朝着里面冲进来 而方向 正是叶凡和王富贵等人 所在烧鸡店 嗯 是从自己来的 叶凡眉头一皱 在云城 还有这么不多不长眼的家伙吗 真以为自己就是那个 混迹会所的浪荡子 这又会是谁的人 叶凡还在思索 一群人已经将叶凡和王富贵等人 围在了中间 都别吃了 给我站起来 一个黄毛挥动着手里的钢棍 凶狠地对着叶凡和王富贵几人呵斥道 烧鸡店老板看到一群混混来闹事 连忙陪着笑脸上前道 鲍哥 今天小店刚开张 要不鲍哥给个面子 今天兄弟们吃喝我全包了如何 老板是个国字脸男人 看起来憨厚老实 但做人做事却有自己的一套 之前一些小混混前来闹事 老板都轻松化解了 但今天这群混混 是受高人指派 专门来找叶凡麻烦的 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发 滚 今天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管 否则连你一起收拾 黄毛混混 对着老板肚子上就是一脚 将老板踹得倒在地上 叶凡和王富贵已经站起来了 眼神中都闪烁着冷光 虽然王富贵和叶凡两人 平时都喜欢去解救那些美女 但都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汗水 不会欺负这些辛苦劳动的人 对这些动不动就欺负人的垃圾 两人一直都看不惯 这样的蝼蚁 别说是眼前这么几十个 就是再来这么多 王富贵一个人 就可以轻松拿下 而让叶凡真正注意的是 人群背后那个带着男子 虽然他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但叶凡却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诡异的气息 周围此时 以及远远地聚集了一批吃瓜群众 看着叶凡等人 被围在中间 都不由一阵感叹 唉 可怜的帅哥美女啊 今天怕是要遭殃 那可以这几条街 最凶狠地滚刀肉鲍哥 出手极为狠毒 我也听说过 据说鲍哥那家伙 发狠起来连自己都看 赶紧报警吧 希望还能阻止 黄毛见赵玲珑 还在津津有味地啃一个鸡腿 顿时怒了 麻蛋 让你起来 捏耳朵聋了 给老子马上站起来 黄毛嘴里呵斥的同时 一把将赵玲珑手里的鸡腿扇飞 掉在黄毛的脚边 黄毛鄙视地 一脚踩在鸡腿上 邪魅地看着赵玲珑道 哎呦 原来还是美女啊 今天老子有福了 赵玲珑吃得正香 鸡腿突然被打掉 顿时火猫巴掌 你爹妈没教你珍惜粮食吗 给本小姐去死 赵玲珑愤怒地挥动拳头 一拳朝着黄毛胸口砸去 黄毛细血地看着赵玲珑 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 哼哼 还是一匹小猎马 我喜欢 卧槽 黄毛本来还在嘚瑟 以为赵玲珑一个女孩子 一拳能有多大的威力 但黄毛就只是这么 瞬间大意的功夫 赵玲珑一拳 砸在黄毛胸膛上 黄毛整个人就直接飞了起来 横飞出去七八米远 狠狠撞击在花坛上 然后朝地上瘫软而去 咔嚓 咔嚓 伴随的 还有黄毛胸前骨头断裂的声音 死 赵玲珑的威力 让现场所有人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就包括叶凡也惊呆了 之前她就探查过赵玲珑 这小牛身上没有五道气息啊 天生神力吗 哼 算你走运 今天没吃饱 没一拳打死 你算你运气好 扑吃 赵玲珑一句话 让亮枪站起来的黄毛 差点吐血 你踏马一拳 差点将老子送走了 你还是没吃饱的状态 靠 都是些什么人啊 第七十一章 小美女直接捶爆 看着自己那些手下还在发呆 黄毛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手下咆哮到 一群蠢货 还这愣着干鸡毛啊 没看到老子被打了吗 给我上啊 活捉这娘们 老子今晚一定要狠狠地上了她 让她知道老子的厉害 啊 是 老大 那群反应过来的混混 这才纷纷挥动拳头 朝赵玲珑攻击而去 叶凡身边的王富贵身体一动 便打算上前去帮忙 但叶凡却一把拉住了王富贵 先看看再说 叶凡也想看看 这个赵玲珑到底有什么底牌 是故意在自己面前隐藏 还是真的天生神力 若真的是天生神力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捡到宝了 师父说过 那种天生神力的人 只有一种神秘的血脉家族才会有 若赵玲珑有那个家族的血脉 那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啊 喷喷喷 面对那些冲过来的混混 赵玲珑丝毫没有忌惮 不光没有躲闪 还主动朝混混群里面冲 一拳一个壮汉 那些差不多两百斤的壮汉 在赵玲珑面前 就跟玩偶一样 赵玲珑三拳两拳 就全部砸废了 完事 赵玲珑还不忘嘲讽他们一番 就你们这样的 还出来混 连一个女孩子都打不过 垃圾 那些被砸废的混混 趴在地上哀嚎 心里都无语了 你这样的女孩子 算是正常的女孩子吗 完全就是猛男级别的 所有的混混全部趴下了 最后就只剩下那个 穿着衬衫 戴着墨镜的男子 赵玲珑一脸不爽地看着男人道 是你自己找块板砖自己砸晕 还是我把你砸废 这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中华的那个真正的私生父亲 也是鼓叫的三长老龙钟 对于赵玲珑的话 龙钟很是不屑一顾 小姑娘 饭可以随便吃 但话不可以乱说 我 龙钟还打算说两句的 但赵玲珑却根本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 直接开始动手 一拳朝着龙钟的脸颊上砸来 碰 龙钟虽然避开了赵玲珑的第一拳 但赵玲珑第二拳却再次轰击而来 没有任何悬念地砸在龙钟的胸膛上 咔嚓 龙钟胸口吃痛 还没回过神来 赵玲珑第三拳再次砸了过来 砰砰砰 堂堂龙钟乃是鼓叫三长老 实力也是五道掌控境界 半步踏入到宗师层面的强大存在 居然被一个小姑娘捶爆了 龙钟被捶得没有丝毫招架之力不说 一个踉枪更是摔倒在地上 随即就被赵玲珑将他脚腕拽住 然后抡起来 宛若砸一根木棍一样 疯狂朝地面上砸下去 轰隆 轰隆 龙钟的身体不停地和地面砸在一起 那青石板地面都被砸得开裂了 龙钟的脸 脑袋 肩膀 不停地和地面亲密接触 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要碎裂了 我踏砰 虽然身上有五道气息波动 但也遭不住这么没活活呀 终于 等到赵玲珑喘气的空挡 龙钟慌忙从赵玲珑手里挣扎了出来 靠着旁边的花坛站起来 喘了口气 然后大手一挥 一团黑压压的虫子在龙钟手臂上聚集 一脸猙獰的盯着赵玲珑道 正是十大进骨之一的嗜血骨 看那个头 比中华所豢养的还要更加凶猛 龙钟今天来 主要目的是来对付叶凡的 结果 还没碰到叶凡的衣角 差点被叶凡身边的一个侍女打得隔屁了 赵玲珑出生牛独不怕虎 对于龙钟的动作丝毫不在意 小嘴一翘 冷哼道 打不过就玩魔术吗 看你姑奶奶送你上西天 娇贺的同时 赵玲珑还打算继续往前冲 叶凡一个闪身到赵玲珑身边 将赵玲珑拦了下来 危险 你不是他的对手 接下来交给我吧 危险 赵玲珑眉头一皱 不就几只虫子吗 哪里看出危险了 赵玲珑还在不爽 对面龙钟已经动手了 叶凡 你居然敢杀了中华 还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 龙钟手臂一挥 那些毒蛊呼啸 朝着叶凡袭击而来 叶凡淡淡一笑 手上一道气径砸出 将那些蛊虫挡在两米之外 然后跌落在地上 但是 好巧不巧 一只流浪猫 恰好窜了过来 落入到毒蛊群中 吃吃 下一刻 在众人目瞪口袋中 流浪猫亲客间 就被毒蛊吞噬 只留下了一具白骨 而几秒之后 连白骨都被毒蛊吞噬了 叶凡身后的赵玲珑 看到眼前的一幕 背下的翘脸一片苍白 此时 赵玲珑才明白 叶凡为什么说危险 如果刚才让那些虫子 落到了自己身上 叶凡能对付这些虫子吗 赵玲珑正在担心 王富贵上前两步道 放心 这些东西对大哥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看到如此恐怖的画面 周围那些围观的群众 都不由后退到十几米之外 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太可怕了 那是什么东西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好像是鼓叫的毒鼓 可以瞬间将一头牛吞噬干干净净 哎 那个小伙子 他们惨了 是啊 刚才看到姑娘那么凶猛 还以为没事 但对面还有高人啊 龙中对于自己的毒鼓 很是自信 特别是刚才吞噬猫咪的场面 将现场那么多人震慑住了 龙中本能地认为 叶凡也会害怕 叶凡 乖乖交出你不该拿的东西 我饶你同伴不死 龙中控制着毒鼓 在空中盘旋飞舞着 并不着急对叶凡动手 你虽然会功夫 可以拦住这些蛊虫一时 但你总会有破绽吧 一旦拦截失败 你们全都要死 龙中在叶凡面前嘚瑟着 根本不知道 其实叶凡身上有腕骨顶 有骨簧 想要控制这些毒鼓 轻轻松松 哦 你说的东西 就是这个吗 叶凡从身上 将那块骨头拿出来 正是那块 从中华身上落下的东西 昨晚 毒鼓吞噬了中华之后 那块东西被叶凡收了起来 叶凡还没有时间研究它 现在龙中这么紧张 着急地想要找这个东西 那应该是个好东西 对 就是它 快 快将它给我 只要你将东西给我 甚至可以饶你不死 龙中双眼都在冒光 卓卓盯着叶凡手里的 半透明骨头 快速上前两步 就想从叶凡手里抢夺 叶凡身体一闪 避开龙中的动作 淡淡地道 不如你先告诉我 这是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我就还给你 第七十二章 小尼姑也有春心 其实 双方此事玩的是心理战 龙中和叶凡都知道 就算叶凡将东西 还给龙中了 龙中也不会放过叶凡 龙中会鼓术 是中华背后的人 那么必然调查到了 中华是被叶凡所杀 抢回东西的 不管如何 都会想办法弄死叶凡 龙中则是想要用 最小的代价来拿回东西 沉吟了一阵 心中暗道 就算告诉叶凡也无妨 反正等会拿到东西了 也要弄死叶凡 死人不会泄命 这块东西叫不死骨 对我非常重要 快给我 不死骨 这就是不死骨 叶凡听到这三个字 心里不由咯噔一跳 因为叶凡从叶修嘴里 已经知道了不死骨的存在 林家联合那么多家族 袭击叶家 其中一项重要的目的 就是抢夺不死骨 由此可见 这不死骨非常重要 而现在中华手里 也有一块不死骨 说明不死骨 应该不止一块 谢谢你 我总算搞明白了一些事情了 叶凡心里有底了 淡定地将不死骨收起来 心中也决定了 晚上有空了 一定要好好研究了这个不死骨 龙中看到叶凡 居然将不死骨收起来 脸色顿时变了 叶凡 你耍我 虽然龙中知道 叶凡不会这么轻易地 就将东西交出来 但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龙中还是很恼火 就是耍你 你能把我咋样 叶凡一脸细血地看着龙中 叶凡能杀中华 自然也能杀龙中 古教的人 只要离开苗疆古教 人人得而诛之 找死 龙中嘴里咆哮一声 催动口令 招呼着那群毒蛊起飞 便想要朝叶凡扑过来 但让龙中没想到的是 那群毒蛊起飞到半空之后 居然不听自己使欢 开始疯狂掉头 朝字扑过来 啊 怎么回事 不要 龙中不停地变换着口令 想要阻止那些毒蛊 但根本无效 龙中一脸恐惧地朝叶凡看去 瞬间看到了叶凡手上的 那只金黄色的蛊黄 瞬间明白了所有 叶凡 你 你 叶凡手上居然有蛊黄 那就必然有万古顶 现在龙中大概也明白了 为什么中华会死在叶凡手里 叶凡有万古顶在手里 可以利用蛊黄号令所有的毒蛊 中华怎么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不过此时 龙中虽然明白了 但却已经晚了 那些毒蛊一涌而上 顷刻间就将龙中吞噬得干干净净 而当龙中殒命的瞬间 那些毒蛊也都纷纷从空中掉落 立马暴毙了 因为这些毒蛊都是龙中换养的 是这些毒蛊的宿主 宿主一旦死亡 他们这些毒蛊自然也就只有灭亡的下场 死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 现场所有围观的人群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虫子吞噬人 这是前所未闻啊 而最让他们震撼的是 龙中明明控制着毒蛊 想要吞噬叶凡的 结果自己被干掉了 众人看叶凡的目光 充满了一种别样的佩服 原来这个小伙子 也是有实力的啊 老板 借个火 虽然那些毒蛊已经死亡 但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叶凡还是从烧机店里 借来煤气罐 将那些死亡的毒蛊 烧成了灰烬 这些事情处理完毕 躺在地上哀嚎的那些混混 一个个哭丧着脸 身体都在颤抖 大哥 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黄毛领头在叶凡面前跪着 不停地磕头 都是刚才那个男人 他给了我们五万块 让我们过来帮忙壮大声势 我们错了 请大哥饶命 叶凡嘴角一抽 自然知道 这些混混都是小虾米罢了 滚吧 若是让我再看到你为非作歹 那下场就跟他一样 一句呵斥 让黄毛等人如萌大赦 连滚带爬地离开了现场 我们继续吃东西 老板 把烧机给我们热一下 叶凡云淡风轻招呼着老板 继续准备吃饭 周围人群感叹了一番 直指点点各自离开 而在人群之外 一个尼姑带着一个绝美的小尼姑 也悄悄没入到人群之外 叶凡 看到了吧 那就是你未来的夫君 这一段成员 你自己好好体会 把握吧 老尼姑对着身边的绝美小尼姑道 小尼姑羞的脸色一片通红 哎呀 师父 我们是出家人 怎么能有夫君了 再说 那个叶凡 除了帅气一点 英俊一点 无力不错之外 也就一般吗 小尼姑嘴上说着不要 但眼睛却不停地回头 朝叶凡那边看去 老尼姑看着徒儿的样子 微微摇头道 你呀 哎 不好了 不好了 苗江谷教总部 教主大殿里 一个中年男子 手里捧着一块断裂的木牌 急匆匆地朝大殿里冲去 教主 三长老他 三长老的长生牌未碎裂了 男子冲进大殿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高高将手里的木牌举起来 大殿之上 教主装毙 刚刚结束了一番通话 听到手下汇报 瞬间脸色大变 什么 龙中牌位碎裂了 怎么可能 在苗江谷教 长生牌位 是和这些古师的性命相连的 谷教有一所专门供奉牌位的祠堂 里面放着谷教高层的长生牌位 就是为了方便随时监控 各大高层的生命状况 而刚才 负责守护祠堂的护卫统领 突然发现 三长老龙中的牌位碎裂了 立马前来给教主汇报 装毙从上面的座椅上闪身下来 将龙中的牌位拿在手里 龙中的牌位已经碎裂成了好几块 上面本来有生机力量的 但此刻却死气沉沉 没有一点生机 龙中多半出事了 龙中可是负责古教 重出西南地区的核心领导高层啊 整个西南地区的布局 都是由龙中在负责 现在龙中死了 那么古教走出西南的计划 只怕要遭受到重创 教主 云城方面传来消息 三长老龙中在对付叶凡的时候 遭受蛊虫反噬 当场殒命 庄碧还在沉吟 门口的助理拿着平板电脑 已经确定了消息 叶凡 叶家那个归来的嫡系大少爷 昨天才杀了中华 今天又是他 庄碧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庄碧自然不相信 龙中这样的资深古师 会遭到自己毒蛊的反噬 这一定是叶凡暗中动了手脚 要知道 叶凡虽然现在实力陨落了 但曾经 叶凡也是北洛师门的天才妖孽高手 而根据上一任教主最后的踪迹 也去过北洛师 视不定万古顶就在叶凡身上 很好 庄碧手上气静一阵运转 将手里的牌位捏爆 冷冷地开口道 去找太真师尊过来 说我有要事请他商议 叶凡吗 当年没杀死你 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你 对了 请萧婉秦圣女也过来一起参加会议 是 第73章 在苏氏集团撒野 烧鸡店门口 又恢复了热闹和平静 那些混混离开之后 这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赵玲珑看着叶凡和王富贵面前 两只刘优的烧鸡 都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那个 叶凡 我可以再吃一只吗 叶凡早就看出了赵玲珑馋猫的样子 嘴角一翘 邪魅得道 刚才是谁说了 就是饿死也不在这里吃东西的 这么快就真香了 赵玲珑脑袋里 不由想到了那个王同学 嚣张赌咒的画面 脸色一阵羞红 哎呀 人家当时也不知道嘛 我不管 反正我还要吃 嘴里娇撑的同时 赵玲珑直接将叶凡面前的一只烧鸡 抢了过去 直接朝嘴里塞去 还怕叶凡抢回去 所以用嘴在烧鸡浑身上都舔了一下 这下你总不会要回去了吧 叶凡看得心头一阵玩耳 这小妞 若是不发飙的时候 还是很可爱的 老板 再来两只烧鸡 叶凡邪媚地看着赵玲珑道 吃了我的烧鸡 是要付出代价的 以后 我的臭袜子 你要给我洗干净 还有我的贴身衣服 都要用手洗 虽然叶凡没有明说 但什么是贴身衣服 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多少有点恶趣味 想着这么一个漂亮的萝莉 用小手给自己洗贴身衣服 还是很爽的 你 哼 赵玲珑本来想反驳 但想到太爷和父亲 都已经将自己 放在叶凡身边当侍女 有些事情 自己想逃也逃不掉 所以也就没反驳 不过 叶凡还是低估了赵玲珑的食量 将近一个小时后 叶凡和王富贵早就没吃了 而赵玲珑小嘴还没停 此时 在赵玲珑面前的鸡骨头 已经堆积成小山了 足足都已经有十只烧鸡了 叶凡睁大着眼睛 上下打亮了赵玲珑一番 赵玲珑一米六的个头 看起来娇小玲珑 除了胸大一点之外 其他体态一点也不亏我 居然能干十只烧鸡 你们这么看着我看什么 这样看着我 影响我吃东西 赵玲珑嘴里嘀咕了一声 拿着一只烧鸡转过身去 背着叶凡和王富贵继续战斗 大哥 这小妞也太能吃了 王富贵不有感叹道 难道浓缩的才是金华吗 赵玲珑足足干了十三只烧鸡之后 才打了个宝格 终于吃饱了 我们可以走了 叶凡打算开车回去询问一下 爷爷关于不死骨的信息 突然 苏一雪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公 公司出事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苏氏集团的那些分销商 突然全部聚集到苏氏集团总部这里 要立马结算他们的货款 还要和我们解除合作 可我们公司账面上 现在根本没这么多钱啊 对苏氏集团动手 叶凡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云飞扬 这个混账东西 上午居然还敢组织一群保镖 冲到叶家找自己的麻烦 看来 的确是时候杀鸡儆猴了 复仇计划 就从推并云家开始吧 老婆 别着急 我马上来公司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的 叶凡乃是叶氏集团嫡系大少 苏氏集团要的那么一点资金 叶凡从牙缝里挤出来都已经足够 不过 叶凡并没有打算自己出这些钱 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赵玲珑 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告诉你 父亲给的银行卡 那是 那是给你消费用的 不是让你如此祸祸的 赵玲珑一想到 叶凡居然用赵家的钱来买车 给叶凡来泡妞用 就气不打一出来 老王 你和玲珑去银行调集一个亿的现金 我们在苏氏集团会合 叶凡根本没等赵玲珑反驳 上车启动车辆 直接呼啸着朝苏氏集团赶去 哼 气死我了 真当本小姐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吗 赵玲珑看着叶凡离开的背影 气愤地在地上直跺脚 按照叶凡这样败家的方式 用不了多久 整个赵家都要被他败光 虽然极度不情愿 但想到太爷和父亲的安排 太爷都被叶凡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赵玲珑也不敢扶逆叶凡的意思 毕竟 现在整个赵家的性命 都在赵玲珑一个人身上 若是伺候得不好 叶凡真的一怒之下 对赵家动手的话 那赵玲珑罪过就大了 走 赵玲珑招呼了王富贵一声 抬步朝马路上走去 去哪 王富贵明知道赵玲珑的意思 却故意逗着赵玲珑 哎呀 你是不是故意的 当然是去取钱啊 赵玲珑嘟着嘴 真不知道他是不是脑子有炮 为什么要那么多现金 直接转账不就行了 只有后面的王富贵 嘴巴撇了撇 心中暗道 大哥的心思你怎么知道 装逼 自然要用现金才能装得响亮 苏氏集团总部会议大厅里 一群将近上百人 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苏总 我们可是听说了 苏氏集团的资金都快借不开锅了 随时都可能破产跑路 我们不是不信苏总 苏总还是先给我们 把上月的货款给结算了吧 对 苏总 本来也只有几十万 但我们都是小本生意 还请苏总不要为难我们 苏一雪在助理的护卫下 被一群人团团围住 感觉头都快要炸了 本来 李家给苏氏集团投资的三个亿 是可以完全缓冲资金压力的 但因为松帕将军 突然将翡翠总代理的权限 给了苏氏集团 虽然这是叶凡的面子 但苏一雪也必须至少 给一个亿的定金 才说得过去 这样一来 资金又有些紧张了 各位都是我苏氏集团的 老合作伙伴了 你们这点信任 都没有吗 我苏氏集团什么时候 欠过你们的钱 一个月 只要等一个月 我们也要等款项回笼啊 等我们款项一到 我保证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你们 如何 苏一雪只能尽力拖延一下 其实现在苏氏集团的情况 已经非常乐观了 有些消息灵通的服务商 知道苏氏集团拿了松帕的总代理权 都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要和苏氏集团合作 而且 之前那些拒绝给苏氏集团贷款的银行 有些也已经主动给苏一雪打电话道歉 表示随时可以贷款 现在苏一雪要用钱的话 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渠道商突然集体上门来挤兑 讨要货款 这就让苏一雪有些措手不及 苏总 别一个月了 就今天吧 一个月后是什么情况 谁也说不准是吧 今天苏总不给我们钱 我就不走了 还要到法院申请查封这脸 再次领头开口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子 名叫黄波 是苏氏集团三大渠道商之一 在苏氏集团身上赚的也最多 之前和苏氏集团关系一直非常好 但这次却居然带头过来闹事 第74章 一群白眼狼 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有黄波带头 现场那些渠道商都再次开始沸腾起来 就是 苏总 之前苏氏集团资金正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延迟一个月 但现在我们都担心 苏总今天必须给钱 兄弟们 还跟这娘们磨叽什么 要我说 大家直接将公司值钱动东西搬走就是了 作为抵扣 对 兄弟们 搬东西 搬不走的 就砸了 很显然 群众中有坏人 一些有心人在故意带节奏 目的根本就不是来要钱了 而是来搞破坏 你们 你们这群白眼狼 苏伊雪虽然平时雷厉风行 但毕竟只是女孩子 在面对这些流氓的做法时 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眼看局面就要失控了 从人群中 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头站了出来 将手的拐杖 朝那几个领头的年轻人身上敲打而去 都给老夫助手 安静点 老头名叫董飞 是云城珠宝协会的副会长 同时也是苏氏集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商 董飞为人非常和善 在圈子里 有不小影响力 董飞出面了 挤拐杖下去 那些躁动的渠道商 也不敢太过于放肆 都退让了几步 给董飞让开了一点地方 你们干什么啊 不就是欠一个月的钱吗 你们就这么着急忙慌的 上门来逼债 董飞指着后面一群武道商 鼻子大骂道 你们难道忘了 这些年 你们依靠苏氏集团 赚了多少钱 怎么 赚钱的时候就是娘 苏氏集团遇到了一点资金困难 你们就开始来捅刀子了 有你们这么做人的吗 董飞老爷子的话 瞬间起到一定作用 好多渠道商 都被董飞说得脸红了 说苏氏集团马上要破产了 都要跑路了 若是今天拿不到钱 可能几百万就亏到里面去了 对 我们也是收到消息 苏氏集团要破产 人群中 好些渠道商都开始发话 他们其实本来对苏氏集团 没什么看法的 也不那么着急要钱 但今天都收到了一条神秘信息 披露了苏氏集团的情况 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同伴的怂恿 就过来了 人群中 几个尖嘴猴塞的男子 一看情况不对 相互看了一眼之后 其中一个领头的 立马反驳道 董老爷子 您倒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您现在功成名就 损失点钱 对您不算什么 但我们都要吃饭的呀 全家人都指望着我们的收入 我们全部亏进去了 谁给我们吃饭的钱 就是 反正不管说破大天 今天我们必须要拿到钱 必须要拿到钱 董飞的话 只起到一点作用 稍微缓解了一下 现场的情绪罢了 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 加上之前苏氏集团 的确出了资金问题 众人对苏氏集团的信心不足 董飞眼看情况 有些控制不住了 上前两步 悄悄对苏依雪道 依雪丫头 要不你先给他们结算一点吧 不然今天怕是难以收场了 很明显 是有人在整我们 你放心 我那一千多万的货款 不着急 等你缓过来了再给都行 苏依雪感激地看了董飞一眼 谢谢董老爷子 可是就算这样 我们账面上才几百万现金 完全是不够的 哎 不过我老公应该马上过来了 他会有办法的 说话的同时 苏依雪朝门口看去 当时 爷爷给苏依雪 找了那么一个老公 苏依雪本来也没多么看在眼里 但却没想到 叶凡居然是大厦第一家族叶家的嫡系大少 苏依雪 已经不止一次两次 见识到叶凡的厉害了 有叶凡在 事情一定会解决 只是看到这些渠道商 如此白眼狼 苏依雪有些寒心 而此时 在房门口 苏依雪的堂弟苏东 看到眼前的情况 眼神中闪过一抹得意 悄悄地离开会议大厅 到厕所里拨通了一个号码 姐夫 你这一招果然高 釜底抽薪 现在苏依雪都快招架不住了 苏东所拨打的电话 自然不是叶凡 而是云飞扬 云飞扬在电话里冷哼一声 我弄不了叶凡 我还弄不了苏氏集团吗 想要这么轻松的 就从我云家嘴里抢时 没那么容易 话语顿了顿 云飞扬继续道 我会让他们再加一把火 苏东 你要做好准备 等苏依雪被拿下之后 你要用最快速的手段 掌握苏氏集团 明白吗 好嘞 谢谢姐夫 我一定为姐夫马首试瞻 苏氏集团会议室内 几个渠道商 突然都收到了一条短信 低头看到短信上的内容之后 几人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然后开口继续带节奏道 各位 我看苏总今天也拿不出钱了 大家都别磨蹭了 动手吧 我们若是不动点什么手段 苏总是不会服软的 对 动手了 谁先抢到 就是谁的 一群人在其中几个老鼠屎的搅和下 又开始躁动起来 这一次 董飞也压不住了 只能劝苏伊雪道 伊雪丫头 要不你先找地方躲一躲吧 不然这么多人 等会乱起来了 怕受伤啊 董飞话音刚落下 一把椅子就横飞了过来 差点将苏伊雪砸到 后面 更多渠道商拖着椅子 板凳 气势汹汹地 朝苏伊雪这边冲了过来 似乎要将苏伊雪大卸八块一样 这哪里是渠道商该有的样子 完全就是一群流氓 混混 苏伊雪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苏伊雪一脸期待地 朝房门口看去 老公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都给本少助手 你们谁再敢动一根手指头试试 就在那群渠道商 距离苏伊雪不到一米的时候 一个洪亮的声音 在会议室门口响起 同时 一张桌子 带着巨大的冲击力 砸在了苏伊雪面前 将那群渠道商 冲击地后退了好几米 其中几个避让不及 手臂都被撞得流血了 老婆 我来了 叶凡闪身到苏伊雪身边 温柔地将苏伊雪抱在怀里 没事了 有我在 就不会有事的 叶凡的突然出现 让现场的躁动 再次安静了几秒 但随即众人反而更加狂躁 叶凡来了 又能怎么样 没钱说个鸡毛 大家赶紧动手 这是他们拖延手段 人群那几颗老鼠屎 还在搅和 但却不知道 叶凡已经早就盯上了他们 第75章 要不要这么卷 山尔光还删出节奏来了 轰隆 轰隆 叶凡身影快如闪电 飞速冲进人群中 几秒的功夫 就将那几个 过躁的闹事者抓了出来 狠狠在砸在会议室一侧 将桌椅都砸了一大片 终于安静了一点 叶凡淡淡地拍拍手 眼神犀利地扫了一眼中人道 你们还有 谁要动手的 那几个领头闹事的渠道商 很早之前就是云家的死忠 这次来 本来就是要搞破坏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格外卖力 这几个中间力量被剔除了 剩下的那群人 包括黄渤等人都安分了不少 苏总 你们公司就是这么以理夫人吗 我们今天是来要钱的 不是来打架的 若是苏总这么对待我们 这就没法谈下去了 黄渤看叶凡的眼神 有些忌惮 这个叶凡 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动手起来 怎么如此狂躁 那可是几百斤的桌子 几百斤的壮汉 在叶凡手里 跟玩具一样 大家都小心翼翼 生怕惹毛了叶凡 本来就没什么好谈的 叶凡冷冷一笑 不就是要钱吗 行 你们的货款我今天都给你们结算 听我口令 要立马结算货款的 滚到那边去 暂时不用结算的 请到这边来 今天这次事件 虽然背后有云家推波助澜 但正好可以将一些白眼狼 彻底赶出去 叶凡话音落下 董飞第一个站到叶凡和苏伊雪这边 然后是和董飞关系 比较好的几个渠道商 而另外一边 黄渤轻蔑地看了叶凡和苏伊雪一眼 踏步朝另外一边走去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今天用什么结算 哼 在黄渤的带领下 几乎有一半的渠道商都站到黄渤那边 其中有好几个 还被苏伊雪视为心腹 这样类似逼宫的叛乱 让苏伊雪也看清了人心 很好 你们不就是要钱吗 看来你们也不打算和苏氏集团合作了 就顺便将终止合作协议签了吧 叶凡对身边的苏伊雪点点头 苏伊雪立马安排助理 拿来一大落终止合作协议 看到叶凡和苏伊雪 如此淡定的模样 黄渤那边 不少的渠道商都开始慌了 黄总 怎么我感觉他们一点都不怕 而且像是胸有成竹一样 你不是说他们绝对没钱吗 对啊 黄总 我们可就再赌这一次 我本来的意思 是要逼迫苏氏集团给我们让三成的利润就行了 怎么事情变成了这样 就是 我们只是要钱 但没想着和苏氏集团终止合作呀 和苏氏集团终止合作了 那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 听着自己身边这些同盟的话语 黄渤其实内心也是慌的 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云飞扬 云飞扬让他怎么办 他就怎么办 云飞扬可是拍胸脯保证了 苏氏集团一定没有钱了 而且还说了 一个小时内 云绍就会将苏伊雪弄到床上去 到时候 苏氏集团就是云家的附庸了 所以 黄渤才会这么大胆地跟着干 不过 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一步 黄渤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现在闲上 不得不发 放心 他们肯定是装样子 不可能有钱的 大家签就是 我们倒是要看看 他们还能演戏到什么时候 黄渤当时选择相信云飞扬 认为苏氏集团没有钱 只是在演戏给大家看罢了 签 现在黄渤这边的这批人 都已经站队了 此时想要改变主意 也已经来不及了 况且 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拿了云家的好处 此时想要离开 云家也不会答应 等所有人签字完成 苏伊雪和助理确认之后 盖章完成 协议生效之后 叶凡这才对门口打了个响指 把那一个亿的钱拿进来吧 嗯 叶凡的话让众人都有些疑惑 把钱拿进来 要知道 这些渠道商 虽然有一半左右 放弃了今天拿钱 但剩下的也至少有几千万 将近上亿啊 叶凡这个现眼包 难道要用现金来给大家结算吗 叶凡话音刚落下 会议室房门打开 王富贵和赵玲龙 分别推着一个巨大推车 将两落堆成山的红票子现金 朝会议室里推了进来 死 如此一幕 让现场所有人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现金 真的是现金 一个亿的现金 虽然在场的众人 也都是见过世面 至少也都是几百万的生意老板 手里经过的资金千万上亿的 也的确有 但关键是 叶凡将一个亿的现金 就这么堆放众人眼前 那可以两三吨的重量 堆积成两座现金大山 那种压迫和震撼 还是让人有些窒息 虽然苏伊雪觉得 叶凡这样做有些嚣张 但苏伊雪也感觉太爽了 你们不是要钱吗 那就用钱打脸 疼死你们 看到叶凡真的弄来了一个亿的现金 董飞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 自己果然没看走眼 苏氏集团一定会继续辉煌 而跟着董飞 一起选暂时不拿钱的那批渠道商 更是万分庆幸自己 选择了战队叶凡这边 不然损失可就大了 不过另外一遍 黄渤这边就不淡定了 怎么回事 黄总 你不是说 他们拿不出钱来吗 那这里拿出来的是什么 是啊 黄总 我可是将我的职业生涯都赌进去了 现在我们和苏氏集团的合作都终止了 你让我怎么办 黄总 你不是坑人吗 你到底开口说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渤脸色一片铁青 懊恼的都恨不得将自己的头发抓掉 老子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麻蛋 黄渤其实已经猜到 云飞扬这边所得到的信息肯定有误差 云飞扬被叶凡和苏依雪耍了 而自己这些人则是被云飞扬误导了 苏依雪的助理和王富贵 赵玲珑等人已经开始在清点现金 以及各大渠道商所应付的款项数目 黄渤深呼吸一口气 舔着脸上前善善对苏依雪道 苏总 您看 我刚才是和您开玩笑了 要不 我们的钱今天也不拿了 您就大人大量 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以后看我们大家的表现 虽然黄渤知道这样低头 很没面子 但面子和货真价实的金钱来比 狗屁都不是 要知道 做苏氏集团的渠道商 利润都是50%起 而苏氏集团的口碑一直都很好 根本不用发筹卖 所以只要和苏氏集团合作 那就是摇钱术 是啊 苏总 刚才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啊 就是就是 苏总 真的对不起 我们也是被那群垃圾蛊惑 求苏总给个机会 我该打 在黄渤身后 其他的几个渠道商也跟着上前 有的居然开始动手删 自己耳光 如此的行为 让身边的同伴 都恨得牙齿痒痒的 踏马的 你道歉就道歉啊 你踏马删耳光 算怎么回事 要不要这么卷 你都删耳光道歉了 我们到底要不要删 我们不删 好像显得我们很没诚意一样 靠 于是 剩下的那些 想要再次博得一个机会的渠道商 全都站在原地 对着自己的脸颊挥动手臂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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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啪啪 会议室里 居然都删出了节奏 第76章 杀人珠希 要知道 就在十分钟前 这些渠道商 还是无限嚣张 叫嚣着 要将苏氏集团拆了 将苏伊雪送到派出所 去的强悍存在 而就在十分钟后 居然耸包了 耸得跟一条狗一样 对着苏伊雪摇尾巴 黄渤迟疑的了一下 看到所有人都在扇自己耳光 无奈之下 也只能向金钱低头 对着自己的脸狠狠扇去 苏总 对不起 我该死 我错了 如此滑稽的一幕 看得苏伊雪 也有些感叹 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苏伊雪有点拿不准 将目光转向叶凡 叶凡点点头 随即淡定地 对黄波帝等人开口道 黄总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有自虐倾向 还是在打蚊子 可会议室里也没有蚊子 苏伊雪没有开口 而是将决定权 交给了叶凡 所有人心里都已经凉了半截 今天这事 怕是没戏了 靠 那岂不是说 自己刚才那一顿耳光 白山了 叶绍 我们 我们还想继续和苏氏集团合作 看在我们曾经和苏氏集团的情分上 能不能 黄波话说了一半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曾经的情分 情分就是要将苏氏集团给拆了 要将苏伊雪送进派出所 黄波 你还好意思吗 刚才老夫都出面劝了你们 让你们缓冲一两天 你们是怎么做的 叶凡还没开口 董飞在旁边忍不住开口呵斥起来 你们不是想和苏氏集团合作 而是想继续在苏氏集团捞钱 才是真吧 苏伊雪在叶凡身边 悄悄介绍了一下 刚才董飞帮忙的情况 叶凡瞬间明白了 等董飞话语落下 叶凡一些细血地看着黄波等人道 机会给过你们了 你们自己不中用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拿钱走人吧 养条狗还知道 跟主人摇尾吧 而你们 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话音落下 叶凡转身恭敬地对董飞鞠了一躬 董老先生 刚刚谢谢您在危难时候 帮衬医学 所以 现在我宣布 黄波所在市场份额 由董老先生全面接管 话语顿了顿 叶凡继续开口道 而且 我有一个重磅消息宣布 缅国松帕将军 已经取消了和省城云家的代理合作关系 从昨天开始 苏氏集团就是松帕将军在大厦唯一的总代理 大家别这样看着我 松帕将军和我是老朋友了 所以和我老婆公司签约合作 不是很正常吗 叶凡的一番话 完全就是一枚炸弹 将现场所有人都炸猛了 完全没想到 苏氏集团还有这样隐秘的底牌 保密消息做得这么绝密吗 缅国松帕将军 在大厦翡翠元石的总代理啊 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可意味着 苏氏珠宝集团 一跃已经成为了大厦一流的珠宝家族 不光是云城的珠宝商 就算天南省 以及整个大厦 大部分的珠宝商 都要来讨好苏氏集团吧 毕竟 有了翡翠元石 才能切除翡翠 有了这个总代理 苏氏集团怕是很快就要 将渠道扑向全国了吧 不过这个消息太劲爆 众人都将目光转向苏依雪 等待苏依雪的确认 苏依雪点点头道 我老公说的是真的 松帕将军昨天到公司 来签订的合同 大家获款之所以短缺 也是因为给松帕将军 支付了一个亿的定金 第一批元石 总共20个集装箱 一个星期之后抵达 哗 听着苏依雪的确认 现场直接沸腾了 董飞身边 几个渠道商都兴奋地嚎叫起来 相互搂抱着手舞足蹈 你妈 赌对了 苏氏集团居然成了大厦总代理 那以后跟着苏氏集团 就不光是喝汤的事情啊 完全就是起飞 可以想象 苏氏集团要铺设全国的网络 那么苏氏集团 现在的这些渠道商 那都是水涨船高的事情啊 之前县级的渠道商 到时管理一个市 甚至一个省都有可能 好 非常好 一雪丫头 老夫果然没看错你 董飞虽然都一把年纪了 也忍不住兴奋起来 但另外一边 听到这个劲爆消息的黄渤等人 直接都呆傻了 甚至 有些人 直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我真傻 真的 我真傻 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发财机会啊 继续跟着苏氏集团 至少是翻十倍 百倍的机会 那个机会 本来被他们牢牢握在手里 但却硬生生被他们推开了 党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 大家听信了黄渤的话 黄渤 我跟你拼了 啊 王八蛋 黄渤 你害死老子了 那一群渠道商 都跟发疯了一样 朝黄渤扑上去 撕扯黄渤的头发 衣服 拳打脚踢 丝毫没有手软 苏氏集团拿了总代理的权限 而他们 而如此决然地 反叛了苏氏集团 可以想象 苏氏集团在今后 凭借自己一句话 就可以在整个行业了 封杀这些渠道商 杀人猪息 叶凡没有对这些渠道商动手 只是宣布了两个消息 他们自己边 相互自相残杀起来 眼看差不多了 叶凡这才让保安将他们分开 让助理给他们继续发钱 毕竟不能在苏氏集团闹出人命 只是苦了这些渠道商 叶凡用现金给他们结算 一百万就是几百金 好几百万的现金 他们拿到钱了 根本搬不动 又是麻烦事 苏氏集团的内乱 总算解决 苏依雪刚松了一口气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脸色突然大变 什么 是仲星的柜台 被人砸了 苏依雪接到电话 一脸震惊 苏氏集团在市仲星的那个柜台 是苏氏集团在云城的旗舰店 而且开设在商场里 怎么突然被砸了 我马上过来处理 苏依雪刚挂断电话 立马又有另外分店的电话打了过来 苏总 我们四号店突然被砸了 二号店也是 短短几分钟之内 苏依雪和助手已经接了几十个电话 苏氏集团在云城那几十个分店 几乎全部被砸 老公 苏依雪看向叶凡 眼神中全是无助 叶凡伸手将苏依雪搂住 而眼里的神色已经一脸寒冰 从刚才的行动 再加上此刻砸电的行动 叶凡知道 这都是云飞扬在搞鬼 放心 会没事的 叶凡脸色一沉 对身边的王富贵道 老王 那一百台推土机 准备得怎么样了 今王我就要 一个小小的云家 上次被警告了 居然还不知收敛 那就推平吧 已经准备了 随时可以就位 我这就命令他们 朝云家大院所在方向极简 王富贵是懂叶凡的 立马开始打电话去安排 苏依雪听着手机里不断地汇报 有些坐不住了 老公 我要去总店那边去看看 这里 苏依雪一走 担心这里再出什么变故 叶凡自然懂苏依雪的意思 自己老婆的公司 叶凡也应该帮忙 你去吧 这里交给我 自己小心点 叶凡并没有多想 但出于安全考虑 还是给李虎打了一个电话 我老婆要出去谈点事情 你安排几个兄弟关照一下 叶凡本来只是做防御手段 怕苏依雪出什么事 但叶凡完全没想到 云飞扬居然真的敢对苏依雪出手 第七十七章 苏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第七十七章 苏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苏氏集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原本还等着庆祝的苏东 瞬间傻眼了 这个叶凡 怎么就这么讨厌 苏东悄悄地将所有的事情 都汇报给了云飞扬 云飞扬得到消息后 也是气得不行 都是叶凡 这个混蛋 三番两次的坏老子的好事 很好 那老子今天就一定将你的老婆给强上了 看你还怎么嘚瑟 云飞扬的第一波计划 是利用苏氏集团的渠道商 给苏氏集团制造内乱 而第二波计划 就是砸电 为了这次行动 云飞扬可是花了大价钱 请云成四大教父之一的张麻子出手 这是可以和李虎抗衡的存在 张麻子也想借助云家的力量 再上一个台阶 所以 两人一拍即合 而第三波计划 则是将苏依雪给绑了 然后墙上 其实 不得不说 云飞扬的智商还是在线的 如果换作是其他人 面对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 直接要不干猛 一切再按照云飞扬的计划来执行 姐夫 苏依雪已经离开公司了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苏东看到苏依雪离开之后 马上又开始给云飞扬报信 但苏东不知道的是 他躲在厕所里打电话汇报的声音 恰好被出来的王富贵听到了 联想到之前苏东和云飞扬的勾结 王富贵顿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 连忙朝会市走去 这件事肯定不正常 嫂子怕是有危险 此时的云飞扬在云城大酒店的套房里 穿着一身浴袍 房间里还架着三台摄像机 放心 我这房间开好了 药水也准备好了 摄像机也准备好了 到时候给你发一份纪录片 让你也欣赏一下你姐的美好身姿 必须要 那个小娘们 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 都是装的 会议室里 叶凡正在督促那些 极不情愿的渠道商 结算货款 黄渤等大部分渠道商 其实都已经清算完毕了 现金太多 一下也搬不走 有些无奈之下 只好又喊人前来帮忙 大哥 嫂子可能有危险 刚才我听到苏东在打电话 似乎再给云飞扬报信 问云飞扬那边准备好了 要不你还是跟着嫂子一起去吧 这里交给我 没问题的 王富贵有些着急地催促着叶凡 叶凡还没开口 李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叶少 情况有点不对劲 我的手下刚才在暗中 跟着苏总的时候 发现还有其他人的 在暗中尾随苏小姐 似乎是张麻子的人 而且 我刚才得到消息 今天突然砸苏小姐 那些柜台的人 也是张麻子的人 我怕他们对苏小姐不利 我正在调集人手过去支援 我已经在去的路上 李虎都打电话汇报 所苏一雪被跟踪了 那说明情况的确有些不对 那个什么张麻子 居然敢对苏氏集团动手 调集人手 今天直接灭了就是 叶凡眼里闪过一抹狠力 叶家大少归来 看来还高调的不够 那么是要做点杀鸡景侯的事情了 在省城 在省城那就从灭张麻子开始吧 好 谢谢叶绍 李虎心中也是一阵窃喜 李虎和张麻子 两人相互争斗多年 因为两人的力量旗鼓相当 一直都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若是其他人说灭了张麻子 或许李虎还会有所怀疑 但叶凡开口 李虎是绝对相信的 叶凡本身的实力 那可以用惊叹来形容 而且叶凡背后还有叶家 以及隐藏的北洛师门 想要碾死一个张麻子 跟喝水一样简单 和李虎挂断电话 叶凡没有任何迟疑 对王富贵道 这里就教你了 王富贵也是会功夫的 震慑这一群渠道商 还是足够了 叶凡起身便准备下楼 赵玲珑也快不跟了过来 太爷和爷爷说过 要赵玲珑24小时 寸步不离地照顾叶凡 不能让叶凡出任何事情 听说叶凡要去救人 赵玲珑自然不放心 虽然赵玲珑不会五道功夫 但大力出奇迹 自己的拳头 多少可以帮忙的 对此 叶凡倒是没有反对 一边快速下楼 一边拨打苏伊雪的电话 老婆 你现在哪里 我正在朝市中心的 总店那边赶去 不过路上好躲啊 我前后有好几辆商务 走得特别慢 还总是胡乱变道 烦死了 苏伊雪接听着电话 有些疑惑 老公 怎么了 有事吗 此时的苏伊雪 自然还不知道 那几辆商务车 根本不是随机出现的 而是张玛子人 已经开始在 故意拦截苏伊雪了 情况有些紧急 叶凡一边快速 我启动车辆 一边叮嘱着苏伊雪道 伊雪 你让司机慢点开 尽可能朝人多的地方开 把位置共享打开 随时和我共享定位 你被人盯上了 不要害怕 我马上过来救你 啊 苏伊雪瞳孔一阵放大 大白天的 居然还有人敢绑架吗 不过想到公司渠道商 这么大规模的来必要款项 还有周围那几辆 一直鬼鬼祟祟的商务车 苏伊雪瞬间也想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 云飞扬的手段 苏伊雪抬头朝前后看了两眼 这才发现 其实路上根本不堵 而所谓的堵车 只是苏伊雪身边那几辆车 所造成的假象罢了 小王 你开慢点 就在前面的广场边上停下 苏伊雪挂断电话之后 立马将手机定位开启 同时吩咐着前面的司机小王 让他准备在前面的广场边上停下 广场那边有武警巡逻 还有那么多人在现场 就算有人想对自己不利 也不敢如此放肆吧 但让苏伊雪没想到的是 司机小王不光是没有减速 反而是一脚油门 把车辆开进了一条巷子里 苏总 对不起 他们实在给的太多了 您放心 云绍说了 不会要您的性命 您保重 花音落下 司机小王直接拉开车门 纵身跳了下去 眨眼间便消失在巷子深处 啊 苏伊雪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最信任的司机小王 居然叛变了 苏伊雪没有任何迟疑 立马打开车门冲下去 现在只能自救了 等叶凡的到来 可是 那几辆一直跟随的商务车 此时也在巷子口停下 一群黑衣壮汉 杀气腾腾地朝苏伊雪围过来 苏小姐 别挣扎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云绍可是将房间都开好了 第78章 一个活口不留 你们 还有没有王法 大白天的 居然敢绑架本小姐 苏伊雪看着不断朝自己逼近的这些壮汉 心急如焚 云飞扬一直惦记着苏伊雪 若是落入到云飞扬手里了 那是什么下场 苏伊雪当然清楚 自己清白的身子都还没给叶凡 若是被云飞扬这么玷污了 那苏伊雪必然会后悔一辈子 苏伊雪将手里包包挥打出去 想要阻止那些壮汉靠近 但一个弱女子 在这些壮汉面前 根本就是砧板上的肉 王法 在云城 我麻子大哥 就是王法 领头的一个壮汉 嘴里呵斥的同时 一把将苏伊雪的包包抢走 然后伸手 便准备要去抓苏伊雪的手腕 但就在快要触碰到苏伊雪手腕的瞬间 噗哧 一道沉闷的响声 在苏伊雪面前响起 从那壮汉背后 一个精干的身影急速闪现 手里明晃晃的战刀 直接一刀将那壮汉的手臂砍断 教官的老婆 你们也敢亵渎 找死 先一步赶到的不是别人 正是云城地下教父李虎 和李虎一起来的 还有手下几个汉将 包括还有之前就跟在苏伊雪身后 一辆商务车上李虎的手下人马 苏小姐 你站到后面去 放心 叶少已经在来的路上 不出五分钟 应该就能到 李虎手持战刀 和几个手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 将苏伊雪保护在中间 啊 那个被砍断手臂的壮汉 疼得一声惨叫 咆哮出来 看清楚来的是李虎之后 瞬间跳了起来 李虎 你踏马找死啊 马子哥的事情你也敢插手 你活腻了吗 等马子哥来了 有你好看的 张马子和李虎之前的矛盾由来已久 大家都清楚 两人之间会有一场生死大战 就看是什么时候发生 哼 只要张马子今天赶来 就是他的死期 李虎之前还不太敢 和张马子开战 毕竟听说张马子手下 也笼络了一批武道高手 但现在教官都发话了 要灭了张马子 李虎瞬间有了底气 哈哈 是吗 李虎 老子今天就来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弄死我 李虎话音刚落下 巷子口再次响起一阵哗啦啦的脚步声 一群人手持战刀 将巷子口堵得死死的 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云城四大教父另外的一个 外号张马子 人如其名 脸上密密麻麻 全是马子 而脸上那一道刀痕 则是增添了张马子的凶狠 李虎扫了一眼 张马子手下八大金刚 居然全部到场了 而且还有好几个气息不弱的武道高手 也站在张马子身侧 好你个张马子 看来你今天是早有准备啊 李虎脸色有些阴沉 张马子的人都倾巢出洞了 很显然 若只是想抓苏伊雪的话 不用这么大阵势 这是冲着自己来的 不过李虎虽然有些担忧 但却并不害怕 刚才李虎和叶凡已经通话了 叶凡五分钟内就能抵达 只要自己能坚持五分钟 叶少杀到张马子算个屁 哈哈 李虎 看来你还不算太笨 本来老子 没打算亲自出马的 但听到手下说 你都亲自过来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怎么可能放过 张马子一脸得意地开口继续道 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给你埋尸 位置还不错吧 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和你动手的 但机会摆在了面前 张马子完全一副吃定了李虎的姿态 别往外面看了 你叫来支援的那些人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们来不了这里 至少在弄死你之前 他们到不了 兄弟们 给我杀 除了苏伊雪 其他人 不留一个活口 张马子也是狠人 出手就是死守 不给李虎任何活命的机会 虎爷 现在怎么办 李虎身边 几个手下看到眼前的阵势 有些慌张 他们完全没想到 张马子居然亲自带人杀了过来 而且还来得这么快 你们不用管我 记住唯一的命令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好苏小姐 啊 是 扑吃 喷喷 随着张马子一声命令 手下小弟瞬间挥动手里的战刀 朝着李虎和苏伊雪等人冲杀过去 两拨人瞬间战斗到一起 也幸好巷子比较狭窄 所以虽然张马子人数上占据优势 但直接可以冲上前 和李虎等人战斗的人 却只有不到十个 李虎手下跟来的都是最强的汉将 张马子第一波 第二波的攻击 李虎这边还是轻松应付了下来 但紧接着第三波 第四波攻击 李虎这边就有些吃力 其中好几个手下都已经挂踩 如此一来 李虎这边压力就更大了 只能将保护圈缩小 护卫着苏伊雪朝巷子深处退去 该你们上啊 张马子对着身边几个武道高手点点头 这些人正是云飞扬派来抓苏伊雪的 所以配合张马子一起行动 武道高手对付普通的混混 那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 随着张马子身边那几个武道高手出动 李虎身边的手下已经倒下去了一大半 那些武道高手倒不太理会李虎那些手下死活 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苏伊雪 将李虎的那些手下放倒之后 便朝着苏伊雪继续围杀而去 你们敢碰他一根手指头 我保证你们今天死无葬身之地 李虎肩膀上也挨了一刀 鲜血淋漓 但却已经拖着战刀挡在苏伊雪面前 做苏伊雪最后的屏障 两个武道高手没有理会李虎 喷喷两拳砸出便将李虎砸得口吐鲜血 身体晾腔着都快要朝地上倒下去 李虎虽然也有一点武道气息 但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修炼 底子不足能扛住两个武道高手的攻击 而不倒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扑吃 李虎实在坚持不住 嘴里狂喷一口鲜血 用尽最后力气对着苏伊雪道 苏小姐快朝后面跑 叶少马上就来了 李虎看了看手上的手表 四分四十秒 还有二十秒 叶凡就一定会来 只要能坚持最后这二十秒 苏伊雪就安全了 而自己也就安全了 苏小姐 还想走吗 云少可是交代了 让我们将你扒光了 送到他床上去的 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话的同时 两个武道高手 一些银鞋地盯着苏伊雪 左右抓住苏伊雪的手臂 便想要撕扯苏伊雪身上的衬衣裙摆 苏伊雪国色天香 号称云成第一美女总裁 这两个武道高手 自然也想对苏伊雪一亲方则 畜生 你们找死 李虎嘴里呵斥的同时 劈向其中一个武道高手 而手臂 则是将另外一个武道高手的手臂抱住 狠狠在他手臂上咬了一口 啊 你踏马属狗的 你不要命 老子就彻底要你的命 那个武道高手也被激怒了 抽出手里的战刀 对着李虎的心脏 便狠狠刺下去 第79章 动手 推平云家 秀 危机时刻 一把战刀横飞了过来 禁止将这个武道高手手臂斩断 与此同时 巷子外面一阵发动机嗡嗡的声音 一辆摩托车呼啸着从地面腾飞 沿着巷子的围墙与地面水平 朝着李虎和苏伊雪冲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叶凡 靠近苏伊雪的瞬间 叶凡直接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双手将摩托车挥舞起来 横扫朝着他身边两个武道高手砸去 轰隆 轰隆 那两个武道高手 也算是划进巅峰的实力了 但在叶凡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的 一秒都没坚持到 瞬间被砸飞了出去 人在空中 身上的骨头都已经寸寸碎裂 狂喷了几口鲜血之后 坠落在地上 抽出了几下 随即没有了任何动静 老婆 没事了 叶凡伸手将苏伊雪搂在怀里 轻轻地拍了拍苏伊雪的后背 苏伊雪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松了下来 叶凡的实力 苏伊雪是知道的 只要叶凡在 这些垃圾混混 都不在话下 李虎见到叶凡来 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身体亮枪了一下 就要朝地上倒去 叶凡连忙伸手 一把将李虎扶住 把李虎肩膀上的几处穴位封锁住 先止血 你还好吧 叶凡看出来了 李虎的精力 几乎被耗费干净了 说是到灯窟油尽也不为过 所以 扶着李虎的时候 手上一道气息涌入李虎体内 帮李虎补充着体内耗费的力量 随着叶凡这道气息进入体内 李虎瞬间感觉自己 恢复了几分力气 心中惊喜的同时 连忙回应叶凡道 教官 我没事 幸好教官来得及时 不然属下就没脸见教官了 叶凡点点头 今天你做得很好 不过你实力太低了 给你一样东西 回去之后好好修炼一下 实力至少要突破到掌控境界之上吧 不然你这个老大 也当得太窝囊了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一颗三品丹药丢给李虎 虽然四品丹药叶凡也很难弄到 但三品丹药北洛师门还是不少的 虽然这东西珍贵 但对于现在的叶凡来说 用途并不大了 可对于李虎来说 三品丹药却是天价至宝 平常李虎这些人 虽然在云城势力不小 也有钱 但弄丹药的渠道 他们都无法接触 用钱也买不到 丹药瓶拿在手里 虽然瓶盖还没打开 但从里面散发的浓郁香味 还有波动的强大的能量 让李虎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了 谢谢教官 谢谢教官 属下今后 一定为教官干脑徒弟 这可是三品丹药啊 多少宗师高手 都梦寐以求的宝物 而叶凡就这么送给了李虎 可以想象 凭借这颗丹药的力量 李虎突破掌控境界 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若是运气好 成长为大宗师高手 也是有可能的 地上 李虎那些受伤的手下 都一脸羡慕地看着李虎 叶凡嘴角一翘 也没有吝啬 另外拿出了一包一品丹药丢给他们 我这里还有一些一品丹药 今天你们保护我老婆都辛苦了 拿着这些丹药 回去复服用 在李虎的教导下 你们应该也可以成长为武道高手 谢谢叶绍 这一刻 所有的这些人 都觉得今天的付出值了 一颗丹药 让你踏入武道境界 可以想象 后面的路就好走了呀 叶凡突然赶到 而出手的动作又太过迅速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的瞬间 张马子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凡已经将苏伊学解救了下来 将必死的李虎也救了下来 张马子本来还有些担忧的 以为叶凡带来了很多援军 但看到只有叶凡一个人之后 瞬间就淡定了 在这就是传说中的 叶家的那个废物少爷吗 最近可有不少人想要你死啊 林家主都说了 谁若你要你的脑袋 他愿意出一个亿 张马子说话的同时 眼神中闪过一抹贪婪 眼神死死地盯着叶凡 叶少 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 去了地下 别怪我们 杀 一个不留 张马子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对着身边手下下达了死命令 李虎 你以为你投靠叶凡 就能没事吗 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 张马子嘴里咆哮的同时 挥动着手里的战刀 居然还想主动朝叶凡进攻 叶凡冷冷看了张马子一眼 全身杀气凛冽 没有任何迟疑 脚腕在地上灯 挥动地上的摩托车 主动朝张马子这群人中间冲去 砰砰砰 叶凡已经是超越武尊的强大存在 这些垃圾混混 在叶凡眼里 完全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叶凡一路横扫 挥舞着摩托车 如旋风一样 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不过几十秒的时间 张马子这边上百人 就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了 包括张马子自己培养的一些舞蹈高手 还有手下八大金刚 虽然在外面吹嘘起来很厉害 可在叶凡眼里 就跟纸壶的一样 催枯拉朽 全部被打趴下 你 你还是人吗 张马子倒在地上 双腿和手臂 全部被砸断 忍着剧痛 看着眼前这一幕 震惊得都傻眼了 谁踏码说 叶家少爷是废物的 这泥马 简直就是魔神啊 轰隆 让张马子更绝望的是 他们停在巷子口的商务车 居然被一个美女 直接一拳砸爆 然后踢飞了 来的这个是赵玲龙 赵玲龙将路清理干净之后 带着李虎安排的后援人马 全部杀了进来 不用说 张马子所安排阻挡的人 应该已经全部被灭了 叶凡这边 除了叶凡之外 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 也这么猛 看到这样的情况 张马子知道 自己败了 张马子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李虎拖着战刀 一脚踩在张马子胸膛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张马子 眼神中满是戏血 张马子知道 今天自己肯定是活不了 是云飞扬让我来抓苏伊雪的 云飞扬在云城大酒店八楼至尊套房里 让我们抓到人 马上给他送过去 另外 林家家主林华也找过 让我找机会对叶绍动手 也是集团杨涛 许超都是他们的人 我知道的都说了 给我一个痛快吧 张马子将消息告诉给叶凡和李虎 图的就是这一个痛快 李虎朝叶凡请示了一下 看到叶凡点了点头 这才挥动手里的战刀 当场将张马子斩杀 一代枭雄 曾经雄霸一方的张马子 就此殒命 那么张马子所挟制的地盘 自然会被李虎全面接管 经过今日一战 李虎必然会成为云城最大的地下教父 整合云城也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 这是后话了 叶凡和李虎 带人冲到云城大酒店的时候 晚了一步 云飞扬已经提前跑了 不过房间里的摄像机 还有那些药水 都没来得及收走 将这些东西都打包 我要马上去省城 这些东西 必须全部用到云飞扬身上 叶凡阴沉地 对李虎吩咐了一声 立马打电话让王富贵 让那一百台推土机 立刻在云家大院外集结 我要马上去省城 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做直升机过去 用不到二十分钟 就可以抵达 二十分钟后 省城云家大院门口 叶凡和王富贵 赵玲珑三人 从直升机上下来 而在云家宅院外面 已经聚集了一百台 大型的推土机 里三圈外三圈团团 将云家宅院包围起来 发动机已经启动 就等叶凡一声令下 叶少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您命令 推土机领头的队长 看到叶凡 连忙上前恭敬鞠躬的请示道 夜色之下 云家大院突然 被这么多推土机围困 云家众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此时几乎全部都跑出来 在大门聚集 这 这是要干什么 没有王法了吗 难道还想将我们云家推倒不成 谁踏马吃了雄心豹子胆 云家那些成员 纷纷对着推土机叫骂着 领头的云伯天 本来还在疑惑 是谁想对云家动手 但看到叶凡和王富贵出现 顿时明白了 云飞扬在云城所做的事情 云伯天自然是知道的 十分钟前 云飞扬已经打电话求救 叶少 对不起 求你放过云家这一次 云伯天通过多方调查 已经知道了叶凡的厉害之处 连松帕将军都对叶凡如此恭敬 一个小小的云家 怎么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之前听说 赵家已经投靠叶凡 云伯天还以为这只是谣言 但现在 看到赵玲珑恭敬地站在叶凡身边 云伯天知道 那不是谣言 叶凡已经收服了赵家 更何况 叶凡背后 还有大厦第一家族叶家支持 背后还有北洛师门 虽然外界传言叶家三年前被元气大伤了 但现在看来 叶家只怕要更上一层楼啊 叶凡冷冷地看着云伯天 放过你们 上次我就警告过你们 胆胆在骚扰我老婆 我一定推评你们云家 你们以为本少是开玩笑的 想抢我老婆 还收买那些渠道商 围剿苏氏集团 更是砸碎苏氏集团那么多贵台 还打算抢我老婆 你们云家不死 真以为我叶凡是好欺负的吗 叶凡冷冷地一声呵斥完毕 对着一百台推土鸡道 动手 推评云家 第八十章 他真敢推啊 见证一个家族的陨落 第八十章 他真敢推啊 见证一个家族的陨落 眼看叶凡就要动手 云伯天此时都后悔的 恨不得扇自己耳光 早知道叶凡这么厉害 自己当时就不应该 让自己那执掌儿子去云城 不该让云飞扬去招惹苏依雪 然后惹上叶凡 就算当时叶凡通过松帕将军 已经警告过云家了 自己后面就不应该纵容云飞扬 再对苏氏集团动手 还想挽回松帕将军的合作机会 至于苏依雪母亲后面的力量 据说的确强大 甚至和四大圣地都可以抗 但云飞扬想走捷径 直接把苏依雪抛到手 从而获得苏依雪母亲那边的支持 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 苏依雪和叶凡感情本来就这么好 苏依雪都是可以给钱 让叶凡出去抛妞的存在 而叶凡背后的 更是有叶家撑腰 一个小小的云家 根本不可能抢得过叶凡 叶少 求你 云伯天跪在地上 快步朝叶凡爬过去了几步 看到云家那么多人 还都站着无动于衷 云伯天对着众人大声呵斥道 你们都还处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跪下来求叶少 云伯天一脸祈求地看着叶凡 叶少 一切都是我那混账儿子云飞扬做的错事 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我替他给叶少道歉 叶少要我命都可以 求叶少放过云家 看到云伯天如此情况 叶凡心里稍微迟疑了两秒 但不等叶凡开口 云家众人中间就有人跳了出来 二叔 你干嘛给这个傻逼下跪 他带着这么多推土机又如何 我们云家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 唐哥已经回省城了 他去找孔公子班救兵去了 到时候谁哭还不一定 大家都不要怕 都超家伙 谁若是胆敢动我们云家一根汗毛 马上就弄死他 我们云家怕过谁 对 大家怕什么 他们就只来了三个人 我们云家的保镖都有三十个 还打不过他们吗 就是 人家都已经打到门上来了 我们不能太窝囊 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 那个叫什么叶凡的家伙 现在爬过来 给我们云家跪下道歉 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开口的是云伯天的侄子 名叫云彪 人如其名 的确很彪悍的 在他的蛊惑下 云家众人都开始纷纷复合 开始宣道起来 甚至有人都从云家大院里 掏出了战刀等家伙 打算和叶凡等人拼一搏 闭嘴 不想死 都给老子跪下 云伯天都快疾疯了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叶凡的厉害啊 叶凡家族 可是大厦六大豪门之首 三年前那次袭击 所有人都以为 叶家元气大伤了 但实际上 叶凡却是在隐远发展 大厦的天下 怕都要变了 云家主 这就是你们云家 认错的态度吗 哼 叶凡淡淡地看着云伯天 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云家今天必须灭 我 云伯天还没开口 云家大门口 十几辆面包车 在门口停下 云飞扬带着一群黑衣保镖 手持战刀 杀气腾腾地冲了下来 看到父亲贵叶凡面前 顿时咆哮道 叶凡 你找死 孔少 就是他 让你的人上 只要能杀了他 你开的条件我给你双倍 云飞扬招呼着身边的一个 戴着墨镜的公子 便打算对叶凡动手 在云城 那是叶凡的地盘 云飞扬不敢将叶凡怎么样 但现在回到了省城 云飞扬以为自己 又行了 甚至将省城的豪门家族 孔少请来 让他调动了自己家族 最强护卫黑衣卫出动 是必要弄死叶凡 孔少看了一眼这边的情况 刚要开口说话 叶凡身边的赵玲珑 已经先动手了 一个箭步冲出去 对着孔少所乘坐的那辆商务车 轰击而去 轰隆 赵玲珑你狂暴的一拳 直接将一吨多重的商务车 砸得领空飞了出去 跌落到十几米远之外 我家叶少办事 谁敢插手 这就是下场 赵玲珑开口的声音萌萌的 但话语中那股威慑 却让所有人都不敢小觑 本小姐是赵家唯一掌上明珠赵玲 任何胆敢和叶少作对的人 等同于和我赵家开战 你们不妨试试 这一次 不用叶凡招呼 赵玲珑居然自己主动动手了 也是因为赵玲珑对叶凡的态度 逐渐开始改善了 发现叶凡并没有像传言中的那么不堪 赵家虽然平日里低调 但在整个西南地区 却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赵家的存在 影视豪门的威慑里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 孔家少爷孔妃 脚步话都已经到嘴边了 却硬生生咽回去了 云家 这次是招惹硬骨头啊 赵家都为叶凡撑腰 谁还敢放肆 等等 叶凡 叶家 孔妃突然想到 最近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云成叶凡 大厦第一家族叶家的叶凡 那个霸气归来的大少爷 公然在宣家和临家订婚宴上 搅和的叶凡 卧槽 云飞扬 你要害死老子 想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 特别是看到云飞扬的老爹云伯天 更是还跪在叶凡面前 瞬间明白了一切 叶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被那个混账骗了 不知道是叶少年 我们这就撤 孔妃恭敬地对叶凡鞠了几宫之后 招呼着自己的手下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退到百米之后 孔少 你这 你都答应了我 云飞扬开始慌了 孔妃看到叶凡 都被吓跑了 自己可就失去了最大的支撑啊 平云家的那点人 那还玩个屁 叶少 云飞扬一脸惶恐地看着叶凡 双腿一软 直接瘫坐在地上 我错了 云飞扬在云城布置了三次攻击 搅乱苏氏集团内部 袭击苏家所有的柜台 打算绑架苏一雪 生米煮成熟饭 却都被叶凡轻松破茧 而现在 回到省城了 云飞扬找来的援兵 还没动手 都被叶凡吓尿了 云飞扬彻底绝望了 哼 现在知道错了 你早干嘛去了 叶凡冷冷地盯着云飞扬 我给过你机会 最开始你骚扰我老婆 我没跟你计较 后面追到别墅里来 我只是 教训了你一顿 后面松怕将军来签合同 又一次警告你 你真以为我叶凡好欺负吗 不是 我只是 老子只是想送你去西天 去死吧 云飞扬本来还跪在地上 给叶凡道歉 但说着说着 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沙漠之鹰 对着叶凡胸口扣动了扳机 哈哈 叶凡 你不是很厉害吗 看你怎么躲得过子弹 云飞扬在这个时候 居然还想弄死叶凡 云伯天在旁边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不要 咔嚓 云飞扬的扳机 还没扣动下去 叶凡出手了 手掌在云飞扬的枪支上 轻轻一扫 云飞扬的枪支 就变成了一堆零件 哗啦啦跌落在地上 碰 叶凡一脚猛然朝着云飞扬胸口踢过去 强大的舞蹈气静 涌入云飞扬体内的经脉中 瞬间将云飞扬体内的五脏六腑 轰击碎裂 云飞扬蹊跷流血 生机力量已经被击碎 但却不会马上隐命 云飞扬在酒店开好房间 还打算惦记叶凡的女人 那么叶凡还要送她最后一程 老王 之前准备好的狼狗 还有那些药物都准备好了 王富贵点点头 那边那个集装箱 就是给她准备的 走吧 云少 好好享受你 黄欢时刻吧 王富贵提着云飞扬离开的时候 叶凡一挥手 一百台推土机轰隆轰隆 正式开始行动 齐刷刷的朝前推进 豪华的云家宅院 从大门开始 在推土机铁产下 开始轰然倒塌 严陈滚滚 还有房屋倒塌的炸裂声响 见证的 却是一个家族的陨落 不远处的孔飞 看得胆战心惊 心中看叶凡眼神中 又多了几分灼热 霸气 这个叶少 是真的敢推啊 这表面 看起来推的是云家的宅院建筑 但实际上 却是云家的灭门之灾 第81章 一旦激起千层浪 云飞扬的那个堂弟 还不知死活地冲上前去 想要拦住推土机 以为推土机会因为前面 有人拦着而停下 但结果就是 直接被推土机碾碎 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 如此一幕 直接将众人震惊了 原本还打算和云飘一起来的云家弟子 此时都无比慌乱地 想从推土机中间逃离 可惜我玉琢啊 还有的密码箱 云家众人 还在惋惜 自己存放在家里的宝贝 金钱 但他们却不知道 从此刻起 省城显赫一石云家 就此覆灭了 云伯天整个人贪软在地上 双眼无神 嘴里喃喃自语道 云家列祖列宗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你们 另外一边 旁边的集装箱里 传来一阵剧烈响动 随即然后就是 云飘扬鬼哭狼嚎的咆哮声 啊 不要啊 老子受不了了 快放我出去 那些对付女人的药水 给云飘扬吃下 然后和一群狼狗关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 画面太美 不敢想象 一百台推土机 聚集在云家宅院门外 这么大动静 其实也引起了 省城诸多其他家族的观望 孔家 廖家 安家 周家 各自都派来了代表现场悄悄观察 当看到叶帆真的动手 将云家推平之后 全都震惊了 一边朝各自家里汇报情况 一边将现场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云家被神秘高人推平 一百台推土机推平宅院 是什么体验 省城云家完蛋了 各种短视频 在网上瞬间开始发酵 沸腾 而省城 各大豪门家族 都开始紧张起来 什么 叶帆来省城了 那个温神来干什么 吩咐下去 让家里人见到叶帆 都躲远点 我的个乖乖 叶帆那家伙 可不好惹呀 连云家都赶面 谁说叶家已经衰败了 来人 给我盯着叶少的踪迹 制造机会让我和叶少偶遇 死子将来必成大妾 叶帆如此狂妄的动作 像是在省城平静的湖面 投下了一颗石子一样 引起了一连串的涟漪 云家旗下所有的资产 股票 应声下跌 叶帆站在云家大院门外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薛玉飞 薛玉飞本来之前 就是叶帆的未婚妻人选 爷爷说过 这么多年 宣家其实一直在暗暗帮衬叶家 而且 虽然和叶家退婚 但最后关头 也没有和林家站在一起 那就送宣家一份礼物吧 前老婆 叶帆刚想拨通薛玉飞的电话 薛玉飞的电话 倒是打了过来 叶帆 你最近小心点 最好不要乱出门啊 我听说林家 找了薛一门高手 一下出动了三个 还有鼓叫那边 据说也来了高手 都是要来杀你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若是人手不够 我可以给你借用高手的 薛一门吗 哼 他们不来找自己 叶帆还有去找他们 而且 叶帆身边 表面上只有王富贵和赵玲珑 但暗地里 还有韩卓在保护 要知道 韩卓也是宗师级别以上的高手 最擅长潜伏暗杀 战斗实力 都堪比武尊级别的强者 有这么一个超级保镖 现在一般的杀手 想要靠近叶帆都难 而且现在叶帆的实力 根本不惧怕这些垃圾 好 我知道了 我也正要打电话给你 前老婆 为了感谢 你给我通报消息 我决定送你一份礼物 话语顿了顿 叶帆继续开口道 省城云家大院 已经被我推平了 现在云家所有的股票价格 都在急速下降 若是你有想法的话 可以抄底接管云家产业 啊 宣宇飞听到叶帆的话 不由发愣了几秒 叶帆将省城云家 直接推平了 这 不过 想到叶帆那恐怖的手段 宣宇飞瞬间释然了 这样的是 叶帆是真的干得出来 谢谢你 宣宇飞一脸温柔 现在你在省城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 请你吃个饭 宣宇飞话语中的柔情 都快化出水来了 宣宇飞的心思 叶帆怎么可能不知道 宣宇飞 哪里是想一起吃饭 这小妞 很明显是想吃自己罢了 再说吧 既然来省城了 叶帆除了处理云家的事情 还要去处理周家 周家乃是当年袭击叶家的 直接帮凶之一 和赵家不一样 是直接对叶家动手过的 而且还牵涉到 皇家一号小师妹的产业问题 叶帆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省城 周家大院里 家主周明 看着手机上云家 被推评的画面 脸色一片阴沉 哼 这个叶帆 太嚣张了 居然敢在省城如此放肆 就没有人管吗 因为皇家一号的事情 周家已经和叶帆交锋了两次 周涛想去暗杀苏禅 结果恰好碰到了叶帆 直接被干掉了 周家总管和许云谈判 想要抢夺皇家一号 结果也被叶帆 假扮成叶军天干掉 虽然周明没有证据 弄死了自己的儿子和管家 家主 您说 叶帆来省城了 会不会也对我们周家动手 在周明身边 助手有些担忧地开口道 叶帆就是一个疯子 他都敢将云家推平 若是他知道 周家当年参与了 袭击叶家的行动 他 闭嘴 周明被手下说得胆战心惊 自从叶帆归来 自己儿子周涛被杀死之后 周明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三年前对叶家的行动 不是说叶家毕灭吗 叶帆当年都被挖了肾脏 成了一个废人 可现在 叶帆哪里像废人的样子 林华到底在搞什么 不是说请了血一门的高手 暗杀叶帆吗 周明所联系的上京苏浩大少 的确说了 要带着圣地高手来拘杀叶帆 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周明现在只能指望林家 想到这里 周明立马拨通了林华的电话 林家主 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是请了血一门人 对叶帆动手吗 怎么叶帆现在都闹到省城来了 电话那头 林华也看到了 叶帆推平云家的视频 心里也美满是忐忑 云家只是招惹叶帆老婆 所在苏氏集团 叶帆就直接将人家宅院推平了 而林家 可是当年参与袭击叶家的主力军啊 按照叶帆的个性 那岂不是要将整个林家挫骨扬灰 若是继续让叶帆这样下去 估计很快就轮到林家了 血一门第二波高手 今晚就会抵达云城 叶帆绝对活不过明晚 而且 我们林家也将会全面对叶家开战了 这次有漂亮伯拉菲特操盘 叶家必然输 林华这次显得格外有信心 因为 在大夏 除了林家和那些家族 想叶家灭亡之外 最重要的皇室 也不希望叶家太强势 第82章 美女有约 那就好 那就好 周明听到林华的话 心里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 挂断电话之后 周明对身边的助手道 皇家一号那边 许云那个小娘们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们上个月抢了他们的会所 他们居然还想拿回去 做梦 助手连忙道 家主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随时盯着他 就等您一声令下 随时可以动手 周明冷哼一声 点点头道 哼 这小娘们 居然和叶凡勾结在一起 杀死了我亲兄弟 亲儿子 居然还敢到省城来 不弄死他 老子死不瞑目 助手在旁边一脸邪魅的道 家主 这样直接弄死了 多可惜啊 你也看到过 徐云那娘们 长得水灵着了 弄死之前 完全可以先享受一番啊 这也是对姓苏的那婊子一个警告 你说得对 徐云那娘们 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就要看到 他在老子身体下婉转 就在花都大酒店 家主请 我给您带路 花都大酒店 酒楼901房间 徐云刚刚沐浴完 穿着一件薄纱睡裙 趴在床上 光着白净的脚丫子 晃动着小腿 刷着视频 省城云家大院 被神秘高手推评 如此一条劲爆的视频 顿时引起了徐云的注意 而徐云再次仔细看第二遍的时候 突然在视频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叶凡 他也来省城了 所以 推评云家是他干的 天啊 徐云从床上坐起来 身上的衣服都滑落了半边 露出里面白皙锁骨 都浑然不知 前段时间 云家在封杀苏氏集团 这件事 徐云是知道一些的 结果 现在叶凡居然直接用推土机 将云家推了 这就是冲冠一怒 魏红颜吗 徐云心里不犹有几分羡慕苏伊雪 有这么好一个老公 实在太幸运了 但同时 徐云又为苏蝉打抱不平 叶凡本来就是苏蝉的师兄啊 两人青梅竹马 明明叶凡就在眼前 苏蝉居然不敢相认 那天晚上 还害自己 被叶凡占了便宜 想到那天晚上 叶凡对自己做的事情 徐云心里就扑腾扑腾直跳 哼 死坏蛋 占了便宜 吃干抹尽 就想不认账吗 思来想去 徐云还是决定给叶凡打电话 邀请叶凡一起吃个夜宵 这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苏蝉 对 就是这样 苏蝉不主动 那自己就要主动出击 帮苏蝉争取叶凡 眼看云家大院已经推平 叶凡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朝黑暗中使了个眼色 黑暗中 潜伏的正是韩卓 斩草除根 这个道理 叶凡非常懂 云家都想弄死叶凡了 叶凡对他们 自然也不会客气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似 云家那些核心成员 一口都不会留 不过这都不用叶凡动手了 韩卓作为北洛师门第一杀手 想要弄死云家的那些成员 有一百种方法 车祸 跳楼 中毒 这些都不用叶凡自己动手 叶凡刚想转身离开 许云的电话打了过来 叶凡邪媚一笑 接通电话道 怎么 云姐想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叶凡故意打去着许云 那天晚上 许云要求叶凡出手 震慑周家来谈判的林天等人 给出的条件 就是叶凡如果答应了帮助皇家一号 许云就随叶凡的意 电话那头的许云 听到叶凡的话 顿时脸色一阵羞红 哎呀 你怎么这么话 不过 我敢给 你敢来吗 我刚好也在省城哦 只是稍微的羞涩之后 许云瞬间恢复了正常 毕竟 许云也是会所 明面上的老板 虽然洁身自好 但毕竟也是 一个成熟御姐 御姐的技巧 是非常牛的 你也在省城 叶凡一愣 是来办什么事吗 嗯 你认为的那个小师妹 楚嫣姑娘 不是要在省城 来办点事吗 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过来帮她忙 许云回应了一句 还楚嫣 叶凡嘴里淡淡一笑 这段时间 叶凡通过叶家的人脉 北洛师门 重启之后的力量 几乎将那个楚嫣 调查清楚了 那个楚嫣 就是当年从北洛师门 被带回去的苏产 不过 既然许云没有说破 叶凡也就没有拆穿 好 你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过来找你 小师妹遇到了麻烦 叶凡自然要出手帮忙 不等许云邀请 叶凡直接要过去找许云 花都大酒店901 我等你哦 许云挂断电话的时候 声音还故意 很娇媚地魅惑了一声 花都大酒店 许云听到 说叶凡要来找自己之后 迅速起身收拾了一番 重新化妆 穿了一件低领的白色T恤 下面是一条牛仔短裙 整个人看起来妖娆 充满魅惑 哼 我就不信 老娘这么充满魅力 还不能把你的心拉回来一点 我要为小禅争取 其实许云哪里知道 其实在叶凡的心里 小禅一直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而许云如此做 只是白白牺牲了自己 收拾完毕之后 许云下楼 打算在酒店门口等叶凡 毕竟 就算要做点什么 也要先出去吃点东西再说 嘎吱 许云刚刚在出现在酒店门口 几辆商务车在许云面前停下 周明和一群手下 从车上下车过来 团团将许云围住 周明 你 你们要干什么 许云看到周明 眼神中浮现一抹忌惮 许云这次来省城 就是想和苏禅一起从周明手里 将之前周家抢走的产业拿回来的 而现在 苏禅和许云两人还没开始行动 周明却先一步找到了自己 而看周明那模样 今天怕是来者不善啊 哼 干什么 许云 在云城 你对我儿子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还有我亲兄弟和管家 都死在了云城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周明上下看了许云一眼 特别是看到 许云那路在外面的小蛮腰的时候 眼前不由一亮 果然是极品啊 周明 凡事要讲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儿子是我杀死 还有灵天他们的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许云当然知道 这些都是叶凡动手的 但叶凡处理得很干净 周明不可能查得到 证据 我周明做事 需要证据吗 只要我认为是你做的 那你和苏禅那娘们 就别想逃 来人 给我将她绑上去 还想从我周家手里 把之前的产业抢回去 做梦 第83章 大小姐 跟着你看不到希望啊 你们敢 许云并不会功夫 看到几个保镖上前 挥动手里的包包 想要将他们驱赶离开 但却根本没用 两个保镖抓着许云的手 就打算将许云强行拽上去 此时 酒店大门口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但这些围观的人群 虽然都可怜许云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就连花都大酒店的保安 看到眼前的一幕 也都跟没看到一样 将脑袋转向了一边 唉 那可是周家 谁敢惹了 可不是吗 据说周家 都得到了上京苏家的支持 任后肯定是雄霸一方的霸主 怕是连寻天司的人都要给面子 可恶 周家都一个德行 我听说 之前周涛和周明父子俩 前后两天 都强行带了同一个女孩过夜 我去 那他们可算是同道中人啊 哈 眼看许云就要被周明的人带进酒店 一辆宝马车在酒店门口停下 苏禅和一个助理 急匆匆地从车上冲下来 你们想干什么 说话的同时 苏禅冲上前去 一拳将许云身边两个保镖砸飞 苏禅当年是跟着叶凡 一起在北洛师门上学习武功的 虽然实力和天赋不如叶凡 但现在的实力也在掌控巅峰 半步宗师的实力 对付周明身边这些普通的舞蹈高手 还是轻轻松松 周明身边其他几个舞蹈高手 还打算上前去帮忙 但还没靠近许云 就被苏禅打趴下在地上 周明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你只是苏家的附庸家族 真把我这个大小剑不放在眼里吗 告诉你 我爷爷还没死 当年 苏家之所以花了那么大的代价 将苏禅从北洛师门袭击的现场就回来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 是苏禅的爷爷在掌管整个家族 而且 按照苏禅爷爷的意思 将来整个苏家 是要交给苏禅掌管的 所以 苏禅爷爷当时还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 明确将整个西南的产业 都赠送给了苏禅 其中就包括云城的几处会所 还有省城的几个大酒店 还有暗中设置的赌场等等 后面不知道为什么 爷爷突然重病昏迷 家族的大权 在家族一些元老的支持下 逐渐落入到了苏浩手里 然后被苏浩排挤 甚至追杀 无奈之下 苏禅离开了上京家族的核心不说 甚至连省城的产业 苏禅 你终于现身了吗 周明看到苏禅 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还有几分窃喜 我的身份 的确是应该忠于苏家 但可惜的是 现在苏家掌权的是 苏浩大少 而你爷爷 只要苏浩大少愿意 随时都可以死 明白吗 你 苏禅被周明的话 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 而且从周明的话中 苏禅听到了另外一层意思 爷爷病重 是苏浩搞的鬼 可恶 他怎么敢 周明冷笑一声 现在才明白这些吗 晚了 苏浩大少爷原话是 见到你们两个 就地格杀勿论 所以 对不起了 动手 周明对着身边的保镖 呵斥了一声 而苏禅对此 自然没怎么重视 周明 没有苏浩派来的高手 就凭你们这些垃圾 居然还想杀我 做梦吧 苏禅的功夫 放眼整个周家 除了周家老祖苏禅 可能有所忌惮之外 再就是周家的那个管家灵天 可就在前两天 许云说过 灵天已经被叶军天给杀了 那么现在周家已经元气大伤了 这也是为什么 苏禅敢老找周家 拿回之前的产业了 在西南和天南省经营这么多年 苏禅作为苏家的嫡系大小姐 自然还是有一些嫡系人马的 比如说 跟在苏禅身边的这个助理姚童 就是苏禅从上京带来的 除了许云 是苏禅最信任的手下 是吗 苏禅 你太自信了 周明淡淡一笑 对苏禅身边的姚童 使了能眼色 下一刻 在苏禅惊恶的眼神中 姚童突然动手了 姚童手里的电棍 对着苏禅的腰身突然戳去 强大的高压和电流 直接电的苏禅 身体剧烈颤抖 转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姚童道 姚童 你 你 苏禅完全没想到 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姚童 居然在关键时候背叛了自己 对不起 小姐 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大少爷说了 只要拿下小姐 他就娶我做老婆 而且 小姐 跟着你我看不到希望 姚童收回电棍 对于自己的行为 没有丝毫愧疚 苏禅绝望地闭上双眼 一头蠢猪 连娶姚童这种鬼话 姚童居然都相信 苏浩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姚童不知道吗 干得漂亮 姚小姐 你不介意 我先将他们带到酒店里爽一下 再弄死吧 看到苏禅被拿下 周明也松了一口气 看许云和苏禅两人的眼神中 充满邪魅 一下有两个美女陪伴 肯定舒服到几点啊 哈哈 赶紧抓紧时间 免得夜长梦多 姚童眉头一皱 刚刚答应周明 但看着苏禅 又突然改变了注意 我心里有些不安心 要不这样吧 先将苏禅杀了再说 反正 上门 一渴 姚童一句话 让周明发愣了几秒 但明白姚童的话之后 瞳孔瞬间一阵放大 这个姚童 平时玩得也花 好 周明狠力地瞪了苏禅一眼 朝姚童道 是你动手 还是我动手 姚童迟疑了一下 将战刀还是递给了周明道 还是周家主来吧 周明点点头 没有任何迟疑 挥动战刀 对着苏禅的心脏 狠狠刺去 周明 你不得好死 我师兄知道了 一定不会放过你 苏禅被垫了之后 现在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看着周明赐来的战刀 空有一身功夫 却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 不要 许云在旁边想要冲过来帮忙 但扭头 被两个保镖死死抓住 根本无法逃离 就在苏禅绝望闭上眼睛的时候 现场突然响起了一个冷冷的呵斥声 感动她一根汗毛 找死 下一刻 周明便发现自己抓着战刀的手 再也无法朝前刺去分喉 手腕似乎被一把铁钳死死夹住了一样 谁踏马敢插手周家的事 但话刚说了一半 周明不由惊出了一声冷汗 第84章 不死骨的惊天秘密 因为刚刚那个声音 周明太熟悉了 虽然周明和叶凡没见过面 但手下 却将叶凡所有的资料 都给周明汇报过 对于叶凡的声音 周明再熟悉不过了 这个温神 不还在云家那边吗 周明就是想打这个时间差 认为叶凡不会出现在这 所以才抓紧时间动手 而最后 叶凡还是突然出现在现场 踏马的 叶凡就是周家天然的克星吗 咔嚓 叶少手上气静一阵狂暴运转 瞬间将周明的手腕捏爆 冲击的气静 将周明手上的那准把战刀 也轰击碎脸 那些碎片掉落了一地 哼 那你周家当年袭击我叶家的时候 也没想到有今天吧 叶凡嘴里冷哼一声 一脚带着凛冽的气静 踢在周明的胸口上 周明身体横飞出去的同时 胸前肋骨传来一阵剧烈的断裂声响 啊 周明嘴里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嘴里狂吐一口鲜血 感觉自己的胸膛都塌陷了下去 出现了一个目光可见的凹槽 肋骨全部断断裂 呼吸的时候 肺部似乎都已经穿孔了一样 叶凡 你 周明听着叶凡的话 这才清楚了 原来叶凡已经触摸到了 当年叶家被袭击的真相 凌家 周家 这是两个已经暴露的家族 所以 叶凡才会那么狂暴地杀周涛 杀周家的管家凌天 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 周明全部想通了 不然 按照周明的推测 就只是因为皇家一号的事情 叶凡不至于杀了凌天 而且连周涛都杀了 灭门之仇 换作是周明 既然知道了仇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师妹 你受苦了 砰砰 叶凡两拳将苏蝉身边的两个保镖砸飞 伸手一把将苏蝉搂在怀里 同时手上的气静 朝苏蝉身体里灌输而去 快速帮苏蝉恢复着实力 师兄 最近叶凡在云城 还有省城的行动 苏蝉都已经知晓了大概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 师兄应该是已经恢复了实力 而且 师兄连当时袭击叶家的仇人 都已经调查得七七八八了 那么自己的身份 自然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再隐瞒下去 就没什么意思了 原谅我之前不敢和你相认 我怕拖累你 苏蝉说着 声音里又开始带着哭腔了 当年 他们都说你死了 师父也死了 这么长时间 我又联系不到你们 呜呜呜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苏蝉无时不刻在思念着叶凡 想念着和叶凡的点点滴滴 只是 苏蝉也不止一次打听过叶凡的消息 但苏家内部出现了那么重大的事情 后面苏蝉更是自身难保 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寻找叶凡 直到上次在云城和叶凡相见 那个时候 苏蝉担心的就是拖累叶凡 可是 现在 叶凡霸气归来都开始在清算周家了 就算苏蝉不暴露 那些人也很快就会注意到叶凡 忍耐三年的情绪 这一刻在叶凡面前全部爆发 叶凡轻轻在苏蝉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任由苏蝉依偎在自己怀里 宣泄着三年的思念 委屈 担忧 虽然叶凡平时也是放浪不羁 但对小师妹 叶凡却一直放在心上 是真心的 旁边的姚童看到叶凡出现 而且如此轻松地 就将周明以及身边的保镖拿下 心里瞬间做出了判断 今天想要杀苏蝉 怕是很困难了 自己本来作为苏蝉最得力的手下 却在关键时候背叛了苏蝉 若是落入到苏蝉和叶凡手里 那是什么下场 姚童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趁着叶凡和苏蝉两人在亲热 便想悄悄离开 可是 姚童才刚刚抬脚 就被叶凡发现了 咻咻咻 叶凡脚腕上 气静一阵运转 地上那些碎裂的战刀碎片 击射而出 轰击在姚童身上 瞬间将姚童刺成了筛子 身受重伤 不过 姚童却并没有马上断气 只是无力地朝地上跌坐而去 美女 我最讨厌背叛的人 刚才背叛前 你可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 叶凡一巴掌 拍在姚童的肩膀上 将姚童所有的血脉封锁住 冷冷地盯着姚童 姚童一脸怨恨地看着叶凡 自己前后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就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一切都是 眼前这个叶凡 哼 要杀要挂 你们尽管来 小缠 交给你出力吧 若是你心软不好动手的话 可以让我来 叶凡松开怀里的苏缠 朝姚童看了一眼 苏缠点点头 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好 我知道怎么做 我最讨厌背叛 叶凡转身 几拳再次处出手 轻松将许云身边的几个保镖解决 见许云安全之后 叶凡这才转身 在周明面前蹲下 周家主 说说吧 当年袭击叶家的 除了林家 你周家 黄氏之外 还有谁 听着叶凡的话 周明眼神中闪过一抹惊恐 叶凡已经将事情真相调查得这么清楚了吗 连黄氏手 这样机密的真相 叶凡都已经知道 不过 随即 周明哈哈一阵狂笑 叶凡 你想知道吗 我就不告诉你 你抵抗不了的 今天本作死了 你还是逃不掉 叶家 最终都要来给老子陪葬 动手吧 叶凡淡淡一笑 脚腕在周明断裂的手腕上 狠狠踩了一脚 冷冷的道 不就是神使吗 他们杀不死 那是你们杀不死他们 并不代表本少杀不死 话语顿了顿 叶凡从身上将中华的那块不死骨掏出来 在周明面前晃动了一下 你们袭击我叶家 不就是找这块骨头吗 哼哼 我还要 谢谢你们提醒了我 看到叶凡知道了神使 还知道袭击叶家 是冲着不死骨而去的 周明脸色一片苍白 瞳孔一阵剧烈收缩 你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是灵天 难道是灵天告诉你 不死骨可以吞噬练化 然后激活人体特性的 话说了一半 周明突然清醒了过来 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一脸懊恼地看着叶凡 刚才周明一个不小心 又说出了不死骨最大的秘密啊 叶凡嘴角冷冷一笑 原来如此吗 不死骨真正的用途 并不是给家族带来好气域 温养血脉这么简单 而是可是炼化 然后还能激活特性 就是类似游戏里面 觉醒某项特殊能力吗 周家主 你还真是大方啊 你说 我是该谢谢你 还是该恨你了 叶凡站起来 看着周明冷笑道 周明气愤地 都伸手扇了自己一耳光 我踏马就该死 多嘴干鸡毛啊 第85章 你周家 我叶凡接管了 不吃 叶凡脚腕没有任何留情 一道狂暴的气静涌动而出 冲击进去周明的经脉中 将周明的五脏六腑 冲击碎裂 你们可以带着他走了 叶凡对着周家几个保镖 招呼了一声 示意他们上前将周明扶起来 那几个都快吓尿了的保镖 听到叶凡的话 都以为叶凡在开玩笑 叶少 我们不敢 你马 谁他马敢 刚才叶凡所表现出来的 狂暴战斗力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这个时候上去 不是送人头吗 再给你们三秒 否则你们就和他们一个下场 叶凡全身杀气一阵激荡 将那几个保镖吓一跳 连忙上前将周明居然扶着站了起来 快速朝自己的车辆走去 周明皱眉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凡 就这么放自己走了 这不符合叶凡的性格 叶凡 你居然敢放我走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我保证 你活不过明天 叶凡邪媚一笑 你想多了 我给你流口气 是让你回去告诉周家 所有旗下的产业负责人 让他们听话点 你周家所有资产 我叶家接管了 哼 听着叶凡的话 周明不以为然 招呼着几个手下上车 然后驾车飞速离开现场 在车上 周明活动了一下身体 胸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 自己手臂虽然被捏断了 但此时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此时 周明感觉非常不错 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周明感觉自己 又恢复了自由 居然敢放我离开 大傻逼 还不知道 苏绍已经带着圣地的高手来了吧 而且 血一门的人已经抵达了云城 叶凡啊叶凡 你觉得你还能活得过明天吗 周明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先不回家 老子要去花都最好的会所 去去会气 扑哧 扑哧 但周明的话刚落下 身体一阵剧烈抽搐 下一刻 狠狠地狂吐了几口黑血 眼神都开始失去生机了 家主 周总 您没事吧 车里跟随一起的那些保镖 全都乱成了一团 刚才家主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我 周明瞬间感觉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整个人无力地朝座位上瘫软下去 告诉周家 所有 我们的产业叶凡 周明一句话还没说完 身体一阵抽搐 直接断气 啊 周明话都还没说完 就这样挂了 现在周家 周明一死 就基本上没有核心负责的人了 周涛已经死了 周明的弟弟周红 也没了踪迹 周家的那个宗师高手 管家林天 去了云城也没回来 现在周家唯一可能说得上话的 估计就只有周家老祖了 可是周家老祖还在闭关 现在该怎么办 刚才老板断气之前 想要说什么 你们知道吗 其中一个保镖 有些迷惑地朝身边的同伴开口询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倒看老板的样子 怕不是想说 让大家听叶凡的安排 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吧 毕竟现在叶凡的实力 周家没认识对手 对 老板应该是这个意思 行吧 我们一起录制一个视频 把老板的意思转达一下 马上发到周氏集团的管理群里 于是 几分钟后 周家旗下所有的产业工作群里 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周明浑身是血的躺在车里 而他的贴身几个保镖 还有助理一起发布了一个视频 意思很明确 老板为了让大家少受皮肉之苦 决定让叶家接管整个周家 大家一切听从叶凡大哨的安排 整个周家旗下集团的工作群里 都炸开了锅 虽然都觉得周明的决定很无理 但现在周明已经死了 也就代表着周家已经彻底倒台 既然周明临死之前这么安排 下面大部分人都决定这么遵从就是了 而有些消息灵通的人 则是知道周家和叶家之间的纠葛 现在周明突然又死了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周家和叶家之间的争斗 周家应该是彻底输了 三年前 叶家遭受袭击 元气大伤 但现在 叶家怕是要起飞啊 花都大酒店门口 周明带着手下离开 门口就留下了叶凡和苏缠 许云三人 叶凡先是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 老王 云家那边的事情结束之后 让那一百台推土机先不要离开 继续去周家 将周家也推平吧 叶凡这是故意高调 云家之前对付不了叶凡了 居然对苏氏集团动手 而周家 则是上京苏家的狗腿子 也是对叶凡最疼爱的小师妹动手 所以 叶凡这次要彻底杀鸡儆猴 所有胆敢触碰叶凡身边至亲的对手 叶凡都会毫不留情 好 王富贵在电话里有些兴奋 所有人 听我命令 马上掉头去周家 跟着叶凡 就是这么嚣张 不光是王富贵 跟着一起的赵玲珑也是非常兴奋 王少 以后这样的活动是不是非常多 简直太过瘾了 比爹爹让我在家里学做针线活要快乐得多 王富贵认真思考了一下 点点头道 三年前袭击叶家的人有多少 以后这样的活动 应该就有多少 花都大酒店门口 叶凡和王富贵结束通话 又拨通了秋晚的电话 晚姐 还没睡吧 今晚你们可能要辛苦一下了 省城云家的产业 我交给轩宇飞去了 但周家 我们叶家则要全面接管 你负责调集一下人手 若是忙不过来 可以让江月然到省城来现场监督 好 秋晚虽然才上任 但从叶凡之前的雷厉手段 秋晚已经见识到了叶凡的厉害 至于叶凡 为什么要对周家动手 秋晚根本不关心 秋晚只负责执行叶凡的命令就好 将事情安排完毕 叶凡看着面前娇弱的苏蝉 还有玉姐饭十足的许云道 忙了这么久 也都饿了 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和小师妹分别三年 叶凡有太多的话 想和苏蝉说 而和许云之间 因为有上次那么轻易的接触 叶凡对许云 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叶凡带着两人 刚准备离开孔家大少孔妃 突然出现在酒店门口 一脸虔诚地对叶凡恭敬 拘了一躬 随即满脸期待地开口道 叶少 我想拜托叶少帮一个忙 叶少看方便 当然 一定不会让叶少白帮忙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翼 请叶少笑纳 孔妃说话的同时 将一个木制盒子 恭敬递给叶凡 盒子是打开的状态 看到里面又是一块半透明的骨头 叶凡瞬间愣住了 不死骨 你们孔家也有这东西 这不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吗 当年那么多力量 联合起来袭击叶家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现在满大街了 第86章 秒杀周家老祖 叶少 这个是我们孔家祖传下来的宝贝 我们老祖知道 这个东西非常珍贵 但我们孔家人的身体体质有点问题 根本无法吸收不死骨 只要对叶少有用 就请叶少一定要收下 话语顿了顿 孔妃继续道 关键是 我们孔家已经上了刺客联盟的暗杀名单 今晚午夜十二点 就是最后的通牒 这个东西留在我身上 最后也是 便宜别人 孔妃很聪明 似乎没有说 要请叶凡帮什么忙 但将孔家现在的情况 似说明之后 要请叶凡帮忙做什么 其实也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叶凡嘴角一翘 感受了一下 不死骨上波动的古朴气息 微微地点头道 行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今晚十二点前 我一定到孔家了 你孔家 我饱了 刺客联盟 叶凡当然听过 而且 叶凡作为北洛师门唯一的继承人 当年和刺客联盟的盟主安琪儿之间 还有一些是不清到没明的关系 听到叶凡的话 孔妃脸色大喜 一颗悬着心 终于落了下来 太好了 谢谢叶少 叶少请 晚上时间还早 我带叶少去吃点东西 孔妃很会做人 但刚走一步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叶少 不过有个问题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叶少 周家周明等人虽然殒命 但周家还有一个老祖 也是宗师级别之上的高手了 叶少安排的人过去 啪 后面的话 孔妃没有说 但很显然是表示自己的担忧 毕竟 宗师级别的高手 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孔妃这么提醒叶凡 也是让叶凡 避免不必要的上伤亡 叶凡心里一阵咯噔 连忙拨通了王富贵的电话 老王 你现在什么势力 大概还差点进入宗师境界吧 怎么了 你们先围着周家不着急动手 等我过来 对于王富贵这个兄弟 叶凡还是看得很重的 就是这家伙 平时修炼的速度太慢了 看来自己需要给他一些丹药 让他尽快修炼到宗师之上啊 好 周家大愿之外 再次聚集了一百台推土机 因为半个小时前 大家都已经知道 云家被推平了 所以 周家其他那些人 对于眼前的情况 都吓尿了 纷纷四散逃亡 而在周家大愿里 一个穿着灰袍的老头 却一脸淡定地走了出来 都慌什么慌 周明人了 让他滚出来见老夫 他在搞什么飞机 周家怎么搞成这副模样了 这正是周家老祖周成 多年前 实力就已经达到了宗师巅峰 一直在冲击武尊的境界 可惜的是 一直都没有成功 看到门口那些推土机 周成冷哼一声道 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 最好在三秒钟之内给我消失 否则别怪老夫大开杀箭 周成说话的同时 身上杀气凛然 一股强大的气静 朝着四周冲击而去 最前面的一辆推土机 被这股杀气力量直接震翻 里面司机急忙跳了出来 可才刚走两步 便被周成的气静扫倒在地上 周成身影一闪 眨眼间就已经冲到 那个推土机司机的跟前 脚腕抬起来 便朝着那司机胸口狠狠踩下去 赶在周家撒野 找死 站在不远处的王富贵 看到眼前的情况 着急地想要上前救人 但王富贵却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和周家老祖之间的 实力差距太大了 自己就算冲上去 也是送人头 现在王富贵也有些明白 为什么夜少 让自己先不要动手 原来 周家 还一个周家老祖 本少就在周家撒野了 你能咋的 一个洪亮的声音 在众人身后响起 夜反闪声出现 一道更加磅礴的气静冲击而过 硬生生将周成踩下去的脚腕托住 让他无法撼动分毫 周成心中大惊 自己都已经达到宗师巅峰的实力了 在整个天南省 实力比自己高强的 应该没有几个吧 周成脚腕上再次用劲 将自己全部的实力施展出来 强大的五道气静 冲击的空气 都出现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涟漪 但夜反缓步走来 手腕轻松地虚抬 那道磅礴的气静 依旧将周成的脚腕固定着 让周成无法动弹 是你 周成此时也看清了夜反的容貌 夜家那个传说中夜家大少 三年前被人挖了肾脏 回去了丹田 心脏 本应该已经早就死了人 三年后再次现身 而且 根据消息 夜反三年来 一直就待在云城 就在林家的眼皮底下 生活了三年 哼 夜反冷哼一声 手腕上气静逐渐加大 强大的气静直接冲出 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 将周成的腿缠绕住 当场轰击断裂 咔嚓 轰隆 两股气静剧烈碰撞之后 发出一声炸响 周成哀嚎一声 随即身体倒了地上 孰强孰弱 一眼便知 混账 你 三年前你怎么没死 周成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而夜反没有任何迟疑 一脚将脚边一块石头踢飞 静止砸在周成胸口 堂堂一代宗师周成 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居然被夜反一击 当场毙命 你 周成殉命 周家失去最后一个支撑 夜反对王富贵淡淡道 动手 跟着一起来的孔妃 看到眼前一幕 瞳孔都震惊地一阵放大 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后怕 夜反如此恐怖强大 自己居然还想着帮云飞扬出头 幸好啊 幸好自己关键时候刹车了 不然孔家不用等刺客联盟动手 就已经是第三个云家了 一百台推土机 场面太过盛大 大半个花都 几乎都知道了 今晚 云家灭了 周家也灭了 这边王富贵动手推平周家的同时 邱婉已经趁着消息炸裂的时候 开始全方位狙击周家的资产 夜家虽然沉寂了三年 但底蕴却是非常恐怖的 万亿资产的惊天帝国 想要狙杀一个快要崩塌的周家 还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周家灭亡 上京苏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 什么 周家被夜反给推了 麻蛋 这个王八蛋居然这么嚣张吗 周家老祖了 他干什么吃的 上京苏家 大少爷苏浩狠狠地将手里酒杯砸在地上 老子还等着周明那个蠢猪 弄死苏禅那小娘们 结果现在到好 直接将自己玩死了 回禀苏少 周家老祖 被夜反一招秒杀了 第87章 妖魔心脏 麒麟肾 什么 一招秒杀 开什么玩笑 苏浩震惊地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周成至少都是宗师巅峰的实力了 夜反怎么可能一招秒杀他 苏浩一脸疑惑 要知道 三年前 夜反当时的惨样 苏浩是通过视频看到过的呀 肾脏 心脏都被挖了 修炼根骨被毁 夜反没死就是奇迹 而能恢复实力 更是变态逆天 现在还能秒杀周家老祖 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本来 苏浩都等不及 打算自己一个人先去一趟西南 将夜反收拾一顿的 但只是瞬间 苏浩立马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还是等着陈少一起行动吧 圣帝陈少 那可是五尊级别的妖孽天才高手 让圣帝的大少出手 总能对付夜反了吧 短时间里 花都两大家族居然都直接被推平了 这个消息太过于劲爆 整个花都都沸腾了 整个天南省都沸腾了 整个西南都沸腾了 云城 夜家 老太爷叶乾坤和叶长风看着手下汇报来的消息 两人脸上都是一阵唏嘘 父亲 您说叶凡这小子 是不是太高调了 直接推平了两大家族 这手段也太猛了 太爷叶乾坤嘴角一翘 瞪着叶长风道 哼 高调 踏马的 给你胆量 你敢这么做吗 怕什么 出了事 有叶家担着 话语顿了顿 叶乾坤继续道 而且 看现在的情况 怕根本不需要我们叶家来帮叶凡承担了 反而是叶家需要叶凡来振兴 三年前 叶家被袭击之后 元气大伤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叶家头顶上踩一脚 叶氏集团 那个时候的产业比现在要更强大不少 但却不断被一些小家族蚕食 就剩了现在的规模 叶凡寅三年 现在该是复仇的时刻了 叶长风点点头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叶凡那小子 居然遮伏三年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只是 叶凡这样高调归来 皇室那边 会不会 叶长风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 但叶乾坤知道 叶长风在担心什么 哼 皇室龙主唐正妖 那个小王八蛋 三年前的事 老夫可以不追究 若是这次他还敢出手 那就灭了就是 此时 上经皇室里 龙主唐正也看着手下 汇报上来的信息 眉头紧锁 三年了 当年叶凡必死的局 居然没死不说 还隐藏在云城 短时间里 将场面闹得这么大 龙主 现在叶凡已经开始 在着手调查当年的事情了 退平周家 就已经献出了端倪 这样继续调查下去 迟早要到皇室这边 我们该怎么办 在龙主唐正身边 一个穿着长衫的助理 有些担忧的道 我们要不要将当年 知道皇室出手的那些人 全部灭口 唐正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淡淡地道 有用吗 你以为叶家三年前被袭击 叶家老太爷 真的不知道 背后有皇室的影子 他们之所以没有行动 只是大家都在克制罢了 或者在等待一个机会 而叶凡归来 就是机会 所以 问题的关键就是叶凡 那就让皇室的那些死士出手 尽快将叶凡斩杀 不然继续让他这样成长下去 早晚会威胁到皇室啊 叶家之所以可怕 主要是因为 叶家三代从军 八十万天龙军 只能叶自齐 皇室虽然一直在派人 渗透天龙军 但成效甚微 这也是当年 袭击叶家的时候 虽然将叶家所有第二代 以及第三代后辈 全部斩杀 却留下了叶长风 和叶乾坤的原因 皇室还需要留下一两个人来 稳定局面 我们先不用着急 还有人比我们更想叶凡死 龙主微微一笑 北洛师门遭受袭击 那些人可是挖坟走了叶凡的肾脏 心脏 毁了他的修炼根骨 你说叶凡会不会更恨他们 所以 我们先让子弹飞一会 更何况 还有上京苏家冲在前面 他们联合圣帝先动 顺便可以看一看 叶凡的实力 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对 若叶凡连圣帝都不怕的话 那就要牺牲明月公主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皇室若是想要活命 那就只能认错 求饶 啊 您是说连英 天南省花多 孔家 叶凡和许云 苏产等人在孔妃的安排下 就餐过后 孔妃识趣地给三人 安排了一个独立的院子 洗漱完毕 许云识趣地上楼 一楼大厅的沙发上 只留下苏蝉和叶凡两人 两人终于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 小师妹 看着灯光下 苏蝉瘦弱的脸 叶凡一阵心疼 上前伸手一把将苏蝉搂在怀里 此时 苏蝉再也不用在外人面前忌惮什么了 紧紧将叶凡抱着 师兄 这些年 你还好吗 你的心脏 肾脏都不是已经被 当年 苏蝉可是清楚地看到 叶凡被那些人挖去了肾脏 心脏 挖走了修炼根骨啊 我很好 在苏家三年 老婆医学一家人都对我很好 叶凡温柔地解释着 我心脏和肾脏被挖了之后 师父将尸门封印的那个远古妖魔心脏 给我移植了 至于肾脏 师父说 移植的是麒麟肾 威力比之前要强大千百倍 妖魔心脏 麒麟肾 这些词语在普通的世界里 听起来很魔幻 但苏蝉知道 北洛师门 作为曾经的修炼第一宗门 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封印有妖魔心脏 麒麟肾之类的 根本就不足为奇 有妖魔心脏和麒麟肾加成 叶凡实力恢复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甚至 极有可能 叶凡因祸得福 既然融合了妖魔心脏和麒麟肾 那么叶凡将来的实力 或许比之前还要更加强大 不过 苏蝉突然想到了 叶凡刚才说的一句话 老婆 苏伊雪 是啊 分别三年 师兄都已经和苏伊雪结婚了 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 那自己这样 算怎么回事 想到这里 苏蝉瞬间感觉心脏像是 被针扎了一样难受 脸色有些痛苦地 从叶凡怀里离开 怎么了 察觉到苏蝉的表情变化 叶凡连忙开口询问道 师妹 我们再次重逢 不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吗 师兄 我的确很高兴 但 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公 我 我不能 虽然苏蝉很喜欢叶凡 而且 两人在师门的时候 除了最后一步 其他的都进行了 早就私定终身了 可三年的时间里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苏蝉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道砍 时间不早了 师兄 你早点休息吧 我上去睡了 苏蝉忍着内心的痛苦 跟叶凡招呼了一声 忍着眼眶里的泪水 快步上楼 第88章 超级特性 睡一夜 师妹 看到苏蝉神色瞬间变化 叶凡大概也猜到了问题所在 只是 现在叶凡在中间也很为难 小师妹的确是叶凡心中的逆龄 但苏一雪三年来 对自己无底线的宠溺 叶凡又怎么能放弃他 叮令 叶凡正在发愁的时候 叶凡的手机响了 一看上面的号码 叶凡神色不免有几分凝重 因为这是师父鼓风打来的电话 师妹被袭击三年以来 师父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叶凡 现在突然联系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师父 叶凡恭敬地对电话里叫唤了一声 当年 北洛师妹被袭击的时候 若不是师父和那些师叔 拼着重伤 性命陨落来护卫叶凡逃离 叶凡早就死了 这一声师父 叶凡喊得心甘情愿 这三年了 苦了你了 索性 是你御龙爵终于突破了第九层 现在实力应该彻底恢复了吧 师父在电话里 有事一片轻松 你打算怎么做 目前调查到有林家 周家参与了袭击叶家的行动 还有皇室也插手了 叶凡应答了一声 继续道 周家我已经灭了 接下来就轮到林家了 皇室那边必须要给叶家一个说法 另外 我还调查到了他们背后的神识 师父您听说过吗 古风欣慰地应答了一句 我这边也调查到了这一步 当年袭击北洛师门 除了那几个古武家族之外 背后也是神识在主导 不过 到目前为止 我这边还没有太大的进展 叶凡长叹一口气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师父 根据我目前调查的情况 他们袭击叶家 似乎是冲着不死骨而来的 那东西据说可以被吞噬 然后吸收激活人体的某种特性 我这里恰好得到了两块 叶凡话还没说完 就被古风打断 什么 你得到了不死骨 还是两块 卧槽 电话那头的古风 都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快 你还记得你二师叔教你的 九转金身诀吗 马上找个安全的地方 按照九转金身诀 来练化吸收不死骨的力量 一定要快 怀必其罪的道理 你应该懂 不死骨 是全球所有势力 都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的东西 一定要尽快吸收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再跟你讲 听着师父如此慎重地催促自己 叶凡知道 不死骨一定非同小可 挂断电话之后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将院落的大门关上 然后进入卧室 将孔飞给的那块不死骨 还有从中华身上得到的那块不死骨拿出来 放在自己面前 然后闭上双眼 心里默默地开始运转二师叔 传授的九转金身诀 现在 叶凡本身的五道气息 都已经达到了巅峰 随着九转金身诀运转 从叶凡身体周围 都出现了一层目光可见的金光连衣 将叶凡包裹在中间 看起来仿若圣人下凡一样 这套功法 本来只是一套防御功法 但随着叶凡的运行 那些金光开始激荡着 将叶凡面前两块不死骨中的一块完全包裹 然后漂浮到叶凡手里 随即 那半透明的不死骨 就像融化的冰块一样 化成了一滩液体 在叶凡手里晃荡 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波动 同时 还有一股浓郁的香味 轰隆 不死骨融化的一瞬间 强大的气静 开始和叶凡本身的气静融合 以叶凡所在的房间 为中心 肆意激荡开来 强大的能量波动 还有那种 搅动天地气息的磅礴力量 立马引起了整个花都天地失色 风起云涌 在孔家上方 都形成了一道目光可见的气息波动连衣 高空上的云朵 和天地间的星光点点的气息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着 朝着叶凡所在房间里朝拜 更多飞禽走兽 鸟 蝴蝶 还有无数的飞蛾 都开始疯狂朝孔家上方聚集 百兽朝拜 这是发生了什么 花都 镇武司西南总部办公室里 副司长韩默 一脸诧异地盯着窗外 引起的风云变幻 随即瞳孔一阵放大 百兽朝王 先月其名 人皇出世之兆 沉寂千年的人皇 终于再出世了吗 韩默沉淫了片刻之后 突然想起了云城镇武司 末中汇报的情况 前段时间 云城也出现了一个武道天才 同样引起了天地异动 后面查证是叶凡 而今天 叶凡抵达花都 花都孔家 再次引起了如此大的动静 难道叶凡就是那个天命之人 来人 马上给我汇报 叶凡在花都的踪迹动向 韩老 叶少在花都 先是推平了云家 然后推平了周家 随即 被孔家大少请会了孔家大院 在孔家大院歇息 韩默身边的手下 将情况汇报完毕 看向窗外 立马明白了什么 韩老 这 如此推测 那岂不是说 叶凡就是今天如此 巨大能量波动的源头 韩老说的人黄 就是叶凡 今天所有的消息 列为最高绝密 胆敢有任何泄密者 杀无赦 明白吗 人黄出世 影响的可不仅仅是 一国的国运 而目整个人类的兴衰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整个世界和平 但在和平的世界下 早就汹涌澎湃了 只是 各大帝国 为了安定 有些消息没有对外公布吧 是 韩默沉吟了几秒 立马拨通了总司长的电话 老张 有个重要情况 我需要回上京 亲自跟你汇报 或者你带着天机仪 来花都也行 越快越好 花都 孔家 叶凡身体里 九转经身觉 还在疯狂运转 而不死骨融化的液体 和叶凡本身的气息交融 越来越紧密 当两者的气息 彻底融合为一体的瞬间 叶凡手掌心里的那一滩液体 瞬间全部融合到了叶凡体内 散步到叶凡全身 各处经脉骨骼中 瞬间 天地异象也消失不见 形成的玄乌乌云 顷刻消散 所有的飞禽走兽 也得迅速退散 一切回归平静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只有叶凡知道 自己身体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己的体质 已经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 那种奇妙的状态 叶凡不太好描述 简单点说 之前叶凡的身体 还只是肉体繁胎 而经过融合了不死骨之后 叶凡身体 已经可以媲美神体了 防御能力 自我愈合能力 都已经发生了 超出普通人所理解的范畴 而且 叶凡也能感受到 自己的妖魔心脏 也吸取了一些不死骨的力量 在心脏内部 某些被封印的力量 也在恐暴复苏 同样还有麒麟肾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 叶凡靠孔家的这块不死骨 激活了一项超级特性 睡一夜 第八十九章 老情人 好久不见 叶少 你没事吧 别愿之外 孔飞察觉了这边的异常之后 连忙过来询问 今晚十二点 就是刺客联盟 最后收割孔家的日期 今晚孔家所有人都没睡 而孔飞则是将所有的宝 都压在叶凡身上 自然不希望 叶凡出什么事 我能有什么事 院落的房间里 叶凡应答的同时 心念一动 催动顺移特性口诀 眨眼间 身体已经出现在院落大门外 恰好落在孔飞身后 叶凡轻轻伸手 在孔飞后背一拍 直接将孔飞吓了一大跳 卧槽 叶少 你 你刚才不是还在屋子里吗 怎么突然出现了我背后 我被吓了 一大跳 孔飞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还在颤抖 叶凡这么突然出现 着实太吓人了 孔飞震惊的同时 心里满满都是疑惑 而更多的是惊喜 叶凡的实力越强大 那么孔家今晚就越安全 叶凡没有回应孔飞 而是转头看向孔家大门口道 走吧 他们来了 我的老熟人也来了 叶凡说的老熟人 自然就是刺客联盟的盟主安琴 当年在奥罗巴的时候 安琪尔和叶凡之间 那可是轰轰烈烈的 叶凡一消失就是三年 可想而知 安琪尔对叶凡有多大的怨气 啊 孔飞神色瞬间有些慌张 他自然知道 叶凡说的他们来了 说的是谁 刺客联盟的人来了 孔家大门口 四个壮汉 和一个穿着白裙的金发少女 从车上下来 领头的壮汉 一脸落腮胡子 嘴里还在抱怨着 真不知道 葛老会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对付一个小小的孔家 用得了让我们这几大高手一起出动吗 这四个壮汉 看起来很憨厚的样子 但实际上 在行动的时候 一点也不憨厚 他们乃是刺客联盟内部排名前十的高手 在落腮胡子壮汉身边 其中一个稍微瘦弱一点的男子 瞪了一眼落腮胡子一眼道 迈克 你少说两句 葛老会派我们来是干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叫迈克的落腮胡子男人撇撇嘴 心中一阵冷哼 葛老会派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自然知道 安琪尔之前的权力争斗罢了 葛老会这次非要安琪尔亲自出手 要让安琪尔手上沾血 因为只要安琪尔手上沾血了 那么安琪尔就永远无法掌控 刺客联盟那件传承千年的圣碑 就不可能掌握至高的力量 葛老会就永远可以挟制安琪尔 而迈克和另外三大高手 约翰 杰森等过来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安琪尔动手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抢夺孔家的那块不死骨 不死骨的威力诱惑力太强大了 所以葛老会才让刺客联盟内部 排名前市的四大高手一起行动 安琪尔在旁边冷冷地听着几人的对话 心中则是已经做出了决定 今天他绝对不会动手 轰隆 洛塞胡子走到大门前 没有任何迟疑 蒲扇大的拳头 一拳将房门砸碎 冲进大院里咆哮道 孔剑人 将你孔家的宝贝交出来吧 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点 此时 孔家所有人 在家主孔剑人的带领下 全部都拿着武器聚集在大院里 听到麦克的咆哮 孔家众人脸上顿时一片恼怒 但奈何 孔家实力最强的都不到宗师级别 而刺客联盟过来这四大高手 都是宗师高手之上 在强大气势的压制下 他们想动手都不可能 麦克和杰森 约翰等人 踏步进入房间 眼灼灼地盯着众人 目光最后落在孔剑人身上 早点将孔家的宝贝交出来吧 免得受皮肉之苦 孔剑人早就知道 自己家里的那件宝贝已经暴露了 虽然宝贝的确是宝贝 但问题的关键是 孔家的实力太弱了 无法护住这宝贝 所以 孔剑人才想着 将东西交给儿子孔飞 让他想办法 现在就看叶凡 能否是这四大宗师高手的对手了 孔剑人被强大的气场压迫的呼吸 都有些不顺畅了 眼看步步后退 都已经退到了墙角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吧 突然 一声洪亮的男人声音 在大院里响起 叶凡踏步出现的院落里 手里还将孔家 给的那块不死骨举在手里 听到这个声音 本来漫不经心的安琪儿 身体突然浑身一颤 猛然抬头朝叶凡看过去 是你 你还没死 这个死没良心的 这三年来 赚了本小姐多少泪水 这家伙没死 居然不来找自己 叶凡点点头 我还有那么肥沃的土地需要耕耘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死 麦克看到叶凡突然出现在面前 皱眉冷冷盯着叶凡道 你是谁 我劝你孔家的是少管 另外 马上将东西给我们 不然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旁边的约翰也冷哼一声 挥动蒲扇大的拳头 对着院落里 一个巨大的石狮子 一拳砸下去 轰隆 巨大的炸裂声响 直接将那三米多高的石狮子砸爆 炸成了碎块 约翰如此强大的实力 让孔飞不由有些担忧 叶少 您行吗 虽然孔飞之前已经见过叶凡的实力 但现在面对的是刺客联盟四大宗师高手 若是叶凡失败了 那整个孔家都要完蛋 叶凡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孔飞的话 而是缓步走向安琴 好久不见 我的老亲人 嗯 死 叶凡突然一句话 瞬间让现场炸锅了 孔家所有人 瞬间几乎陷入到冰窖 刺客联盟盟主居然是叶凡的老情人 那孔家还请叶凡保护孔家 那岂不是保护了个鸡毛 直接把贼引到了自己家里来 一个刺客联盟 孔家都不是对手 若是再加一个叶凡 那根本就不用多想了 哼 你这死没良心的 还记得人家吗 给你五分钟 杀他们四个 我就原谅你 安琴尔指着迈克和约翰等人 对叶凡道 如此的动作 让孔飞和孔剑仁等人 再次猛逼 这又是什么情况 自相残杀 第九十章 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 五分钟 你太小看你男人了 三十秒足够了 叶凡淡淡一笑 转身再次盯着迈克等人的时候 眼神中一道犀利的神色 瞬间让迈克等人身体不由一颤 叶凡那眼神太可怕了 似乎深入灵魂 要将自己思维都刺穿一样 你们是自己 把脑袋拧下来 还是要我把你们碾成碎渣 叶凡淡淡地看了迈克等人一眼 虽然他们四个 都是宗师级别的高手 迈克等人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杀手 被叶凡的眼神 稍微震慑了一番之后 瞬间便回过神来 特别是他们扫了叶凡一眼 发现叶凡身上波动的舞蹈气息 甚至还在宗师级别之下后 就更放心了 哼 小子 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一个宗师境界都不到的垃圾 居然在我们面前嚣张 找死吗 迈克冷笑一声道 现在跪下 乖乖把东西交给我们 念在你和我们盟主有交情的份上 可以饶你一命 迈克身边的约翰 也一脸阴沉地盯着叶凡 刚才叶凡说自己和安琪儿 是老情人关系 那么 今晚就又有手段逼迫安琪儿动手了 迈克 记得等会下手清点 不要一下弄死了 我留着他的命 还有其他的用途 杰森在旁边也是黑黑一笑 原来安琪儿的口味这么垃圾吗 早知道 我也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啊 哈哈 杰森一脸邪魅地盯着安琪儿 安琪儿一头金发 身材苗条 别说是在刺客联盟内部 就算是欧罗巴修炼层面 也是极品美女 全球美人榜上 也是赫赫有名的 想睡安琪儿的人 数不胜数 安琪儿抱着双手 一脸看好戏地 在旁边似笑非笑地盯着 叶凡连宗师境界都没有 开什么玩笑 三年前 叶凡就已经早就突破了宗师境界 三年前 北洛师门被刺激 叶凡的遭遇 几乎全球舞蹈世界 都知道叶凡的情况 根骨被破坏 心脏被挖 肾脏被挖 叶凡是必死的情况 而现在叶凡还活着 身上还有五道气息波动 凭借安琪儿宗师巅峰的实力 都无法查看叶凡的真正实力 那说明什么 说明叶凡的实力 早就突破了当年的巅峰 怕是五尊高手 都不是叶凡的对手 麦克一声呵斥之后 见叶凡丝毫没有跪下的意思 身上五道气息一阵波动 脚腕一蹬 猛烈朝着叶凡冲过去 人影还在空中 手里明晃晃的匕首拔出来 对着叶凡胸口捅过去 旁边 孔飞 孔剑人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脸紧张地盯着叶凡 叶凡虽然之前所表现的气场足够强大 一招秒杀了周家老祖 但不知道 叶凡在面对刺客联盟四大高手围剿 又会是怎么样的下场 面对麦克的攻击 眼看都已经到了 叶凡不到一尺的地方 但叶凡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快躲开啊 孔飞心里都呐喊了无数遍 叶凡这样站在原地 那不是活靶子吗 麦克都以为必胜无疑了 嘴角都浮现了一抹微笑 而叶凡突然动了 手上一道狂暴的五道气息 挥洒而出 瞬间在叶凡面前 似乎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死死地将麦克所有的攻击动作 阻挡在外 同时 那一道磅礴的五道气息 形成了一道枷锁 就这么将麦克固定在虚空中 从远处看去 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 但只有麦克自己内心里 是多么的震惊 惶恐 剧烈震惊 卧槽 麦克发现自己所有的攻击都无效了 而且 自己身体被那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之后 根本不受自己控制了 想要前进 后退都不可能 而且 那一股强大的力量 还在疯狂碾压自己 像是泰山压顶一样 叶凡打算将自己活生生碾压粉碎吗 周围的约翰和杰森等人 终于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刚气 叶凡居然修炼出了刚气 不好 他至少是五尊级别的强者 我们被骗了 约翰嘴里惊呼的同时 招呼着身边的同伴大喝道 大家一起上 五尊级别的强者 威慑里就太恐怖了 若是让叶凡腾出手来的话 那今天四个人一个都别想走 而且 旁边还有一个安琴 随时都想弄死他们的 碰 不等约翰几人靠近 麦克的身体 在叶凡舞蹈气静 强大的压迫力之下 直接爆裂 当场殉命 约翰和杰森几人冲出去的身影 稍微愣了一下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继续往前冲 而就只是这么片刻的迟疑 叶凡动了 瞬移特性发动 身体宛若鬼魅一样 眨眼间便从约翰和杰森几人 面前晃动而过 手腕在几人脖子上点了一下 约翰 我怎么感觉我的脖子有点凉 我也是 刚才是我眼花了吗 我怎么感觉 有个什么东西 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 脖子 似乎被蚂蚁咬了一口 剩下的三个刺客联盟高手 身体在院子里顿住 纷纷迟疑 然后伸手朝自己脖子上摸去 杰森第一个叫起来 看着自己满是血的手掌 然后继续在脖子上摸了一下 才知道 自己脖子已经被叶凡一刀斩断 约翰和另外的那个同伴 眼神中同样浮现一抹绝望 艰难地低头朝自己脖子上看去 脖子上同样也浮现一道口子 三人捂着脖子 全身生机力量迅速消散 眼神中满是绝望 无力地朝地上瘫软而去 身体抽出了几下 瞬间失去了气息 就这么死了 四大宗师高手 眨眼间就这么死了 前后总共不过十秒钟的时间啊 孔飞和孔剑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满脸不敢相信 直到孔家的几个保镖 上前打探了一下迈克和约翰几人的气息 脉搏 确认几人已经死了 孔剑人和孔飞等人 这才倒吸一口凉气 死 叶凡的实力也太恐怖了 一人之力独占四大宗师高手 这五尊级别的强者 的确可以做到 但能同时秒杀四大宗师高手 五尊境界的强者 想要做到也不容易吧 叶凡拍了拍手 走到安琪儿面前 微笑道 怎么样 十秒结束了战斗吧 安琪儿虽然内心也很震撼 但面上却撇撇嘴道 切 只要你在另外的地方 不要表现出十秒就行 哼 那娇称的模样 还有玲珑的身段 无不展现着格外的魅惑 第九十一章 云剑 我不在的时候 帮我看着他 另外的地方表现为十秒 孔飞等人听完 稍微发愣了几秒 瞬间就明白了安琪儿的意思 我去 安琪儿和叶少之前有故事 而且故事还很深 甚至可能都已经 负二十厘米了 我丢 小妙 你别冤枉 我哪次表现 都不是一个小时起步 要不 现在我们就去验证一下 说吧 叶凡伸手搂住 安琪儿的小蛮腰 仰手啪啪 在安琪儿的屁股上 拍了两下 英宁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力道 还是那个胃 安琪儿嘴里 都忍不住发出了 一阵娇羞的叫唤声 安琪儿虽然是外国妞 性情比国内的女孩 要开放一些 但毕竟 现场还有这么多人 只是瞬间 安琪儿便反应了过来 挣扎着从叶凡怀里逃出来 眼睛扫了一眼 在场孔家众人道 他们 都是你朋友 安琪儿一句话 再次将孔妃等人的心脏 提了起来 这可是刺客联盟的盟主 叶凡可能不怕他 但孔家全部的力量 加起来 还是不够人家一根手指头的 是 孔家我保了 你们就撤销 对孔家的追杀令吧 叶凡说得云淡风轻 但孔剑人却激动的眼泪 都快要掉出来了 虽然叶凡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让刺客联盟撤销追杀令 但对孔家来说 就是日后的安全保证啊 刺客联盟的追杀 那几乎是必死的催命符 安琪儿点点头 其实 刺杀孔家的任务 我本来就不赞同 是葛老汇他们强行接下 现在你将他们四个收拾了 葛老汇那边就元气大伤了 整个刺客联盟 我和师父应该可以说了算了 话语顿了顿 安琪儿继续开口道 有空给师父也打个电话吧 师父经常晚上想你想的也睡不着 嗯 卧槽 安琪儿的一句话 让孔飞等人震惊的眼珠子 都快掉到了地上 什么情况 叶凡将安琪儿的师父也拿下了 这么生猛了吗 叶凡咳嗽了一声 掩饰了一下脸上的尴尬 后面再说吧 要不 我们找个地方去交流一下感情 三年没见 叶凡对安琪儿 这个小妞也很是想念的 看着叶凡那邪魅的眼神 安琪儿自然知道 叶凡在想什么 亲爱的 身体最近两天不方便 安琪儿欠然地抱着叶凡 仰头在叶凡的唇上亲了一口 现在知道你还活着 我随时都可以过来找你 到那个时候 人家一定天天缠着你 让你下不了床 哼 家人在怀里扭动着 魅惑的芳香传入鼻孔着 叶凡有些无语 这小妞子绝对是故意的 好了 你把我杀了葛老汇四大嫡系高手 刺客联盟内部 最近必然有重大变故 我就先回去了 安琪儿从叶凡怀里出来 一脸正色地对叶凡道 还有 亲爱的 你有任何需要帮忙了 随时叫我 我一定会拼命帮忙 三年前 叶凡和北洛师们 同时遭到袭击 现在叶凡既然已经恢复了实力 那么叶凡一定不会放过 当年那些灭门的仇人 好 小缠 你看到了吧 叶凡真的很招人喜欢的 你再这样话 叶凡真的要被人抢走了 安琪儿离开之后 在孔家大院一次的花坛背后 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安琪儿离开的方向 刚才叶凡和安琪儿之间的亲密 两人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 叶凡和安琪儿之间的事情 苏禅很早就知道 叶凡不光是和安琪儿 还有东营皇室太子妃 不列颠的王妃 叶凡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让女孩倾心 唉 云姐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 三年不见 很多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且 现在我们的情况 虽然西南的确的障碍被清除了 西南地区属于我的产业拿回来了 但上京那边 苏昊还把控着苏家的大权 爷爷 还在她的控制中 我哪有心思 去想其他的东西 话语顿了顿 苏禅转头一脸真诚地看着许云道 云姐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定要帮我看着她 不要让她偷吃 哼 这个叶凡 长得太帅了 就算叶凡自己没有什么心思 其他的那些女孩子 都会自己扑上来 啊 许云心头一慌 想当那天晚上叶凡 对自己做的事情 就只差最后一步了 自己帮苏禅看着吗 怕不是最后 将自己也看了进去 好 孔家本来以为的灭顶之灾 最后在叶凡轻松几招之下 就化解掉了 整个孔家为之沸腾 孔飞和孔剑人 都只差给叶凡跪下了 叶绍 今天太感谢你了 若不是你 我们孔家就真的完蛋了 是啊 叶绍 真心谢谢 若我是女的 我就以身相许了 孔飞也在旁边开了个玩笑 越发为自己的英明决定点赞 当时自己幸好没有帮云飞扬动手 后面更是如此大胆地 将不死股都送给了叶凡 才换得叶凡一次动手的机会 不必客气 你们孔家也付出了代价 以后孔家至少不会是我叶凡的敌人 第二天 叶凡是被秋晚的电话吵醒的 叶绍 周家的产业我已经安排好了 但我们整个叶氏集团的情况有些不对 似乎有一股力量 开始在暗中狙击叶氏集团的股票 想要控制叶氏集团 叶绍你看 叶凡心中一阵玩耳 看来自己果然没看错 秋晚的确有两把刷子 只是从股票面上就看出了情况不对劲 叶家和林家 早晚有一场生死大战 林家这是忍不住了吗 这就开始了 从经济上对叶家动手 婉姐放心 这个我会处理的 你照常工作就是 叶凡刚和秋晚挂断电话 就接到了欧罗巴第一财团家主 罗斯尔德的电话 帝君 拉斐特那个狗东西 已经帮助林家在股市上有所行动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罗斯尔德言语中没有任何惧怕 反而有几分兴奋 因为全球金融界里有两个股神 一个就是漂亮国的拉斐特 一个就是欧罗巴的罗斯尔德 两人一直都在争第一 之前好几次 罗斯尔德都小说拉斐特一点 哼 拉斐特吗 难道他不知道 他动手对付的是本少的家族 我马上打电话 让他滚到我面前来解释清楚 叶凡刚准备通知拉斐特 罗斯尔德连忙开口阻止道 帝君 您千万别 我手痒很久了 一直想和拉斐特公平较量一次 您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我已经从欧罗巴那边 调集了三万亿资金 保证叶家不会输 第九十二章 枪在本少面前有个屁用 这样吗 那好吧 叶凡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罗斯尔德的请求 而此时 在林家大院里 肥胖的拉斐特 不由打了个喷嚏 旁边 恭敬此后的林华连忙道 拉斐特先生 您是不适应这边的气候吗 是否感冒了 要我给您叫私人医生吗 拉斐特是林华动用了林家所有的关系 花膏架从漂亮国请来天才操盘手 目的就是为了一击必胜 将夜市集团彻底击垮 不用 我应该是被一些故人惦记上了 拉斐特脸上浮现一抹神秘的笑容 内心里则是暗暗道 帝君放心 这次行动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礼物 林家主 为了这次行动 你准备了多少资金 拉斐特虽然已经开始小规模行动 但真正的行动若是开始 那必然是非常烧钱的 大概五千页 不够 对付夜市集团 至少要八千亿资金 你想办法再筹集三千亿资金 否则我没办法保证能取上 拉斐特直接一口否定 林华点点头 好 我林家还有几处可以筹集资金的地方 三千亿应该可以筹集到 五千亿现金 其实已经是整个灵市集团的极限 但只要对付夜凡 就算动用关系 再去筹集三千亿 林华自然也是愿意的 老丈人那边 三千亿还是可以接到 只是 这三千亿一砸进来 这次行动 可将灵市和老丈人那边 两个家族全部压了进来 一旦失败 怕是林家 就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叶家和林家即将开战 叶凡从孔家离开 招呼了赵玲珑和王富贵一声 便打算赶回云城 车辆离开花都市区 在快要上高速的时候 一个巷子里 叶凡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被几个壮汉打昏迷 然后朝着面包车上塞进去 化血炎 这个小妞叶凡认识 正是云城制服人员的大队长 化血炎 这小妞不是在云城工作吗 怎么突然跑到花都来了 停车 我去救个人 既然见到了 叶凡自然不能不救 毕竟 化思苗已经拜师叶凡了 算是叶凡的徒弟 化血炎是叶凡徒弟的孙女 况且 化血炎在叶凡整治叶氏集团的时候 也提供了一些方便 巷子里 那几个壮汉将化血炎弄上车之后 启动车辆便打算离开 突然 车辆前面一道人影挡住了车辆的去路 不是别人 正是叶凡 傻逼 你神经病吗 找死啊 赶紧让开 不然老子一脚油门 直接撞死你 开车的司机将脑袋探出来 对着叶凡大吼道 叶凡脸上浮现着一抹寒意 冷冷地 对那些壮汉呵斥道 放开车上的人 我留你们一条性命 嗯 叶凡的话 让车上四五个壮汉 都不由一愣 老大 是这娘们的同伙 怎么办 他们刚才只顾地抓化血炎 却没想到 化血炎还有同伙 车辆上 一个刀疤男子 脸上闪过一抹阴沉 不管那么多 直接撞上去 好 开车的司机硬答了一声 脚下油门踩到底 发动机发出一阵咆哮 对着叶凡呼啸地撞过去 去死吧 嗡嗡 车辆才加速了三米 叶凡便动了 但却不是逃跑 而是主动朝面包车冲过来 靠近的瞬间 挥动拳头 对着面包车头一拳轰击下去 轰隆 车辆发出一阵巨大炸裂声响 下一刻 车辆直接在原地停下 车头炸开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更是开始冒起剧烈的浓烟 一辆急速行驶的面包车 就这样被叶凡一拳给干得停了下来 面包车里 众人始料不及 脑袋撞击在靠背上 方向盘上 瞬间撞得头破血流 根本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 一脸不可思议 看着车前背着双手的叶凡 这还是人吗 一拳将一辆车竿停下 叶凡绝对是舞蹈高手 而且还是 宗师级别之上的强者 但在花都 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 都有头有脸啊 也没见有这么年轻的 小子 七夜办事 你最好不要管 否则 司机踉跄着从车上下来 还想在叶凡面前显摆一反 但叶凡却没那么多耐心 对于叶凡来说 管他什么七爷 还是八爷 胆敢违背叶凡意志 统统干掉 啪 叶凡挥手一巴掌 直接将司机扇飞 跌落到七八米远之外 在地上抽出了两下 直接晕死了过去 不许动 叶凡刚刚转身 车辆上 剩下的四个壮汉 手里拿着沙漠之鹰 枪口死死锁定叶凡 冷冷开口道 小子 七爷要的人 还没有谁敢阻扰 现在 马上给老子跪下 喊三声爷爷 我饶你一条狗命 踏马地让你跪下 你没听到吗 另外一个瘦弱一点的壮汉 看到叶凡还愣在原地 上前两步 挥动枪托 对着叶凡的脑袋砸下去 叶凡眉头一皱 避开脑袋 任由那壮汉的枪托 砸在自己肩膀上 然后冷冷盯着壮汉道 看来你们还真的不知死活呀 本来 对于这些垃圾 叶凡没打算多去理会 而只是打算将他们打晕了 交给化血盐去处理的 可现在这群垃圾 居然在叶凡面前放肆 还拿枪托砸叶凡 叶凡怎么能忍 呵呵 傻逼 是你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里吹牛逼了 麻蛋 你纵算有天大的本事 那又如何 难道你的武功 还比子弹更快吗 来啊 有种你试试看 那个挥动枪拖砸叶凡的壮汉 还挑衅 将枪口 准备朝叶凡的脑袋上顶 他才刚刚一动 叶凡便动手了 手上气劲炸裂 抓住那壮汉手里的手枪 直接当场捏爆 金刚的枪支 瞬间化作了一堆铁蟹 顺着叶凡的指尖滑落 气劲继续冲击 直接将那壮汉的手臂轰击碎裂 随即是肩膀 胸前肋骨 然后是五脏六腑 扑吃 那壮汉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嘴里狂喷一口鲜血 同时身体无力地 朝着地上瘫软而去 眨眼间 身体居然脱水 变成了一张 包裹着液体的皮囊一样 在地上晃动着 你 你怎么 这个傻逼 到死都不知道 叶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比子弹都还快 自己根本都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就要去见阎王了 第九十三章 勾结东营 那就去死 卧槽 兄弟们 开枪 杀了他 同伴如此轻松地就被弄死 而且死得还这么诡异 剩下还有三个壮汉 在老大的指挥下 迅速扣动扳机 想要将叶凡射杀 秀 他们动作型很快 但叶凡却已经激活了瞬移特性 他们开枪的瞬间 叶凡已经瞬移到了他们背后 砰砰 两拳轻松将两个壮汉砸趴下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壮汉老大 在原地傻眼了 一脸痴呆地看着叶凡 扑吃 壮汉老大直接对着叶凡就跪下了 大佬饶命 我们狗眼看人爹 请大佬赎罪 从刚才情况 壮汉老大看出来了 叶凡实力太变态 他们是打不赢叶凡 也杀不死叶凡 现在想要活命 只有求饶 轰隆 叶凡没有任何迟疑 一拳砸在壮汉肩膀上 强大的气劲 直接将壮汉冲击的半个身子 将水泥地面都撞击的塌陷了下去半吃 咔嚓 咔嚓 刀疤男子全身骨头 都开始流血 身体在剧烈颤抖 疼得额头上冷汗直冒 但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请大佬赎罪 叶凡嘴角抽了一下 刚才壮汉已经断了这个壮汉的生机 之所以留着他一条性命 只不过是想要让他带个路罢了 带我去见七爷 啊 好 刀疤男子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 同时又有几分窃喜 这个棒锤是有多脑残 别人听说七爷名号 都是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 而这个家伙 居然还主动送上门去 叶凡淡淡看了刀疤男子一眼 上车将车上的化血盐抱了下来 一道气静在化血盐身体里运转 化血盐瞬间清醒过来 你们这群混蛋 放开老娘 老娘一定要毙了你们 化血盐清醒的第一件事 就是伸手朝自己腰间摸去 打算掏枪对叶凡动手 叶凡嘴角一翘 连忙伸手按住化血盐道 别乱动 是我 嗯 是你 此时化血盐也看清了眼前 是叶凡 又转头看到倒在地上的那几个壮汉 眼神中浮现一抹惊喜 但当化血盐看到那刀疤男子的时候 瞬间如被踩了尾巴的猫咪一样跳了起来 该死的混蛋 你们自己为非作歹不说 居然还勾结东营狗贼再大厦撒野 该枪逼一百遍 嗯 听到化血盐的话 叶凡眉头一皱 他们勾结东营人再大厦撒野 具体是什么情况 对于东营 叶凡从小就没什么好感 当年 东营狗屠杀大厦百姓上百万 后面掠夺大厦的资产无数 被打趴下之后这么多年 都还算安分 但从前几年开始 东营的那些舞者 就开始悄悄潜伏进入大厦 似乎在策划什么阴谋 在大厦的动作越来越频繁 哼 这些可恶的混蛋 最近专门在大厦拐卖诱 然后悄悄运送到东营 据说在做什么实验 我刚查到他们这条线索 就不他们打晕了 化血盐说到气愤之处 都忍不住上前 对着刀疤男子裤裆里踢了一脚 哼 听到这些垃圾居然拐卖诱 还用他们来做实验 叶凡全身杀气 瞬间开始沸腾起来 一百年前 东营一个弹丸垃圾小国 在大厦境内放肆就算了 现在大厦处于鼎盛时期 这些鼠辈居然还敢在大厦放肆 他们放肆就算了 刀疤男子和背后的七爷这些人 居然一助纣为虐 残害大厦百姓 简直太可恶 你该死 叶凡一脚踹在那刀疤男子身上 七斤再次顺着他经脉 冲击全身血脉 疼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大佬饶命啊 我只是奉命行事 不管我的事啊 叶凡出气了一阵之后 这才对巷子外面的王富贵招了招手 说明了一下情况 去一趟七爷所在位置 按照化血炎的说法 七爷在省城有很大的权势 和好多高层官员都有往来 影响力比四大豪门都要强大 化血炎想要调查七爷 都要偷摸着来 这样的人渣 叶凡既然遇到了 那自然就不会放过 化毒龙宫会所的包间里 七爷带着一副金丝眼镜 对面则是坐着一个八字湖中年男子 村野君 尝尝今年的新茶 看看味道怎么样 对面的八字湖男子 正是东宁黑衣社的副社长 村野昊二 在整个天南省的行动 也是村野昊二在负责 村野将茶杯端起来 抿了一口之后 有些担忧地道 七爷 我可听说 最近大厦的警方在调查你啊 特别是西南有个叫化血炎的女警察 据说都已经查到你头上来了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七爷淡淡一笑 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不出意外话 化血炎那娘们 很快就要被送到这里来了 据说那娘们还是个极品美人 如果村野先生感兴趣 在弄死他之前 我可以将他送到你床上去 啊 真的吗 那就太好了 嘿嘿 我可非常期待哦 哎 七爷 为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这批货若是顺利运送到东宁的话 我们社长一定会好好奖赏七爷的 两人尖笑的同时 举杯便准备庆祝 但就在此时 龙宫会所一楼大厅里 全出现了一阵骚动 轰隆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龙宫大厅里 一辆蓝色的宝马 疯狂将玻璃大门撞击碎裂 然后冲进了大厅里 叶凡和王富贵 赵玲珑几人从车上下来 冷冷地扫了一眼中人道 让七爷滚出来 在来的路上 叶凡和化血炎 已经大概将七爷做的事情 给王富贵和赵玲珑讲了一遍 此时两人都是异常愤怒 你们敢在龙宫撒野 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 一楼大厅里 七爷的一群手下 还不知死活地上前 想要对叶凡等人动手 正好给了暴怒的王富贵 和赵玲珑发泄的机会 轰隆 轰隆 两人就像人形推土机一般 请客间便将一楼几十个保镖 全部打趴下 没有死也是重伤 人贩子 还是拐卖优 乃是人间最无耻 最大恶极的行为 赵玲珑和王富贵 没留一点情面 七爷看到楼下情况 眉头顿时紧锁起来 特别是看到滑雪岩 居然跟着一起来了 有些恼怒地将酒杯砸在桌子上 干什么吃的 一群饭桶 话语落下 七爷掏出电话 迅速拨通了一个电话 张局长 龙宫这边出了点事情 你马上过来一趟 越快越好 今天龙宫遇到麻烦了 若是解决不好 这里怕就要出大问题 特别是龙宫地下室里 还关着一群诱 这个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第九十四章 他屁股是歪的 村野先生 您带来的高手 这次恐怕要借用一下了 七爷本身也是舞者 从叶凡 赵玲珑等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舞蹈气息波动 七爷手下 虽然也有舞蹈高手 但七爷并不想 就这么暴露自己的力量 当然 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穿上的蚂蚱 我也希望 七爷能尽快处理好这件事 村野话语顿了顿 继续开口道 七爷 走吧 我们一起 下去看看 七爷点点头 好 我也想看看 究竟是谁 敢在花都地盘上闹事 七爷最近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 所以已经心态已经有些膨胀了 谁都没放在眼里 包括那四大豪门 七爷早就想对他们动手 震慑一番了 今天居然还有人 直接将龙宫会所大门撞毁 整个花都 谁不知道 龙宫会所 就是七爷在花都的门脸 若是这件事处理不好 那么七爷 在花都的面子 也就扫地了 村野对身边的人招呼了一声 很快 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年男子 背上背着一把剑 踏步朝村野走来 村野社长 嗨 标准的东营狗那一套做法 弯腰低头 都快要将脑袋伸到裤裆里去了 村野点点头 淡淡开口道 武藤 楼下有大厦的几个舞者在闹事 等会需要你出手的时候 出手震慑一下 村野有些骄傲地仰了仰头 武藤是他手下得意的高手 实力都已经达到了宗师境界 这次村野之所以同时自己的高手出面 也是想要在七爷面前秀一下肌肉 让七爷知道 东营黑衣社 实力不容小觑 可 七爷和村野 还有身边的一群舞蹈高手跟着 一起快速下楼 你们闹仨子 不知道龙宫会所是什么地方 在这里搞事情 真是一点面子不给我气呀 在七爷身边 一个戴着眼镜 竖着中分头的男子 用一口穿味十足的话语 对着叶凡等人呵斥道 今天你们阁老子 若不给个说法 哪个都默想离开这里 中分头男子手里 还拿着一杯奶茶 十足一副龟入的样子 两颗大包牙 格外显眼 这家伙 据说是七爷的养子 名叫陈国富 我是云城寻天司大队长化血盐 奉命追查一件人口贩卖案件 希望你们配合调查 化血盐上前一步 将自己的证件亮出来 不卑不亢地对着陈国富 七爷等人呵斥道 现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眼神 都有些奇怪地 看向化血盐 像是看什么稀奇动物一样 龙宫会所开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人敢查这里 而现在云城的寻天司的一个大队长 居然敢来查龙宫会所 当真是嫌自己命长了呀 不知道有些人 有些地方 是不能碰的吗 所有人都将目光聚集到陈国富 和七爷等人身上 化血盐将自己的证件掏了出来 陈国富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 随即浮现一抹狠力 挥手便准备让保镖动手 陈国富毕竟太嫩了 想到的最好办法 就是将化血盐灭口 不要让他乱说 毕竟 之前化血盐追查到龙宫会所线索的的时候 就是七爷下的命令 让手下去将化血盐抓回来 陈国富刚想开口 七爷从后面伸手拦住了陈国富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自然就不能用之前的手段 来对付化血盐了 长官 你既然是云城的大队长 似乎花都应该不属于你的管辖区吧 而且 你要我们配合调查 可有搜查证 或者相关方面的手续批文 七爷淡淡地看着化血盐 面上虽然一脸平静 但内心里却将化血盐撕碎了千百遍 这个化血盐 七爷自然也派人调查过的 乃是西南药王化思淼的孙女 化思淼虽然只是一个医生 但在西南 乃至整个大厦 人脉惊天啊 所以之前化血盐调查龙宫会所的时候 七爷一直不敢轻易动手 后面 只是眼看化血盐都已经调查到核心信息了 七爷没办法 所以才必须动手 只是没想到 那么凑巧 恰好就被叶凡撞见了 我 化血盐一时语色 从流程和形式上说 化血盐的确没有权限在花都调查 就算要调查 也要得到花都寻天司的批准 可龙宫贩卖人口 如此重大紧急的情况 哪里还有时间去等批准再来调查 等批文 手续都完整的情况下 龙宫会所早就将贩卖的那些人口转移了 到时候 就算将龙宫会所翻个底朝天 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既然没有任何批文手续 那就请离开吧 对了 你损坏我们会所的大门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你需要造价赔偿 这一点 我会反馈 给你上司的 七爷嘴角冷笑一声 小姑娘一个 跟我斗 看着七爷那嚣张的嘴脸 叶凡心里就来气 而身边的王富贵更来气 朝叶凡看了一眼 得到叶凡许可之后 王富贵脚弯在地上一蹬 身体急促窜了出去 一巴掌对着七爷耳光扇了过去 赔偿 赔你马牙赔 垃圾 啪 清脆的一声闷响 七爷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被打得双眼冒惊心 身体都亮呛了一下 脸上五个手指印 清晰可见地迅速浮肿起来 死 现在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七爷被打了 熊霸花都的七爷 居然被打了 要知道 七爷现在的权势 就算是天南省总督 见到七爷都要客客气气地 叶凡这伙人上来 居然赶散七爷的耳光 这不找死吗 放肆 来人 给老子将他们拿下 陈国父脸上一惊 对着身边的保镖呵斥着 便想让他们动手 但七爷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再次拦住了陈国父 你给闭嘴吧 凡事不知道动动脑子吗 七爷已经通知了天南省寻天司总局 张总局长 能用张扬制止的事情 龙宫会所自然就不用直接出手 落下把柄 张扬是化血盐顶头上司的上司 想要拿捏化血盐 那完全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将化血盐解除植物 后面再要玩死化血盐和他的同伴 完全可以暗地里下手啊 可是 七爷 他们 陈国父还想继续开口 门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群制服人员 在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带领下 快步冲了进来 张总局长道 这里怎么回事 是谁在这里闹事 还打伤了这么多人 领头的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天南省总局局长张扬 只是一开口 叶凡便知道了 这个张局长 屁股是歪的 第九十五章 得罪了一尊大神 是他们 他们开车叫我们大门撞毁了不说 还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 张局长 快 将他们都抓起来 陈国父看到张扬来了 眼睛里顿时冒起一阵光芒 急忙对着张扬开口道 张扬淡淡地看了 陈国父一眼道 陈先生 我们办案 自由我们的程序 若是他们真的做得犯法的事情 我们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张扬对陈国父 显然有些不满 张扬可以臣服在七爷之下 但并不认可陈国父 七爷身边的一条狗 还想指挥张扬 好歹张扬也是总局的局长 自然不会被陈国父左右 张扬说完 转头看向叶凡等人道 人是你们打 正是 王富贵率先开口承认了 那是他们该打 门也是你们装坏的 是 王富贵见叶凡没有开口 只能继续开口承认了下来 叶凡一脸淡定地看着张扬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这张扬 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简直没有王法 现在我宣布 你们私闯民宅 破坏财物 还蓄意伤人 情节极其恶劣 来人 马上将他们带回去接受调查 胆胆反抗 警告无效者 可以当场击毙 咔嚓 咔嚓 随着张扬开口 跟着张扬一起来的那些手下 纷纷将身上的枪掏了出来 上堂 枪口则是死死锁定着 叶凡和王富贵等人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七爷和村爷相视一笑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村爷也暗自感叹 七爷在大厦的手段当真不小啊 居然都可以调动 天南省的总局长 这能量 着实可怕 张局长 你就这么办呢 你为什么不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打人 龙宫会所 还干着贩卖人口的够当 你们当真眼瞎 都不查一下 赵玲珑在旁边都忍不住了 对着张扬抱怨道 张扬冷笑一声 哼 你们有证据吗 没证据 就不要胡乱诬陷别人 龙宫会所有没有问题 我后面自然会慢慢调查 今天先解决你们的事情再说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动手啊 张扬一声呵斥之后 暗暗和七爷交换了一下眼神 龙宫会所很显然已经暴露了 张扬的意思很明显 让七爷尽快抓紧时间 来转移关押的那些诱 后面 张扬才好配合演戏 不然 若是真的被抓了现行 如果真的在龙宫里面找到了关押的诱 那到时候 七爷和张扬都无法脱身 慢着 就在张扬的手下准备动手的时候 化血炎站了出来 将手里的证件 举到张扬那些手下的面前 你们看清楚了 我也是寻天司的人 我是奉命在这里来查 你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 沆瀣一切 我严重怀疑 你们勾结到了一起 嗯 化血炎的一句话 让张扬一愣 不由转头看了七爷一眼 刚才七爷打电话通知他的时候 可没说 这里也有寻天司的成员啊 若是这里有寻天司的成员 那就非常麻烦的 张扬可以控制自己的嫡系手下 都不会泄密 但不是自己的嫡系手下 那张扬就没法保证了 张扬皂眉 将化血炎的证件拿起来看了一眼 发现化血炎只是云城的大队长之后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胡闹 你一个云城小小的队长 跑花度来干什么 这里是你管辖的区域吗 我现在就通知你 你被停职了 说话的同时 张扬掏出手机 拨通了云城分局局长的电话 孙红 你怎么管的你的人 你手下有个叫化血炎的 居然跑到花度来查案 怎么 你是嫌我管辖的范围 没有没管得好 还是你不想在你的位置上淡了 马上让你的人撤了 不然我让你立马滚蛋 张扬的电话刚挂断 化血炎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不用说 自然是云城分局局长孙红的电话 血炎啊 我早就说过 那个案子不是你能查的 赶紧回来吧 不然 你继续闹下去 算坏人 但身在体系里 知道很多关系是盘根错节的 省城龙宫会所的后台 七爷的确早就牵涉到了 幼儿失踪的案件中 但无奈 七爷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 孙红想查也没办法呀 可是 局长 什么都别说了 从现在开始 我口头通知你 你先停止一个月吧 化血炎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响 眉头都皱成了麻花 可恶 难道就让这些混蛋 逍遥法外吗 明明知道 七爷和龙宫会所 就是幕后真凶 但化血炎却无法抓他们 甚至连花都寻天司 都站在七爷这边 刺 化血炎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无力感 叶凡嘴角一动 知道 现在该自己出场了 张局长 你真的要和他们狼狈为奸吗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马上派人将七爷这群人渣抓起来 我可以留你一条活路 叶凡的声音不大 但现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目光 全部都齐刷刷地朝叶凡看去 当七爷看到叶凡面孔的瞬间 脑袋里突然感觉非常熟悉 这个年轻人 自己怎么这么面熟了 而且 似乎还是一个不太好惹的人物 但具体是谁 七爷一时间硬是没想起来 放肆 你又是谁 敢这么跟本座说话 还有没有王法 动手 给我将他抓起来 张扬对于叶凡的挑衅非常不爽 在现场 张扬乃是官职最大的 被一个无名小卒挑衅 张扬感觉到遭受了强烈的冒犯 张扬身边 两个手下身影一闪 便打算过来将叶凡靠上 哼 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 轻松两拳砸出去 将张扬的两个手下砸飞 淡淡开口道 张扬 机会 已经给过你了 你自己不中用 那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我可以保证 从此刻开始 你不可能安然地从这里走出去 就平民 张扬的两个手下 被砸飞出去 这一点 张扬一点也不意外 对于叶凡的威胁 张扬也丝毫不看在眼里 这里是七爷的底盘 还有自己这么多嫡系手下在场 还能让叶凡 翻起什么风望 叶少乃是大厦第一家族叶家 唯一的嫡系少爷 天龙君唯一继承人 北洛师门唯一少主 你说 凭叶少 够资格吗 叶凡还没开口 王富贵上前一步 站在叶凡身边 冷冷地介绍了一下叶凡的身份 还有我王家全力支持 我就不信 今天还拿不下你们 对 还有我西南赵家 你们这群垃圾 必须死 死 王富贵这么一介绍 在场众人瞬间不由 倒吸一口凉气 七爷此时也终于想起来了 是他 我天 昨天 叶凡一怒之下 将云家和周家都推平了 如此高调 就是要杀鸡儆猴的 七爷作为雄霸花都的霸主势力 自然也知晓了这一消息 七爷完全没想到 叶凡居然找上了自己 而张扬此时也猛了 叶家大少 那可是大厦第一家族的大少 虽然三年前 叶家被袭击了 但最近随着叶凡归来 叶家又开始崛起 自己居然得罪了这么一尊大神 张扬不由转头看向七爷 征询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96章 你们动叶少一根汗毛试试 七爷脑袋里 飞速思考着 叶凡最近的确展现了不弱的实力 据说周家的老祖 管家 都是死在叶凡手里 但七爷知道 想要对付叶家的力量可不简单 明面上的 有周家 林家 甚至皇室 背后还有更神秘的力量 根据七爷得到的可靠消息 林家已经和叶家全面开战了 三年前 叶家差点覆面 那么这次 叶家再难逃一劫了吧 最关键的是 龙宫会所背后的事情 绝对是不能曝光的 如果一旦曝光 影响七爷不说 七爷背后的老板 必然会被牵连 那个时候 七爷就生不如死了 那叶凡就必须死 想清楚了其中的厉害关系之后 七爷对张扬使了个眼色 比划了一下抹脖子的动作 看到七爷这个动作 张扬都发愣了一下 七爷居然如此狠 这是打算将叶凡直接做了 但想到七爷背后的力量 未必不可以和叶家掰手腕 本作管你什么少爷 今天本作秉公执法 任何胆敢阻扰者 杀无赦 张扬说话的同时 手里的手枪都上膛 枪口锁定叶凡 打算亲自动手 叶凡 你要拘捕吗 只要叶凡敢反抗 那张扬就有动手的理由 张扬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 略微懂一点武道技巧 根本不知道 武道高手的可怕 武尊级别之上的强者 速度都已经比子弹要快 在战场上 都可以感知子弹的轨迹 完全可以躲避子弹的 张扬一把手枪 怎么可能威胁到叶凡 叶凡哑然一笑 呵呵 不是要比权力地位吗 很好 我倒是要看看 在大厦 谁的权势比我叶家还要大 众人这才想起来 叶家虽然没落 但叶家依旧是大厦六大豪门之一 无论是在军部 还是在其他朝堂之上 依旧有影响整个大厦局势的能量 是谁想随便抓叶绍 你们谁动叶绍 一根汗毛试试看 叶凡话音落下 门口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在两个秘书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虽然看起来文若书生的样子 但身上的气场 却有一种天然上位者的气息 彭宇总督 嗯 您怎么来了 张扬手里举着的手枪 都不由自主放了下来 眼睛里闪过一抹畏惧 同时投几分惊愕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天南省总督彭宇 也是叶家阵营的嫡系力量 昨天知道叶凡来花都之后 就打过招呼想见一见少主 但昨晚叶凡没有时间 所以就没见 今天想到要动七爷 所以叶凡便招呼了彭宇一声 顺便想把这个功劳 让给彭宇一份 哼 怎么 我不能来 我得到消息 龙宫涉嫌贩卖人口 现在我命令你 立马查封龙宫会所 彻查龙宫会所人口贩卖的案件 你有意见吗 彭宇和叶凡对视了一眼 直接给了张扬一个下马威 刚才张扬还说 后面会查龙宫会所 而现在彭宇来了之后 直接下了死命令 这 张扬瞬间粘了 龙宫会所里面是干的什么勾当 张扬自然清楚 下面还有上百的用 一旦查出来 该怎么收场 彭宇突然出现 为叶凡撑腰 这让七爷有些措手不及 如果彭宇没来 惹极了 七爷还可以直接动用自己和村爷的力量 将叶凡和化血盐当场格杀在现场 但现在彭宇来了 还是天南省总督 这可是大厦雄霸一方的封疆大力啊 若是也杀了 那怕是无法跟大厦交代 让七爷 以及他背后的力量 和整个大厦抗衡 七爷没这个胆量 而七爷背后的人 估计也不敢冒险 可是 现在情况摆在这里 若是不动手的话 那自己就完了呀 彭宇总督且慢 我们这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七爷马上一脸堆笑 上前想要和彭宇打招呼 今天这就当是一场误会算了 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一开始也没认出是叶少 七爷这是一种变相的认所 有彭宇加入进来了 张扬和七爷 自然是不敢将叶凡等人怎么样了 现在七爷想的是 就是彭宇让一步 然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滚 彭宇的态度非常明确 自家少爷是什么态度 他就是什么态度 柳七 我跟你很熟吗 告诉你 我让你很久了 今天本作在这里 倒是要看看你 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彭宇丝毫都没有给七爷面子 而且态度也非常明确 那就是 必定要彻查七爷的龙宫会所 七爷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彭宇 你是非要跟老夫撕破脸皮吗 彭宇没有回应七爷 而是转头看向张扬道 怎么 还不动手 你到底是大厦的官员 还是他柳七的官 信不信 我现在撤了你的职 我 张扬一脸苦涩 此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长 夹在中间太难受了 不过 张扬手下那些人 看到眼前的情况 都有些动摇了 一看风向不对 便打算真的对龙宫会所动手 我看谁敢 七爷突然一声呵斥 随即一脸阴沉地呵斥到 给我封锁会所所有出入口 叶凡在会所袭击总督 总督身受重伤 不治儿王 叶凡最终被我等击毙 明白吗 七爷一声呵斥 说出的话语 让现场众人一片震惊 特别是张扬 看七爷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七爷的意思非常明确了 是打算将彭玉和叶凡等人一起干掉 太狠了 也太疯狂了 格杀大下命官啊 这个罪责 谁也不敢担 七爷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放在后背的手里 已经将一支银色的手枪悄悄上膛 其他人估计都没胆量动手 那就只能七爷亲自动手 柳七 你想干什么 朗朗乾坤之下 你难道想造反 彭玉瞳孔一阵放大 察觉到七爷的动作 震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堂堂一大总督 居然都镇不住七爷 这个柳七 也太放肆了吧 哼 干什么 彭玉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七爷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力 举起手枪 对着彭玉扣动了扳机 叶凡当众刺杀彭玉总督 大家互驾 第97章 是否开炮 叶少庆下令 七爷能混到这个地步 并不是只是靠武力 而是有脑子的 既然做出了决定 七爷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开始行动 打算将彭玉当场格杀 然后再慢慢收拾叶凡等人 最后 只要所有人死了 那就可以将所有的罪责 全部推到叶凡等人身上 就和七爷嘴里喊出来的一样 到时候可以说 彭玉是叶凡杀的 而七爷和张扬等人 则是救人大好人 最后将叶凡也格杀了 反正叶凡和彭玉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事实是怎么样 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七爷算盘打得很响 但他们却忽略了叶凡的实力 七爷扣动扳机的瞬间 叶凡动了 一把抓着彭玉 身体急速朝侧面闪生了一米 恰好避开了七爷的那颗子弹 七爷 今天若是不杀你 都对不起天地良心啊 叶凡将彭玉放在一边 眼神犀利地盯着七爷 这个七爷 可是个狠角色 不然后患无穷 叶凡在危机时候 居然将彭玉就走了 这让七爷有些震惊 能避开子弹就算了 而且还能救别人 也避开子弹 那叶凡的实力 究竟到了多么恐怖的一个阶段 哼 老夫道看看 你今天怎么杀 七爷脸上浮现一抹阴沉 都愣着干什么 一起动手 杀了他们 否则我们都得死 哗啦啦 大厅里 七爷手下所有人都齐刷刷 将枪口锁定了叶凡和赵玲 王富贵等人 就在众人准备动手的瞬间 堵着的大门 再次被一辆装甲车撞开 西南总指挥沈强在此 谁敢放肆 嘎吱 装甲车上的炮口调转方向 死死将七爷锁定 而在装甲车后面 更多的迷彩服战士蜂拥而至 瞬间就将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些人手里都是重型武器 炮口都锁定着 七爷和他的那些手下 强大的压迫感 让所有人瞬间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叶少 我们来了 沈强恭敬对叶凡一抱拳 是否开炮 请叶少吩咐 叶凡淡淡一笑 冷冷地看着七爷和张扬道 你们 现在还要杀本少吗 沈强带来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而且 他们的人数 也是七爷这边人数的好几倍 这是压倒性的压制 张扬都快哭了 刚才彭宇来就算了 现在西南总指挥都来了 那可以统辖十万大军的存在啊 带着这么多迷彩服军士 将这里包围 他们还能怎么办 叶少 我错了 我是被他们 被他们蛊惑的 我举报 就在他们的地下室里 关押着上百的诱 没有任何迟疑 张扬直接扑通一声 给叶凡跪下 然后将龙宫会所 最大的秘密说了出来 混账 找死 七爷气的脸色一片铁青 手里的枪口偏转 一枪直接将张扬击毙 碰 张扬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倒在了地上 哼 七爷动手的时候 叶凡也动了 一个瞬意到七爷身边 手上气颈涌动 直接将七爷的手臂斩断 然后一脚踹在七爷的胸口 将七爷踹翻在地上 咻咻咻 看到叶凡动手了 七爷背后 村野和三个宗师级别的高手 也动手了 巴嘎 去死吧 村野嘴里呵斥的同时 两把弯刀出现在手里 没有任何迟疑 滑破虚空 朝着叶凡的脖子抹去 村野和七爷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东宁五道高手出现在大厦境内 本来就是要给官方报备的 按照大厦和东宁签订的条约 如果东宁高手未经报备 而出现在大厦境内 可是视为入侵大厦 人人得而诛之 今天只要七爷倒下 那么村野也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而想要救七爷 最关键的就是弄死叶凡 对于村野和三大宗师高手攻击 叶凡连正眼都没看一眼 昨天在孔家的时候 叶凡就已经验证过了 宗师级别的高手 在叶凡面前就跟纸胡的一样 根本不是对手 碰 碰 碰 叶凡身影 迅速在三大宗师高手中间窜动 接连三八拍打出去 空气被强大的气径冲击撕裂 发出一阵哀鸣 出现一圈圈目光可见的涟漪 七爷的两个宗师手下 还有村野的那个武藤宗师高手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叶凡拍的嘴里狂吐鲜血 身体从虚空中坠落到地上 抽出了几下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看到如此一幕 躺在旁边的七爷 绝望地闭上眼睛 现在七爷有些明白 最近那些豪门大族 为什么对叶家如此忌惮了 所以 叶家最近的崛起 不是回光返照 而是叶凡本身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状态 三年前 叶凡被挖去了心脏 破坏了根骨 连肾脏也被挖了 那个时候 叶凡就已经是最年轻的宗师强者 而现在 三年后 叶凡的实力居然恢复了 而且 显然已经超越了宗师太多 怕至少都是五尊级别的强者 在俗世界 一个家族若是出现一个五尊级别的高手 熊霸整个大厦 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村野挥动的战刀 明明看见刺中了叶凡 但最后发现 刺中的只是叶凡的残影罢了 等村野反应过来 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攻的三个同伴 都已经倒在地上 宛如死狗一样 这 村野瞳孔一阵放大 手里的战刀都拿不稳了 叶凡 你 这么年轻 实力又这么恐怖 叶凡有嚣张的资本 想到叶凡刚才所有的行动 所以叶凡如果想要碾压他们的话 这里所有人加起来 都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叶凡刚才在扮猪吃老虎 可惜 是村野反应太慢了 之前若是村野悄悄逃走 或许还有机会 但此时 一切都晚了 咔嚓 村野还在发愣 叶凡已经闪身到村野面前 抓住村野手里的战刀 气静运转 将村野手里的战刀冲击碎裂 铁蟹掉落了一地 东鹰狗 在大厦撒野 你们必须付出代价 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 手上的气静继续冲击 顷刻间将村野的四肢轰击碎裂 胸前肋骨断裂 然后将村野抡起来 宛若一根木棍一样 狠狠朝地上砸去 轰隆 轰隆 大理石地面 都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村野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了 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叶凡这才助手 第九十八掌 他做了老夫不敢这做的事 支持他 叶凡将村野丢在一旁 刚准备朝气野走过去 旁边的陈国父突然动了 装作打电话的样子 拿着手机朝门外走去 喂 什么 你家母猪生宰了 好的 我马上过来 这个陈国父刚苟障人事 还无限嚣张 此时看到七爷和张阳 村野等人出事了 居然还想着溜走 叶凡冷笑一声 手上一把椅子砸出 擦着陈国父的胸口 砸在他面前 椅子腿都直接镶嵌到了水泥地面之下 本少让你走了吗 叶少 我错了 别杀我 陈国父被吓得双腿一阵颤抖 裤裆直接打湿了 当场被吓尿 随即 扑通一声 对着叶凡跪下 叶凡冷冷一笑 带我们进去 找到关押幼儿的地库 饶你不死 这 陈国父犹豫了一下 朝七爷看了一眼 那个关押幼儿的地库 陈国父知道 但陈国父也清楚 那是七爷的命根所在 若是那里暴露了 那就是人赃俱获 七爷就彻底完蛋了 而且 幼儿拐卖到东营 不光是涉及到金钱方面的东西 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天大的秘密 还涉及到上京某个神秘的大家族 秘密暴露 那自己日子 怕也不好过呀 但陈国父也清楚 若是自己现在不带叶凡等人进去 那自己同样也没有好下场 看到叶凡犀利的眼神朝自己看来 陈国父一咬牙 爬起来在前面带路 走 畜生 陈国父 你这个狗东西 你敢 七爷还想跳起来大骂陈国父 但叶凡直接一脚 将七爷踹得晕死了过去 在陈国父的带领下 顺着龙宫会所里面复杂的地形楼道 进入地下密室 最后再经过了好几道密码锁之后 打开密室大门 看到里面的情况 跟着一起进来 王富贵 赵玲珑 叶凡 彭宇 沈强等人 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硕大的地下室里 阴暗潮湿 上百个诱饵 就这么扔在地上 屎尿都拉在一起 小孩在地上一边哭喊 一边乱爬着 有些小孩恶极了 居然都抓着那些排泄物 靠 畜生 看到这一幕 叶凡火气再次冒了起来 对着七爷狠狠踹了一脚 而前面的陈国富也不例外 直接被王富贵 赵玲珑 沈强几人 按在地上 狠狠一顿收拾 甚至 看起来文弱书生的彭宇 都拖着凳子上去 给了陈国富几凳子 剩下的事 就交给你们吧 七爷和他的党羽 一定要严惩 绝对不能姑息 叶凡看了一眼 彭宇和沈强 化血盐等人 七爷和村野这些核心成员和高手 已经被拿下 那么后面的抓住 倾脚工作 自然有彭宇和沈强等人来主持 好 彭宇和沈强应答了一声 不由将目光看向了化血盐 叶绍这一次行动 完全是因为化血盐而加入的 两人都在猜测化血盐和叶凡的关系 而且他们也知道 这对七爷动手 解决了天南省一个天大的隐患 同时破了这么重大的一个案子 化血盐升迁是必然的 彭宇看着叶凡快步朝外面走去的背影 心中已经暗暗下了决定 既然化血盐也是叶绍这边的人 那自己索性就帮一把好了 叶家已经开始和林家开战 叶凡和王富贵 赵玲珑没坐多少停留 直接坐飞机赶回云城 而花都 继昨晚发生的大事之后 再次爆出了一件惊天大新闻 彭宇和沈强联手 当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由化血盐主导 查获了花都柳七特大人口贩卖走私案 背后还牵涉到东宁黑衣社 天南省总局局长张阳等 化血盐同志 在这次行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鉴于张阳背叛组织 已经被当场击毙 所以 接下来清脚行动 我任命化血盐同志为总指挥 天南省所有力量 都由化血盐同志调动 这一条任命 意味着什么 在体制中的人太清楚了 张阳死了 那他的位置 就是空出来了 按照正常道理 化血盐只是云城的一个大队长 和张阳的总局局长的位置 差着好几个等级 化血盐根本没有资格来指挥 对七爷残布的清脚的 可彭宇和沈强两人为化血盐背书 让化血盐坐上了这个位置 那意思就非常明显了 要扶持化血盐上位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这次行动之后 化血盐很快就会坐到 张阳那个位置上去 破获七爷人口贩卖 就是大功一件 清脚残布又是铁定的大功 这样功劳堆起来 化血盐想不升迁都难 云城正在浏览手机新闻的局长孙宏 看到手机上的新闻 顿时一口茶水直接喷出来 化血盐 要知道 就在半个小时前 孙宏还迫于张阳的压力 要给化血盐停职 而半个小时后 化血盐就跟天南省总督彭宇 站在了一起